我去 这什么情况啊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她竟然要洗澡 啊 那个 洗手间有热水 我磕磕巴巴地告诉她 她直接打开我的衣柜 随便拿了几件我的衣服 就去了洗手间 笑个屁你笑 我白了大米粒一眼 这时候突然打了几个哈欠 我还没开始想办法呢 刚到家 让我喘口气 正好我买了烧鸡和酒 接着我就从塑料袋里 拿出了烧鸡和酒 摆在了香糖上 突然我一个机灵 老实上了我的身 接下来的荧幕 我无语了 二十几平米的屋子里 占了满满灯灯 二十几位仙家 不错 知道带回来见家长了 胡天罢笑道 嗯 这姑娘长得 倒是怪连人的哈 可不是吗 身条和咱们姐俩 曾经有一拼了 大长头发我也喜欢 长翠娇和长翠云 嬉笑着对指着我说 哎呀这闺女 长得可真俊哪 是啊 真有夫妻香 仙家们七嘴八舌地评论着 实在是让我崩溃 我急忙大声解释 不是回来见家长 这不是他不想当电灯炮吗 你们也太 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解释 就一群仙家东一句西一句的 足足在这讨论了半个小时 我一脸黑线地坐在床上 最后我终于崩溃 大声怒吓 都回去 谁让你们出来了 这和你们没关系 没关系 我怒视着前头这一群 没正视的神仙 但是 他们像是没听见一样 依旧在那三俩一伙说笑谈论着 屋子里弄得跟他大爷的街道办 茶话会似的 行吧 你们厉害 你们是神仙 宇哥我惹不起还不行吗 真是人扇被人欺 马扇被人骑 宇哥我就是一匹美丽的骏马 太善良了 我不说话行吧 我就静静地看 这时候 房门被推开了 仙家们迅速回到了堂上 屋子里恢复了安静 就剩下大米粒 坐在我旁边的床上 悬空的小脚胡乱挡有着 只见张月晴 穿着我的体恤衫和大短裤 洁白的小腿 显得更加的线条优美 湿漉漉的头发 那简直就是 让宇哥犯罪的起源呢 刚才喊什么呢 吵吵把火的 他用毛巾擦着头发 歪着脑袋 看我 实在是他娘的仙女下凡啊 冷静 我要冷静 没喊啥 没事 说着 我就开始从塑料袋里 把一堆一堆的零食 都倒腾出来 准备挑一些适合小朋友吃的 给米粒军团放在香糖上 就在我收拾零食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能参观参观吗 随便看呗 我一边挑着零食 一边抬头看了一眼 就见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一会到香糖前面 双手合十拜一拜 一会又到米粒的香糖 牵头拿起小泥人仔细观察着 而臭小子 就一直跟在他身边 他看什么 臭小子也看什么 还一个劲地笑 我能不能许个愿啊 他一下就把我问笑了 啊 随便 随便 接着我就看见 他十分愚成的双手合十 在无鬼堂前闭眼睛许愿 你拜错地方了 去前头那个大香糖拜 这五位可不负责 帮人实现愿望 话刚说完就感觉屋子里发冷 爱情鬼穿着一身红连衣裙 坐在我了我旁边 谁说拜我们不能心想事成的 别人的事 我们自然不管 不过你的媳妇 自然另当别论 连你也出来凑热闹了 我汗颜 我凑着热闹是正常的 我是爱情鬼 我能让你们带爱情开花结果 你可了解 对了 你想不想知道 这女子刚才许的是什么愿呢 爱情鬼神秘地问我 想 那个 姐 姐 告诉告诉呗 我马上摆出一副渐渐的表情 算了 我可不能凑热闹 惹得你埋怨我 说着爱情鬼就不见了 剩下的我又他娘的是一脸黑线 人善被人气 鬼也欺负 仙也欺负 死鱼 你能不能让我看见这些东西 突然他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 把我问住了 你看他们大麻 他们都忙着呢 没时间让你 我话还没说完没呢 耳边就此起彼伏地传来几个小孩的声音 我不忙师父 我也不忙 没忙 好你们几个小鬼 师父的事 你们也凑热闹 我就想看看 张月琴坐在我旁边 一脸的期盼 我说你等等啊 接着我走到客厅里点了一支烟 过问了老师 没关系 此女子心地善良 先家 就别看了 看小鬼吧 那我用啥办法能让他看见 不需要你管 这是小鬼自己能办 说着老师便离去 好吧 既然家里人都喜欢他 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 你确定你要看吗 我问张月琴 可别在他一时兴起 一会再下出个好歹来 确定 反正你家神仙又不会害我 张月琴理直气壮地站起来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先家就算了 他们不爱现身 那个 看看小鬼还是可以的 鬼 张月琴突然停了下来 站在原地 瞪着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我 你看 你害怕了吧 算了算了 咱不看 太好了 我这辈子还能见着一次鬼 实在是太幸运了 你快点 把他们叫出来 快点 说着他跑到椅子上 端端正正地坐好 像是听课的小学生 一脸的期待 我真是无语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 说着 我冲大米粒蛇的颜色 出来吧 在那嘚瑟半天了 不就是想让他抱抱你吗 张月琴听我说完 又瞪大了眼睛 不会是个色鬼吧 哎 我实在是无语 只见大米粒 闭着小嘴 腮帮子骨得大大的 样子萌得不行 然后使劲一跺脚 就出现在张月琴跟前 张月琴眼睛直勾勾地 看着突然出现的大米粒 大米粒 则是慢慢走上前去 大米粒 回来 你吓着人家了 我大声喝道 哪知道张月琴 一把就把大米粒拽过去 一会捏捏小脸 一会摸摸头 突然想起什么 赶紧起身 从零食里 开了一袋棚化食品 然后就你一个我一个 你一个我一个的 和大米粒一起吃 他很喜欢你 从你进屋 就一直跟在你身后 我笑着 拿起一根火腿长丝 去了外皮吃了起来 这二人就像是 多年未见的母子一样 张月琴 瞬间被萌萌的大米粒 激发了无限的母性 抱着大米粒 坐在自己腿上 一会亲一口 一会喂点好吃的 我见他不怕 也就放心了 原来鬼这么可爱 叫聚姐姐呗 说着张月琴 在大米粒脸蛋上 就亲了一口 大米粒害羞地 摆出了标志性的 卖蒙总是 这小子还真是厌赋不浅 我把零食挑了一些 放在了英灵的香糖上 就抱着一落子老师 以前让我收集的书 去了客厅 我出去办事了 你们俩玩吧 有点冷 把门带上 赶紧出去吧 快点快点 这分明是我家 来到客厅 我翻开这些书 和以前老师让我寄的笔记 开始寻找破写音的思路 屋子里时不时发出 张月琴的笑声 和大米粒的笑声 我突然觉得 这样的生活很好 很安逸 不过现在还不是安逸的时候 我定了定思绪 开始看书 我先是用笔 把寄养写音的的原材料 写到了纸上 铁盆 鸡血 寺庙土 水银 厨子之血 我反复地根据这几个词汇 在书籍里不停翻阅 只要发现一些线索 就马上记在本子上 就这样 不知不觉的天就亮了 外面从黑暗 逐渐变得有了光亮 温度也逐渐地升高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台前 对着朝阳伸了一个懒腰 一夜未睡的缘故 让我浑身酸疼 4点40 我喝了口水 回到沙发上 又继续开始了钻研 然后 我好像听见了开门的动静 就抬头看了一眼 我这一看不要紧啊 瞬间雨个 就实话了 张月琴穿着我的T恤 走向洗手间 刚好盖住了她挺拔的屁股 我急忙喝了口水 我要控制 控制 再控制 此时此刻 千万不能让自己浮想连骗 否则昨天一夜编织的思维 容易一瞬间复制东流 我觉得 喝水已经不行了 我立即跑到厨房 打开水管子 用凉水洗了一把脸 忽然发现 自己怎么流鼻涕了 急忙用手一擦 流鼻血了 醉过醉过 醉过醉过 待雨 你要冷静 冷静 我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暗示 死鱼 有没有水啊 我渴了 就在这时候 张月琴的声音出现在我身后 我一回头 她直接就趴了上来 两只胳膊直接挂在我的脖子上 像一只猴子一样 闭着眼睛 把额头钉在我的胸口上 我渴了 给我点水喝 我就回去睡觉了 我急忙 把它放到椅子上 然后从冰箱拿出一罐可乐给它打开 她闭着眼睛喝了两口 打了一个嗝 然后又迷迷糊糊地走了回去 卧槽 又流出来了 我急忙去洗手间 拿指堵住了鼻孔 回到沙发上 我再一次沉入思考 鸡鞋肯定是不行了 黎振东用的是人血 寺庙土是为了吸灵 水银防腐 除子之血 我对着这几个关键点 思考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最后点上一只烟 猛吸了三口 合适 老师 若我有办法把那俩小杂种引出来 你可追得上他们 血因乃六道之外 抓住比较困难 不过我要说追不上他们 不白活几千年了 行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后天凌晨就把那俩小杂种引过来 我心满意足地抽了一口烟 穿上外套 就出去给张月勤买早饭 回来的时候 张月勤还在睡 我推门进去坐在床边 我出去半点事 冰箱里有吃的 也有零食 中午之前我就回来 张月勤翻了个身 N了一声 我便关门离去 哥们 买狗啊 纯种哈士奇 我望着这男的牵着的那只哈士奇 他正用十分不友好的眼光望着我 我继续往前走 香瓶的狗事 从来都是这么热闹 这刚不到八点 狗贩子们就把一条街巨的满满的 各种品种的狗 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 和狗费声 让这里成了附近最热闹的聚集点 而我此次来的目的 是寻找一只纯黑色的狗 汪汪汪汪汪 一阵有节奏的狗叫 吸引了我的注意 好家伙 谁家狗竟然还有音乐细胞 还能叫出节奏来呢 我一回头 穿过许多过狗贩子的层层缝隙 看见了一条坐在地上的大黑狗 他也望着我 摇着那条大尾巴 嘿嘿 找的就是你 我十分开心地走了过去 然后就看见一个看上去 得有七老八十的老爷子 牵着大黑狗 坐在一个小板凳上 大爷 这狗咋卖的呀 我一边往前走 一边大声问他 老爷子没说话 伸出五个手指头 我蹲在狗的牵头 摸了摸他的脑袋 他伸出舌头 使劲地舔我的手 这公狗配过重了吗 老爷子慢慢又摇了摇头 来 这是五百块钱 拿好了呀大爷 接过了钱 他伸出手把绳子递给我 回头便走了 我低下头和这只大黑狗 玩了一会 抬头扫了一眼这老头 这一眼 瞬间我的腿就骂了 或者说 我浑身都骂了 这个老头两只脚拖着地面 就像是腿不能回弯的样子 一下一下地往前走 我脑海里回忆了一下 刚刚他伸出手指的举动 然后脑海里出现了 我曾经历过的一个画面 大娘 这刺猥咋卖的 老太太冲我伸出了两个手指头 我给了钱 老太太就离去了 走路脚拖着地 像是腿不能回弯 我在原地愣着 眼看着这老头越走越远 难道他也是活死人 我瞬间想起正式要紧 没时间顾及那么多 过后再想这个问题吧 说着 我牵着大黑狗就上了车 他坐在我的副驾驶上很老实 我把车窗打开 他时不时地往处看看 伸着大舌头 一路上 引起了很多路人和 过路汽车的关注 把大黑狗领回家 他一进屋屋 就显得有点焦躁 尤其是进了我的屋子 鼻子不停地在地上嗅来嗅去 显得十分不安 但是当他看见张月琴的时候 似乎就淡定了不少 摇着尾巴走过去 围着张月琴走来走去 张月琴也不害怕 低头摸了摸他的脑袋 他就很乖地坐在地上 你怎么想起 弄了只狗回来 他一边摸着大黑狗的头 一面问我 我要用黑狗血半点事 就是刘桂成的事 我一边跟他说话 一边包下一根火腿肠的皮 丢给了黑狗 死鱼 你是不是要杀了他 不用杀 放一碗血就行 对了你不说 我还没想到 办完事了 他怎么办呢 这是个问题啊 见我这么说 张月琴紧张地抱住了 大黑狗的脖子 要不然 办完事 我买点豆腐 来个狗肉炖豆腐怎么样 我邪恶地笑着 张月琴信眼 圆瞪地望着我 就差冲上来揍我了 你这个变态 我就知道你没变什么好屁 你敢 其实我是跟他开玩笑的 宇哥可不是那么残忍的人 我买他的时候 就做好了打算 待他为伟大的事业 做出贡献后 就把他送到老刘的厂子里 去看门 和那条大狼狗做个伴 我饿了 中午吃什么 楼下有一个冷面挺好的 我一边说着 一边跟大黑狗握手 不吃 在家做饭吃吧 我看冰箱里有菜有肉的 出去吃对身体不好 我给你做 其实这样也不错 既省钱 又能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 这个女人 而且 咱家做饭 似乎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温馨 嗯 行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说完张月琴就去了厨房 过了一会 又回屋拿了几根火腿肠 我突然想起来没买器皿 就把他留在家里 去五金商店买了两个铁碗 又去超市买了两瓶饮料 工具准备就绪 我点上一支烟 叫上了老师 这两天你安排在医院的仙家 回没回来 跟你汇报一样 那俩小杂种去了吗 去了 但是自然是伤不到人 去了就好 雨哥我还就怕他们不去呢 老师 今晚把他们都撤回来吧 我和土豆今天首宴 不错 你总算聪明一回 老师应该是已经看透了我的想法 今夜 我就要让那两个吃人的小杂种 尝尝苦头 不过还是要老师帮忙的 器皿 黑狗 加上完美的计划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而这个东风 就是正在厨房里 做菜的张月晴 饭好了吗 我靠在厨房门口的门问他 他看见我过来 一下子就把我推了出去 不行看 做饭的时候 不能让别人看 我自知拧不过他的歪理 只好坐在客厅里等着 我忐忑不安地点上一颗烟 这东风要是借不来 这件事还真探娘的 不一定能办成 就在我忐忑的时候 张月晴端着两个盘子进来了 放在桌子上 然后盛了两碗米饭 接着又跑回厨房端出一碗汤 我走到桌子上 望着盘子里的菜 有点茫然地坐在椅子上 来吧 尝尝姐的手艺 她摘下围裙 拿起筷子 给我的碗里 加了一块黑布拉基 像是烧完的纸一样东西 这个 是什么菜啊 好像比较 新颖 我尴尬地看着碗里的东西 火爆大头菜啊 这你都没吃过呀 啊 啊 这是火爆大头菜啊 我还是第一次 这么特别的火爆大头菜呢 说着 我夹起了大头菜放到嘴里 这个味道 我只能说 首先是糊了 而且真看出我们家的盐 不要它钱了 我这一口给我哭得脑瓜人都疼 瞬间我的五官都挤到了一起 不好吃啊 稍稍有那么一点咸 看着她充满期待的眼神 我要忍住 我不能告诉她真相 说着 我把盖着汤碗的锅盖掀开了 你是要告诉我 这是西红柿鸡蛋汤吗 对呀 你看出来了 我当然看出来了 几大块西红柿 煮熟了的五个鸡蛋 好歹鸡蛋能吃 我把鸡蛋捞出来 吃了三个鸡蛋 外加半碗米饭 至于剩下那一盘 黑不出溜的火腿肠 我就不去尝试了 张月琴在我眼前 看着我吃完了半碗米饭 然后露出很幸福的表情 好吃吗 带鱼 嗯 好吃 我以后经常过来给做饭吃行不行 啊 这个 行 那就太好了 我很久没吃这么好吃的菜了 我很下心点点头 果然厨艺是靠天赋的 天赋一饼的人 都不用学就会了 说着 他开心地去冰箱拿水喝 对了你也吃点 味道可好了 说着 我就放下碗筷回了屋子 然后急忙把门锁上 然后点上烟 就坐在床上等着 脑袋里脑补着他在门外的表情 果然 过了三十秒 我就听见恶狠狠的敲门声 最后演变为踹门 我笑得前仰后合 大米粒也在我旁边 笑得十分夸张 过了五分钟 我打开门 发现他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 我走了过去 他站起来就要打我 别闹别闹 我和你说点事 打完了再说 接着他用他的小脚 在我身上使劲踹了几下 总算是出口一口恶气 我把他按在沙发上 自己搬了个凳子 坐在他对面 什么事啊 说呗 整这么神秘干啥 他喝着可乐问我 我紧张地擦了一把头上的汗 是这么个事 我今天办的这个事 需要一碗血 我紧张地看着他 我知道啊 所以你把小黑子买回来了 好吧 裁医会的功夫 他还给狗取了个名字 没错 的确需要一碗狗血 但是还需要一碗人血 才算齐活 人血 你是想要我的血啊 他一脸天真的 眨巴着大眼睛望着我 给我整得更紧张 嗯 对 你自己不也有吗 气 他说着又可乐一口可乐 把脸别到一边 我见他似乎要拒绝我 我就有点急了 我的不行 我是男的 必须是你的 我有点着急的语气 让他 把脸又转了回来 那行吧 答应你了 要的时候跟我说 接着他起身 就回到我的床上 躺着玩手机了 哎 哎我去 竟然这么痛快 吓死宝宝了 早知道这么简单 我何必谈的那么久 原来是轻松加愉快啊 我坐在沙发上 拿起一张纸 又重新确认了一下 家伙是否齐全 两种血 铁碗 煮鸡蛋 接着又反复想了几遍 晚上要实施的方法 最后给土豆 拨过去了电话 土豆 晚上把你所有的家伙 是准备好了 咱们去给那个 别独子打出屎来 对面的土豆 一听我说这话 显然是有点猛圈 他不都跑了吗 咱上哪找去啊 你找着他了 没有 废话 没找着咱上 哪打他去 今晚上 我就让那俩小杂种 领着咱们去找 那个李震东 我想到办法了 说着 我挂了电话 坐在沙发上 就思考着 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问题 然后针对问题 想出万无一失的办法 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 我看了一下表 已经七点 于是去阳台 把小黑子领了出来 再把张月晴 从我的房间里喊出来 你看着他 我去拿刀 说着 我去厨房拿了一把水果刀 用酒精子子细细冲了一下 当我回到沙发的时候 发现张月晴和小黑子 抱在一起 都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唉 其实没那么疼 就一下 小半碗写 说着 我往前挪了一步 张月晴和小黑子 马上往沙发脚里 缩 这个 你们谁先来呢 我觉得有点尴尬 安笑了两声 结果他们听到我笑以后 似乎更害怕了 使劲地往后缩 看他们太磨蹭了 我直接往前一步 伸出右手 拉住张月晴的小手 啊 小黑 小黑 救救我 他呲牙咧嘴地惨叫着 把黑狗吓得也直叫唤 我无语了 上午答应得那么痛快 现在怎么比杀猪还费劲了 你快点吧奶奶 一会黄花菜都凉了 我有点郁闷地坐在一边 点上一支烟 你让我们准备准备 你给我们五分钟时间 我安抚一下小黑 把我眼睛蒙上吧 我要是看着我更不敢了 没招了 我找了一条我妈的丝巾 蒙住了她的眼睛 小黑 过来 姐姐抱着你才不害怕 那个谁 你温柔点啊 我是彻底没话说了 直接在张月晴掌心 割了一道口子 然后挤出一些 到事先洗干净的饮料瓶里 接着马上拿起纱布 把张月晴的手缠上 由于是第一次包扎 没什么经验 所以我就决定多包几层 以防万一止血效果不佳 好了 到他了 把他眼睛上的丝巾 你包的这叫什么呀 把人家手包的 跟个猪蹄子似的 你个死变态 我笑着放下了他的手 把黑狗牵了过来 小黑别怕 姐姐蒙住你的眼睛 说着丝巾就蒙到了狗的脸上 我被这一人一狗 彻底给征服了 而且 我给黑狗放血的时候 他可没张月晴那么矫情 我在小黑大腿根的地方 划了一刀 然后放了大概半碗狗血的量 之后把他的腿包砸好 把丝巾从他眼睛拿下来以后 他的情绪似乎很稳定 我笑着走进了屋子里 拿了一些零食和火腿肠出来 往他们面前一放 这是算二位的补偿 此刻我的心情是大好 一想到今晚上 就能为民除害 雨哥心里就十分地亢奋 现在东风也有了 铁碗 狗血 厨子之血 齐活 小杂种们 今晚上有你们受的 我自言自语着 望着眼前的这些家伙事 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你说什么 厨子之血 这道声音冷静而残暴 卧槽 暴露了 不是起东西 撒腿就跑出了门 张月勤的声音 贯彻了整个楼道 你回来 你就等死吧 待遇 我背着书包里 准备好的家伙是 开车来到了医院 就开始和土豆说 详细的计划 简单沟通之后 土豆表示明白 而且没问题 我们就开始布阵抓血因 首先 土豆把自己的看家本事 震魂铁 贴在病房窗户外头 我告诉他 尽量多铁 因为血因是六道之外之物 是否能起作用 还不好说 此外 每一张震魂贴上 我都让土豆 用左手拇指 在上面狠狠按一下 这样以来 只能拦住外面的东西 而自己家的仙家 或是鬼匠 就不会起作用 我来到窗前 拉开里面的一层窗户 在两层窗户中间 拉上几条缝衣服的线 这些线 都是刚刚浸泡过 黑狗血的细线 只要是阴邪之物 都会避让 随后 用左手食指沾了黑狗血 在老刘的额头上 点了一个拇指大的血点 确保了老刘的安全 我把铁碗放在 屋子中央的地面上 把煮好的鸡蛋 包了壳放在碗内 然后开始等 直到快十二点的时候 我把张月勤的血 倒在了两个鸡蛋上 然后用手滚动鸡蛋 确保鸡蛋上 沾满张月勤的血 眼前的一切就绪后 我去洗手间点了一支烟 猛抽了三口 老师 把仙家撤走吧 你留在我身边 抽完了烟 我回到屋子里 把剩下的狗血 放在土豆那里 并告诉土豆 一会只要我一咳嗽 他就把狗血倒在掌心 然后横跨病房门口 在地上抹一道血痕 一切就绪 我和关了灯 叮嘱刘贵成 晚上正常睡觉便渴 我保证他 一切安然无恙 刘贵成放心地 点点头便睡去 黑暗中 我坐在椅子上 静静地等着 这阵法 就像是一口锅 我在锅底放着肉 等你来吃 你进来了 后面就有人扣扇盖锅盖 而这锅盖 就是土豆手里 最后的一点黑狗血 结果 我暗想这只猪 心可真TM大 这结果眼上还能睡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 我从未感觉到 时间过得竟然如此地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也开始眼皮打架 哈欠连天 到了 突然我打了一个冷机灵 老师提醒 让我一下 就变得无比地清醒 只呀 ICU病房的门 像是被一阵风缓慢推开 接着一张惨白的 没有白眼球的小脸 从门缝探了进来 接着是脖子弹进来 肩膀 手 腿 它慢慢地走向刘贵成 脚步很轻 慢慢走到刘贵成床前 这时候他原地站住了 深邃无神的黑色眼睛 四周望着 像是把整个病房 都探视了了一遍 看来前几天 老师安排的仙家 让着血鹰受了不少苦头 看得出来他 十分地谨慎 过来大概五分钟 应该是确定 仙家已经走了 血鹰咧开嘴 诡异地笑了 笑得我是浑身直起 鸡皮疙瘩 我眼看着他进了刘贵成 说实话 我也是十分担心 黑狗血这东西 以前我从没接触过 如不好使 一会下手慢了 可就坑了老刘了 只见他抓着扶手 就爬上了老刘的病床 我脑袋嗡的一下 糟了 黑狗血无效 突然 血鹰像是触电了一般 从床上跳下来 退后了很远 显然是黑狗血气效果了 我心中暗自叫好 却仍不作声 静静地看着他 血鹰又站在了原地 黑漆漆的眼睛 看着刘贵成 过了一会 突然像是闻到了什么 把头转向了我这边 没错 就是我眼前不到一米的地面上 那沾了厨子止血的主鸡蛋 血鹰 只在初期做法寄养的时候 需要厨子止血 也就是厨女的血液 由于来源限制 寄养血鹰的人 都会在血鹰成型后 改为动物血 当然这个李振东是个例外 他用的是人血 因此 他的血鹰也更加是血 试想一下 一个断了半年奶的孩子 你再用母乳的香气吸引他 结果必然是他乖乖就范 而这张月勤的厨子止血 就等同于血鹰初期品尝的母乳 这种气味对他来说 那就是最为香甜的 永远有着超越一切的诱惑力 吸引力 不过可惜了 今天只来了一只 而我准备了两个鸡蛋 只见血鹰慢慢走到铁碗边 趴在地上盯着铁碗里的鸡蛋 似乎是在用鼻子 嗅着这熟悉的味道 最后张开嘴趴下 就向鸡蛋要去 嗨嗨 嗨嗨 我用力咳嗽两声 血鹰突然抬起头望向我 此刻我的心里紧张到了极点 因为我怕 不要误会 我怕的不是血鹰 我他娘的 怕的是 土豆如果还在外面睡觉 而没听到我的咳嗽 那这一切 可都算是白忙活了 好在 土豆关键时刻 还是很靠谱的 就在血鹰重新低下头以后 我看见门外一个人影 一闪而过 土豆得手了 血鹰吃完了第一个鸡蛋以后 又抬头四周张望了一下 紧接着 又低头吃第二个鸡蛋 这时候 我就觉得身体里 突然喷出一股子凉气 一个人影在我的眼前 或许是厨子血鸡蛋的诱惑 实在过大 我吃完了才抬起头 用黑洞洞的双眼望着老师 只听老师一声冷笑 一脚边踹了过去 血鹰虽然灵芝的底下 却也瞬间发现 眼前的这个人 有多么的强大 直接冲着窗户就窜了过去 而这一切 都在我的掌握和预料之中 随着一声刺耳的惨叫 就像是婴儿 受到了猛烈的刺激一样 血鹰直接从窗户上 被弹到了地上 接着爬起来 就向着门口窜去 速度之快 我肉眼根本无法看清 只隐约看见 一道影子的方向 果然 血鹰依然按照 我给编写的剧本 试图逃离 曾经让我们 头疼恐惧的血鹰 如今却被我们 玩弄于鼓掌之中 伴随着更凄惨刺耳的叫声 土豆用那只 沾满了黑狗鞋的手 拎着血鹰的脑袋 就推门走了进来 并顺手 开了病房的灯 我们俩眼神交汇的一瞬间 我看见他嘴角 露出了很酷的微笑 到什么时候 你都得装个壁是不是 人生能装几回壁 此时不装何时装 这或冒出一句 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歪剧 然后使劲把手里拎着的血鹰 往地上一摔 血鹰捂着脑袋 就在地上挣扎着 他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土豆有点担心地问 的确 如果他就这么死了 我们还是找不到李振东 死不了 他且活着呢 说着我的眼睛 妄想站在一边的白色身影 这时候 大尾又走过去 用沾满狗鞋的手 贴在血鹰身上 血鹰又发出 放他回去 老师一声令下 我站起身走到窗户前 打开了窗户 掏出打火机 烧断了几根狗血浸泡的细线 只感觉耳边搜的一阵阴风 我知道 这是血鹰逃了出去 不等我回头 又是搜的一道凉气 从我眼前划过 老师追了上去 你二人出门即可 我指引你方向 耳边传来老师越来越远的声音 走了 出发 说着土豆扛起了桃木大稿把子 跨到身上一个四四方方的小胯包 便随我一起下了楼 我启动车子 漫无目地开上了深夜的马路 凭着老师给的直觉随意地开着 并逐渐加快了速度 每道分岔路口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冒出一种直觉 这种直觉准确地告知 我应该开往哪个方向 哥们 悠着点啊 太快了吧 听了土豆的话 我才低头看了一眼一道盘 车速已经达到了140 不会出事的 有你与哥在 我从兜里掏出烟丢了过去 然后又将油门一脚踩到底 一直从香平市中心驶出了市区 在一条直道上 跑了足足有40分钟 我才逐渐减速 起初我们走的是公路 后来就像是走进农村一样 坑洼不平的路 把我的武藏庙都快颠出来了 最后 我们干脆走进了一片 还没有开发的野山沟附近 我在心里大概估算了一下 此处离市 至少也得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了 应该就是这了 我把车熄火停在一边 土豆抽出了桃木大稿坝子 我们二人就下了车 这里没有路灯 今天又有点多云 黑漆漆地看不清周围的景物 唯一能看见的 黑灯瞎火的 土豆抽着烟 望着窗外的一片漆黑 看见前面亮灯的那个房子了吗 一定就是那 你怎么知道呢 土豆问我 直觉 我靠 哥们 你现在玩上直觉了 这时候能不能靠谱点 土豆冷在原地 这不是我的直觉 是你龙太爷的直觉 我也不和他废话 点了一支烟 就朝着这条路的尽头开始走 土豆跟在我后头 山里强壮的蚊子 咬得他骂骂咧咧的 有句老话叫 望山累死马 看着挺近的小路 我们一直走了二十多分 来到那道亮光的附近 此时我和土豆的身上 已经被蚊子钉得全是大包 养得不行 我仔细望去 这里是一栋二层的房子 更确切说 应该像是厂房 因为它很大 占地面积 估计最少得有六七百平米 二楼的一扇窗户亮着灯 其余的窗户 都是一片漆黑 看你的了 我豆哥 我小声 对土豆说了一句 土豆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的身边 围着这栋房子就四处走 偶尔蹲下忙活点什么 过了大约二十来分钟 我的手机突然震了几下 我掏出手机低头一看 是土豆发来的信息 到房子后面来 于是我起步走到房子后面 远远看见一个小亮点 走进了发现 土豆坐在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上抽着烟 见我过去 它伸出手 直接指了一个方向 我便顺着它指的方向望去 此时天上的云 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借着月光 映如我眼帘的是 一望无际的平原荒地 荒地上每隔三五米 就有一处土包 有的土包前有石碑 有的没有 放眼望去 少说也有几百个土包了 这TM就是一片乱粉岗子 我回头望向土豆 在云开月明之后 地面的一切都被照得清晰起来 土豆屁股底下坐着的 哪是什么大黑石头 那根本就是一口黑棺材 土豆 你看你屁股底下坐的是什么 说完我就用手笔画一个虚的姿势 土豆低头一看 嗖的一下就跳了下来 连滚带爬地窜到我身边 大爷的 真TM晦气 怎么还坐着顶上了 过分地慌张 还使他的烟头烫了他手 他一边说着晦气 一面使劲甩手 行了 房子周围搞定了吗 土豆点点头 我便决定和土豆一起闯进去 但是 接下来 我们遇见了一个奇怪的事 当我和土豆从房子后面 绕到房子正面 发现正面也是坟地 而且 也有一口黑棺材 这怎么也有一口黑棺材 土豆嘟囔了一句 走 去后头再看看 临走前我回头仔细看了一眼 一个个的坟包 留了个神 说话间 我们就到了房子后头 发现 和刚才没什么分别 还是一大片坟地 一口黑棺材 咱们又绕了一圈 土豆闹着脑袋 问我 不知道 我去厂房前头看一眼 你等着我 说着 我就自己绕过房子 又走到了前头 看见的依然是一口黑棺材 和一大片坟地 而且我发现 这根本就是厂房后身的样子 刚刚看见的大门 已经没有了 我掏出手机 给土豆发了个信息 原地别动 我现在过去找你 说着 我加快了脚步 果然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走到厂房后头 土豆不见了 我急忙把电话拨了过去 不是让你别TM动吗 我TM没动啊 你在TM说 一遍你没动 我TM都过来了 你TM跑哪去了 哥们 我发誓 我真TM没动 你啥时候过来的呀 我没 我们二人同时沉默了 远离城市的夜晚很安静 只能听见几声青蛙叫 风吹着树叶的 稀稀苏苏的作响 我们二人一口同声 在电话里说出了一个词 鬼打墙 很多内行人 或是民间传说都解释鬼打墙 就是小鬼在和你开玩笑 其实不然 正常来说 鬼打墙应该算是一种自然现象 这是在同一时间维度里 环境因素 心理因素 外加一些灵界因素 三方恰好阴差阳错的完美结合 就导致了鬼打墙现象 而鬼打墙这种事情 对于我来说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因为这门障眼法 根本就属于吃我们这碗饭的初级入门课程 刚入行的第二年老师 就曾对我讲过 如何破解鬼打墙 以及方法的原理 我想了一下刚入行的这一初级课程 然后对电话那头的土豆说 割破左手中指 然后往自己的天灵盖点一下 如果不行 就食指中指一起割破 再点到天灵盖上 然后就正常行走路 就可以了 我自然有我的方法 你的方法还得自残 我可不玩 听他这么说我并不介意 毕竟一加一个道道 不过我的确是放心了 看来这种初级的障眼法 应该也是难不住土豆 说着我挂了电话 随便在地上找了一块比较锋利的小石头片 就刮破了自己的左手中指 点在了天灵盖上 随之开始往土豆所在的房子 后身走去 走到一半 我就似乎听到土豆的声音了 我暗想 这李振东除了杨雪英 也是没什么大本事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鬼打墙这么简单的障眼法 说着我掏出烟 点上一只就走向了房后 人 每当你洋洋得意的时候 命运总是会抽冷子 给你来一棒子 为什么如此说 因为当我走到后院 我没有看见土豆 而接下来的事情 充分向我证明了 李振东可不是一个绣花大枕头 它是有真材实料的 起初 我以为是土豆和我同一方向 都是顺时针 绕到了刚才我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房子的前面 于是我回头反方向逆时针 绕着房子迎了回去 结果发现 依然没有发现土豆的踪迹 不可能啊 我小声嘀咕着 紧接着 我又捡起了一块小石头 把左手食指也划了个小口 然后做左手呈剑指状 往自己的天灵盖点了一下 这回应该没毛病了 这一次我没走 站在原地等土豆 可是等了半天 也不见土豆过来 显然这货还没有用他自己的方法 破了这个障眼法 无计可施的 我又迈开步 围着房子顺时针走去 这次走一半 果然听见土豆咳嗽的声音 我终于放下心来 你吓了我一跳 你 话说了一半 我就站住了 这一次 真的让我有点慌神了 这明明是很简单 就能捅破的窗户指 走过去却发现 房子后身哪有什么土豆的影子 有的只是那口黑棺材 突兀地立在房子边上 将本就漆黑的夜色 衬托得更加阴森诡异 我来不及多想 直接原地盘腿坐在地上 心里默念老师教会的 静心方法 过了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我确定 自己已经是心无杂念 才站起来 我将左手无名指 用小石头也划了个口子 然后三只带血的指尖 冲着总自己的天灵盖 轻轻一点 随即顺时针绕着房子 又转了一圈 这一圈之后 我靠在了那口黑棺材上 点燃一支烟 掏出电话打给了土豆 戴鱼 你那头好了吗 我草今天真TM邪门了 那边传来土急躁的埋怨声音 我这边没说话 只因为我已知道了答案 土豆依然困在这鬼打墙中 你也一样吧 那边的土豆突然冷静了下来 他深知自己的道横不如我 我依然困在这鬼打墙中 他就更不可能脱身 这只能说明 这个鬼打墙肯定有古怪 先挂了吧 你找找办法 然后等我的消息 挂了电话 我盘腿坐在了黑棺材上 眼睛望着天上的月亮 开始思考 鬼打墙的破解法 不可能记错 简单的鬼打墙 不可能难得住我 我起初考虑 或许是这栋房子 有不对劲的地方 后来又考虑 可能是我们的道横道 这就降低了 更甚至是 天太黑了 总之想到了好几种理由 但是这些理由 都没法说服我自己 不论如何 不应该有这种情况 另外 如果真的有危险 我身上的仙谷和仙家 都是有感应的 当我走进阵法 仙家又为何不上来告知 想到这我点了一支烟 抽了好几口 发现此刻的我 叫不上任何一位仙家 而这 恰恰是我最怕的事 我逐渐意识到 此事的严重性 站在原地一点点地 把所有的问题串联起来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遗漏 最后 我猜测出了一个结论 答案也可能是这一个 那就是 这鬼打墙 只能困住人 而困不住仙家 人 自有心之开始 就接触世间万物 人心本就是藏污纳垢之处 换句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就是 人的心太复杂 才会被鬼打墙困住 所以眼下 如果我叫仙家上身 那么这阵法 可能马上就破了 我也就出来了 可是我也许再也找不到土豆 这也正是 为什么我叫不上 任何一位仙家的原因 仙家关注我的同时 也没忘了我那傻兄弟 我坐在原地 看着周围的景物 又看着天上的月亮 最后看着远处 黑压压的一片大树 根本毫无头绪 直最后 我就坐在棺材上 望着前头这一大片坟地 愣愣地出神 脑子里尽是以前学习过 听说过的各种 关于鬼打墙的有关信息 最后的结果就是 脑筋错乱 成了一团江湖 我气急败坏地 从棺材上跳下来 使劲踢了一脚棺材板 然后回过头 就走到坟地边上撒了泡尿 撒完了尿的我抬起头 正对着几座坟包 想着 如果能叫仙家上来 抓几个孤魂野鬼 揍一顿出出气 该有多痛快 就在我有了这种 荒唐的想法之时 我突然又愣住了 坟地 孤魂野鬼 我望着眼前 望不到头的坟地 似乎有点明白 眼前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我以前听老师说过一次 在千百年前 有人遇到鬼打墙 那时候 玄学这东西十分落后 很多人活活困死 在鬼打墙中 后来我们的老祖宗 逐渐研究出了风水 五行 八卦这些自然规律 和宇宙的奥秘 从那以后 就越来越少的人 被鬼打墙捆住 甚至于后期 还可以利用五行八卦知识 改变环境 改变人的心理 再就是操控鬼神 来布置 制造出一个 鬼打墙的阵法 这样便可以有木性的地 使他人困在阵法里 另外 根据老师给我上的课 我记得 布置鬼打墙阵法 并不复杂 只需要让一只 未投胎的野鬼来助力 也就是和施法者 和鬼魂达成协议 或者说叫签订契约 这样 这只野鬼在阵法之中 就会跟在入阵者的后背 推着他走 或是蒙上入阵者的眼睛 让其找不到正确的路 活活困死在阵中 如果今天这鬼打墙 的确是李震东 布下的一个阵 那么 挨着坟地的布的鬼打墙阵法 很有可能就不是 鬼打墙这么简单 而是一种失传了800多年的 在鬼打墙的基础上 演变出来的 更为邪性秘书 鬼推身 记忆中 在我入行的第二个年头 学习了破解鬼打墙的方法 那时候 老师顺嘴 就说了这么一段故事 800多年前 也就是南宋家定时期 一个理性修行者 为达到一些目的 施法鬼打墙之术 而这阵法 恰巧又是在一大片 乱坟岗的旁边 布阵之初 信里的修行者 按照古法 与一野鬼达成了协议 让这只野鬼 站在阵眼的位置 等目标进入阵法 一旦走进阵法的人 路过阵眼 走进了死门 这只鬼 就会紧紧跟在身后 要说这个信里的修行者 确实是百十年 才出这么一个的天才 天资聪慧的他 在布阵之时 见阵法临近坟地 于是便想到进水楼台 尝试着和整片坟地里的野鬼 签订了某种代价 极大的契约 如此一来 鬼打墙的阵眼上 站着的 就不是一只孤魂野鬼 那么简单了 而是整片坟地的鬼 此人在阵眼处掠施法术 将阵眼直接通到了 侧面的坟地里 如此布阵 即使入阵者 也是修行之人 只要道横不够高 就算可以破了一次鬼打墙 那么第二只野鬼 会迅速补位 再一次将阵法中的人迷惑 如此进入死循环 最后活活困死在阵法之中 可惜 自作孽 不可活 就在他与那一片野鬼谈判之时 有几十只已经达成了契约的野鬼 突然单方面解除了契约 换句话说 就是他的谈判技巧不怎么样 谈好了的野鬼反了水 而他本身又在鬼眼之上施法 结果就是自己 中了自己部下的鬼打墙 着了自己的道 更不巧的是 那片坟地未处南宋边疆 是专门用于埋葬俘虏的万人坑 最后等人们发现他的时候 早就成了一堆白骨 而他随手记载的阵法笔记 也不翼而飞 想到这我只觉得双腿发软 头皮发麻 心想 真是他TM的倒霉到家了 上一次碰见一个古化尘 就把我玩了个半死 这回你骂了八子的 又遇见一个李振东 八百多年前的东西 这小子 竟然TM的也能用出来 如果我找不到一个破阵的方法 那土豆今天不就栽在李振东手里了吗 想到这我心里更是慌乱 其实道理已经很明显 找到阵眼 顺着阵眼的方向 往八卦东北的更位走 就能走进生门 只不过这个阵眼究竟是哪里 如果找不着这个阵眼 那么 除非我直接让仙家带我冲出去 否则永远也走不出去 阵眼是哪 阵眼 我点了一支烟 不停地坐深呼吸 让自己镇定 然后绕着这栋房子 开始一圈一圈走 观察着每一处细节 甚至不想放过一块石头 就这样绕了三圈 我几乎记住了所有大致的景观 然后我坐在地上闭上眼开始打坐 脑袋里开始仔细回忆 每一个从我们来到这里开始的细节 路上看见灯光 房子大门 坟地 棺材 这根本就毫无关系的几样东西 我急躁地站了起来 浑身的汗让我十分不舒服 直接脱掉了衣服 光着膀子 继续绕着房子 开始慢慢地一圈一圈走 最后 又走到棺材旁边的我 一脚我站住了 这么走也 TM不是个事 一点端倪都看不出来 妈的 谁能给我指条路呢 我十分焦躁地叹了口气 慢慢抬起头看着月亮 此刻我真是希望天上 能突然下来个神仙搭救土豆 哪怕就是指点我一下也 TM行啊 算了 靠人不如靠自己 我慢慢低下了头 这时候发现我站的位置 身前是那口黑棺材 而我身后是房子的墙壁 上面二楼的窗户 正是亮灯的那一间屋子 月亮棺材 灯 我往前走了几步 爬到了棺材钉上 眼睛抬头望向远处的月亮 再转过身 眼睛望向二楼的灯 瞬间发现了一个 一直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那就是站在棺材上 看月亮和看灯光的距离 用简单的肉眼判断 长度是完全一样的 月亮居西方 灯光在东方 莫非这灯光 正是和月亮相互辉映 想到这 我连忙又将身体 转向南边 是一望无际的坟地 由于天上的云彩 还是很多 远处的景色月光都找不到 一片漆黑 只能看见 眼前几十座坟包 我再看向北边 而北边的相对应的距离 是空空如也的一片土地 在后面就是房子了 毫无与坟地的 相互呼应之事 看来是我想多了 我十分沮丧地 坐在了棺材上 点了一支烟 继续思考着其他线索 不知不觉发现起风了 天上的云彩 慢慢地都被吹散了 月光照亮了 很大一片地域 我低头掐灭烟 在望向坟地的时候 我瞬间看见了 远处的景色 是一座山的山顶 看上去 有两三公里差不多 我静静地望着山顶 然后保持瞳孔角度 直着眼睛慢慢回过头 就看见北方的远处 有一座灯塔 大概也有两三公里 正好呼应南面的山峰 而灯塔偏东 赫然就是我和土豆 走进来的那条路 我站在黑棺材顶上 反复看着这四个参照物 月亮对灯 山顶对灯塔 月亮在西山灯在动 黑棺材已与房子 平行的摆放方式 冲着西南 摆在房子的后头 那么 我们进来后站的位置 恰恰就在棺材的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在八卦中 位为昆门 就是死门 那么房子的正门方向 也就是我们来的那条小路的方向 就是跟门 也就是生门 也就是说 这鬼推身大阵的阵眼 就是这口黑棺材 而李振伟 闪眼 黑棺材中 想到这 我马上从棺材上跳下来 在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 把刚刚结痂的左手中指又划破 点了一下自己的天灵盖 闭上眼睛 就冲着棺材的东北方向走 走了大约二十来步 我使劲一跺脚 睁开眼睛开 果然眼前的场景 变成了这栋房子的前门 我顾不得回去捡衣服 急忙掏出电话拨给土豆 却发现 他关机了 没事总TM完电话 关键时刻就电了 我急忙点燃一支烟 叫上了老师 先别管土豆 他死不了 先去找雪英之主 就在此屋之内 听了老师的话 我掐了烟 直接冲向了房子的大门 大门没锁 我直接就推开了 进了房子里面 一片漆黑 东边角落里那个屋子亮着灯 借着微弱等的灯光 可以看到周围的样子 一楼应该是一片空场地 具体有什么看不清 二楼的四周 是一间接着一间的屋子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找到了位于大门右侧的一个开关 没有犹豫 我一下就按了下去 房子里的一楼大厅 瞬间被灯光全部填充 原来 这是一栋还没建成的烂尾厂房 仅仅是通了电 装了大门 厂房一层空地上 摆放着很多钢筋 水泥 砖头朵子 二楼的一间一间屋子 也没有任何的修饰 仅仅是毛皮的最初形态 没有门 窗户也没有玻璃 也没有装电灯 李震东 你与给我走出来了 说话间 我就迈开步子 向着东边亮灯的屋子走过去 这时候 一股气味直接清洗了我的嗅觉 让我一瞬间就干呕出来 是一股恶臭 是尸臭 孙子 你与哥来了 出来 我大声喊着 继续往前走 走过一片砖头朵子 砖头另一端的景象 更是让我让我一下子就吐了出来 妈的 这孙子竟然走了如此偏门 我自言自语一句 虽然本身杨血英就是偏门 但是李震东此刻 已经到丧了良心的地步 砖头另一侧 有四个人 地上躺在良心上三个 一个女人靠着砖头坐着 正是那个曾经骗走我生辰八字的街道办大妈 王贵兰 这李震东 为了不让血英反噬 保自己平安 一定是抓了这几个人过来 做血英的活体血带 我急忙跑过去 因为王贵兰还没死 其他三个不清楚 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 一定有人已经死透了 否则不可能有尸臭传出来 我忍着一旁尸体发出的臭味 蹲在王贵兰眼前 这王贵兰就眼睛直勾勾看着我 没有任何表情 也不表达任何情绪 我用手在她眼前摆了摆 也没有任何反应 她让人抽了一魂一魄 叫人给魅住了 我感受到浑身一击灵 老师站在了我的身后 吓了我的身 当初去骗我的时候 她也没这样 那时候还挺正常的 我问老师 因为贪心啊 人都贪心 只要她贪 我就有办法把她捏在手心里 空旷的厂房传来了李震东的声音 我站起身回过头 看见李震东站在那间 点着灯的屋子门口 穿着那件红格子衬衫 戴着黑矿眼睛 唯一与上次见面不同的是 现在的她脸色苍白 嘴唇是淡淡的紫色 显然是因为血鹰反噬 遭了不少罪 你可真TM是机关算尽了 不过你是怎么做到 让王贵兰去心甘情愿地骗我呢 我死死地盯着李震东的眼睛 戴宇 我觉得你有不少问题 要问我 我现在就全都告诉你 反正你早晚 也得和地上 躺着的那几个一样 让我给喂了血鹰 我就让你死得明白一点 李震东 你不吹牛 必为疼是吗 你自己都让血鹰咬的 就剩半条命了 还想整死我 我点了一支烟继续望着她 她听了我的话不以为然 自己也点了一支烟 靠在了墙上 戴宇 你忘吗 我是心理医生啊 楼下的刘大妈没告诉你吗 李震东吐了一个眼圈 笑着看着我 既然是心理医生 想把王贵兰捏手里还不简单吗 我自己下药自己治病 送上门的心理医生她 怎么会拒绝 医疗费付不起 自然就只能帮我做事了 那你也太TM狠了 她这眼瞅都要被你给整死了 还有那三个 你TM还有没有良心 我摔灭了烟头 恶狠狠地骂着 良心啊 没有 谢谢 再说怪 也得怪你啊 戴先生 你要是不让你身上那些东西 守着刘桂成 让这血淫来反咬我一口 我也不用找这么多活人让他们吃啊 我也是为了活命 只见李震东似乎没有一点心理波动 冷静地可怕 和我的愤怒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你也没多大活头了 今天你就TM到头了 李震东 我怒喝一声 谁活到头了 一会就知道了 嗨嗨 今天让你知道 啥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李震东伍着胸口咳嗽了一阵子 然后转过身去 从屋子里拿出了一个碗 摆在小屋的门口 点燃三支箱 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把头扣在了地面 口里念着我听不懂的咒语 你自己小心 外面的东西来了 我们出去镇压 老师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什么东西 这里是坟店 你说是什么东西 孤魂野鬼 我警惕地问道 不错 还有两只吃饱了的血鹰 此人今天必须除了 你多加小心 说着 老师就闪到了门外 紧接着 我就感觉到 身上不停地往出冒凉气 冒得我一身冷汗 心里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看来仙家全都出去了 我可真佩服你 杨血因壁无后 段子绝孙的事 你都敢干事吗 说着 我迈开步子往前走 准备上去用拳头跟他说话 呼得就感觉身后一股子煞气向我涌来 随着王贵兰一声惨叫 我猛一回头 发现是那两个面色苍白的小杂种 向我扑了过来 胡天霸 黄天骑 我大声喊着 然后两道影子 就冲着那两个小杂种扑了过去 大爷的 还好我老是留了个心眼 胡皇二先留下来等等 没了血鹰的纠缠 我则是继续一步一步走上楼梯 然后一步一步来到李振东眼前 赶紧收了你外头那些鬼吧 你这么整 就是在作死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收了 我能帮你一把 让你保住条命 我盯着李振东的眼睛 李振东依旧淡定地 看着楼下的门外 你一个小小的出马弟子 就敢多管闲事 我明告诉你 黛宇 你这些仙家 今天是保不住了 外面这坟地的野鬼 可够 做满一个体育场的 你们家仙家 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白扯了 哼 你就不怕回头你搭对不了承诺 被他们给吃了 此刻的我就是 故作镇定 其实他刚才说的那一番话 已经让我心里没底了 并非宇哥不相信仙家的本领 而是我怕他在跟仙家们 使什么阴招 我本来就被你逼得没退路了 实在不行 就与死网破吧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听见上楼的脚步声 我慢慢后退几步 以防万一他偷袭我 回头看看 没事他示意我回头 并举起双手 表示不会偷袭 就在我回头的时候 一只女人的手 就冲我抓了过来 我一个 猎切低头闪了过去 再直起身 发现眼前向我走过来的 就是刚才躺在地上的 三个人的其中两个 还有刚刚惨叫的王桂兰 你们咋回事 不是我害你们的 是他 可是这三个女人 完全就像听不到我说话一样 拼死鸣地上来抓我 我试着用胳膊挡了一下 没想到 他们力气大的惊人 长指甲 直接把我胳膊 就抓出了一道血痕 我自知 我自己肯定是比划不过他们三个了 而且 他们也都是 让李振东 抽走了一魂一魄 然后给魅住了 就算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就在我准备 往门外跑的时候 王桂兰和那两个女人追上了我 直接把我就按到在地上 然后他们就开始张嘴 咬我的肩膀 和腿上的肉 啊 我疼得喊了出来 使劲用手去推咬着我肩膀的王桂兰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仙家们这时候 正在房子外头震鬼 也无暇抽出空来救我 就这样 我被三个女人 死死安在地上用嘴咬 用手抓 满身都是口子 我知道再多一会 我就会流血休克 那时候 真是谁来救我都没用了 救命 土豆 救命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土豆 TM的土豆 还在鬼推身的阵法中困着呢 我要是死了 他也就白白了 我拼了命大声喊着 希望有一位仙家 能进来帮我一把 可是不管我怎么喊 疼痛依旧越来越深 慢慢蔓延到全身 这么一会功夫 我已经被三个魅住的人 咬了不下二十个 这些伤口不停地流血 难道这回羽哥和土豆 都要栽到这了吗 土豆 我用尽力气吼了一声 然后就不再说话 只剩下用手死死地 把这三个人往身边推 我去你M的 松开我 你豆爷来了 这时候我突然听到 雷鸣一般的嚎叫 我躺在地上 抬头向声音的方向望过去 土豆一脸是血地 扛着搞把子 从二楼的一个窗户翻了进来 冲过去一搞把子 就轮向了刘震东 这刘震东也不躲闪 直接就硬生生 接了这一搞把子 接下来的荧幕 让我忘了身上的藤 让土豆也愣在了原地 他的搞把子 竟然清脆地咔嚓一声 蛇了 哎哟 可惜了 千年逃目的 就这么蛇了 李震东感叹了一声 怎么回事 我草 怎么断了 土豆的精神 一下子就濒临崩溃 而此刻土豆虽然崩溃 我却想起来了 土豆的搞把子 之所以断掉 肯定早就 被李震东做了手脚 就是上次李震东 来清风阁买财库那一次 特地问土豆 借了搞把子看了看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他下的阴招 我吸你大眼 土豆怒骂一声 直接从二楼跳了下来 跑过来就把我身上 趴着的这三个女人扯开 只见这三个女人 被摔开以后 嗷嗷乱叫唤的 又扑了过来 哼 找死 土豆冷哼一声 紧接着直接脱了衣服 瞬间那股炽热之气 又烤得我睁不开眼睛 这活又变身了 大黑天神下凡 这活怒喝一声 摆了个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的姿势 关键时刻 果然还是 装了一把 B 紧接着一脚一个 把这仨女人都踹了出去 别往死里打 他们没死呢 就是魅住了 我忍着这身上的疼 大声告诉土豆 这时候 李真东在楼上 坐在地上笑了 哈哈 土豆 就等你这一下呢 话音刚落 二楼的灯全都亮了 紧接着 从刚才那些个 不开灯的屋子里 一下子走出了很多人 手里齐刷刷 拎着巨成一米长的钢管 成群结队地 从楼梯跑了下来 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到底还是那个陈老板 我冷笑一声 你知道也没用 赵哥 张 李震东一声令下 这群流氓 直接就从四面八方 扑向我和土豆 土豆依旧生猛地 冲进了人群 芒二将军上身 我也怒喝一声 便爬了起来 此刻我想到了 土豆那句人声 能装几回避 此时不装何时装 可惜 我没有纹身刺青什么的 否则那效果 肯定比现在要好一百倍 想着这些 我就潇洒地 就冲进了人群 然后 我直接被按到了地上 钢管和拳脚劈头盖脸的 就招呼到了我身上 我捂着脑袋 悲催地蜷缩在水泥地上 大爷的 芒二将军在门外震轨呢 心情一亢奋 给TM忘了 这个 必没装明白 然而就在我挨揍的时候 感觉到浑身一冷 紧接着 我就如同吃了菠菜的大理水手 蹭得一下就站了起来 刚刚围着 我打的那几个小流氓 一下就愣住了 我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脚一个就踹飞了出去 他们身后 连带着好几个人 一起都被撞到后市去了平衡 您怎么才来 我差点叫他们 给打死了 我一边在人群中东一拳膝 一脚打着这群流氓 一边带着哭腔 问忙二将军 外面震不住了 三太子这回急了 上面这小子自求多福吧 听闻二将军这么说 我瞬间又想起 老师在医院门口对我说的话 放开了去玩 玩大了我兜着 何况 现在土豆已经摆脱了鬼推身 我也没什么好顾及的了 土豆 把他们打出屎来 好嘞 我们爱怒喝一声 就冲进了人群 钢管现在在我们眼里 那根本就和塑料管子没什么分别 虽然我们知道 事后肯定要付出代价 不过眼前谁管得了那些呢 跟最好的哥们 并肩作战的感觉 让雨哥深深地感觉到热血沸腾 此时我俩就像是羊群中的两头老虎 嗜血的本性 促使着我们厮杀着这些 在我们眼里 手无腹肌之力的这些王八蛋 就在我们俩 混战于百十来个流氓中时 空气中突然弥漫出了一阵阵腥味 这腥味越来越浓 就像是开车去海边 离海边越来越近的那种感觉 就在我和土豆 放倒最后几个流氓的时候 我感觉到身子骨忽冷忽热的 仙家们全都归位 在抬头看二楼的李振东 已经傻眼了 冷呵呵地坐在地上 接着装臂啊 还有什么招 土豆在一旁气喘吁吁地盯着李振东 混战中见到身上的鲜血 使他背后的大黑天神刺青 更加地猙獰 怎么可能 乱粉岗的野鬼 怎么可能突然全没了 黛宇 你到底是谁 此刻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淡定 两眼通红地站在二楼望着我 声音歇斯离底 我不就是你与哥吗 我下意识地想去整理一下发型 发现自己是矛寸 区区一个小弟马仙 你不可能有这个本事 你背后的仙家是谁 他像疯了一样 时间揪着自己的头发 扣着自己的脸问我 是谁你自己闻闻就知道了 这句话一说出 他秀了一下 随即他没有了刚才疯了时的状态 捋了捋头发 他背上捡起眼镜戴在鼻梁上 我明白了 我输得心服口服 待遇 你若不凭着你海里的亲切 你觉得你玩得过我吗 回复平静的他 说话还是那么桀骜不驯 玩不过 但是结果就是 你输了 你不仅害了刘桂成 害了王桂兰 害了那俩血印的本体 这些人全都会因为 你蹲大牢去 说着 我指了指被我和土豆解决的流氓 他们躺在地上不停地身影着 有的已经奄奄一息 你TM的 我的稻把子 你做了什么了 我这样的站在我旁边问道 眼睛里的泪水在眼眶打转 身体微微颤抖着 我深知这根搞把子 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眼看着土豆就要走上去 我轻轻拉住土豆的胳膊 报警 就算是死 也得让法律制裁 咱们可没这权利 土豆望着 我不再说话 我从兜里掏出了 已经变形的烟给他点上 他直接冲着门外就走了出去 我拿出电话拨了110 这回证据确凿 不论警察是否相信 光是剧众斗殴 就够盼他几年 何况这几年 他能不能熬过去 还不一定 挂了报警电话 我抬头望着李震东 你应该给土豆一个答案 你不知道 那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对着穷途末路的李震东个说道 李震东眼神淡漠地看了看我 石油 石油 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接着李震东便闭上眼睛不再开口 一个小时后 大批的警察来到了现场勘察情况 一起过来的医护人员 对那三个女人进行紧急救治 过了一会 又叫了十多辆警车过来 一个警察说 现场所有的人 全都要带回公安局做调查 而我和土豆 自然也被一辆救护车 带回了公安局做口供和笔录 路上 那些护士认真地给我们 做着伤口清理和包扎 我悄悄告诉土豆 就说是我俩一起进山里露营 东西丢了 找着这么一个厂房 进去就看见这些人了 其他的一概不知道 我们也是吓坏了 李震东那怎么办 他会自己揽下一切后果的 相信我 说着 我又给张月勤打了电话 喂 死鱼 干嘛呢 张月勤同志 和大米粒跟小黑在一起看电视呢 对了 叔叔阿姨回来了 不过现在 他们早就睡了 说是要去山东 你老家旅行 啊 我有几个伯伯 在那头 行吧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吗 我试图打探一点消息 没问 说今天中午带我出去吃饭 再和我聊 哎 这回是侦探娘的建家长了 没事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我和土豆这边是 已经办妥了 说着 我便挂了电话 坐在救护车上 去往公安局的路上 我就在想 其实我还是挺佩服李振东的 要不是用活体人养血婴的事 没准我跟他还能交个朋友 最起码 他还是挺有本事的 而且比我用功多了 就凭鬼推身这马子事 我就挺佩服他 二十分钟后 相平公安局 我穿着护士给我的白大褂 依旧坐在救护车上 进行着包扎 我的衣服 还在那口棺材上丢着呢 土豆 则是先让他们 扶着进了公安局 过了一会 我也坐在了 一间办公室里 姓明 黛宇 个体 我回答道 个体啊 干什么买卖的 零售家批发 卖纸活的 你是老板们小警察低头 用笔记者 对 那 黛总 你的企业有多少员工 黛总 企业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的企业就是一个算上仓库 都不到一百平的小店 员工就俩人 说着 我伸出两个手指 冲他做了一个剪刀手 你确定你说的属实 我告诉你 可别撒谎 这可是公安局 刚才在你朋友那 我们已经了解了你的背景了 你是清风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没错吧 而这个叫土斗的 是你的私人保镖 说这话的时候 眼前这小警察 明显提高的声音 神情也变得严肃 清风阁 股份有限 太尴尬了 我该说点啥好呢 忽然这小警察 使劲一拍桌子 说吧 你们是不是还涉黑啊 涉黑 我草 这里头可没我俩事啊 你听谁说的我涉黑 我也急了 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盯着小警察的眼睛 坐下 当这是你家啊 谁让你站起来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从你朋友那了解到的 再说 我也就是问问你 又没确定 听你朋友说 你还有江湖绰号 道上的人称你为白龙太岁 管他叫大黑天神 有没有这回事 啊 不是 我现在真是恨死土豆 这个SB了 这货TM到哪都吹牛逼 到了公安局里还吹牛 B 真是TM的不吃枪子不舒服 不吹牛 B就胃疼 不是 警察同志 这里头真没我俩事 我那哥们纯属就是 不等我说完小警察打断了我的话 吹牛逼呢是吧 太尴尬了 我想跟警察同志说 给我把枪 让我崩了那个SB 行了 刚才在那个仓库里 具体都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 也是我比较犯畴的问题 毕竟我也不可能和警察说 是因为他养了血婴 所以我 带着仙家去为民除害 否则人警察以为 我是精神不正常呢 不知道 我和我哥们上山里露营 东西丢了 就找着这么一个房子 想凑合一夜 进去就看见很多乱糟糟的事了 我摊开手掌 很自然地说道 当我傻呢 你咋那么会遇呢 一进去就看见 剧众斗殴和凶杀案了呢 不知道 反正就看见了 你不信我也没招 我摆出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那你说说 你身上的伤势哪来的吧 还有你那哥们 脑袋上的大口子 没识多针可缝不上 你解释通了我就信你 小警察胸有成竹地喝着茶水 一下子又把我问住了 我总不能告诉 她是王贵兰那三个女人 被人魅住了咬的 就在我想着 怎么圆场的时候 来了一个岁数带一点的警察 在小警察边上 低声嘀咕了几句 俩人就都离开了 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等着 我看见旁边有饮水机 就在饮水机下头 找了一个纸杯子 一连喝了六七杯水 老师 我不能有事吧 我有点担心的 喝着水问老师 那边已经全认了 此外 此事有人出手相助了 出手相助 会是谁呢 等了得有二十多分钟 那个小警察才回来 你还真拿着当你自己家了 倒是不客气啊 小警察望着我手里的水杯说道 我也没做兼犯科 所以你 还是我的公仆呢 哈哈 开个玩笑啊 你别生气 李震东已经认罪 的确没你们的事 但是随时保持手机畅通 有事我们 还得找你 小警察一边收拾桌子上的笔录 一边对我说 好嘞 你忙着 说着 我就往处走 哎 等会 我哥们呢 同志 我喊住警察问道 警察看了我一眼 你那哥们 哼 他在那拉着我同事吹牛逼呢 说这群人全是他撂倒的 我听闻急忙赶出去 走到公安局门口收发室 就看见土豆 拉着两个老警察 各种牛逼各种吹 俩老警察无奈地喝着茶水 看着报纸 土豆还伸手问人家要烟抽 走了 别在这影响人工作了 SB 真TM丢人 走了 我进去就拽着土豆往出走 刚走到门口 一个三十来岁的警察走了过来 正是刚才进来 叫走小警察的那个人 还有事 警察同志 没有 我想私下跟你聊慧天 你看方便吗 纯属个人意愿 这个 行吧 说着 我让土豆就先回了清风阁 我则是跟着这个大哥 去了公安局后边的一个小树林 他和我坐在石头凳子上 然后递过来一只玉蜥 谢谢 白龙太岁是吧 是挺白的 他抽了一口烟 望着护士给我的白大褂 不 不是 都是误会 纯属误会 我心里暗骂土豆这个 SB 现在谁都知道 这二比歪外号了 明天下班之前 估计整个公安局都会知道 今天来了这么一个 穿白大褂的白龙太岁 和爱吹牛逼的大黑天神 呵呵 我开个玩笑 别介意啊 你看不出来吗 我都看出来了 他笑着问我 我自然知道 他问的不是开玩笑的问题 看出来了 你身上有个肠鲜 我点上烟 嗯 你身上的我看不出来 我这本事可不行 老低了 就只能看见你身上有 是什么我可猜不到 我这仙家是他自己来的 我也不看事 他喜欢就让他待在我家好了 怎么称呼啊 大哥 其实刚才在办公室里 知道他身上有仙家 我就感觉有点亲切 只不过没好意思说 怕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可咋办 此事 想必就是 他出手相助 张鹤瑶 刑警队的 刚才的事 谢了呀 张哥 这人情记下了 我冲他笑着点了点头 你知道 张鹤瑶笑着问我 那还用说吗 就我和我那哥们 身上这些伤 这件事的严重程度 按照规矩 可没这么容易出来 必然是有人背后说话了 而且这种不科学的事 怎么可能说得轻呢 要是没有你 我们最少得 在这待半个月 嗯 举手之劳 别放心上老弟 我爸在这算是个 不大不小的领导 而且 既然那小子 都认了 也就没必要再走这些规矩了 我就说了一声 提前让你们走 张鹤瑶抽着烟 慢声细语地说 对了 张哥 你找我过来 是有啥事 我就是想让你跟我说一下 这个今天这个事 到底是咋回事 当然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我同事们继续查 我就想心里有个数 另外 他也告诉我了 应该交你这个朋友 说着张鹤摇脱了他那身威严的警服外套 穿着短袖警服 又点上了一支烟 这个好说 我瞅张哥也是比较亲切 不外道 也可能是仙家们有缘 紧接着 我就把李振东 寄养血因害人的事跟他说了 另外又把李振东背后的陈老板 故人害刘贵城的事 都说了一遍 这一说就是三个多小时 讲的他 一会目瞪口呆 一会又拍桌子叫好 一会眼神又露出惊恐的神色 总之说完了之后 我们两个站起身来发现 都是腰酸背疼 十分默契地来了一句 我草 我是因为仙家长时间 留在身上所带来的负担 他是叫风给吹着了 我草 岁数大了就是不行啊 老弟你先回吧 我把我电话留给你 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 随后我俩交换了点电话号码 我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早上五点了 我就打了个车 回了清风阁 拉开卷帘门 我直接到仓库里 拎了一把凳子 就坐在土豆身边 干啥呀 这才几点啊 土豆听到声音 闭着眼睛就问我 来 大黑天神 问你点事 啥事等我醒了再说不行啊 他听我这么说 眼睛都不睁 不行 你现在不说我可欠你背来啊 你不是跟人吹牛逼吗 说我是白龙太岁董事长 你你知道我在公安局 多下不来台吗 与哥都TM让人笑掉大牙了 说着我就抓住了他的背脚 就要王起先 别借别借 我是真起不来 昨天的是消耗的太多 我正经的歇个七八天 你斗哥现在就是个残疾人 老师教你的 全忘了是不是 不欺负残疾人 我想起古化成那一次 他可真是歇了好多天 行 你再躺一会 其实我也是硬撑着 今天就别开门了 说着 我站起来就准备走 土豆可能是思考了一会 又把眼睛睁开了 什么事 你还是说吧 我今天不想起床了 我也起不来 土豆揉着眼睛问道 哟 醒了 大黑天神 跟你老板白龙太岁说说 你是怎么走出鬼推身的 傻鬼推身 我不知道啊 啊 就是昨天的那个鬼打墙 我说到这土豆 马上就精神了起来 蹭的一下就要坐起来 但是起来一半的他 就又躺回去了 疼得表情十分猙獰 哎呦 疼死爹了 对了 你是咋出来的 黛瑜 别废话 我先问你的 你先告诉我 快点 还有 你的头是谁打的 说实话 语格实在是太好奇了 我先说我的头吧 我的头是自己磕的 自己磕的 我惊讶地问 对啊 你先听我说啊 这不是我一直没走出去吗 我就琢磨着 这肯定是一种幻觉 我以前听人说过 有一种药 一旦你被下了这种药 你就进到幻觉里了 你眼前所看见的 就都是假的了 土豆神秘兮兮地说着 然后问我要了一支烟 然后呢 你是怎么冲破这种幻觉的呢 黑天神兄弟 我也点了一支 继续好奇的追问 其实我知道他说的那玩音 叫拍花子 以前有人 把药抹在手上 遇见小孩一拍后脑勺 小孩就乖乖地跟着走了 这货想象力太TM丰富了 然后 然后我就闭眼睛使劲跑 最后不知道 光荡一下撞到哪了 就啥也不知道了 醒了发现 我是撞在那口黑棺材上了 这不是吗 脑袋磕了的大口子 土豆指着自己的伤口 然后 你就知道 你已经走出来了对不对 我去 你这都可以破证 真TM是人才啊 我苦笑着说道 不对 一开始我还真不知道 我当时想的是 既然路是走不出去的 那就进屋看看吧 我就把那口棺材立起来 靠着墙 然后爬上棺材 顺着二楼的窗户钻进去了 钻进去以后我才发现 已经走出鬼打墙了 还看见了几个老娘们 趴你身上了 而你正十分销魂地呻吟着 哈哈哈哈 哎呦哎呦 疼疼 土豆一笑 浑身的肉跟着颤抖 疼得他呲牙咧嘴 土豆同志 请注意你的言辞 我白了他一眼 接着我就让土豆继续睡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不到六点呢 他还能睡俩小时 回家休养 这时候 老师在我耳边 说了这么一句 不行 我得去把土豆的 搞八子找回来 再让我撑一会 老师 老师没有作声 我出门等了半天 才打到一辆出租车 直接按照昨天的路线 指着路 让司机就开了过去 到了那片 很偏僻的荒野附近 我让出租车 把我放在 我昨天停车的地方 这司机吓坏了 以为我是杀人约祸的 路上一只眼睛瞟着我 他的眼神告诉我 他很怕到了荒山野岭 我杀他再抢了 他的出租车 难道真的就那么像坏人吗 下车后 我又顺着这条小道 去了那个厂房 进了厂房以后 直接去了二楼 找到了土豆断了的 两节稿坝子 夹在嘎吱窝地下 就走出了厂房 最后直接开车回了家 到家以后 我看见张月晴 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右边趴着小黑子 左边坐着大米粒 我走过去 一屁股就坐在了 旁边的椅子上 紧接证张月晴 看见了我的白大褂里面 渗出了的丝丝血解 冲过来就把白大褂 从我身上拽了下来 此刻老是已经离去 我已经没有一点 力气反抗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带着哭腔 就把我的脑袋 搂在了怀里 没事 死不了放心 我有神仙护体呢 我闭着眼睛安慰道 伤口处理了吗 虽然我此刻是闭着眼睛 但是依然能感受到 张月晴此刻 一定是哭得梨花带雨的 处理完了 让我睡一会 我太累了 中午麻烦 你去清风阁 给土豆送点饭 他比我严重 嗯 他哭着嗡了一声 然后就把我拽起来 拖进了我的房间 月亮 去买点熟食什么的吧 那 你老师是爱吃烧鸡 还是烤鸭 香肠可以吗 我正看 眼睛有点惊讶地望着他 你看啥 这太正常了 大米粒全都跟我说了 而且我不止一次 听你对这空气喊老师 我知道你不是精神病 肯定是和这些东西说话呢 此时张月晴的脸上 似乎有那么一点自豪的样子 你看着买吧 但是一定买一个烧鸡 让我先睡一会觉 说完这句话 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了 已经是晚上五点半了 我尝试了一下 发现自己勉强还能站起来 当我看见香肠上摆满了烧鸡 熟食 我心里一阵小感动 我扶着墙走到门口 推开门发现张月晴还在我家 就坐在沙发上 抱着小黑子的脑袋看电视 旁边是我爸我妈 哎 你怎么没回去啊 今天是周六 不上班 那你不是也应该回宿舍吗 我扶着墙问 你有没有良心 人姑娘伺候你一天 睁眼睛就哄人家走啊 我妈这时候站出来 给她打抱不平了 不是 她不走晚上睡奶啊 我俩走 我们要去山东尼 吴大伯家待半个月 看看咱们那些老亲戚 闺女 你就在这住着吧 想待到啥时候 就待到啥时候 不想走了 也可以常年在这待着 这我妈是不是有点太热情了 你身体好好养着吧 我们一会八点的车 现在就要走了 说着 我妈和我爸起身拎着行李箱就出门了 张月晴急忙跑了过来 你都这德行了 你爸妈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 担心什么呀 他们早就习惯我这样了 从小看着我跟这些仙家鬼魂打交道 我这么和你说吧 他俩这么多年在我身边熏陶的 俩人家一起 也有本先生我一半倒横了 我一边说着 一边晃着脑袋 七 别得瑟了 回去躺会 我给你热饭 热 热饭 我一听热饭 马上鸡皮疙瘩就起了一声 阿姨做的 现在凉了 丑丑给你下的 温柔地白了我一下 她就去了厨房 我回到床上躺下 看见小黑子摇着尾巴跑到我旁边 用舌头舔着我的手 看来这几天 你跟大米粒和她相处得不错呀 她伸着大舌头望着我 就在这时候 大米粒也跑出来了 在小黑子后头 一下子就揪住了她的尾巴 然后咧着嘴就开始了 一个媳妇一个孩子一条狗 这样的生活肯定相当美好了 我自言自语地望着天花板 摸着小黑子的脑袋 对了 还有事没解决呢 我说着 就从枕头边上拿起了电话 打给了田大伟 哎 大鱼是办完了吗 出来喝点啊 一接电话 就是不出我所料的热情 办完了 我得休息几天 对了 你搞家具买卖的 认识木匠部 这你算问对人了 香平城有点水平的木匠 那跟伟哥我都是过命的交情 怎么着 要打家具啊 不打家具 明天你来我这一趟 我给你一个木头 你回去找个木匠 帮我打点东西 行 说着 我挂了大伟的电话 张月勤端着饭进屋了 吃过晚饭我 早早地便睡了过去 第二天中午 我在屋子里躺着看书 听到敲门声和开门声 紧接着 大伟表情夸张地就跑了进来 哎呀我去 行啊哥们 都领家里来了 说吧 发展到哪一步了 这货猥琐的表情 真是让我受不了 别胡说 我这不是贪质了吗 他照顾我几天 我这德行你认为我能干点啥吗 说的也是 行 木头呢 给我吧 我下午还有事 得赶紧往回赶 说着 我把车钥匙递给他 楼下A6L 车后座呢 大伟接过钥匙 你想打点什么木头货呢 见大伟这么问 我仔细想了一会 现在桃木搞巴子已经断了 桃木剑是不可能了 用长的那一段 弄个匕首吧 短的 你就看着整吧 行啊哥们 你也鸟枪换炮了 那我先下去了 一会给你把钥匙送过来 你在家养着吧 过两天我过来看你 说着大伟拿着钥匙 转身就要走 小黑 跟你大伟哥哥下楼 一会把钥匙 给你戴玉哥带回来 这时候 我们才发现 张月琴站在门口 他 行不行啊 显然大伟是表示怀疑 我也不太相信 太瞧不起狗了 你们放心 小黑子已经相当懂事了 那行吧 走吧小黑子弟弟 跟你大伟哥下楼 大伟摸了摸小黑子 起身就出门了 过了能有十几秒 我听见张月琴喊小黑 快点回来 回来妈妈 给你好吃的 宇哥我是一脸黑线 大约也就过了两分钟 小黑子摇着尾巴 就跑进了我的屋子 我从他嘴里 把车钥匙接了过来 想不到这才两天 张月琴已经把他 训练得如此同仁性 大伟走后 张月琴做好午饭后 就走进我的屋子 把饭菜放到一边 坐在了我的床脚上 戴鱼 人家有个事想问问你 只见他很温柔地 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 嗯 啥事就问吧 你这次 五脏六腑没受什么伤吧 没有啊 就是一些小伤口 还有就是和那群人动手 精气元气都耗费太大 现在主要就是浑身疼 使不上劲 其他的没任何毛病 你放心好了 我胸有成竹地 向张月琴保证 确保让他相信 我真的是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需要休息 就在我享受 他的柔情似水的时候 他继续温柔地对我说 那既然这样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问吧 宇哥已经彻底 被他的温柔穿透了 融化了 爽歪歪了 突然我感觉到 那只纤细的小手 磨到了我的脸上 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悠然而生 那天你走之前 你说办事需要厨子之血 你是怎么知道 我的血是那个的 宇哥哥 我闭着眼睛直接回答 嗨 那还不简单 我让老仙看的呗 其实我早就让他 我突然睁开眼睛 看见他温柔的眼神 所有的恐惧油然而生 望着他温柔的 吓人的眼神 我磕磕巴巴地 开始解释 不 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 妈呀 不等我说完 张月琴的手 已经捏住我的耳朵 然后使劲地开始凝 整个屋子里 充满了我撕心裂肺的惨叫 趴在墙角的小黑子 用爪子遮住了眼睛 三天后 下午五点点多 大伟开车来了我家 进屋的时候 手里拎着一个小布兜子 这三天我心里 一直惦记着 土豆那根断了的 陶木搞坝子 会不会让这木匠 给糟蹋了 但是我又摊在床上 动弹不得 还好 大伟走到我这里 第一句话就是 哥们 你咋没告诉我呢 这是千年陶木 那木匠师父说 自己做了一辈子木匠活 从来就没见过 他还是小时候 听他师父说的呢 这不是告诉你 怕你有心理压力吗 说着 我就接过了兜子 从里面拿出了 陶木大搞坝子的 转世神器 此次大伟找的木匠 将陶木成功地 做成了两把 将近一尺长的短剑 不过 我觉得 叫他匕首更为贴切 不错 希望土豆能喜欢吧 我看着手里的一对匕首 恨不得马上就把这对匕首 放到土豆的面前 你看看 兜子下头还有呢 大伟冲我挑了一下眉毛 还有 我又把手伸进兜子 当手触摸到 这件东西的一瞬间 我就笑了 啥东西啊 那么神秘 张月勤在旁边 鄙夷地看着我 紧接着 我就把最后一件 神器掏了出来 弹弓 相信每个男人看到弹弓 都能想到童年美好的回忆 这弹弓对于男孩来说 就相当于古代剑客的配件 基本是剑不离手 看见树上的鸟 或者是谁家的狗 都还喜欢捡起小石头 随便来上那么几下 这个给力 咱可以留下 就不给他了 自己留着玩呗 哈哈 大伟笑着说 没错 用黑狗血活泥 然后团成泥球晒干 到时候遇见点什么妖魔鬼怪 我直接就一弹弓 打得他皮开肉绽 哈哈 我也开心地拿着弹弓笑着 突然发现 墙角的小黑 吓得屁股冲着我们 把脸埋在了墙边 摇着黑黑的尾巴 来 配合一下 说着 我从边上的支抽里 抽出一张纸 团成的小纸球 用弹弓准确无误地 打在了小黑子的屁股上 被他一击灵 回头看见纸球 一脸的无语 走 咱们出去 不搭理这俩坏人 张月勤牵着小黑就去了客厅 大伟递给了我一支烟 待遇 土豆这根搞把子 真这么神 我点点头表示的确是这样 说实话 我认为土豆 应该都不知道 他手里这根搞把子的价值 他之所以伤心 是因为此物 是他师父临终之前 留给他的唯一的念想 记得他跟我说过 前些年随着师父各地游行学手艺 师徒之间情通父子 走吧 我现在身子骨也恢复差不多了 咱们一起去清风阁 说着 我就坐了起来 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到门口换鞋准备下楼 发现张月勤也是穿好了衣服 收拾好了书包 在沙发上 摸着小黑子的脑袋 嗯 你要干嘛去 我突然发现 张月勤很伤感 我该回去了 你也好差不多了 啊 也对 那正好一起走吧 一会让大伟送你回学校 话说到这张月勤 开始噼里啪啦地掉眼泪 不停用手抹着 不用这么伤感吧 我又不是 以后不让你来了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 真的 我说话期间 故意给自己酝酿着忧伤的情绪 并冲大伟使了一个颜色 大伟心领神会的下楼了 我走了 你得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不 他擦着眼泪忧伤地说 你放心吧 我的身体都好得差不多了 再说我一老爷们 没那么娇贵 脾糙弱后 我急忙蹲在了他前头 随时准备借我的肩膀 给这个可爱的女孩大哭一场 好了 别难过了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 我把一只手搭在张月勤的手上 这时候张月勤抬起了头 挂着眼泪的毛子 直直地看着我 哎呀卧槽 就在我想多安慰安慰他的时候 我被坐在沙发上的他 一脚蹬出了一米多远 直接就坐在了地上 你干啥 你少在这捣乱 我和小黑告别呢 有你什么事 你掺和个屁 滚一边去 他哭着对我大声喊 小黑子 不用你得意 等张月勤走了 你就知道谁是老大了 十五分钟后 我们一行三人到了清风阁 卷帘门依然是拉着的 我拿出钥匙打开卷帘门 发现屋里开着灯 还飘来阵阵香气 我直接就领着二人 进了后面的仓库 发现除了土豆 小刘也在 手里拿着一个碗 一口一口地喂土豆吃红烧肉 在看土豆 手里拿着一个很小的照片 出神地看着 你们来了 小刘见 我们过来站了起来 吃饭了吗 我做的红烧肉 大伟毫不客气地 直接拿起一双一次性筷子 就走了凑了过去 张月勤也走过去 陪小刘聊天 我拿了一个凳子 坐在了土豆的边上 看啥呢 土豆 你看 这是我师父 我接过土豆递过来的照片 上头照着一个五十多岁男人 和一个十来岁的小胖子 男人干瘦干瘦地 留着山羊胡子 穿着一件印着五环的大T恤 搂着这个孩子 灿烂地笑着 咋样 土豆望向我 先锋道鼓 我看着他的眼睛 直说了四个字 他看着我就笑了 我也笑了 我很想念师父 现在 他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还让我给整废了 估计他在底下 应该会怪罪我吧 说话的功夫 土豆的眼神就越来越暗淡 土豆 你有什么愿望吗 土豆听我这么问 有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我还能有啥愿望 我的愿望 就是师父活过来 说着 土豆从我手里 夺回了他和他师父 唯一的一张合影 放你的狗臭屁 说点靠谱的 说个别的 我伸手 冲他比划了一下 意思是要揍他 我希望我的搞把子 能回来说完 土豆就躺下 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搞把子师回不来了 搞把子二事倒是有 大尾说着 就把两把桃木匕首 伸了过来 在他眼前晃了几下 看看 是好东西吧 土豆刚要伸手抓 大尾搜的 一下子就抽了回去 然后在手里把玩着 某些人我看不想要啊 这哪来的 是桃木的 我咋感觉这么亲切呢 土豆惊恶地望着 大尾手里的匕首 眼看就要流出哈喇子了 我笑着 拿过了桃木剑递给他 你这人要我说啊 真是不负责任 人家断了你就抛弃人家了 还好你与哥我善良 给你找回来了 就是这对桃木匕首 我让大尾找了木匠 把那根被你抛弃的 搞把子 改成了匕首 收着吧 我潇洒地叼到嘴里一支烟 还不给你与哥点上 哎 好嘞好嘞 土豆急忙拿起打火机 给我点上 我满意地抽了一口 不错 小土豆挺会来世 看见土豆如获至宝的样子 我十分满意 这就是我要达到的效果 哎哟 突然有什么东西 打到了土豆的脑门上 土豆直接捂着额头 扑通就躺到了床上 然后疼得直哼哼 卧槽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打歪了 我本来想打带鱼来着 土豆 你 你没事吧 大尾一脸尴尬地 拿着弹弓走过来 土豆过了一会 揉着脸坐了起来 没事没事 你用什么打的我呀 见土豆没事 大尾赶忙把弹弓递了过去 剩下一点木头 丢了可惜 我就让木匠做了个小弹弓 我刚才其实是想打带鱼的脚 谁知道我 哎呀 怎么就打歪了呢 大尾一脸歉意地说着 你TM的歪得太邪乎了 填大尾巴 打我脚 你能干到土豆脸上去 你是不是邪师啊 你 土豆望着我和大尾你 一举我一嘴的争吵 傻呵呵地笑了 笑着笑着 又趴下哭了 行了呀你 别在这煽情了 大老爷们还哭了你 你可真行 大尾嘲笑了土豆一句 然后装着土豆的样子开始哭 哎呀 我太感动了 我谢谢我宇哥 谢谢我大尾哥 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你们就是我爹 亲的 屋子里的人都哄堂大笑 土豆也骂了 大尾一句就笑了 然后鼻涕一下子就流进了嘴里 屋里人笑得更欢乐了 张月琴和小刘 则是咒骂着实在是太恶心了 大火笑了一段以后 大尾提议 一会在店里涮火锅 得到了同志们一致地通过 然后俩姑娘就结伴去超市买菜了 大尾负责拎东西 也跟着去了 清风格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只留下我和土豆 宇哥 谢了 客气啥 咱哥们之间不用说谢 土豆点了点头 继续低头把玩着陶木剑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 和你说个事 你知道那天你的搞巴子怎么断的吗 见我这么说 土豆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望着我 我就知道 以前遇到邪气这么重的人 我这一棒子下去 不死也残废 可是打到李振东身上却断了 这根本就不科学 不合逻辑啊 你给我个烟臭 我递过一支烟 给土豆点上 你的搞巴子 之前就被他动了手脚 相信你也猜到了 对 我知道 就是他来买金库银库那回 还拿着搞巴子看了一回 他还我之后 我就感觉搞巴子上有点黏乎乎的 我以为他是出汗了 土豆回一岛 那不是汗 那天你出去以后 他告诉我了 那东西叫石油 石油 对 我和你说一下你的搞巴子 你搞巴子是千年陶木 想这世上应该是没有第二根了 陶木辟邪 这你也知道 我老是曾跟我说 陶木又称之为想龙木 传说是跨幅之日时代就留下的东西 而你这根搞巴子 老是看过 说没有一千年也有七八百年了 绝对可以称得上为神器 见我说完这些 土豆不可置信地 拿着陶木匕首仔细地看 我去 师父留给我的这玩意 这要牛逼 对 就这么牛逼 但是凡是必有克星 克你这种辟邪之罪的东西 就是石油 石油乃是制邪之物 任何圣洁的东西 只要沾了石油 那基本就是废了 只要石油一日不驱除干净 再厉害的宝贝 直言继续说道 这么说我这陶木剑 现在是废品 土豆一撑脖子 瞪大了眼睛问我 那倒不是 而且这匕首 怎么着也比你那搞巴子有威力吧 石油早就清楚了 见我这么说 土豆才放心 待于 这石油 就是尸体的油呗 你这说法 也对 也不对 我挠着脑袋 回忆着老师 曾经给我讲过的 关于石油的那些事 啥叫 也对也不对啊 大哥 这土豆子 人告诉你 不也得先想想吗 说着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老师讲的话 石油 顾名思义 就是尸体的油 土豆这个说法 宏观上来讲是正确的 但是 你要是仔细来探讨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石油其实并不是简单的 在尸体上取下的油 而是需要同男同女的尸体练化的 练化石油的具体方法 大概是需要 以一对同男同女的尸体 取出身体里的油 和天灵盖的骨灰粉 在每年大年三十 清明 七月十四 这三个日子 起谈供奉练化 供奉的供品 大体是猪蹄 鸡血 99个馒头 99个酒中 99个碗 297只香 蜡烛一对 具体的炼化方式 老师并没有细说 说实话 语歌也不想学 因为我本就没有害人的心思 我可不是古化成那样的丧心病狂 我将这些话说给土豆听 土豆听完了之后 表情夸张地对我说 卧槽 你们这行可真邪性 怎么还有这么狠的东西啊 我这要牛逼的搞把子 都差点被他废了 太邪性了 你们这行的老祖宗 怎么会发明这玩意出来害人呢 你可别瞎说 这不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 这是泰国传过来的 而且 咱们俩就稍高相庆幸吧 他只是废了 你的搞把子 他要是为人再狠毒一点 比如说 像古化成那样 把石油涂抹在咱们身边的人身上 那是会遭来恨祸的 而且这种恨祸 你就是有再多的阴德庇护 俘虏在后 你也难逃此劫 说到这我打了个冷哆嗦 这东西的确太TM邪性了 就在我俩闲聊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豪迈的笑声 哇哈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妖孽 看你大尾爷爷来也 就见大尾拎着牛羊肉 和各种蔬菜 就张牙舞爪地夺门而入 两个丫头拎着各种饮料 我跟土豆一脸黑线 齐声对他说了一句 SB 我从仓库里 拿出了土豆的电锅 又找了几个小碗 我们几个就热火朝天地 开始涮羊肉 小刘 我送你一条狗杯 黑的 让你二叔厂子看门 吃饭的时候 我抬头望向小刘 张月勤这时候 不住地赞同点头 挺好挺好 这狗扔你家 我还不放心呢 要不是我宿舍不让养 小黑子怎么可能留给你 哪来的狗呀 小刘一边吃着羊肉一边问 就是这回办事用的 用完了 寻思怎么也得给他 找个温暖的家呀 那行吧 一会我就开车跟你回去取 看来这小刘也是个爱狗的人 哎 这小黑子太有厌妇了 吃完饭 小刘开着车跟着我 到了家 我让小刘在楼下等我 我上楼以后 打开门就喊 黑子 走了 给你找了个新家 还是个美女 结果这小绳口十分开心 原地乱蹦跋了几下 乖乖地跟着我就下了楼 你这只色狗 你上辈子肯定是个色狼 我冲着小黑子嘀咕了两句 结果他竟然在我楼梯上 抬腿就撒了一泡尿 崩了我一邪 好你个没良心小绳口 当小刘看见小黑子 就蹲下拍拍手 小黑子就好像看见 失散多年的主人一样 直接挣脱了 我拴着他的那根小绳 兴高采烈地就跑到小刘那里 又是伸舌头 又是摇尾巴的 哎 真是人扇被人欺 马扇被人骑 鱼哥我就是一匹美丽的骏马 太善良了 善良到连TM狗都欺负我 送走了小刘和黑子 我回到家坐在床上开始打坐 这么多天 经历了这么多事 也该静一静心了 我脱了衣服 穿着大短裤 盘腿坐在床上打坐 刚过了不到五分钟 就哈欠连天的 还流着眼泪 有什么是吗老师 问你一事 夜店 是何物 夜店 这个 算是娱乐场所 老师今天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娱乐场所 又做何解释 这 就是很多年轻小伙子 很多好看姑娘 听音乐 喝酒的地方 不是 你听谁说的这个个词啊 我觉得 我也只能这么描述了 我总不能说 那里的特殊服务吧 今天我和一仙家在一起谈试 他跟我说 他弟子领他去了夜店 感觉不错 现在打药了吗 老师问我 从语气中 我似乎听出了 他有那么一丝丝的酒 您真会开玩笑 夜店夜店 肯定是夜间开的店啊 这才十点 刚开场 有姑娘 有酒 穿衣服 你我走一遭吧 说着老师 就下去了 啊 啊 去夜店啊 唉 也不知道是哪个没正型的仙家 跟老师介绍夜店 搞得他如此好奇 不过去了看看也好 毕竟凡间的很多东西 老师还是不了解的 就当长长见识了 于是我穿上了衣服裤子 然后从数了一下钱包里的钱 一千五 够了 出了门就开着车直奔鹤野 因为相平这地方 根本没什么夜店 以前上学的时候 跟同学去过几次鹤野的夜店 档次也都比较高 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们进了鹤野 我直接把车开往鹤野那家 我去过的皇朝 到了皇朝门口 我停好车就走了进去 一楼市大厅有舞池 上面各种穿着裸露衣服的美女 在卖力气地扭动着身体 我点了一支烟 深吸了三口 要酒 听闻老师这么说 我找了个没人的位置坐下 老师 来养酒还是啤酒啊 你看着整 于是我找服务生 要了一瓶十二年支华士 又要了点干果和冰红茶 就在我刚想把支华士 勾兑到冰红茶里的时候 突然我右手不可控制地 拿起了支华士的瓶子 眼瞅着就要举起来对瓶吹 老师老师老师 老龙 不能这么喝呀 我开车来的 你下去自己喝吧 老师听闻就下了我的身 自己喝去了 我坐在位置上 喝着冰红茶 我知道 老师此刻正在我身边 坐着好饮 今天怎么还想起喝酒了呢 我正小声嘀咕着 突然就打了一个酒格 一股子酒味 遍布了我的口腔 呃 他喝酒 我怎么还打上酒格了 这酒有劲 好喝 我听到老师在我耳边的声音 然后又打了一个格 还是满嘴的酒味 老师 这玩意得对着冰红茶喝才对 我在心里对老师说 我就愿意这么喝 你有意见 没有 我哪敢有意见 您喝着 说着 我继续往嘴里 扔着杏仁开心果什么的 大约过了半个来小时的时间 再来一瓶别的 老师的话音刚落 我又打了一个酒格 呃 服务生 给我来一瓶杰克丹尼尔 我冲着服务生招手 服务生过来 有礼貌地问我 好的先生 需要勾兑的软饮料吗 我想了一下 啊 不用了 说着 我又打了一个酒格 服务生看了一眼 一口未动的知华氏 抱着异样的眼光离开了 这女的长得漂亮 好看 你问问酒咋 还没拿过来呢 老师醉醺醺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好啊 原来你是这种老师 以前你藏得可太深了 你心里想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快点 要酒 少废话 服务生 我的酒呢 只见服务生一路小跑地 把酒送过来 先生慢用 好的 谢饿呃 一股酒气直接喷到了服务生脸上 服务生郁闷地走开了 我就在这看着跳舞的妹子 使劲地扭动着身体 吃着干果 喝着冰红茶 不知不觉 就到了后半夜一点半 老师 您喝好了没有 这都一点半了 呃 喝好了 走吧 说着 我就下了楼 这时候嘈杂的音乐声中 传来了服务生的喊声 先生先生 您的酒不要了吗 还没动呢 我回过头 冲他打了一个酒格 呃 呃 我不是给玩钱了吗 我知道 但是酒还没动呢 我想问您是不是忘记了 我没忘 你帮我扔了吧 我说 这就要回头走 啊 扔了 是不是有点 挺贵的 你喜欢就送你了 你可以尝 尝呃 呃 我一脸真诚地望着服务生 其实我并不头晕 我也没有任何喝了酒的感觉 但是老是喝酒 我就是一直跟着打搁 那谢谢了大哥 说着服务生 就拧开了知华氏的瓶盖 尝了一小口 然后就直接吐出来了 这TM是假酒 抱歉先生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只是个打工的 您看 服务生急忙解释起来 没事 别紧张 我没有追究你的意思 扔了就行了 再见 说着 我走到停车场 取了车返回香瓶 明天还来 今天 挺好 合着这老龙 是喜欢上这地方了 啊 还 饿来啊 明天还来黄巢 我问的 要是有酒更好 女的更漂亮的地方 也可以去 就在这时候 突然发现 即将上高速的口上 停着几辆警车 每过一辆车都要检查 我慢慢地把车减速 等了大约十分钟 就轮到了我 你好 出示驾驶证 交警对我敬了一个礼 你 呃 你好 我打了一个阁 和他打个招呼 然后把驾驶证给了他 喝酒了吧 是不是喝酒了 警察拉开 我的车门问我 没喝呀 呃呃 我心想你个老龙 你可别打嗝了 喝这样了还说没喝 我离你这么远 都闻着酒味了 把车熄火 我只能熄火 然后下了车 我真没喝呀 警察同志 呃呃 说这话的时候 我又打了一个酒格 酒气直接就喷到了警察的脸上 你再说一遍你没喝 你问问周围的 谁问不见你嘴里的酒味 警察大声指着我问我 我就是没喝 你说啥我也没喝 我心想这警察 怎么不愿意相信人呢 对 没合适吧 摆来来 测一下就知道了 你要是血液酒精浓度为零 我TM就把地上那坨东西给吃它 说着 我冲着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那是一大坨别人放牛时候留下的牛粪 这不太合适吧 要是检查出有酒精 可咋办 有酒精 就正常处理你 也不会让你吃的 这警察似乎是胸有成竹 那行吧 查吧 反正我是没喝酒 我知道在这警察眼里 宇哥我现在就是死鸭子嘴硬 他肯定是等着一会我受处分 然后再好好地嘲讽我一番 不过 我只想说 希望他以后低调做人 来 对着这个吹 两个警察拿过了酒精测试仪 让我对着上头 那个嘴使劲吹 啊 好的 说话间 我又打了一个酒哥 给这俩警察熏得都别过了脸去 接着 我对着这个嘴 就使劲吹了下去 使劲吹 你是不是没吹啊 一个警察问我 我吹了 你看着 我又使劲吹了一下 那俩警察看着手里的酒精测试仪 在那头小声嘀咕了半天 来你再吹一下 你等会 我看着你吹 说着这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使出了吃奶的劲 使劲吹了一下 哎呦卧槽 头晕了 吹缺氧了 我看看酒精含量多少 刚刚嚷着和我打赌 吃牛粪的那个警察 气焰十分嚣张地 走到这俩警察跟前 看了一眼酒精测试仪 零 不对劲吧 你们看着他吹的吗 这警察一脸差异地问另外两名同事 看着吹的 酒精含量就是零 没错 这第三遍了 你看 我说我没喝吧 呃呃 说着我就上了车 坐在驾驶席上 同志 驾驶证还我吧 我望着那个一脸诧异的警察 潇洒地问他 要驾驶证 二对二对 我们的酒精测试仪 好像出故障了 你们马上过来一个人 把你们的仪器拿着 我们这抓住一个喝大了的 但是测试仪故障了 测不出来究竟含量 这警察对着对讲机 就开始不停地呼叫 当时宇哥就笑了 遇见我算你倒霉 你就是在找二十个 也是不可能测出来我喝酒的 我看你会缓嘴硬不得 他留给我一个嘲讽的笑容 就过去检查其他车辆了 过了大约十五分钟 远处跑来一个警车 这期间我一直坐在车里就等着 他们也不让我走 确定是好使的是不 绝对好使 我们刚才刚用完 虽然这俩警察对话的声很小 不过还是 让宇哥听见了 来 那个谁 你 过来 再吹一下子 这回要再是零 我立马就过去吃了他 说着他又指了一下那一大坨牛粪 二队那个警察差异地望向我 我耸了一下肩膀 使劲 他在边上喊着 我拿着遗弃的嘴对着就开始吹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零 那个二队警察说道 这个跟我叫嚣的警察 瞬间就换了一副嘴脸 哎 哥们 咋回事啊 他小声站在我旁边问我 没咋回事 赶紧兑现你的诺言去吧 大伙都在这看着呢 人民公仆 只见他瞬间脸一直红到了脖子 做人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 我觉得 日后咱们也不会相见了 何况刚才 是你现在这叫嚣的 大伙全看见了 先语言攻击的人是你 可不是我 我眼睛直勾勾盯着这个警察 心想看你这回怎么下台 而且我也够 留面子得了 你这个行为 只有装逼这俩子才配得上 算了哥们 刚才是我这同事不对 我替他赔礼道歉 另一名警察见他已经骑虎难下 急忙走过来替他道歉 说着还掏出一只中华 待遇不错呀 中华 我叼在了嘴里 我驾驶证给我吧 我要走了 我也懒得 跟他们多废话 这警察把我的驾驶证 要过来递给了我 我上车后 别提心里多爽了 临走前我摇下车窗 警察同志 景明一家 别太生气啊 下回低调一点 哈哈 说着 我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临走前 看见有几个警察 一边进行车辆检查 一边就偷着笑 看来这哥们在警队 也不是什么人缘好的主 不过那一大坨牛粪 要是真让他吃 明天的午饭 估计都不用吃了 到家以后 我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躺下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酒多 去了清风阁 荼的身体 依然没有恢复 我自己在前面看店 没什么事 就打开了电脑 看待新闻 中午小刘 拿着一个保温饭盒 进了清风阁 今天你在啊 小刘显然是心情不错 小黑子对你们那还适应吗 我一边看着新闻 一边和小刘闲聊 适应 特别适应 每天都可欢食了 唉 白养了好几天 一点都不留恋我 我自言自语地 打开游戏界面 小刘则是去后面 给土豆送午饭 转眼一小天的时间 就过去了 在我收拾完卫生 拉上卷帘门的那一刻 突然打了一个 大大的哈欠 我擦了擦眼泪 老师 什么事啊 晚上喝酒去 老师的声音里 透着兴奋 啊 又去啊 去 见他声音如此坚决 我拉上卷帘门 开车随便找了个地方 吃了一份炒饭 然后就准备去喝眼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还是嘎嘎勇敢 我拿起电话一看 是张月晴打过来的 喂 小张同志 我笑嘻嘻地接了起来 死鱼 今天身体还好吧 相当好了 有你照顾我这两天 身体回复的 比以前还好呢 一会你过来接我呗 咱们出去吃饭 明天不上班 学生们开运动会 啊 我今天有点事 我一听 怎么还感到到一起去了 两头还都是我得罪不起的主 你有啥事啊 你能有啥事 那边明显有点不乐意了 那个 我要去鹤野的夜店 去夜店 干啥去 你怎么还爱去夜店 以前没发现啊 不是我 是我家老师 非要去喝酒 你看 我肯定是不能喝酒啊 我还得开车 我急忙解释到 你感觉这里有我能信吗 那边明显提高了分贝 我发誓 绝对是老师 要去喝酒 嗯 是不喝酒 但是你干不干点 别的我怎么知道 你过来接我吧 我得去看着你 别回头 找点什么特殊服务 宇哥不是那样的人 不等我说完那边边挂了电话 我点了一支烟 叫上了老师 咱们先去接张月勤吧 反正夜店这个点也没开门呢 咱晚点过去 老师没说话 我就当他答应了 说着 就开车去了张月勤的学校 到达以后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 他就出来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我望着张月勤这一身 感觉十分的不习惯 他今天穿了黑色袜高跟鞋 还化了妆 鲜艳的嘴唇 光是看一眼 我就有点出汗 我乐意 穿啥还得跟你汇报啊 不是 这不是不太习惯吗 那你就是这习惯习惯吧 走吧 对了你要去哪家夜店啊 张月勤拿出小镜子 一边照着自己 一边问我 黄潮 我眼睛尽量努力地望着前方 因为今天他穿的真一身 是个男人就会把眼光 多留在他身上几秒钟 我一会还要上高速 必须尽量保持镇定 在那有朋友吗 没有啊 那别去黄潮了 去烈石山 那有一家 是我中学同学他爸开的 好吧 去哪都一样 反正我也不喝酒 接着我们的车就驶向了鹤野 到了鹤野刚晚上八点半 夜店还都没开门 他让我在路边停一下 紧接着就掏出电话 喂 李彤彤 我来鹤野了 把姐几个都叫出来吧 聚一下 好吧 他原来对鹤野这边 比我可熟悉多了 还有朋友在 过来玩呗 今晚就去你家coco 我现在就在烈石山附近了 让他们几个都赶紧过来 到了给我打电话 说着便挂了电话 你对这一篇挺熟悉啊 小张同志 我没和你说过吗 我初中高中 都是在鹤野上的 你说 我能不熟悉吗 屁大点的地方 三天就能走个遍 你没说过 不过现在说也一样 对了一会 你是要和你的朋友们出去吗 晚点我去接你呗 我试探着问他 对啊 啥叫我和我的朋友啊 你也得去啊 我们喝多了 总得有个人看着吧 我跟你说啊 一会你可表现好点 这都是我最好的姐妹 说着 他又拿出了小镜子 不停地从各种角度 看自己的脸 当我见到他的那群姐妹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了 这女人啊 就算那关系再好 那也有一个攀比的小心理 许久未见的姐妹 只要见面了 咱就不说别的 首先在这个容貌上 肯定就会争方斗艳 为什么这么说呢 路边停着一个奥迪A6L 过来吧 说着他挂了电话 过了不到一分钟 我发现有人敲我这边的玻璃 我摇下车窗 看见一个穿着时尚 一头金发的少女 张口就问 帅哥 有火吗 有 我把打火机递过去 他点上了一根女士香烟 直接低头看了看 副驾驶的张月晴 你女朋友啊 长得挺好看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 该接什么话查 回头看了一眼张月晴 她仍然面无表情地 对着小镜子 检查着自己的睫毛 你说 我和你对象 我俩谁好看啊 这女的吐了口烟 扶着车顶继续问我 有事没事 没事赶紧走 打火机 还我 说着 我伸手 就拿过了我的打火机 就摇上了车窗户 你别在意 精神病一个 我对着那边的张月晴说 说谁精神病呢 说话的时候 就感觉后头的门被拽开了 这女的直接上了我的车 哎 谁让你上来的 我回过头看着她 她摇下车窗户 向窗外弹了一下烟灰 月亮 你这男朋友挺逗啊哈哈 大爷的原来认识 吓死我了 我一脸无语的 把头扭向窗外 深深地感觉到 自己受到了调戏 就这样 俩姑娘就嘻嘻哈哈地开始聊天 过了一小会 又有两个穿衣服 很洋气的姑娘 打捞远处 就往我们这跑 跑到车边上 直接敲我的车窗户 好吗 你这姐妹都一个爱好 都爱敲窗户 张月晴瞪了我一眼 我摇下车窗户 上来吧 没错 月亮专车 接着俩姑娘就上了车 有人说 一个女人是500只鸭子 我车上现在有2000只鸭子 四个女孩 巴拉巴拉巴拉 不停地说着话 宇哥就觉着 我这脑袋越来越大 走 跟上前的那个保时捷 张月晴终于说了一句 跟我有关系的话 我急忙开着车 就跟了上去 走了不到十分钟就 我们就来到了 Coco门口 停好车以后 我看见前面保时捷 下来了两个一样 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行吧 现在3000只鸭子了 你说啥 帅哥 这时候 一个穿着粉色短裙的姑娘 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没事 啥也没说 走吧 进去吧 说话间 我就陪同3000只鸭子 就进了这家 名为Coco的夜店 里面的装修在赫野 应该也算是比较高档次的 一楼照就是五池 二楼是包间 张月晴和姐妹们 直接就带着我 去了一间包间 今天月亮过来了 我爸说了 他买单 使劲喝啊 谁也不行提前走 说着这粉色小短裙 直接就拿了一瓶 科罗纳塞给了我 我推托说 今天开车 不能喝酒 这么不给面子啊 不是 你们喝多了 不也得有人照顾吗 对吧 我笑容满面地解释道 嗯 月亮宝贝 家教做得真好呀 我干大地笑了笑 张月晴五妹地 回头忘了我一眼 然后就跟那帮姐妹 推杯换展去了 我不禁又想起 第一次和张月晴 喝酒的情景 喝酒去 突然耳边 想起了老师的声音 哎 差点把这老神仙给忘了 你们喝着 我下去转转 买盒烟 去吧去吧 张月晴摆摆手 我就关上包房的门 下楼来到舞池 服务生 一瓶枝滑饰 不要软饮 我叫了服务生 过了一小会 服务生就拿了一瓶枝滑饰和杯子 还准备了冰桶 上头那个跳舞的女的 好看 是是是 好看好看 您喝着吧 说着 我到门口点了一支烟 贺野到底是比香瓶繁华 尤其是体现在夜晚 这里的夜晚 有着太多娱乐项目工人消遣 不论你白天有多大的烦恼 到了晚上 一切都会在醉生梦死中被遗忘 我一连在门口的台阶上 坐着抽了三四支烟 因为我还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场所 太吵了 虽然有很多美女 呃呃 我突然打了个酒歌 要酒去 没了 老是突然 这么快就喝完了 我进了 coco 来到刚刚的那个座位 换一个新的尝尝 再来个油炸花生米 一只烧鸡 好吧 要求还挺高的 服务生 你这里卖得比较好的 中等价位的酒都有什么 我拿着根本看不懂的菜单问服务生 先生 我们这里有一款百家德超级白狼母卖的不错 行就来这个吧 还是不要软饮 再给我来盘花生米 一只烧鸡 说着 我掏出钱包 突然发现 服务生嘴角一抽抽 突然表情变得尴尬 对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里没有油炸花生米和烧鸡 您看 服务生低头趴在我耳边问我 烧鸡都没有 我比试地看着它 这 大哥我们这是酒吧 服务生一脸的汗颜 有炸鸡吗 有的 我们可以帮您订外卖 还是炸鸡 您看可以吗 成 就这个吧 我付了钱以后 服务生就离开了 我就在这看着舞池里的美女 这女的不错 我过去瞅瞅 身材好 呃 伴随着我的打嗝声 老师应该是离开我身边 去了某位美女身边了 十分钟后 服务生把炸鸡送到我眼前 还给我一袋满口香花生米 说是送我的 老师 炸鸡来了 不好吃 没烧鸡好吃 再要点别的酒 哎 你一定要这么开怀唱 你们老师 酒多伤身啊 你别以为你心里想 我就不知道 咋的 没钱是不是 老师十分不开心地问我 有钱 有钱 服务生 给我拿十瓶百威 不对 二十个 我掏出钱包扯着脖子 就喊了一声 就这样 老师喝了一瓶知华氏 一瓶百家德白朗姆 二十瓶啤酒 总算是喝够了 而我就在旁边吃了点炸鸡和花生米 百般无聊 怎么跑阵猫着来了 妹夫 我感觉有一只香喷喷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回头一看 是那个叫李彤彤的女孩 她已经彻底喝大了 眼睛看人发直 嗯 坐一会 包房里太热了 我扶着她 坐到我旁边的椅子上 哎 你怎么到了 我家还点酒啊 还一口都没动 一会给你免了单 说着 她拿起一瓶百威 就直接对瓶就吹了一口 不 这里头怎么是水呢 我心想惨了 这一下可不好解释了 这家店是她跌开的 要是追究起来 我的事可就要曝光了 走了走了 童姐 上去吧 他们还等着你呢 刚才月亮给我发信息 让我把你领上去 我一边不停地说着话 一边就把她往楼上拉 这时候 老师在我的耳朵边上又说话了 今天 就喝到这吧 明天再来 今天这地方的女的 比昨天那地方都漂亮 以后来这 哎 这老仙怎么还上瘾了 回头我高低地问问她 到底是谁家仙家 把我们家老龙给带坏了 说着 我就继续拽着李彤彤就上楼 她还不停地问我不对啊 我刚出来啊 咋这么快就让我回去了 对了 妹夫我刚才是不是喝着假酒了 没有没有 都是幻觉 我拉着李彤彤进了包厢 一进屋子映入眼帘的 就是让我血脉喷张的满原香艳 酒精的刺激 使姑娘们都脱了外套 只穿着小背心 在屋子里东倒西歪地喝着 张月琴更是展现了女汉子的本色 一只脚踩着桌子 一只手拿着酒瓶子 跟人划拳 我来了亲爱的们 李彤彤张开怀抱就冲了过去 我开了一罐可乐 边喝边看着大电视里的MTV 男主角正在望着女主角远去的背影 默默流泪 我随意地扫了一眼张月琴 但就算是如此随意地一扫 竟然还是被她捕捉住了 她脸色微红地看着我 搞得我有点浑身不自在 她该不会是要把我也拉过去喝酒吧 俗话说 怕什么来什么 只见张月琴一步一步地走着猫步靠近我 然后把我按到墙壁上 一只手拄着墙 另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只感觉 我的心脏砰砰砰地乱跳 呼吸变得急促 咋 咋的了 月亮 我可不能喝酒啊 开车来的 我尽量保持着淡定问她 她把手放在我的后脑上 然后往前移动到我的脸上 轻轻拍了两下 他们很喜欢你 死鱼 你真好 她眯着眼睛 醉熏熏地跟我说了这句话 然后又晃晃悠悠地 回到了那群女孩当中 我长叙了一口气 坐下继续喝可乐 他们这个酒不好喝 但是长得都挺好看 您还没喝好吗 我汗颜 老师怎么又上来了 告诉你一声 明天喝一个叫红酒的酒 得了 这指定又是哪个县家告诉她的 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 扶到Coco的门口 然后就陆陆续续 有人来接他们回去了 最后剩下 我和张月晴 我扶着张月晴坐到车里 给她去旁边便利店 买了一瓶酸梅汤 和两瓶矿泉水 过来 喝两口姐姐酒 她拿起酸梅汤 刚喝了一口 就推开车门挖地吐了一地 我心疼地拿出面筋 一直给她擦嘴 她吐完了 就靠在我的副驾驶上睡着了 我启动车就准备回香平 可是我还没开出去两分钟 她突然睁开眼睛 使劲拍我胳膊 我一脚刹车踩到那 她推开门就又吐了 我急忙又给她竖了竖口 不行 你别开车 我头晕 恶心 能坚持吗 一会就到家了 说着 我启动了车 尽量慢着点开 但是刚刚跑了不到一百米 她就捂着嘴 又推开车门 我急忙停住车 看来 今天是不能开车了 我让她在原地等我 我把车停在了旁边的一个车位上 眼睛往四周望了一圈 看见一个儒家酒店 就打算扶着她过去 不行 我走不了路 头晕 她迷迷糊糊地闭着眼睛跟我说 然后直接就要坐在地上 我赶紧扶住她 然后顺势把她背到了后背上 慢慢地往酒店走 顺便也能让她吹吹风 我们慢慢地走着 这儒家看着挺近 其实挺远 走了二十多分钟了还没到 我真是不知道 我能背着她坚持多久 但于 你冷不冷啊 她满嘴酒气地问我 怎么 你冷了 我不冷 还恶不恶心了 嗯 恶心 但是吐不出来 听话 睡一会 一会就到了 要喝水就叫我 我对我后背上的张月勤 温柔地说 嗯 死于 嗯 你 你真好 说完这句话 张月勤就安静地趴在我的后背 不再说话 我想 如果就这样 我能背着她 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 其实也挺好的 到了儒家酒店 开了一间特别大的双人房 进了房间 我就把她搬到洗手间 一阵呕吐之后 我给她竖了竖口 用热毛巾擦了脸 就把她放到床上盖上了背 折腾完这一切 我发现我 已经是一身臭汗了 我望了她一眼 睡得很安静 我就进了洗手间锁上了门 脱了衣服 我就冲到了淋浴头下 直接放出凉水浇在我身上 冰凉的感觉 瞬间传遍了我的每一个毛孔 我就这样闭着眼睛 在喷头下尽情地享受着 痛痛快快地冲完了凉水澡 我穿上衣服回到屋里 突然发现 脚底下踩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 竟然是张月琴的丝袜 然后再往前走几步 映入眼帘的是黑色的短裙 然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淡定 淡定 我瞬间就觉得 一股热血 直接从脚底涌到头顶 刚洗完澡的凉爽净 一下子就消失殆尽 我慢慢地把目光移动到床上 发现张雨琴盖着背 赤裸着的胳膊和肩膀 露在外面 淡定 这是对你的考验 成人之威是流氓 不是修行之人做的事 脑海里那个善良的小人 不断提醒着我 放屁 这时候 也要啥也不干 那你就是个SB 他摆明给你机会呢 一个邪恶的小人冒出来 对我进行洗脑 淡定 如果你今天做了 那你就是个禽兽 没有错 但是你要是什么都不做 你就是禽兽不如 淡定 他醒了 你要如何面点 淡定 你不是一直喜欢他吗 机会就放在眼前 这两个小人在我脑袋里 不停地对我进行劝说 善良的小人 你要坚持住 千万别让邪恶的小人给打死了 最终 李智还是战胜了欲望 我拿了个枕头 躺在了沙发上 虽然不太舒服 但是总比坐着感觉要好 睡之前我烧了开水 晾了两杯放在床头 窝在沙发里就睡了 半夜 我听到张月琴在喊我 死鱼 死鱼 嗯 我一个机灵就咕噜起来 跑到床边 你打开灯 我要喝水 我肚子疼 我急忙把灯打开 然后把水杯拿到他面前 他喝了两口就躺下了 我关了灯 回到沙发上看了一眼手机 三点四时 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死鱼 我马上爬起来 到他床边 怎么了 你在哪睡呢 我在沙发睡 你不用管我 睡吧 睡着了就不难受了 听话 虽然我这么说 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说话 还在小声地自言自语 屋子里安静地掉地上一根针都能听到 所以我一字不漏地 将他的话听到耳朵里 童 童童说你长得不够帅 但是人很好 他们几个都夸你 其实我也觉得你 我就躺在沙发上 听他自己叨叨了 能有十分钟 我好像发烧了 你过来上床抱着我 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我一下子就僵持在黑暗中 这TM也不是正常剧情发展 正常剧情不应该是他先说是冷 然后我给热水喝 然后三番五次地折腾 最后男人才把女人搂在怀里 这也太直接了 你干啥呢 上来 不是 你都把衣服脱了 你看我就别 我现在冷 我应该是发烧了 来不来 这也太狗血了 怎么看上去 好像我是女的 而她是个男的 剧情不对啊 来 我咬着牙回答了一句 直接一咕噜就爬起来 跑到床的另外半边 就直直地躺在那 你在家睡觉 都是这么睡吗 跟僵尸似的 黑暗中他又对了我一句 啊 我反应了一下 然后测了个身 我冷 死于 话音刚落 我就感觉她一下子把被子盖到了我身上 然后整个人就像只猫一样钻了过来 钻进了我怀里 我瞬间有点小紧张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然后试着把另一只手搂在她的后背上 就这样 黑暗中 我们俩面对面地搂在一起 我睁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一片漆黑 我知道 只要我探过去几公分 就直接会碰到她的脸 我突然很想知道她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我就这样睁着眼睛 感受着她 微弱地呼吸 她胸前的柔软 紧紧贴着我的胸膛 只要我稍稍一动 我们贴着的部位 就会发生摩擦 过了五分钟 我刚要张口 说我想去厕所 发现她传来了十分微弱的憨声 我总算松了口气 哎 终于睡着了 我也闭上眼睛试图休息 但是怎么也睡不着 眼皮困得直打架 精神却十分地亢奋 而且 我不敢乱动 我怕我睡着了一动 她就会醒过来 就这样 不知道浑身僵硬地躺了多久 哎 太TM煎熬了 死于 谢谢 啊 你咋还醒了呢 她突然发声吓得我一击灵 你怕啥的 我都不怕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我的眼光不会错的 黑暗中 张月勤小声地对着我说道 是吗 哎 你叹什么气啊 那你这眼睛 估计花二百万也治不好了 我说完这句话 我俩全笑了 她使劲打了一下我的胸口 疼得我哀悠一声 真好 你就这么抱着我 咱俩就在这躺着说话 真好 她又使劲往前 靠了靠 跟我贴得更紧了 而我也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嗯 你怎么那么愿意喝酒呢 月亮 白天在学校的心烦是太多 喝多了就啥都想不起来了 再说 不是有你呢吗 我不怕没人照顾我 得了吧 以前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也喝大了 那会你就知道 我会照顾你 不可能吧 而且你这酒品 你个死鱼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闭嘴 说着张月勤就贴了上来 直接用她的嘴 堵住我的嘴 紧接着她又退了下去 闭上眼睛 就钻到我怀里睡觉了 她亲我了 卧槽她亲宇哥了 此刻宇哥心里 真是无法抑制住的兴奋 直接从床上跳到地上 然后使劲翻几个跟头 然后直接双手撕碎了自己的衣服 大声说了几句yes yes yes 然后再来个原地 360度后空翻 躺地上做一个托马斯拳旋 使劲把枕头往自己头上砸 每砸一下嘴里都说一句 爽 爽 爽 睡吧 我稳稳地亲了一下她的额头 就闭上了眼睛 开什么玩笑 演点心理戏就算了 宇哥我是那么不稳重的人吗 第二天 我们一直睡到八点才行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发现张月勤 正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我 醒了 啊 醒了 昨晚睡得爽吗 她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句 嗨 还行啊 怎么了 昨晚上你睡着了 没多一会我就醒了 你是不是做梦了 还说了梦话 张月勤说着的时候 逐渐咧开嘴开始笑 啊 我 我说啥了 我学给你听听 啊 行 学吧 再带点你的语气呗 张月勤调皮地问我 这个 行 学吧 说实话我也想知道 我说什么梦话了 难道是对她表白了 听着呀 张月勤清了一下嗓子 Oh hi 她清语歌了 哎呦卧槽 爽 爽 就是个爽 Oh hi 再来一下 Car mon baby 只见她表情极其夸张地学了 昨晚上我的样子 没了 就这些 哈哈哈哈 说到这她就一个劲拍着我的肩膀笑了 我则是直接把脸埋在了枕头上 老天爷啊 憋死我吧 我没脸活了 我怎么摊上这样的媳妇啊 聊了一会天 她说她要穿衣服了 让我帮她捡起来递过去 然后我再去洗手间待一会 当我双手 拿起她的丝袜的时候 我竟然TM的 有一种想放到鼻子前 闻闻的冲动 我草 我不会是变态吧 我赶紧摇了摇头 把衣服都给她递过去 然后自己就跑到洗手间抽烟 过了一会她穿好衣服 又把我赶出洗手间 说是要洗漱 折腾完了 已经快十点了 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然后就返回了香平 我送她回了学校 而我回了清风阁 悠客 身体恢复了 都能拉开卷帘门了 心情大好的我一进屋 就跟土豆开着玩笑 必须的 你也不看你豆哥是什么人物 他咧着大嘴笑着 帮我把手机充电 我去个厕所 说着 我把手机扔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土豆接到以后 我就去了厕所 就在我蹲坑的时候 听到外面隐约传来我手机的响声 土豆 帮我接一下 好嘞 过了大约十几秒 带于 张月勤问你 早上在酒店的时候 看没看见她的发卡 没有 我大声地喊着 啊 她说那就算了 让你别回酒店找了 她再买一个 这SB是故意阴阳怪气的 从厕所出来以后 我就看见土豆的眼神 流露出放荡和猥琐 做晚上干啥去了 说吧 一边说 一边还猥琐地冲我飞眼 啥也没干 昨天都喝多了就没回来 光睡觉了 对啊 没错呀 去酒店肯定都是去睡觉的 说睡觉俩子的时候 土豆显得格外的减 你找揍是不是 再胡说我可揍你了 我伸出手指头 指着眼前猥琐的土豆 来吧 蹂躏我吧 亲爱的雨 这货渐渐地说完了这句话 就跑到后头仓库里去了 我自己也被这货给逗乐了 我一屁股就坐在了电脑前 开始浏览新闻 突然电话又响了 我一看是张鹤瑶来的 喂 你好张哥 你好老爹 你们店的位置在哪 我过去溜达溜达 我告诉了张鹤瑶地址 他便挂了电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事跟我说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门口停了一辆警车 张鹤瑶抱着个金色的大蝉橱进来了 老爹 哈哈 豪爽的张鹤瑶一进屋 就把蝉橱放在了我的桌子上 送你个小礼物 太客气了张哥 过来就过来呗 还带着这么大一宝贝 你放心 不是买的 是别人送我的 我也不做买卖 留着也没啥用啊 张鹤瑶拍着我的肩膀说 咋能没用呢 这蝉橱可是招财的 这话你说的可不对 我是警察 招财招多了 那不容易出事啊 话说完 我跟张哥都笑了 接着怎么来我这溜达来了 我递过一根烟 他也不嫌弃 我的烟荡次低 直接就给自己点上了 然后跟我说了他今天来的目的 的确有事 是这么个事 老弟 前几天大林子跟我说 最近我要有个坎 而且是大坎 让我躲着点 但是我让他具体说 他说自己看不出来太多 一开始吧 我也没当回事 但是这几天 他天天出来闹痛我 总跟我说要出事 让我躲着点 听着张哥说话 我也一边抽烟 一边就把老师请上来了 哎呀 老弟你咋还哭了 张鹤瑶关切地问我 没事张哥 老仙一来 我就这样 你接着说 我擦了一把眼泪 继续听张鹤瑶说 完了我就寻思 我这天天都试试 你也知道我在哪上班 刑警队 天天都跟犯人打交道 有时候还得接触亡命图 我哪知道谁是我的坎啊 这不是吗 今天上午我正看文件呢 他又上来了 就让我过来找你 说 你能帮我躲过去 张鹤瑶说完 从兜里掏出芙蓉王 我们俩又个点了一支烟 其实我是不想过来麻烦你的 但是林子非得让我过来 我不过来 他就折腾我 说着张鹤瑶无奈地叹了口气 啊 那他咋折腾你啊张哥 我抽了口烟好奇地问 张鹤瑶低头抽了几口烟 想了一会 没说话 没事 不想说也没事 还是说吧 他总让我跳舞 看见张鹤瑶一脸的迥样 我憋不住地想笑 但是又觉得不太礼貌 就一直忍着 你看 你就别笑话我了 你是那行人咋还笑话我呢 张鹤瑶掐了烟 一脸摔向地看着我 啊 哈哈 行吧行吧 我没别的意思张哥 别介意啊 我强忍住了笑 因为 已经开始脑补张鹤瑶跳舞的样子 我以前见过一次长鲜跳舞 相当的魅惠诱人 从头到脚 所有的地方都是扭动着的 这种误导一个大老爷们跳 未免有点 当我正在这脑部的时候 张哥突然说话了 我没说你坏话 你别见 林子 别 没等说完话 张鹤瑶搜的 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然后在屋子里就开始扭了起来 还一个劲地冲我往上拱屁股 我再忍不住了 哈哈哈哈 你别笑了 帮张哥一把 一会丢大人了 见他实在是下不来台 我便和老师说了句话 老师 让那个长家仙家别闹了 咱们先办正事 呵呵 也罢 这长翠玲真是顽皮 说话间 张鹤瑶就停止了十分富有杀伤力的舞蹈 气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 难为情地望着我 唉 让你们看笑话了 老店 没事没事 都是自己人 不笑话 说着 我急忙从冰箱里 给他拿出一罐可乐 他如获至宝一样 赶紧喝了两口 你等一会啊张哥 我想想这是咋办 没事 你忙 需要我配合你 尽管跟我说 接着他便不再说话 站起来在清风阁 上下打量参观着 一会你问问长翠玲 老师现在渐渐地开始试着 让我独当一面 去判断事情的是与非 其实我觉得 这样也挺不错的 总不能什么都依赖仙家不是 我闭上眼睛 过了能有三十秒 我睁开眼睛 就看向门口 一个扭着腰 手里拿着拿着一个 小烟带锅的女子 进了清风阁 从容貌上来说 看上去也不过三十多岁 穿着一套翠绿色 印着白色兰花的衣裤 见过林子仙家了 我笑着站起来 长翠玲白白手 示意我坐下 然后用眼睛弯了一下 那边正拿着一个骨灰盒 仔细看的张鹤瑶 而张鹤瑶 自然是全然不知 说说吧 您看出什么坎了 我没看出来 我要是看出来了 还用来求你啊 她的声音有点沙哑 坎在河时 这时候老师张口问了 长翠玲一句 长翠玲听到后 急忙放下烟带 山东长翠玲见过 三太子了 说实话这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还挺有面子 没事 说是便可 老师自然也是不拘礼节 是就在明天晚上 大体方向是北边 我觉得弄不好 她就得留到那 说话的时候 长翠玲眼睛又弯了一眼张鹤瑶 张鹤瑶莫名其妙地 浑身一哆嗦 咋了张哥 我撇了一眼过去 问了一嘴 没事 就是感觉突然一冷 好像谁瞪我一眼似的 没事 你忙 你忙 说着她再一次 仔细端向起别的物件来 等着 我去下头问问 说着 老师就下了身去 我见场翠玲坐在我对面 抽着烟带一直看着我 您 看什么呢 我下意识地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我看你小伙子长得俊俏 张翠玲说完就笑了起来 得了吧 你可别拿我开涮了 我自己啥模样 自己还不知道啊 说完我放在烟灰缸上一支烟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了 随后也自己点了一支 你长得如此俊俏 不如跟我走算了 我给你向门好轻时如何 我尴尬地看了看张翠玲 又回过神看了看长翠玲 说笑了不是 说笑了不是 我急忙干笑两声 化解了尴尬 心想着张翠玲他们先家 竟然斗语割完 再看长翠玲也是 笑得花枝乱颤 老师回来了 说着长翠玲 也规规矩矩地不再嬉笑 明天晚上十一点 在灯塔市附近 让你弟子记住 那夜必逢五把火 这第五把便是烧你弟子的火 在第三把火烧着的时候 就让他躲到树边的一道墙后头 方可躲过此劫 谢过三太子了 回头我让他还个院 说着长翠玲冲我来了个飞眼 我直接打了个哆嗦 他便出门就走了 张哥 事情已经办妥 我见张赫瑶在那和土豆聊天 就喊了一声 哎 咋呀老店 张赫瑶皱着眉头 赶紧过来问我 办妥了 回去你家林子就告诉你了 妥妥的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一会 晚上我下班了 咱俩一起去吃口饭呗 张赫瑶见识已半妥 便提出请我吃饭 晚上不行 最近晚上 我都得去赫也 我直接婉拒了他 上赫也干啥去啊 你对象再赫也啊 不是 去赫也夜店玩 我是实在不好意思 跟人说老龙这心爱好 行 我下班了过来 我跟你一块去 咱俩好好喝点 你就别开车了 晚上我找一个同事开车 拉着咱们过去 喝完了 保证给你送回来 行 别推脱了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说完张赫瑶便起身 我局里还有点事没办完 我先回去了 晚上一定等我啊 说着张赫瑶便出门 开着警车走了 我 我望着那只金黄色的蝉橱 无奈地叹了口气 晚上七点 门口停了一辆丰田 四千五百 张赫瑶下来后 便直接走进屋 走啊老弟 出发了 哎 走 我答应一声 便和张赫瑶上了车 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比我应该还要小上几岁 老弟 咱们去哪家 张赫瑶点上 一直焉问我 Coco 您同事知道吗 知道 张队没和您说啊 我家就是赫也的 说着 我明显感觉到四千五百加快的速度 不到半个小时 就飙到了赫也 警察就是警察啊 开车都敢这么快 到了 Coco 下车的同时 看见一辆白色保时捷 停在我们旁边 刚要往里走 突然后面有人喊了我一声 待遇 我一回头发现 视力疼痛 哎 你好啊 童姐 我打了一声招呼 就在这时候 张赫瑶突然就走到我身边 把着我肩膀来了一句 我是没那种爱好 不过不知道老弟 你好不好那口啊 听说这的姑娘贼带劲 听他这么说 我脸一下子就下绿了 再看李彤彤看 我的眼神也是不对劲 别 我不好这口 我有对象了 张哥 没事 男人吗 值得理解的 我就算了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了 你要喜欢你就找 我不介意的 卧槽 这个张赫瑶 真是没事 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跑我家这找小姐来了呗 李彤彤阴阳怪气地问我 不是 我真没有这想法 我就是跟张哥过来喝点酒 童姐 你可别跟张月勤 谎报军情啊 那样 我会死得很惨的 我赶紧放低姿态 和李彤彤商量着 我估计你也不敢 行了你们玩吧 有事去办公室找我 说着 李彤彤回头便走进了 coco 认识啊 老爹 嗯 很认识 我对象他闺蜜 张哥 你可把我害死了 啊 张赫瑶用尴尬的笑来 化解了尴尬 接着我们就进了coco 找了个沙发坐下以后 张哥问我喝什么 我照就点了 知华氏和杰克丹尼尔 张哥又点了成堆的啤酒 果盘什么的 然后我就点上一支烟 抽了三口 老爹你咋又哭了呢 仙家又来了啊 我见张赫瑶已经看出来了 也就觉得不用隐瞒了 实不相瞒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 这么热闹的地方 但是老仙喜欢 我也就只能从命了 老仙 张赫瑶肯定觉得难以置信 本来他也是没来过的 但是也不知道 谁家的仙家跟他说了这么个地方 形容得无比美好 他这不就让我带着来了 然后就上瘾了 这样啊 张赫瑶表示理解地点点头 那个 你可看好你家常翠玲 别一会让我家老仙爷给带坏了 我拿起一瓶啤酒 笑着就喝了一口 这点你放心 我家 话没等说完 突然张赫瑶哆嗦了一下 怎么了张哥 我放下酒瓶问 张赫瑶一只手捂着眼睛说道 完了 他已经出来了 跳舞去了 行吧 咱们喝吧 我和张赫瑶碰了一下 我们就这样 你一瓶我一瓶地喝 这地方的啤酒也没什么劲 喝了六七瓶 我也没觉得晕 这时候张赫瑶突然问我 老爹 要的洋酒咋不喝呢 老仙喜欢 来都来了 咱俩也整点 说着张赫瑶就拧开了支华士 往杯子里倒了一些 然后就喝进了嘴里 我没说话 就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情 但是他咽下去 以后的反应 却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洋酒就这位啊 这TM不就跟水似的吗 然后我就见着他拿着瓶子 就开始吹喇叭 哎 原来这张歌 也是头一回喝洋酒啊 真不知道他下一次喝到真 再这么对瓶吹会是啥感觉 就这样 我们一直喝到后半夜一点多 我和张赫瑶都没喝多 只是喝得有点稍稍头晕 这时候 我就听见耳边两个声音 在对话 一个是老师 还有一位是女性声音 不用说 自然是常翠玲 这地方如何 好 下回还来不 来 明天我跟这小子还来 这地方你的漂亮 酒也好喝 对 我来跳舞 二人 不对 是二仙对话结束后 老师对我说 好了 回家 我就对张哥说 我们家老仙喝好 咱们回吧张哥 张赫瑶点点头 我实在是不忍心告诉他 以后他也要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了 他们家常翠玲 被老仙带坏了 话说从赫野回来后 张赫瑶把我送回了家 就让那个同事拉着他离去了 我迷迷糊糊地回到家 刚躺到床上 呃 呃 明天晚上继续 我还没等睡老师就上来了 您自己去不行吗 放屁 我自己怎么买酒 老师 直接就不乐意了 我明天买酒几瓶 给你供上行吧 我实在是郁闷 不行 怎么不行啊 在家喝不行啊 我得去那看女的 老师 你现在可是好酒又好色了 这样可不好 你开始教训起我来了是不是 我感觉他已经真的有点动怒了 没有没有没有 去去去 明天继续去 说完我就感觉他心满意足地离去了 哎 这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第二天 早上我随便吃了口饭 就去了清风阁 昨天喝了不少 酒让我头有点疼 我就决定不行走过去 刚走到清风阁所在的十字路口 突然就感觉什么东西 啪就打在我的胳膊上 我低头一看 胳膊被打的地方 都有点红了 谁啊 我抬头就喊了一句 这时候 突然腿伤又被打了一下 我一下子就急眼了 站在原地就四周张望 突然发现清风阁门口坐着一个死胖子 不是土豆还会有谁 手里拿着他的弹弓 正在那瞄准我呢 我随手从地上拎了一块大砖头就走了过去 他见状急忙 就跑到了屋里躲了起来 我也懒得跟他闹 头疼得厉害 就这样 在头疼中我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临下班的时候 张鹤瑶给我打过来了电话 喂 张哥 兄弟 这个是吧 仙家也跟我说了 能不能看过去 就看我的命了 嗯 放心吧 应该没事 我安慰张鹤瑶 对了 今晚上你们去出去玩 带着我家常翠玲吧 我今天职业班 真是臭不开身 他好像已经被你家老仙给带上瘾了 哈哈 行 这种事 我相信老龙会择无旁贷的 挂了张鹤瑶的电话 不到五分钟 张月琴去给我打了过来 待于 今天晚上你还去吗 是啊 老仙还没玩够呢 那你今天下班过来接我 我还是要跟你一起去 跟我一起去 你明天不上班吗 上班啊 但是我也不能让你有机可乘吧 你这个人根本就不老实 那种地方美女那么多 我要是不看得严实一点 指不定你就被谁把活给勾了去 好吧 晚上六点半我去接你 对此宇哥只能表示无语 晚上六点半的时候 我提前离开清风阁 开车去了张月琴的学校 接上了他 我们就一起奔着赫野去了 今天你还要喝酒吗 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其实宇哥不是特别喜欢女孩喝酒 今天不喝了 上次喝完了 头疼了两天呢 今天下午刚好一点 这次去我就喝点饮料什么的 怎么着 你希望我喝点 听张月琴这么说 我一颗悬着的心 总算放不下来 不喝好 不喝就好 对了 你最近和小刘联系了吗 张月琴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 一边问我 没有啊 我和小刘联系什么 土豆和小刘联系才对呢 你怎么想起问他来了 我最近和小刘每天都聊天说话 我发现 小刘最近的情绪特别低落 是吗 我怎么没注意到 我耸了耸肩 这种事儿 其实和我说也没有用 应该和土豆说 和土豆说 不是怕他处理不了吗 他也没有你稳重 也没有你成熟 何况万一真是有什么事呢 我之前也听你们说了 有个人三番五次找人害小刘他二叔 听张月琴这么说 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原来宇哥在他心里的印象 如此的高大伟岸 紧接着我答应张月琴 回去以后就和土豆问一下 去看看吧 我觉得他们家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张月琴有点担忧地说 行 放心吧 我明天问问土豆 我见他有些不开心 随即赶紧转移了话题 对了 最近两次去 怎么没有看见你们学校那个 浑身上下都是肌肉的男的 你问他干什么 难道你看上他了 张月琴果然成功地 被我转移了注意力 没有 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呢 他被我们学校开除了 张月琴云淡风轻地说 我倒是有点惊讶 啊 开除了 犯了什么事了他 张月琴见我比较惊讶 女人的八卦天性 就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这哥们晚上不回家 半夜去女生宿舍楼下 跟一个女学生表白 后来被那个女学生家长 找到学校来了 学校为了维护生育和形象 只能牺牲 他这变态了 张月琴说的时候 眉飞色舞 世事无常啊 我感叹一声 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过了半个多小时 我们来到了 Coco门口 发现 Coco门口 站了一个衣着很性感的女人 让我惊讶的是 这个女人并不是别人 而是 常翠玲 您 您怎么出来了 出来怎么了 我过来跳舞来的 三太子好啊 说着 她还望着我和老师打个招呼 您是什么时候跟过来的 我没和你们一起来 我比你们先到的 这地方实在是太好了 我这一生都爱跳舞 平时自己在家里跳 也没人看 在这里头 我一定是最好的一个 我连忙点头 对对对没错 对了 那您 就不管张哥了 她不是今天要过一个坎吗 我突然想起张鹤瑶的事 却见着常翠玲白了我一眼 三太子已经告诉玄机 再躲不过去 就是她自己的事 可 说完了话 常翠玲就扭着扭着 进了Coco 女哥突然想起了一个词 放养 死于 什么时候认识的这美女大姐啊 我突然发现 张月卿的脸色十分的不好 眼神也十分不友善地看着我 你 肯定是误会了 这个大姐吧 她 她啥呀 她看上你了呗 张月卿脸色更加的阴沉 我感觉她就要对我动手了 没办法 我只能对不起常翠玲了 她就不是人 她是张哥家的仙 昨天刚被老师给带坏了 我苦着脸说道 张月卿听了后 半信半疑地望着我 不信一会儿 你自己问问她不就知道了 进了夜店 我们点了很多的酒 给张月卿点了一些饮料和果盘 我们俩就百般无聊地看着舞池里的人 疯狂流动的身躯 仿佛要把所有的郁闷甩得干干净净 这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 就是舞池中的那个女人 常翠玲 伴着动感的音乐 她疯狂地扭动的身躯 引起了现场一阵阵的高潮 和无数男人的尖叫 很明显 她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我忍不住再一次偷偷地 为张鹤瑶感到悲哀 以后她可有的折腾了 时间不知不觉 到了午夜十二点 正和张月卿一起吃果盘的我 突然感觉到电话的震动 我走出酒吧 接起了电话 老弟啊 这个扛我过去了 这是好事啊 原来就在刚刚十点多的时候 湘平成行警队接到任务 在湘平去往灯塔的路上 出站梁伙和可疑人员 直夜班的张鹤瑶 和三名同志一起就过去了 结果万万想不到 这梁伙人 竟然是毒贩子在进行交易 枪枪毙命 据张鹤瑶对我讲 两批毒贩子都有枪 直接就打散了四名刑警的队伍 当时张鹤瑶 已经被其中一伙毒贩子 包围在了一处废弃的居民楼附近 眼看就要被人一枪崩了 他想起长翠玲对他说的话 找了路边的一堵墙 就躲在后面没出声 贩毒团伙几次与他擦肩而过 都没有发现他 还有就是 当天贩毒团伙的人员 一共开了五枪 除了张哥 其余的三名同志都牺牲了 说完了之后 张鹤瑶的情绪明显十分低落 老弟 你在哪呢 这时候张鹤瑶问我在哪里 我在荷野的Coco的张哥 还有我对象 张鹤瑶果然是明白事的人 听到我女朋友也在 就说改日再找我 让我陪她喝一点 最后提醒我们 注意安全就挂了电话 十二点半左右 长翠玲相悍淋漓地走了过来 坐在了我们身边 从怀里摸出了他那只小烟袋 就开始巴达巴达抽了起来 张乐琴好奇地靠了过去 怎么称呼您啊 大仙 长翠玲听闻后 就看了我一眼 我耸耸肩膀 叫我长姐就行 刚才黛宇说您不是人 我还骂了他一顿呢 这妮子竟然把雨哥推出去当挡箭牌 说到这儿 长翠玲突然用眼睛瞪了我一下 我耸了一下肩 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我是青竹蛇 和你们三太子可比不了 我就是个吃闲犯的 哈哈 说完长翠玲又是 笑得花枝乱颤 那三太子是谁啊 这好奇宝宝又开始问了 我就是三太子 三太子 就是我 呃呃 老师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 还打了一个酒隔 三太子就是我们家乡堂口长堂的 就是我说的老师 张岳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便不再多问 就这样 今天我们又玩到了两点多 我把张岳晴送回学校再返回家 已经快四点了 我试着给张哥发了一条信息 问他睡觉了吗 不到半分钟 他就回了一个没有 紧接着 我就拨了电话过去 看来这个电话 拨是救了他的命 此刻他正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 接着我们两个人那巴拉巴拉 一直聊到了早上七点 最后灵挂电话的时候 张和瑶放下一句话 以后 不管有什么事找他 肯定好使 这次我救了他的命 以后就是他的亲兄弟 吕哥我只能说他严重了 他的职责是保护湘平城治安 我作为湘平的一员 既然我们有这个手艺 自然应该帮他 换句话说 这也算是 是我和老师的社会责任 老师也曾教导我 身为修行之人 本来就应该既是救人 救苦救难 天灾人祸避免不了 但是力所能及的知识 身为修行之人 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解决 准确来说 我认为修行者 已将自身达到一个境界为目的 那就有点自私了 修行者本来就应该心怀天下 在张赫瑶成功地躲过了这一灾以后 他和我的来往逐渐变得频繁 没什么事 总喜欢到清风阁里面坐一坐 而宇哥本人 对这位老大哥的感觉 也是非常的亲切 当然 我们也会经常去赫野的 coco 这天中午 我正在电脑上打着游戏 突然想起了点事 土豆最近你和小刘怎么样啊 我俩还那样 挺好的 就是最近她总是有心事 知道原因吗 前段时间 我听张月琴也和我说了 好像是她家里有什么事 但是她总说不想告诉我 也让我别多问 土豆郁闷地挠着脑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土豆 你跟她的关系 你自己难道心里没说 你怎么能对人家不闻不问 那行 我明天再问问还不行吗 土豆挠了脑脑袋 就继续坐在清风阁门口 看过路美女了 当天晚上 我把张月琴接了过来 约了土豆和小刘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烤肉 饭桌上 我跟土豆使劲的实眼色 直到大家都快吃饱的时候 土豆喝了一杯啤酒 放下杯子 叫了一下小刘 嘉玲 现在朋友们都在这个桌子上 我觉得 你应该把你的事摊开来 跟大家说一下 小刘没有说话 依旧低头看着杯子里的吸管 天天看着你闷闷不乐的 大伙都很担心 最担心的就是 你逗歌我 我天天看着你 这么不开心 你觉得我这日子能好过吗 小刘放下了筷子 为难地看了一眼 我和张月琴 行吧 我只是不想再麻烦你们 其实和你们 说了也没什么的 陈老板回来了 陈老板 我和土豆不约而同地喊了出来 引得周围的人都看了我们这桌一眼 这TM的怎么可能是没什么的事 这根本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埋在了我们的身边 陈老板是什么人 我们四个可以说 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了解 之前古化成和之后的李振东 都三番四次地让我们陷入了险境 这陈老板可是存心要整死留贵城的人 那这个陈老板到底啥意思 土豆焦急地问 我和我二叔给你们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这次我们不想麻烦你们 话说到这里 饭桌上的气氛进入了尴尬 一时间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这时候张月勤看了我一眼 我也觉得是时候该说句话了 那个小刘 你拿我待遇当朋友吗 那还用说 在我眼里你和月亮是我最好的朋友 只是这个事 但是如果你就这么拿我们当朋友 那我觉得 咱们就没有必要继续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 话说完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自己说得太狠了 张月勤在桌子底下 使劲掐了我一把 土豆也在一边不停地埋怨我 你干啥呀 待遇至于这么说话吗 我想了想继续说道 小刘 以前你家的事 我解决得是不是挺好 我救了你二叔 这你承认吧 小刘不说话 使劲地点了点头 那么你觉得 以后你们家出的事 我就没能理解了吗 小刘听我这么说 有些为难地看着我 想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的样子 首先 我拿你当朋友 而且 土豆是我最好的哥们 你们的事 我本来就不能视而不见 这没毛病吧 土豆和张月晴 在旁边一个劲地点头 其次 那个陈老板是什么人 你也知道 而且我和他已经 不仅仅你二叔 这么点问题了 现在我和这个陈老板 能早就已经有了 个人恩怨了 好几次 他TM都 差点害死我和土豆 你觉得宇哥 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吗 说话的时候 我故意提高了自己的语调 当然不是 土豆在边上 一拍桌子接话道 我宇哥那小脾气 相当爆了 滚蛋 我骂了土豆一句 如果站在更大的角度来看 陈老板这种人 你不觉得是社会上的败类吗 而且他也永远是你 和你二叔的隐患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这回还会找我的同行 来对付你二叔 如果你能找到 比我更适合的人 我自然退到一边 说完这番话 我喝了一口啤酒 假装很气愤地 用力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我知道 戴瑜 但是上一次 差点我们就害死你 这次 我真的不想让你冒险了 我又喝了一口啤酒 点上了一支烟 我和陈老板谁在冒险 现在还说不好呢 况且 你和土豆的关系 也比较明确了 我戴瑜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佛面 也得看土豆的面子 我肯定不能让我哥们的女朋友 有个三长两短 我的语气变得豪气干云 另外 看你这个样子 土豆也想帮你做点什么 他的本事 你也是了解的 你就让我们帮帮你二叔吧 嘉琳土豆在旁边诚恳地对小刘说 刘嘉琳低头捂着脸 想了一会 最后抬起了头 谢谢你们 说完了这句话 小刘直接把手搭到了土豆的手上 这会儿马上脸红的 就跟猴屁股一样 你 你放心 没问题 我一定把陈老板打出屎来 这句话 土豆语气特别的豪满 我们一下子全乐了 张月琴在边上对了我们一句 你们俩可真恶心 关你与哥屁事啊 吃完了饭 我们就让小刘 带着我们去了刘贵成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 刘贵成抬头看见 我们马上就很不高兴地看着小刘 我跟你说的话 你没记住是不是 都告诉你了 不准再麻烦他们几个 你怎么又告诉他们 上一次把他们害得还不够惨吗 说着 他重重地把茶杯摔在桌子上 小刘刚刚想开口解释一下 我就直接打断了他 是我和土豆这次 必须要管这个闲事 别说废话了 赶紧跟我说说 这个陈老板到底几个意思吧 我不给刘贵成说废话的机会 刘贵成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 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让我一个月之内 把工人都遣散 厂子变卖 给他一个亿 如果你要是不给呢 不给 不给的话 一个月之内 让厂子里的死一半 我一听就明白 这TM陈老板身边是又有了高人 而且这个高人 还真他妈的没有人性 帮着陈老板为非作歹 现在离他说一个远 还有多长时间 我点了一支烟问刘贵成 还有一个礼拜 一个 此刻宇哥在心里是真他娘的 想骂他一顿 他这不就是在活活等死呢 他的优柔寡断 受牵连的可不只是他自己 还有这厂子这么多的工人呢 你给那个陈老板打电话 就说你想好了 约他过来 其他的交给我办 那这个事情 刘贵成站了起来 想要说点什么 被我一只手 又按回了椅子上 这个事儿 我肯定管 我要不管 就违背了我的良心 跟我修行的宗旨 我先回去了 你们聊吧 我急忙就离开了 因为我怕刘贵成 再跟我啰啰嗦嗦 出了门 我就开车回了家 到家以后 我抽了支烟 把老师叫了上来 老师 这个事儿 我做得没错吧 没错 回头先去摸摸对面的底儿 再回来做打算 第二天一早 我就开着车去了 刘贵成的场子 刚进场子 就看见一个一脸绝望的 中年妇女 领着一个小孩 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场子 来到老刘的办公室以后 进屋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门口刚刚离去的母子 是怎么回事 老刘 刚才我在场子门口 看见娘俩哭啼啼地就走了 咋回事儿 老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 夜班治检组的老 送出了工作事故 死了 死了 你是亲公业 哪有什么事故能死人啊 摆放工具的铁架子倒了 铁架子的棱角 不偏不正 砸了老宋的脑袋 人就这么没了 说到这儿 刘桂成问我要了一支烟 我赔了他们家三十万 这钱我愿意给 我也知道 有些事儿不是钱能弥补的 但是我的能力 也仅限于此了 你联系陈老板那边了吗 昨天晚上打过电话了 今天是周三 他们说 周五早上过来 这两天 你晚上早点回家 天黑以后就不要出门了 小刘也是刘桂成 听我说完 慎重地点了点头 行 老刘 没什么事儿 我就走了 刘桂成送我到办公室的门口 我下了楼就开车 往青丰阁走 刚出厂子的门 就看见一个卖豆腐脑老头 很多老刘厂子上班的工人 都陆陆续续地 在他那儿买了豆腐脑打包带走 突然我的肚子 咕噜咕噜叫 想起自己还没吃早饭 师傅 洗洗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没吃早饭 就去了青丰阁 进门以后就看见土豆 也早早地就起了床 一脸惆怅地 在青丰阁门口 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抽烟 戴鱼 这回这个事你打算咋办呢 土豆一边抽着烟 一边问我 咋办 梁瓣 他既然跟我不死不休 那我就一次性地把它给办了 我也点了一支烟 一脸不屑地回答 你就吹牛逼吧 你有把握吗你 没有 能咋办 没有把握也得办 总要先去尝试才能才知道 结果是谁样 而且 如果我真的办不了 那只能说明 我道横不如人 但是你反过来想象 你觉得这陈老板 他会放过我吗 我冷笑一声 为自己点了一颗烟 哥们 我是真怕 你把自己搭里头啊 土豆低着头 声音显得非常的落寞 该来的是 总会来 既然踏入了这行 咱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 何况怕也没有用 现在咱们两个 已经是陈老板的眼中钉 肉中刺了 咱们不去找他 他也会来找咱们 而且一旦下手 一定就是死守 咱俩活着一天 他就会惦记一天 好像是 TM这么回事 土豆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就在这时候 我电话突然响了 你好 是戴先生吗 对面一个 十分有礼貌的声音问我 你好 是我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陈万桥 久仰了 你谁 我仔细回忆 好像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不过 对方依然淡定地回答我 陈万桥 啊 咱们好像不认识吧 陈万桥先生 戴先生可真是会闹 你怎么会不认识我 你们不是迫切地想见到我吗 他这么一说 我马上反应过来了 这就是那个 想治刘贵城死地的 陈老板 陈老板 您这么忙的人 怎么还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 我笑着回复道 对面沉默了大概有几秒钟 你有时间吗 出来聊聊 我请你喝茶 喝茶就免了 您的茶我可喝不起 喝你的茶 要帮你做太多昧良心的事 我可怕遭报应 你是不是害怕我 戴先生 哈哈哈哈 电话里的语言充满了嘲讽 对不起了 陈老板 这次恐怕让你失望了 不是谁都怕你的 别人怕你 我可不怕 宇哥我活这么大 还不知道啥叫害怕呢 我当然在语言的气势上 不能输给他 那你就来赴约吧 我想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你放心 我保证肯定不会对你下半史阴招 我就是觉得 咱俩之间这点是挺烦人 我想找你唠唠嗑 对面的语气又恢复了和蔼 听说上去是那么TM的虚伪 在哪吼 啥时候 我知道这时候 我要是在退缩 那在气势上 直接就输给他了 后面办起事而来 也不会很顺 一直被人家压着打 明轩查社 你应该很熟悉 今天晚上七点半 你到了就有人把你请上来了 你放心 我既然保证了不对你使绊子 我就说到做到 对了 把图先生也一并请来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肯定去 你下半子 宇哥也不怕 说着 我便挂了电话 谁的电话 你脸色咋那么不好 土豆一边提裤子 一边就来到了前厅 显然是刚从厕所出来 陈万桥 我宁重告诉了他 陈万桥是谁啊 陈老板 我说完土豆 突然搜得一下原地蹦了起来 卧槽 他给你来电话干什么 该不会是这孙子 又想什么搜主意害你的吧 没事 今天晚上去跟他唠唠 看他能把我咋的 我抽着马路上 来来往往的车和人 安稳地说道 我觉得你不能去 你要是去了整不好 就扔在那了 如果说陈老板前几次 掏出来的是手枪和冲锋枪 那这次他指向我们的 肯定不那么简单 没准就是TM加特林 一开枪还冒冷火的那种 哒哒哒哒哒 我听到这扑哧一下就笑了 这时候了 这土豆还有心思搞笑 你这二货 输什么不能输气势 知道吗 那他怎么说的 他要找我去唠唠坑 你猜猜他找我去哪 猜不出来 赶紧说 我脑袋不好使 明轩查社 卧槽 那不是抓古化成那孙子的地方吗 我和你去吧 你还真得去 对方点了名 让你过去 你说这孙子 不会再是什么坏招吧 土豆使劲掐灭了烟头 谁知道呢 既然都答应了过去 他要是敢赢咱们 我就敢把他就地正法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七点 我们关了清风阁的门 开着车就去了明轩查社 到了门口两个穿着旗 身材高挑的服务员主动走了过来 先生 陈老板在里面恭候二位 请进 说着 我点上了一支烟 连着抽了三口 一边打哈欠 一边不客气地推门就进 可是就在进门一瞬间 我发现有一种被人往出推 不让进去的感觉 真有意思 还挡着我们仙家 这是觉着 自己倒横高了 通常 两个身上有仙家 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的人会面 仙道者可以让自己身上的东西站在门口 等对方来了 可以只放弟子进来 把仙家全都挡在门外 不过一般的仙家 在老师的面前 无异于躺壁当车 不自量力 滚 然后前面挡着我们的东西 被老师一脚 就给踹得不见了踪影 紧接着 土豆跟在我身后 我们大不得就离走 先生 就在这间包间里 当我走一间 名为朱仙台的包间 服务员提醒我 停了下来 朱仙台 有意思 看见是仙猪鬼 还是鬼朱仙 说着 我直接推门就走了进去 我进屋后 直接映入眼帘了两个人 而他们的眼神 都瞬间闪过了一丝惊意 欢迎欢迎 带先生 图先生大驾光临 实在是太给陈某面子了 蓬壁生辉啊 来快请坐 我亲自给二位倒茶 这是国内最好的毛风 就是有点苦 不知道二位喝不喝的管 只见对面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 起身就迎了过来 然后低头摆弄起这些茶具 从面相上我一眼就看出 此才格并非十分饱满 长相 也非大富大贵之人 但是能把买卖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和刘贵成的恩怨都上了意 这说明他只可能走一个途径 那就通过某些手段捞片门 捞他人钱财 为自己所用 再看他旁边 还有看上去一个五十多岁 不到六十的人 穿着一身土黄色的休闲 脸上看不出什么东西 两只手非常干枯 身材非常的瘦弱 就在我打量这个人的时候 陈老板把茶杯 推到了我和土豆面前 然后支起身来 介绍一下 这位是天刚散人 也是我的好朋友 天刚 我心想这个人口气可不小 给自己 取个天刚散人的外号 看来真是本事能通天了 我十分绅士地站起来 伸出右手 结果这个人 就只冲我点点头而已 见他如此不礼貌 我也不想多说话 想必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直接就把目光 转向了陈老板 戴先生 咱们也不都圈子了 各位的时间都很宝贵 今天找二位来 有两件事要商讨 第一件就是关于 刘桂成的铝合金家工厂的事 陈某希望二位就此停止插手 这是我和刘桂成的个人恩怨 陈万桥说着 就冲我举起了茶杯 停手 也行 你得给我个停手的理由吧 我点了一支烟 翘起二郎腿问道 见我是如此态度 他便放下了茶杯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领子 二位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只要不太过分 陈某肯定是倾尽全力满足二位 说这句话的时候 宇哥充分地感觉到的 陈万桥语言中的胸有成竹 那我就开架了 我笑着对他说 并且一瞬间捕捉到他 难以察觉的笑容 您尽管开 呵呵 那就一个一把 说完陈万桥 明显眼角抽动了一下 小伙子别太过分了 一个亿 你不怕闪了你舌头 过分的 恐怕不是我吧 你要刘桂成一个亿时候 怎么不说过分呢 我看你舌头 不也好好的在你嘴里呢吗 我直接把烟头一弹 烟头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直接掉在了陈万桥的茶杯里 二位一直跟我纠缠得没完没了 你们知道我和刘桂成的事吗 知道他劫了我一年多少钱吗 那数字不是你们这种 小老百姓能想得到的 我劝你们赶紧收手 别在这执迷不误了 我这人就喜欢执迷不误 刘桂成是什么人 我也很清楚 用不着你在这来教我 你好像还没这资格呢吧 陈万桥 说着 我又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 潇洒地点燃 小臂宰子 给脸不要脸是吧 你是不以为 没人能治得了你了 陈万桥突然站起来 指着我鼻子就骂起来 紧接着 脚使进一串桌子 茶壶和几个茶杯 直接被震得掉在了地上 稀里哗啦碎了一地 门外的服务员听见了 急忙打开门看看情况 没让你进来 滚出去 想不想干了 陈万千瞪着眼睛 恶狠狠地冲着服务员骂道 吓得这服务员急忙道歉 然后在外面把门关上 不过 他吓得住服务员 他可吓不住雨哥 这时候 他旁边那个穿土黄色休闲装的 就是那个号称什么天罡散人 把他的手伸出来 按下了陈万桥的指着我的手 稍安勿躁 万桥 我和戴先生图先生谈一谈 接着他把头转向了我 由于他戴着口罩墨镜 我看不见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 而陈万桥 也是十分恭敬地点了点头 肥胖的身 又坐回了椅子上 戴先生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不等他说完 我就直接打断了他 天罡散人 对吧 刚才我记住了 不用介绍了 说话也不用客套 说重点吧 我给自己和土豆 倒了一杯茶水 抿了一小口 心想桑尽天良的事都能干 现在在这 装TM大尾巴郎 自爆家门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 我要在这替我那猎徒道个歉 小徒多有得罪 二位莫放心上 说些这天罡散人 举起来茶杯 向着我们二人微微举杯 你徒弟谁啊 土豆十分不友好的问道 我有三名徒弟 大徒弟闭关之时 身上闹了东西 我当时又没在身边 因此 走火入魔丢了小命 说完这句话 他喝了一口茶 十分做做地叹着气 都走了的人就不用介绍了 说点还活着的吧 成吗 水刚散人 土豆不屑地来了一句 这天罡散人 望了一眼十分不敬的土豆 也不生气 只是笑了笑 图先生说的是 接着我要说的 便是我那二徒弟 二徒弟 你那二徒弟 不会是猪八戒吧 土豆说道 这我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小伙子真幽默 不是 我二徒弟 别人都叫他天罗禅师 名叫古化尘 他说道这我心里咯噔一下 看来这老家伙 应该比我想的还要危险 唉 可惜了呀 可惜了 猎徒学艺不精 斗法之时 拜在二位先生手里 入狱第九天 便突发顽疾 一命呜呼了 呵呵呵 这天罡散人的冷笑 惹得我身上一阵阵发毛 土豆也是 急忙放下了茶杯 深呼吸一口气 为自己压惊 这感觉 就像是一只千年的老妖怪 再说 我那小徒弟吧 他原本从小就是先生 十四岁那年 与我有缘相遇 我便收为入室弟子 怎知后来 竟然遇见了二位先生 最后 唉 算了 估计二位先生应该的猜到了 不错 就是李振东 昨夜我批了他的八字 发现振东的杨兽已尽 恐怕也失命不久矣 说不定 此刻正被地底下的鬼叉 押送在黄泉路上 这也是代先生 和图仙的杰作了 呵呵 天罡散人望着我 又是一阵阴沉沉的冷笑 我定了定心绪便说道 他们之所以命运 不能说 与我兄弟二人一点关系没有 但是真正的原因 你心里没数吗 你的俩徒弟 缺得带冒烟的 损失做绝了 业障当然得他们自己背 何况你大徒弟的杨兽 哪来的 你自己不清楚吗 现在倒赖到我头上了 呵呵 突然这老家伙 又阴沉沉地笑了一回 也是 我还要谢谢二位 替我清理门户那事吧 呵呵 嗨嗨 笑着笑着 这天罡散人就开始咳嗽 旁边刚刚还坐着的陈万桥 马上就站起来 递过了茶水 样子十分地恭敬 你就别说废话了行吗 说点正事 我也喝了口茶水 心想 没什么必要在这 陪他们浪费时间 嗨嗨 那就说点正事吧 刚才万桥说的是 二位能不能答应呢 如果可以 那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 我也老了 不想折腾了 天罡散人压住了可以笑着问 我也是 笑了一下没回答 只是耸了一下肩膀那个 他了解了我的态度后 便接着说 虽然我这俩徒弟不学无术 不过也轮不到二位来替我清理 杀徒之仇 我要是不报 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呢 说实话 宇格心里真是深深地鄙视这种人 明明为了钱 可以泯灭良心 还说什么为徒弟报仇的屁话 而且 因果报应这么简单的道理他 怎么可能不懂 这TM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那你老尽管来吧 看最后谁下不来台 说着 我就站了起来 小年轻的都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不过总有摔了跟头的时候 到时候 可别说我手毒 说这话的时候 天罡散人 一双苍老的眼睛 流露出的目光 让人不寒而栗 你到时候 别一老卖老求我们就行 刚才在门口看 你身上的东西不过如此 我也一起 替你教训了 反正都做过了 也不差多这一个两个的 说着 我就起身给土豆使了个颜色 土豆便站起身来 跟我抬脚就要走 这时候 那个肥胖的陈万桥 在后面又补了一句 俩小臂宰子 这回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天外有天 我听见了这话 便停住了脚步 你们也配得上称为天吗 真让我恶心 说着 我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那咱们就开始玩吧 看看 是你的本领大 还是我的道行深 天罡散人也补了一句 恭候大家 我就在清风阁等你们 不用我告诉你们 也应该知道在哪 刘布吧 说着我二人便大摇大摆地 走出了明轩茶社 回到清风阁后 我和土豆便商量着 怎么应付这个天罡散人 然而两天过去了 并没有任何事发生 待于 那天罡散人 不会是怕了吧 没那可能 但是我还真看不出 他有几斤几两 咱们只能多加防范了 果然 第三天早上 在我还没起床的时候 刘贵成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喂 老刘 过来一趟吧 出事了 什么事 先说说 我一个机灵 从床上就坐了起来 昨天晚上又发生事故了 严重吗 死了 死了 我听我马上打了一个机灵 心里咯噔一下 随即我马上爬了起来 洗了一把脸 出门开车 就跑到了刘贵成的旅合金家工厂 刚到门口就看见几个身影 趴在地上披着校服哭丧 看背影 应该是妇女和小孩 而刘贵成 则在一边郁闷地抽着烟 我立即停车 小跑地就走了过去 来了 他低头用脚踩灭了 刚扔掉的烟头 随即又抽出一只 咋回是老刘 老刘抬头看了我一眼 体多又叹了一口气 然后回头使个眼色 一个工人 在老刘身后站了出来 这个事实在是太邪性了 老宋 是负责开叉车的 从来就没出过事故 昨天晚上下班 竟然没锁好叉车 当时老李正在检查 货物的摆放情况 没锁好的叉车 突然就溜车了 正好从老刘的身上 就压了过去 好好的人 直接就变成肉饼了 这个老宋呢 被带到派出所去了 工人继续回答道 大哥 这个老宋 最近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没有啊 老宋平时人可好了 对啊 人特别好 周围工人七嘴八舌地回答着 老李为人如何 他们俩平时有什么矛盾吗 更没有了 他们俩平时不但没有矛盾 还是很好的朋友 场子的就数他俩早得近 我点了一支烟 跟老师说了一下情况 您看 怎么办呢 我是没什么头绪 我找一个仙家去周围查看一下 过了大概能有十分钟 老师对我说 场子周边方圆九里之内 没有任何一样 那就奇怪了 怎么可能没做任何手脚呢 这是不可能只是意外这么简单 我心里暗想 随即我问老刘 今晚还有上夜班的吗 今晚没有 最近场子活不太多 刘桂成抽着烟对我守 我随便看看 你先忙着 老刘 少抽点烟吧 说完刘桂成 便继续去安抚家属 而我在场子里来回查看着 过了半个小时 工人们恢复了工作 死者的家属先被送回了家 我先是在场子里 来来回回自己查看 然后进入厂房内部 仔仔细细观察每一个工人 但是我却发现 所有工人都完全正常 身上都没有任何脏东西的痕迹 最后 我又去了院子里 绕着场子 继续一圈一圈走 不曾遗落任何一个角落 发现风水也不曾破坏 或是动了手脚 我打开车门 坐在车上琢磨 如果是天刚散人动的手 那为什么我一点都看不到线索 周围一切都正常 就这样 我一直在刘桂成的场子 待到了晚上八点多 也没看出过什么结果来 而今天也安然无事 我只能打到回府 晚上回家我吃过了晚饭后 早早地便躺下休息了 第二天 我又一大早来到了刘桂成的场子 车开到门口 发现工人们都聚在一处 陆陆续续还有人走过去 我过去一看 是那个卖豆腐脑的 今天还有油条 老板 一碗豆腐脑 两根油条 豆腐脑老板抬头看着我笑着说 今天又来晚了 卖煤了 就剩油条了 来两根啊 怎么又卖煤了 唉 不好意思了小伙子 要不来俩油条罢爱 宇哥 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想TM喝碗豆腑脑都这么难 不要了 光吃油条太干 咽不下去 听我这么说 那卖油条的老头 收回了那双递过来油条的 干枯的双手 难为情的冲我笑了笑 我也是直接把车开进了场子 然后总觉得 今天有点不对劲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我一边想 一边就往场子里走 不过宇哥知道 眼前还是处理手上的事 比较重要 就在我即将进入厂房的时候 突然发现 工人们一阵骚乱 七嘴八舌 在厂房的门卫室旁边 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我急忙走了过去 推开拥挤的人群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具上吊的尸体 工人们骚动议论着 一时间 场面特别混乱 看来问题 还是处在这些人的身上 跟场子无关 但是为什么 我却看不出来端倪 这俩人为什么死 也要回到场子里死 你们快看 二楼也有一个 怎么他也死了 啊 尖叫声和议论声 此起彼伏地回荡在厂房里 我冲着这些工人 指的方向望过去 发现一名年轻的女子 上吊在二楼 只穿着睡衣和拖鞋 当我仔细观察的时候 后面有人拍了我一下 我回头看是刘贵诚 戴宇 你看这个事儿 到底怎么办 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 之前是意外 现在还出了自杀 看来 我只能停场整顿了 没有用 问题不是出现在你场子里 而是出现在美工人的身上 那你到底看没看出来 是怎么回事 刘贵诚焦急地问 我正在想 我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次陈老板身边的人很阴险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 警察来到了现场 这些警察直接散开 现场询问着每一位工人 我和刘贵诚也被叫过来 站在一边配合警察询问 哎呀 老爹 你在这儿呢 就是这时候 我感觉到 有一只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回头一看 竟然是张鹤尧 张哥 这次是你带队过来的 对啊 没有办法 看来这次这个场子 应该是会暂时封起来 不让开工了 因为这个事 已经引起了周围百姓的恐慌 在不停夜进行整治 容易引起居民的强烈反感 甚至是暴动 听到这 我瞬间觉得 张鹤尧一点也不比我容易 我要面对这个凶手 而张哥要面对着 不仅仅是凶手 还有周边无辜的老百姓 和社会的言论 好了老爹 你先跟他聊着 我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晚点我过来和你说 行 张哥 你去忙吧 我这边也是尽力看一看 有什么事你 直接来找我就成 我不走 接着张哥就离开了我们二人 去往案发现场周围 去采集样本 和指导工作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我点上一支烟仔细搜索 这一切可疑的线索 我低头思索着 这时候张鹤尧又过来了 老爹 你跟我回去一趟 我觉得咱俩得一起 研究研究这个事 我看张鹤尧很有深意看着我 我点点头 觉得眼下也只有跟警察配合了 说话间 我就和张哥往处走 而且 他明显也是感觉到了事情的诡异 待遇 出什么事了 我们正往处走的时候 看见小刘一边吃着油条 一边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紧接着正如我所料 他挖的一下 把刚刚吃进去的油条都吐了出来 没事吧 我关切地走过去问 没事 又出事了是吗 我二叔呢 接着我把小刘的油条捡了起来 走到垃圾桶旁边扔了进去 我有事先走了 你去看看 你二叔吧 说着 我和张哥二人便离开了加工厂 刑警队的警车在前面带路 我开着车在后面跟着 张哥则是坐在我旁边抽着烟 眼睛始终盯着窗外 老爹 张哥突然叫我了一句 嗯 这些是不对劲吧 应该都是谋杀 用的是非常规手段 你也看出来了 张哥 我也给自己点了一支烟 对 这颗比高智商犯罪难办得多 过了没多久 我们便到了相平刑警队 张哥把我领到了他办公室 他先去做个工作汇报 哟 过来了代哥 和我打招呼的是 那天帮我们开车 拉着我们去喝野coco的小伙子 哎 你好 我和他也打了一下招呼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 放在茶几上 还把烟灰缸拿了过来 谢谢谢谢 你先忙不用管我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刚抽了几口张哥就回来了 张哥 我站起身来 张哥示意我坐下 然后他也脱了警服外套 坐在我旁边 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 给自己点上 跟我说说你了解的情况 老弟 他抽了一口烟 皱着眉头问我 这刘桂成是得罪人了 这人叫陈万桥 是以前刘桂成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后来因为商业竞争 刘桂成断了他的一条财路 保守估计一年得有几个亿吧 而这个陈万桥 认识很多 我这行业的人 就找这些人换招法的害刘桂成 之前两个已经让我收拾了 我一边抽烟 一边对张哥说道 这次对你来说 也比较棘手是吗 对 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头绪 这次刘桂成亲爱的人 道横多告我尚且不知道 但是你也看见了 手段相当毒辣 太TM因了 张鹤瑶听完了以后 低头想了想 我和你说一下 我这头了解的情况 两个死者 楼下警卫室里上吊的男人 是厂子的保安 平时性格内向 没有与他人交恶的记录 楼上吊死的那个女孩 是公司财务部的职员 刚入职不到三个月 我的两组同事 已经分别去他们家里查了 估计一会就能回来 说到这张哥站起来 给我蓄上了一杯水 接着又对我说 这样 我下午再去一趟刘桂成 那了解一下情况 然后把事汇报上去 让上头派经济犯罪调查组 配合我们 狠狠给我查这个陈万桥 查到线索 先抓了这孙子再说 张鹤瑶使劲拍了一下茶几 嗯 要小心 这次他身边的这个人不简单 而且 这次最好一次扳倒他 再让他缓过气来 咱们可就更危险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我的电话响了 喂 你好 我接起电话后 率先问了声号 结果对面传出的声音 直接让我浑身一击灵 电话里没说别的 就传来一阵阴森森的笑声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笑你妹 我十分愤怒地 朝着电话对面的人喊过 戴先生 是不是出了点状况啊 需不需要 我帮忙呢 需要尽管开口 天刚散人在对面笑着问我 你不怕遭报应 这些工人招你惹你了 戴先生可别瞎说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看新闻看到了报道 所以打电话来慰问的 谁知道 你们狗摇履洞 不识好人心 哎 你好自为之吧 别让我抓住你嘛 还有 告诉陈万桥 他这次贪事了 说着 我就把电话挂了 张和瑶的一直看着我 眉头皱得更紧了 要不派点人去 铝合金加工厂 日夜盯着吧 没啥用 张哥 我都看不出来 他们从哪下的手 这时候 刚刚和我打招呼的那个小哥们 拿着早餐就进来了 队长 郑伟知道你没吃饭呢 正好戴先生也在这 你们一起吃一口 对 咱俩都吃一口吧 一早上进忙活这事了 说着 他拿起了一个包子 就塞进嘴里 然后喝了口豆腐脑 吃一口吧 人是铁饭是钢 你不吃饭 也解决不了啥问题不是 听张哥这么说 我点点头拿起了油条吃了起来 吃完了早饭 我就从张哥那里告辞 开着车就回了清风阁 吃饭了吗 戴鱼 土豆咬着汉堡包问我 吃了 我一屁股坐在电脑前 点上一支烟 老刘那边咋样了 昨晚上又死了一个 又死了一个 怎么死的 上吊 自杀 就在我有一句 没一句和土豆 聊这件事的时候 电话响了 我低头一看 是张哥来的电话 喂 张哥 我接起电话的同时 点上了一支烟 老弟 你刚才前脚从我这回去 我同事就从这俩死者家属回来了 根据这俩死者家属提供的可靠资料 他们平时都没有得罪任何人 回家以后 也没有表明 在工作中有任何的不顺心 相反的 都会偶尔说一些工作上的趋势 显然是对眼前的工作很满意 我们在这两个死者身上 找不到任何自杀的动机 现在基本能证明 咱们俩的推测全是对的 现在厂子怎么样了 已经让我们给疯了 只能进不能出 生产线暂时也停工了 按照规矩 我们对在场人员一一排除后 最后决定带几名嫌疑最大的人回去调查 希望能有点线索吧 张和瑶在那边叹了一口气 我们彼此心里都如明镜一般 这件事 按照警察正常的调查方法 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结果 他这也只是死马当活马医 那行 张哥 那边的事就麻烦 正当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 突然听到电话那边有急促 推门进来的声音 我听到了铝合金厂这几个字 于是我安静地开始听张和瑶 和他手下的警察对话的声音 又出什么事了 留在现场的同事当时正在收集物证 突然有一个女工人就出事了 现在当事人已经确认死亡 啥 你们在那还能出事 你们干什么吃的 那名警察不说话了 怎么死的 张和瑶又问道 当时厂子里的所有机器 都已经停止运作 有一个车床 不知道什么缘故 突然转了起来 把旁边站着的一个女员工的头发 直接卷到了机床上 然后这女人由于机床转动的惯性 直接被带的一头撞在了机床上 当场死亡 40%的头皮连同毛发一起被拽下 现场法医判定为 颅骨粉碎性骨折 现在已经通知死者家属了 都是TM的废物 滚 张和瑶骂跑了那个小警察以后 深呼吸了几口气 你也听见了吧 我现在就得过去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说着就挂了电话 张和瑶挂了电话以后 我坐在椅子上 开始鸣思苦想 这一坐就是一个多钟头 究竟这些人是如何被天罡散人下了绊子 他究竟又给多少人施了法 这时候电话又响了 我拿起一看是张和瑶 马上接了起来 怎么样张哥 是不是有线索了 我兴奋地问着 但紧接着对面的沉默 瞬间让我感觉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老店 你那个店里的兄弟 叫土豆 我没记错吧 没 没错 张哥 咋的了 我有点紧张 眼睛偷偷瞄了一眼 坐在门口的土豆 他和吕和经厂的财务主管 也就是刘桂成的侄女刘嘉玲 是恋人关系对吧 我的心里立即就是咯噔一下 难道这次是小刘 你过来一趟吧 现在他抽过去了 躺地上吐白沫 120已经在路上了 但是看样子 怕是外病 我一听 心里便咯噔一下 外病是我们的行话 说白了 就是医院看不好的病 可能是中邪了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具体的 还得到现场看看 我一句话也没说 便挂了电话 站起身就准备赶过去 在我抬腿就要 往处跑的时候 我看见了坐在清风阁门口的土豆 望着他的背影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我出去一趟 你看着电啊 行啊 去吧 土豆一脸无邪地看着我 我把眼睛挪到 远处的那一片大树上 此刻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赶紧去吧 办事要紧 还磨记啥呢 看见小刘告诉他 斗哥十分想念 他颠着右腿 满脸笑容地看着我 我的心开始疼了 啊 没 没事 我走了 我望着土豆傻呵呵的笑容 心里瞬间难受到了极点 上车一脚油门 就窜了出去 别出事别出事 千万别出事 我心里一遍接着一遍地祈祷着 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二十分钟就赶到了 刚到门口 就被一群麦扎串 烤串什么的商贩车 给挡住了去路 现在是午餐时间 很多工人平时 如果吃腻了工作餐 都会到门口 来买点什么打打牙剂 我一个劲地按喇叭 这些商贩依然不为所动 甚至还都十分轻蔑地扫了我眼 麻烦让让 我要进去 我有急事 我摇下车窗探出头大声喊着 你着急 我们还着急挣钱呢 开好车了不起啊 开好车就可以瞧不起人了 我TM瞬间无语了 这帮仇富心里的商贩 可真是要误了大事 麻烦你们了 让一让我真的有急事 就在这时候 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卖豆腐脑的老头 只见他慢慢走过去 和这几个人商量 结果被一个卖烤串的 一下子就推了个跟头 直接坐在了地上 紧接着 我看见他一脸歉意地 冲我笑了一下 干枯的双手拍了拍身上的土 老爷子 把你的豆腐脑车推走 我喊了一句 然后就等着他一点点地 推走了自己的三轮车 卖豆腐脑的老爷子 推走了自己的三轮车以后 我又使劲按了几下喇叭 那几个闸串 烤串的商贩 眼睛白了我一下 依然自顾自地忙活着手里的活 我把变速感推到一档 直接一脚油门就踩到底 我的车直挺挺地 就冲进了这几个商贩堆里 三轮车 炉子什么的 全都被我撞到了一边 这些人反应十分迅速 直接就跳到了一边 紧接着跑过来 就拽我的车门 捆住他们 我在车里大声怒喝了 紧接着就感觉身上瞬间发软 再看外面 那几个想上来姿势的商贩 直接都腿肚子抽了筋 一个个都坐在了地上揉着腿 给脸不要脸 耽误了大事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冲着窗外吼了一句 一脚就冲进了铝合金加工厂 怎么样了 我一路狂奔地来到刘嘉玲办公室门口 现场勘察的民警 直接给我让出一条道 还没进办公室 我就看见刘嘉玲躺在沙发上翻着白眼 浑身间歇性的一颤一颤的 法医不停地在他身边忙活着什么 刘嘉玲的嘴上 有还没被法医擦干净的白沫 让一下 我来 我直接蹲在了沙发旁边 哎 你干什么的 别在这妨碍 法医虽然妨碍着口罩 但是我从她的眼神里 可以看见深深的厌恶 滚 我大声吼道 接着张鹤瑶走过来 拉走了法医 我紧忙点了一支烟 猛抽了三口 这时候 一个民警过来拽着我的袖子 就把我网起提 你TM哪来的 我直接不可控制的 回头就给了他一脚 直接把他踹得飞出了两米 没我下令 都他妈别动 张鹤瑶这时候也怒了 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警察 我用手沾了刘嘉玲嘴边的白沫 黏乎乎的 找人打一碗井水 打水时候连续打三次 前两桶泼在地上 最后一桶倒回井里 桶底剩一碗水 拿过来 快点 老师的声音马上在我耳边响起 而身后张鹤瑶明显也是让 长翠玲上了身 我去 说着张鹤瑶撒腿 便跑了出去 过了不到五分钟 张鹤瑶拿着一碗冰凉的井水 回到我面前 左手掌心血 滴十滴 与井水溶解 给他喝下去 说着 我直接从边上拿了一个杯子 摔在地上 捡起一块玻璃 就划破自己的掌心 滴了十滴掌心血 然后直接给刘嘉玲灌了下去 小刘啊小刘啊 你可不能出事 你要是出事了 我怎么跟我那傻兄弟交代啊 小刘啊宇哥求你了 灌完了血井水 我就在边上看着 时间大约过了三十秒 把他翻过来 让他都吐出来 听到老师的指令 我和张鹤瑶 马上把小刘扶起来 我用拳头去对小刘的胸口 张鹤瑶在后面 使劲拍小刘的后背 就这样足足折腾了十五分钟 小刘突然挖的一口 吐了满地黑乎乎的东西 然后一口接一口吐 强烈的呕吐 让小刘鼻涕夹杂着眼泪往出流 两只手死死地扣着我的胳膊 嘴里哼哼着 腾 腾 不行 再来 听到老师的声音 张鹤瑶脱了颈服外套 又撒腿跑了出去 小刘就靠着沙发坐在地上 手上的长指甲 都扣进了我胳膊上的肉里 闭着眼睛不停地干呕 来了来了 张鹤瑶小心地端进来一碗井水 我又使劲往碗里挤了十次掌心血 然后扶着小刘的脑袋 喝了就好了 哼 然后我就眼看着小刘 咕嘟咕嘟往下喝 还没喝完的时候 小刘就挖的一下又吐了 直接吐了我一身黑乎乎的 然后一口接一口网出吐 每一口的颜色都逐渐变淡 最后吐出来的就是彻底的清水 把你手掌扣他嘴上 让他吸一口 我丝毫不犹豫地 直接把手扣到小刘的嘴上 扣了足足五分钟后 当我清晰地感觉到 小刘下咽的动作 才把手拿下来 行了 只能等小刘缓过进来 再告诉我们了 你们都出去吧 我在这就行了 张鹤瑶一声令下 警察和法医都退出了办公室 只留下我和他自己看着小刘 我们谁也没说话 就一直望着对方 足足过了十分钟 小刘缓过了劲 带于 我想喝水 我胃疼 我急忙 从桌子上拿起了 谁给给小刘喝了两口 你身上 这不就是你刚才的杰作吗 你看看 白T恤现在成了涂鸦T恤了 你这是嫌我不够时尚啊 说完我们仨人全都笑了 带于 怎么了 你中了湿油毒 小刘 仔细想想 这几天接触什么陌生人了吗 张鹤瑶在一旁问道 她是 她是刑警队队长 张鹤瑶 你就叫张哥吧 她是我的好朋友 小刘听闻点点头 接触了很多人 卖早餐的 卖午餐的 昨天我还去了药店 太多了 想不起来了 说话间 小刘又开始干呕 张鹤瑶急忙去拍他的后背 我则是脱了脏衣服 光着膀子走出了办公室 一出门 便看见刘桂成 一脸焦急地走了过来 嘉玲咋样了 带于 你救救她 我老刘一辈子没儿美女 救她这么一个 行了 缓过来了 你给我找身衣服 你瞅瞅这衣服叫你执女兔的 你得陪我名牌啊 老刘见我这么说 终于放松下来 急忙跑回自己办公室 给我拿了一件 平时备用的体恤衫 老刘 找个人 去门口把那些小吃一样 买一份回来 我打量着这件 高档名牌体恤衫 啊 对 陈助理 赶紧去门口小吃一样 买一份回来 带先生还没吃午饭呢 说着一个小伙子 就急忙点点头下了楼去 要不要去饭店订点别的 刘桂成又问我 不用了 你这衣服 我还挺合身的 行 你赶紧去看看你宝贝侄女吧 老刘听闻 急忙就进了小刘的办公室 我点上了一支烟 在门口边抽烟边等 过了一会 那个姓陈的小伙子 就拎着好几个塑料袋 来到我面前 带先生 买回来了 好 辛苦了 一间空的办公室坐下 把这些小吃都摆在桌子上 烤冷面 羊肉串 烤香肠 凉皮 豆腐脑 我反复地看着眼前这些小吃 豆腐脑 我猛地站起来 直接冲出了办公室 就往厂子门口跑 直直地冲向了那一堆小吃摊位 刚刚被我撞翻了的几个人 看见我出来 都不坏好意地迎了上来 你小子还TM赶出来 我不等他说完 直接掏出钱包 你今天所有的羊肉串 我都买了 还有你的烤冷面 赶紧告诉我 那个卖豆腐脑的老头呢 老头 什么老头 几人见我要把他们的吃的都买下 瞬间也是 没了火气 卖豆腐脑的 就刚才跟你商量 让你给我 让地方的那个 我挤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啊 走了 不过刚这老头真有意思 知道刚才什么车来接他的腰 兵力 可不是 家里有一台兵力 还出来卖豆腐包 一辈子活该穷命 这几个小贩 你一言我一句地调侃着 听着他们调侃 我脑袋里回放出了这几天的画面 我先后两次去买豆腐脑 明明他卖得很好 可是到我这就说卖没了 第二次又劝我买油条 还有那双干枯的手 看着我的眼神 这他妈的 不是那个天刚散人 还能是谁 待遇呀待遇 你TM的是叫爱情冲昏了头脑是不是 我操 我大骂了一声 使劲把钱包摔到地上 直接就蹲在地上 捂着自己的脑袋 我怎么就这么SB 明明注意到了不对劲 还是让我忽略了 以前来老刘的厂子 根本就没有卖什么豆腐脑袋 自从出现了卖豆腐脑袋 厂子里接二连三的开始死人 这老东西 太TM狡猾了 把石油混在豆腐脑里 后来觉得不妥 又混到了油条里 我就这么捂着 自己脑袋蹲了十分钟 那几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我 也不敢靠近 最后我站起身 掏出六百块钱 给了三个小贩 算是赔偿刚才撞他们车的损失 接着慢慢地就厂子里走 哎 哥们 羊肉串不要了呀 不要了 我快步走回了那间空着的办公室 又坐回到那一桌子小吃前面 望着那碗豆腐脑出神 究竟还有多少人 吃过天刚散人的豆腐脑和油条 有多少人即将面临着灾祸 甚至是横死 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我站起身 把这些小吃 统统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回到了刘嘉玲的办公室 张哥 陈万桥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有信了吗 正在调查 通过刚才老刘给的信息 目前已经查出他 偷税漏税 数额高达几千万 就凭这一点就够 让他把牢底做穿的 但是现在他注册的公司 全部都成停业整顿状态 人不知道跑哪躲了起来 我这边会加大力度追查 把搜索范围扩展到全城 你这边呢 怎么样了 骇人手段我已经知道了 是陈万桥身边的人 伪装成卖豆腐脑的 将一种较石油的制邪之物 混进了油条和豆腐脑中 工人们吃完了 就会招来横货 但是那个卖豆腐脑的 已经跑了 而且估计短时间内不会露面了 我这依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别着急 慢慢来 慌乱会让人失去判断力 张鹤瑶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拍了几下 我点点头不再说话 起身便下楼 慢慢地往场子外面走 这时候 突然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在蹭我的腿 我低头一看 是我送给刘嘉玲的那条黑狗 小黑子 小黑 最近咋样 我蹲下来摸着小黑子的脑袋 他看上去比之前又撞失了不少 伸出大舌头望着我 不停地摇着尾巴 一定是嗅到了我身上的羊肉串尾 我找了一个路边的大石头 一屁股就坐在上面抽着烟 小黑子就坐在我身边 是不是用脑袋蹭蹭我 用爪子扒我几下 还是你好啊 天天什么也不用抽 闻到好吃的东西 就过来摇摇尾巴 你看看你与哥我 一天天竟是一些糟心的破事 我抽了一口烟 摸着黑子的脑袋 往远处那一片工厂望去 工厂的大烟囱里 正冒出滚滚的浓烟 我总是有一种预感 那个卖豆腐脑的天刚散人 就在厂子附近 忽然 我转过去望着黑子 黑子用不理解的眼神望着我 然后又伸出大舌头 摇着大尾巴 你能帮我的对步 黑哥 我直接两只手抱住他的脑袋 任由他在我的脸上一顿乱舔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走 上楼 说着 我牵着黑子就进了厂房 把他领到了 那间空着的办公室 正常按照厂子里的规章制度 是不允许黑子进来的 不过看使我领着 厂子的工人们也都没说什么 垃圾桶里的垃圾呢 看见空的垃圾桶 我脑袋嗡的一下 从办公室里冲出来 就冲着四周大声喊 这时候 一个保洁阿姨走了过来 收拾到大垃圾桶里去了 怎么了小伙子 哎呀 谁让你收拾的呀 我气得使劲一跺脚 不用谁让 我就是负责保洁这块的呀 大垃圾桶在哪呢 那里头有重要的东西 我激头白脸的 冲着保洁阿姨说 啊 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不早说 他一脸认真 皱着眉头望着我 别废话了 赶紧告诉我在哪呢 你早说啊 怎么不早说 他依旧皱着眉头问我 您快别在这跟我闹了 垃圾桶在哪呢 我急得脑袋 盯上都出汗了 早说嘛 为什么不早说 你说嘛 为什么不早说 我使劲拍了一下 自己的脑袋 哪冒出来这么一个 逗逼保洁阿姨 这是要玩死我的节奏啊 楼下厂子后院呢 出啥事了 保洁阿姨一脸猛圈地看着我 没事 说着 我就牵着黑子跑下了楼 直接来到了厂子的后院 可是一到后院 宇哥就又傻眼了 眼前齐刷刷摆放着 一大排垃圾桶 一共七个 那屋里垃圾桶的垃圾 到哪个大桶里了 我回头 对刚刚跟上来的保洁阿姨说道 忘了 记不清了 这阿姨眼睛望着天 一脸无所谓地回答我 妈 你是我亲妈 赶紧告诉我吧 人命关天呀 我记得 就差给阿姨跪下了 真想不起来了 我一天收拾那么多垃圾 谁能记住我扔哪个桶啊 保洁阿姨有点无奈地说道 并冲我探了探手 唉 行你先忙吧 我崩溃地打发了保洁阿姨 然后撸起了袖子 就把第一个垃圾桶 推倒在地上 一大堆垃圾 直接清洗而出 伴随着的 使令把我的鼻腔 被刺激得 真真疼痛的垃圾臭气 大爷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黑子你去一边等着去 结果不等我动手 小黑子就十分开心地 钻进了垃圾堆 不停地用爪子巴掌 好像随时能找到 什么宝贝一样 我知道 这是作为一只狗的天性 由此可见 黑子是一只合格的狗 随即我不再理会黑子 直接低头 就开始在垃圾堆里翻腾着 一阵阵刺激性极强的气味 不停地冲击着我的鼻腔 不到五分钟 我就开始控制不住地 流鼻涕躺眼泪 伴随着阵阵的头疼 翻了半天 第一个垃圾桶宣布失败 我顾不上满地凌乱的垃圾 直接又把第二个垃圾桶 直接推到在地上 我草 这个桶里是TM从厕所里收来的垃圾 一张张揉得皱巴巴的卫生纸 伴随着一块块黄色的 呃哇 我挖的一下就呕了出来 蹲在旁边缓了好半天 干呕了能有十多次 最后 我还是擦擦眼泪 憋住一口气 又走进了那堆厕所垃圾中 我用双手 使劲把成堆的厕所垃圾翻腾开来 就只为寻找 我刚刚丢掉的那份 掺了石油的豆腐脑 折腾了一六十三招 最后依然是以失败告终 这时候 刘桂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戴宇 你干嘛呢 怎么跑垃圾堆里去了 呃小刘没事了吧 我一边干呕 一边问刘桂成 一边掏垃圾堆 没事了 你这是干嘛呢 我在找一份我刚才扔了的豆腐脑 工人们就是吃了那种豆腐脑 才惨遭恨货的 呃 刘桂成听闻我这么说 急忙脱了西装外套 一个剑步就冲了过来 你一个人得找到什么时候 我帮你一起找 我从右边开始找 话音还没落 老刘就直接打开了 第七个垃圾桶的桶盖子 待遇 别说别的了 先找到这份豆腐脑是关键 是 是这个吗 我回过头 看见刘桂成衣衫完整 一尘不染地 站在第七个垃圾桶旁边 手里拎着一袋豆腐脑 而堆得满满的垃圾桶 垃圾的最顶端 赫然摆放着 刚刚宝洁阿姨丢掉的各种小吃 我一脸黑线走过去 从刘桂成手里 接过那袋豆腐脑 低着头就要去牵小黑子 小黑子抬头望了我一眼 一下子躲得老远 你个畜生 连你也嫌我臭 我低头在心里暗骂着 能洗澡吗 我依然低着头问刘桂成 此刻我不想看见任何人的眼神 我把头扭到一边 却看见了那两桶被我 翻得乱七八糟的垃圾 再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上 能 走我带你去 我再给你找两身衣服 紧接着刘桂成快速走在前头 我牵着那条可恨的黑子 拎着豆腐脑跟在后头 老刘 不用走这么快吧 你怎么比我还急 我阴沉着脸问他 同时看见我所过之处 工人们都快速躲得远远的 啊 那个 位是有点大 你赶紧进去吧 到了 说着 我先把小黑子一脚蹬了进去 然后自己就走进浴室 快速脱光了衣服 直接就冲到淋浴喷头下面 一阵阵刺鼻的臭味 熏得十分心烦 大爷的 我还没丢过这么大的人呢 老刘嫌弃我 工人们躲着我 连狗也贪娘的欺负我 真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宇哥 我TM就是一匹美丽的骏马 太善良了 我洗完了之后 我把躲在浴室墙角的小黑子 拉了过来 你这个小畜生 叫你嫌弃我 现在你比我还臭 我一边说 这一边就使劲往黑子身上打香皂 黑子郁闷的吱吱吱 直哼哼 洗完了澡 穿上刘桂成给我找的一套衣裳 我简单整理了一下头发 就走出了浴室 然后把豆腐脑打开 望着黑子无邪的眼神 这次就靠你了 赌一把吧 说着 我低头把豆腐脑 放在黑子的鼻子前闻了一下 黑子显然也是 感受到了石油的存在 闻了两下以后 便冲我汪汪汪狂吠了一阵子 走吧 试着去找找 说着黑子在前头领路 我就牵着 他在后头紧紧地跟着 边走边想 这黑狗果然是极有灵性的辟邪之物 就这样 我们一人一狗 出了场门 沿着东边的路 就开始往前走 走了大约十五分钟 黑子突然停下 似乎是失去了方向感 我又把豆腐脑 放在黑子鼻子牵头 让他嗅了一阵 他便继续摇着尾巴 在前面领着我走 就这样 我们俩走走听听 先后一共吻了五次 走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 最后 黑子把我领到了一个 村子里的一间房子门口 然后冲着屋子里就狂吠 我急忙拉开黑子 避免里面 听见什么风吹草动 闭嘴 别打草惊蛇 把脸贴在窗户上往里看 发现里面没有人 不过我这一看不要紧啊 直接就感觉脑袋翁的一声 我急忙从地上捡起了一个砖筒 使劲砸碎了玻璃 然后从窗户翻进了屋里 刚刚我所看见的 除了装豆腐脑的大桶 一大堆碗和勺子 还看见了两个铜盆 里头分别装着两个男婴 和两个女婴的尸体 都被挖去了天灵盖 场面极其诡异恐怖 而且散发着阵阵湿臭 我捂住鼻子 继续查看屋子里的一切 就在我刚拉开桌子上的抽屉时 我听到门外不远处的黑子 不怀好意发出的哼哼声 我知道肯定是来人了 而且是陌生人他 才会如此警惕 说着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 刚到门口 就看见前面停着一辆兵力 而站在车旁边的身影 不是那天刚散人还会是谁 老灯 我看你往哪跑 说着 我直接就冲了过去 见我冲过去 这天刚散人 马上就钻进了车里 然后啪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我使劲拽了几下也没拽开 这时候我感觉到 司机已经把车启动了 我急忙从地上捡起来一个砖头 使劲冲着玻璃砸过去 玻璃瞬间裂开 但是却没有碎 我又捡起砖头 可是加速性能优异的兵力 早就冲出老远 我急忙掏出电话 拨给了张鹤瑶 喂 黛宇 张哥 黑色兵力 乡A52587 一会应该会路过厂子门口 往市区里走 你赶紧接住 好我现在就通知警队 车上是谁 陈万桥身边的那个先生 别说了快点吧 说着 我便挂了电话 直接骑上那天刚散人 卖豆腐脑的三轮车 把黑子叫了上来 然后就猛蹬着往厂子跑 到了厂子门口 扔下三轮车 我就要奔向我的奥迪 突然电话响了 黛宇 交警队的同事 已经锁定了黑色兵力 他们现在去的方向 去哪了 张哥 清风阁 我脑袋翁的一下 也不管别的 挂了电话就要去开车 但是就在我一回头的时候 发现厂子门口躺着几个人 嘴里吐着白沫 草恩个M的 我大骂一声 一脚就踹翻了三轮车 这天刚散人 现在完全是不计后果的施法 人命在他眼里 现在就是一文不值 去打井水 把人给我抬进去 我大声喊 厂子里面的工人 听闻都赶了出来 看见了这几个 躺在地上的同事 马上就齐心协力 把这几个人挪到厂房离去 你们在这等着 谁也别碰他们 有几个人就准备几碗井水 晚放到他们身边 说着 我点上一支烟 使劲地抽了几口 感觉胸口发闷 黄天奇 去贺野请白捡 就说是 中了氏有毒了 我现在要去追天刚散人 说着 我冲到车上一脚游 就直奔清风阁 同时拿出电话 给土豆拨了过去 喂 带鱼 土豆 天刚散人奔着你过去了 做好准备 别让他孙子给你阴了 说完这句话 对面陷入了沉静 土豆 SB你说话 土豆 我对着电话喊 对面的安静 让我感觉心里十分的慌烂 挂了 那帮人来了 接着土豆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我加快了速度 看着一辆一辆车 被我抄了过去 不到15分钟 我就赶到了清风阁 远远的 我就看见一辆兵力停在门口 清风阁的大门敞开着 我停下车 直接就冲了进去 脚下一步流神 直接绊在门槛上 扑通一声 就趴在了地上 当我抬头的时候 却发现 土豆光着膀子 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抽烟 上去对着天刚散人 就猛踹了一脚 这孙子也没两下子 虽然有点本事 但是一过招 就叫我给制服了 给 我还抢了这玩意 说着 土豆从后腰 拔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递过来一看 我吓了一跳 是一把土质的手枪 你没被他打着吧 没事 就是擦伤了胳膊 说着土豆 向我晾出了胳膊 我看见他胳膊的右侧 顺着伤口往下流血 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 上去就使劲冲着地上的三个人 一顿猛踢 忽然那天刚三人 浑身开始一抽一抽的 口吐薄膜 紧接着翻白眼 在地上就不停地抽搐 别TM在这桩 就踢了你几脚 不至于这样吧 土豆在一边抽着烟骂道 这孙子扎了别人的道了 我急忙拦住 要冲上去揍他们的土豆 这时候 一阵阵警笛声游远至近 门口停了几辆警车 以张鹤瑶为首 带着几名警察 直接冲了过来 张哥 这几个人交给你了 还有这玩意 我把那把土质手枪递给了他 张鹤瑶接过手枪 看着地上抽搐的三个人 兄弟 先就过来吧 这样带回去 我们也不好交代 我看了张鹤瑶一眼 随即直接扣破右手的伤口 让土豆拿过来了三碗水 每个杯子滴了几滴血 能不能就过来 我不敢保证 接着土豆 为这三个人喝了水 喝完了以后 这仨人过了能有三分钟 便不再抽搐 也不吐白沫了 但是依然奄奄一息 昏迷不行 行了 暂时死不了 去跟那时回头再说吧 现在没时间管 这不是都抓住了吗 张鹤一脸疑惑地 指着地上的天罡散人 哪这么容易 要是这么容易就抓住了 那也咱们 可就太瞧不起城万桥了 这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高人 就在我说话的时候 这天罡散人恢复了直觉 戴先生 救我一把 我低头看着这天罡散人 你是谁啊 我为啥救你啊 我不是天罡散人 我是散人的大徒弟 那你师父 在哪呢 你告诉我 我救救你 我蹲在他跟前瞅着他 我师父在灯塔 进了灯塔收费站 一直往正西边走 你就能找着了 救我一把吧 戴先生 听闻我趴过去 看了一下他的眼球 又让他伸出舌头看了一眼 石油毒还没入五脏六腑 送医院去洗胃吧 你这师父是真不靠谱 关键时刻就把你给卖了 你TM还帮人数钱呢 说完我也不废话 直接让张鹤摇派人 带着这三个货去了医院 土豆 走吧 灯塔 说着土豆就背着个书包 跟着张鹤摇上了警车 我们一行六辆警车 奔着灯塔便出发了 路上路过药店 一个警察买了点纱布 给土豆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 警车车队进了灯塔收费站 发现往西边是一片荒山 根本无路可走 我们只能把车听到路边 徒步往正西边走 转眼间 我们就走了能有一个小时 这一片山比较荒芜 没有草和树木 都是石头和土地 想必所有人此刻 已经都走得筋疲力尽了 脚底肯定都磨出了水泡 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们已经彻底地远离了公路 原地休息 张鹤摇大声喊了一句 我 土豆 张鹤摇 外加十个警察 就席地而坐 开始休息 那孙子说得靠谱吗 待于 土豆喘着粗气 有点担忧地问着我 应该不能 我看他不像撒谎的样 我也气喘吁吁地 望着前面满是石头的山头 紧接着一些东西 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好像看见 有一片细细碎碎的小黄点 在山顶上来回乱窜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下山来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直接点上一支烟 叫了老师上来 那些是啥玩意啊 老师 未脱肉骨的黄皮子 有一些有点倒横了 是冲着你们来的 你让这帮警察把枪收好了 一只也别打死 他们是叫人给魅住了 不能杀 杀了作孽 那咋办 就任由他们攻击我们 你们别动 他们就不会攻击 你等着 我去办 我不回来别动 说着 老师便离去 队长 你看山上是什么东西 往咱们这跑 一个警察指着远处的山 张鹤瑶定睛看了一眼 紧接着就眼神恐慌地看向我 眼看一大片黄皮子 冲着我们靠近 几个年轻的警察 都举起了手枪 让你的兄弟们 把枪都收好了 原地坐着别动 谁动谁死 话音刚落 就能听见一大片细细碎碎的爪子 和石头摩擦的声音 转眼间 一大片黄皮子 已经把我们围在了乱石堆里 都刺着牙盯着我们 谁都别动 坐在原地等着 我又大声喊了一次 这些警察十分听话地 坐在了石头上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 看见了恐惧 不过这放在谁身上 都是可以理解的 谁看见几千只黄皮子 围着自己能不害怕呢 如果他们发起攻击 那就是 纷纷就会把你啃得骨头扎子 都不剩 果然 这些黄皮子 见我们没有攻击性 也就放松了下来 围在我们身边蹦蹦跳跳 你别说这玩音还挺可爱的呀 土豆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然后我转过去 便看见他伸出手 在摸一只黄皮子的后背 那黄皮子 似乎还很享受 就你爪子欠是不是 回头给你一口 你就不得死了 我骂了他一句 他缩回了手 有点郁闷地看着我 话说 我们在这一座 就是两个多小时 都已经咳得嗓子冒烟了 也不见老师回来 累死了 我站一会 这时候 一个警察坐得累了 就站起身来 可是他刚要直起身子 周围的黄鼠狼 马上就一阵阵骚动 然后刺着牙靠近他 坐下 小宋 紧接着下小宋扑通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那些黄皮子 才又慢慢地 回复了放松的状态 有的梳理着毛发 有的干脆盘在石头上睡觉 啥时候是个头啊 就这么僵持着 这眼看就要下雨了 不被这帮家伙吃了 一直这么下去 咱们也得冻死 土豆嘀咕了一句 我抬头看来眼天 四周的乌云 都在往我们的头顶距 不一会就下起了雨 然后雨越来越大 变成了瓢泼大雨 我们一行人就在雨里坐着 望着四周数不清的黄皮子 他们显然也是十分 辛苦地在煎熬着 但是谁也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蛊惑之术 使他们如此执着地 和我们僵持 这时候 我好像听到 乌云里有什么动静 待于 你听是什么动静 好像从天上传来的 土豆刚说完 乌云里又传来的那声音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 笑了 你咋还笑了呢老弟 是不是让雨给焦发烧了 张鹤瑶跟落汤鸡似的 爬到我身边问我 得救了 我只告诉他得救了 没告诉他的是 乌云里的那声音 叫龙银 声音断断续续传来了几次 然后就看远处 一道大雷 直接就劈了下去 不清楚 到底劈到了什么地方 雷电劈过后 仅仅过了几分钟时间 天就晴了 咋这么快就晴天了 对啊 真邪门 这些警察七嘴八舌地说着 我则是十分淡定地站了起来 老弟 别 别 张鹤摇吓地直接喊了出来 可是他一定没想到的是 这些黄皮子并没有攻击我 我从这些黄皮子中间就走了过去 他们完全当我不存在一样 甚至有几只还顺着我的裤脚 爬到了 我肩膀上秀一秀我 我随手一拍 他们就跑了下去 渐渐地 这几千只黄皮子 都奔着四面八方离去 我点上一支烟 抽了三口 老龙 行啊 这次怎么直接动手了 以前没见你这么威风过啊 天上地下都有规矩 以前是碍于规矩不便出手 这回对方用的手段比较阴险 没了几千只黄皮子 虽未脱骨肉 但是难免有一些已经有了道横 杀了就造下了太大的业障 所以 你就坏了规矩 我十分惊讶地问道 没有 我去了趟下头 告了一撞 那帮老官松了口 我就能收拾他了 老师跟我说 这些话的时候 语气显得十分的豪迈 那 现在这人呢 死了没 自己看 西边 我顺着老师的话看西边 两个穿着官服的人 中间架着一个衣衫褛褛的老头 往山里头走去 这就拉倒了呗 嗯 拉倒了 去下头还债了 估计没三五百年 他是没法投胎了 天作孽不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说着老师离去 我回头大声喊了一嗓子 完事了 西边去收尸吧 天打雷劈了 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张鹤摇一眼 张鹤摇目瞪口呆 冲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牛逼 说完便带着人往刚才雷劈的地方走去 没走出 几步就接了个电话 他一边听着电话 一边眼神复杂地望向我 等他挂了电话 我便主动走了过去 怎么了 我帝国一直发潮的烟 出入境记录现实 陈万桥出国了 啥 出国了 我操 我大声吼道 然后狠狠地踢了一下地上的石头 费了这么大的劲 不就是为了抓住陈万桥吗 到头来 却又叫这孙子跑了 这回还是跑到国外去了 说白了 宇哥就是 TM灭一万个天罡散人 古化陈 李震东这样的内行人 也无济于事 因为总是有陈老板这种心术不正的人 在背后用金钱来驱使这些人作恶 我望着天空深深叹了一口气 一切都是命啊 回吧 土豆 说着 我和土豆就回到警车上等张和瑶 过了一会 又有几辆警车赶了过来 张和瑶 则是先回到了车上 你们去啊 先把你们送回去 去刘贵城的铝合金厂吧 我还得看看 那几个中了石油的工人 说话间张和瑶就拉着我和土豆 来了铝合金厂 土豆知道 此刻我的火气很大 也不多说话 可是一路一直望着我 欲言又止 我瞥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到了厂子 以后他 直接就去找小刘了 我知道这段时间 他也没怎么和小刘见面 一直替我 守着清风阁 我和张和瑶道别后 直接去了一楼厂区 这几个人咋样了 我一边大声问着 一边走了过去 看见刚刚中了石油的那几个人 靠在墙边休息着 看样子 应该是折腾了一番以后 没什么大碍了 而白姐就坐在 他们身后不远的一把椅子上 我对这些工人嘱咐了几句 让他们近些天不要工作 好好休息 就来到白姐眼前 谢谢了白姐 我毕恭毕敬地 站在白姐对面 白姐眼睛 笑成了一条缝 真是看不出来 戴先生许久不见 道横又高了不少 之前的事 黄天祺已经和我说了 你现在长长得很快的 三太子果然是教导有方 白姐这么一说 我倒是有点不好意思的 挠挠后脑勺 应该的应该的 即时救人呗 好了 适宜了 我就回去了 说着白姐站了起来 白姐慢走 回头我一定去还个院 我话没等说完 白姐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暗自感慨 自己的命实在是 太他娘的好了 有那么牛逼的仙家 在我的堂口 还有白姐这么位 神通广大的白仙 时不时帮我一把 白姐走后 我来到楼上 刘桂成的办公室 推开门发现土豆 小刘 老刘都在 这时候 土豆站起来 就向我走了过来 你 你要干啥 不等我说 你别过来 这货直接把我抱在怀里 对着我的脸 就是一顿青 我 我去 你这死变态 离我远点 松手 土豆抱得实在是太近 我怎么也推不开它 小刘和老刘就在旁边看着笑 最后 我终于把这货推开了 想不到 我竟然看见这货 内牛满面地望着我 你 你这是咋了 我擦着脸上的口水问 戴玉 谢谢你 我的好哥们 谢谢你救了小刘 你的恩情 抖个墨尺难忘 无以为报 我对你的敬仰 瞬间犹如滔滔江水连绵 行了行了行了 别那么夸张 太夸张就不真实了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我笑着 打了土豆肩膀一拳 这时候刘桂成开口说话了 今晚上我请大伙吃饭 对了待遇 你们俩不是还有一个好哥们的吗 也叫过来吧 大伙一起聚聚 最近是实在太多 精神都紧绷着 今天总算能放松放松了 对对对 把大伟那货叫过来 你把你媳妇也叫过来 土豆跟着说 我点点头 给大伟打了电话过去 喂 待遇 咋的了 没事啊 看看你这货干啥呢 我还能干啥 待着呢呗 闲得无几六寿的 说着土豆把电话救了过去 表情突然变得十分的猥琐 大伟 晚上有饭局 过来聚聚 好久不见了 我告诉你我 最近发现了一部 土豆说着 眼睛瞟了一眼小刘 然后拿着电话 走出了办公室的门 宇哥用脚后都能猜到 这货想和大伟说什么 你打给张月晴吧 我看着小刘 小刘点点头 便拿出电话 给张月晴拨了过去 过了一会 小刘对我说 他让你晚上六点半 去学校门口接他 嗯 好嘞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五点半 我开着车到了 张月晴学校门口 街上他就直奔着 土豆订的饭店驶去 这段时间没见面 我心里对他想得厉害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半路等红灯的时候 竟然遇到了大伟 张月晴摇下车窗 冲大伟伸出了中指 卧槽 挑衅是吧 飙车 大伟使劲按了几下喇叭 飙就飙 我也使劲按了一下喇叭 张月晴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兴奋地直接打开了车上的CD 从包里拿出一张光盘塞了进去 然后对着窗外大声喊 谁第二个到晚上 谁请喝酒 好嘞 走你 说话间绿灯已经亮了 我们两辆奥迪的引擎 同时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 齐刷刷冲了出去 CD里喷射出狂放的摇滚乐 戴雨 你要输了你就死定了 张月晴握着小拳头召我挥了挥 放心 绝对不输 说着 我提高了档位 一脚油门踩到底 奥迪车的性能被我充分发挥 发出欢快的轰鸣冲了出去 最后 果然是大伟第二个到达饭店的 于是就愿赌服输 说好了晚上请客喝酒 我们三个有说有笑地进了饭店 整顿饭气氛都十分的愉快 期间我说上厕所 大伟正巧也尿急 跟着我就出了包房的门 结果一出门 对面的包房里 出来了一个女孩 竟然是大伟的女朋友 哎 田大伟 戴鱼 你怎么跑这来了 哎 媳妇我还想问你呢 大伟一脸猛圈地看着他女朋友 接着就往厕所跑 我不行 尿急 你们先聊 大伟去了厕所以后 我和大伟的女朋友聊了几句 原来今天他们一家人出来吃饭 一大家子老的少的都来了 对了 我表妹听我和大伟说过你 想认识你一下 小丫头平时就对这些是感兴趣 我们也怕她遇见神棍骗子 再找了人家的道就不好了 要不我介绍你 让她认识一下吧 留个电话 以后她有什么事问你 我也放心 说着不等我发表意见 大伟的女朋友 就回屋子里拉出了一个 长头发瘦瘦的小姑娘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待遇 待先生 听她和这小姑娘介绍我 我很自然微笑点了点头 对面这小姑娘 就像是花痴见了帅哥一样 我去 你就是戴哥 哎呀 我老崇拜你了 你的光荣世界 我姐夫和我说了好几遍呢 我老想认识你了 然后直接上来就拽着我的手摇来摇去 哎 别 让你表妹赶紧松手 张月勤在屋里呢 让她看见 非整死我不可 月亮也在这呢 我去看看 说着大伟女朋友 就进了我们的包房 紧接着包房里就传来了喜悦的尖叫声 俩姑娘的确也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 带哥 能加个QQ吗 啊 啊 不好意思 我手机没这功能 我有点脸红的 摸了摸口袋里的破电话 没事那就留电话吧 紧接着 我对她说了我的电话 然后她就被家人拉了回去 临回去之前 不停问我这问我呢 带哥 以后我有事能问你吗 啊 能 那我遇见试了 找你看行吗 她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嗯 这个 也行 那我没事能打电话和你聊天吗 哎呀 你赶紧进去吧 不行 我彻底叫她问得有点崩溃 这简直就是个小话牢 打发回去这小孩之后 我就去了洗手间 看见大伟正在洗手间抽烟 你咋还不回去呢 大伟 没事 抽个烟 一会叫上你女朋友一起去呗 还是不叫她了 她根本就不让我喝酒 我无奈地怂怂肩 想不到这大尾巴 比我还七管言 一顿饭愉快地进入了尾声 我和张月晴 土豆和大尾 小刘 我们五个人 两辆车 奔着清风阁就驶去 最后我们 把车停在清风阁门口 步行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酒吧 说是酒吧 其实就是个小酒馆 没有什么大型演艺 就是放着一些当下最流行的音乐 或是有吉他歌手在一旁弹唱 简单的几张桌子椅子 我们点了很多啤酒和果盘小吃 就有说有笑地吃起来 半路我走出酒吧买烟 看见隔壁新开了一家 湿华洛士奇水晶精品店 我想了想就走了进去 回到酒吧 就在我们喝酒的时候 我看见酒吧角落的小型舞台上 放着一把木吉他 一个高脚椅 那个歌手正坐在一旁玩着手机 我看了一眼张月晴 我去一下厕所 说着我就走向厕所方向 然后趁着他们不注意 又绕到了那个歌手那里 哥们 我拿着一百块钱 塞进了他的手里 嗯 啥意思 帮我唱一首情歌吧 就说是戴宇先生送给月亮小姐的 你觉得什么适合就唱什么吧 谢了呀 对了 再随便说点什么 歌手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的月亮 心领神会的 冲我点了点头 还耸了一下眉毛 露出都是男人 我懂得眼神 我回来了 我坐下以后 拿起一瓶啤酒 和大家碰了一下 这时候 酒吧一直在播放的音乐停了 供放音响里 传出了歌手很有雌性的声音 魏魏 欢迎大家的光临 这里我要替戴宇 送给月亮小姐一首歌 希望你们的爱情 可以开花结果 相爱一生 所有人目光都看向张月晴 张月晴捂住了嘴 瞪大了眼睛看看我 又看看歌手 月亮 最后戴宇想对你说 我的白天属于全世界 而我的夜晚 只属于月亮 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送给月亮小姐 和在座的各位美如月亮的姑娘们 紧接着吉他声响起 你问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琴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 我爱你有 伴随着歌手 阵阵婉转悠扬的歌声 张月晴的大眼睛 很温柔地看着我 我从兜里 拿出了一条水晶项链 是两个环形镶嵌在一起 看上去 就像是一轮大明月月 里套着一轮小明月 小明月环形上面 镶满了亮晶晶的水晶 送你的 月亮同志 我觉得他很配你 说到这我有点不好意思 宇哥 还是头一次这么跟女生表白 只见张月晴脸红的 就像熟透了的苹果 把眼睛望向那个歌手 我拉过他右手 把项链放在他手里 你看 这是两个月亮环 大的和小的 分别代表我和你 大环包围着小环 小的上面镶嵌着水晶 代表着你在我心里 永远像水晶一样 闪亮透明 也寓意着 我会永远围绕在你身边保护你 挺贵的吧 净乱花钱 他低着头小声问我 眼神不敢看我 虽然嘴上娇撑 实际我那个感受到 他此刻的幸福和愉悦 不贵 和你比什么都不贵 你才是最贵的 我笑嘻嘻地握住他的手 谢谢 我很喜欢 他声音小的 似乎只有他和我才可以听见 紧接着 我感觉他和我握着得手 握得比刚才更紧了 月亮 待遇好浪漫 羡慕死了 小刘在旁边羡慕的双手 何时看着眼前这一切 这时候 土豆张口 打破了浪漫的气氛 没事 嘉玲 明天我给你买一筐笨鸡蛋 项链不实用 笨鸡蛋对身体才好呢 对了 割手 割手 给我来一首 欠夫的爱 从小酒吧出来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 我和土豆分别打车 送张月勤和小刘回去 大尾则是自己打车回家了 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转眼间就到了张月勤学校的门口 我们俩下了出租车 临进去的时候 他让我帮他把水晶项链带到脖子上 当他背对我的时候 我嗅到了他长长的头发 有着淡淡的香气 于是接着我准备下一步行动 跟月亮同志来一个深情的吻别 跟你太般配了 你今天高兴不 戴上水晶项链后 我问他 嗯 高兴 他笑着点点头 行 那就回去吧 我笑嘻嘻地望着张月勤 他也给了我一个甜美的微笑 当他回头要走进学校的时候 我突然拉住他往回拽 准备给他来一个熊抱 结果拽回来一瞬间 他竟然 他竟然下意识地抬起了膝盖 我只感觉到眼前突然一黑 接着剧烈的疼痛 从两腿之间传来 哎呀 你 没事吧 你拽我干啥呀 没伤着你吧 你 我疼得说不出话来 明显感觉到自己痛苦的身影 已经明显地变掉了 张月勤啊 你这是向悔了 你未来的幸福 你没事吧 要不去医院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眼看他急得直冒汗 已经哭出来了 急忙挺直了身子 你 你从哪学的这招啊 怎么用我身上了 一本书里叫 放浪自卫数 书上写 如果后头有人拉你 你直接转过身 抬起膝盖 我前两天还在练习 所以就有了下意识的反应 想不到 想不到用我身上了是吧 哎 没事没事 你看 好了 你真好了 告诉你个秘密啊 我练过 他一听我这么说 扑斥一下子又笑了出来 你瞅你 一会哭一会笑的 赶紧进去吧 我忍着疼痛保持着笑容 你真没事吗 他依然有点担心地问 我发誓我真没事 我在三保证后 他才有点担忧地回了学校 奶奶 你终于回去了 我急忙找了个黑的地方 揉了揉我的小兄弟 哎 委屈你了 差点就被人给打成了残废 我一瘸一拐地 在马路上走了半天才 打到一辆出租车 直接就奔着家的方向回去了 到了家里 我坐在沙发上抽了一会烟 差不多缓过得 没什么疼痛的感觉 我才去厕所洗漱 最后躺到床上 就准备睡觉 就在我刚闭上眼睛的时候 手机短信铃声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 是个陌生的号码 大哥 睡了吗 没睡 你哪位啊 我想 好像没人这么称呼过我 我是小颖 对面快速回复道 我们 认识 我仔细回忆 似乎真的没什么 关于这个小颖的记忆 我是田大伟的小姨子 啊 你啊 有什么事吗 这么说我 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是在饭店遇见的那个丫头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想让你帮我解一下子 要不然我睡不着 好吧 这么快 他就跑宇哥 这解梦来了 这个 我一般不给人解梦啊 大哥 你要是不给我解一下子 我肯定是睡不着觉了 对面明显意志力十分坚决 而且语气里略带着央求 行吧 谁让宇哥是善良的骏马呢 那请你说吧 我无奈地又点了一支烟 靠在床头上 就开始给他解梦 其实说是解梦 只不过是给他一个答案 我是比较了解这种心理的 很多时候 梦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这个小颖此时此刻 其实并不会考虑答案的 真实性可靠性 只是想让专业人士给他吃个定心丸 就好比有些人认为自己生病了 但实际上不但没病 而且身体很健康 可是这些人呢 就是要权威的医生告诉他 你没病 他们才能真正地相信自己 没病 大哥 我梦见我掉水里了 周围是一片海 我不知道怎么着 就在水里抛着 你说这个梦 是有什么不祥的预兆吗 啊 这个啊 没有不祥 梦见水说明 你可能要发财 不发大财也会发一笔小财 真的吗 对面的文字里 透露出了兴奋 嗯 真的 没事我先睡了呀 今天忙活了一天 真的很累 于是我急忙 把手机调成静音 这一觉就睡到了早上 睁开眼睛我 原本想拿起手机看看时间 结果发现 手机显示有两条未读信息 大哥 你说真的存在撞邪的这回事吗 大哥 麻烦解答一下 我实在是困惑 我心想你还困惑 你大哥我都困惑了 你说你闲着没事问这些干什么呢 不过 我也只是心里埋怨几句 并没有回复短信 起床后 我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去了清风阁 我都早就起床 坐在门口一边吃早餐 一边看美女 我则是打开电脑浏览着最近的新闻 这时候 手机短信铃声又响了 大哥 有事让你帮忙看看行吗 又想问什么事啊 你 我有点郁闷地回复了一条 我男朋友最近开车 总是出事 昨天刚把人车刮了 赔了五千块钱 今天就又被人家的车刮了 修车又花了三千多 这破车才花一万多买的 修车的钱都能再买一辆了 而且 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 最近一年 遇见不少这样的事 那你男朋友 应该回驾校找教练 而不是找我啊 我苦笑了一下回复他 不是啊 大哥 我都总结了 每次我俩一吵架 吵完架就出事 你俩的生辰八字告诉我吧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不给他一个答案 这孩子肯定是要一直烦着我了 过了一小会 他就发过来两个生辰八字 我看了一眼 二人都是数码 今年正好是犯太岁 这一年都不会很太平 会遇见一些小侃 磕磕绊绊难免 你们俩都数码 今年都犯太岁 去找个算命师傅 请俩太岁服就好了 说着 我把电话放到一边 就开始看新闻 不到五分钟 短信又响了 我放下鼠标拿起了电话 大哥 太岁服你能做吗 不能 我从来都不做这东西 那你能不能个 给我做俩啊 这句话的后面 还有一个文字标点符号 拼凑成的小笑脸 你随便找个算命师傅 都能给你请 你为啥非得找我做呀妹子 发完了这一条 我就拿着手机等他回复 可是我就坐着等了十多分钟 对面也没回信息 懒得搭理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网页 终于一个多小时之后 电话短信铃声又响了 你就给我做两个吧 大哥 你为啥非要让我做 我不会做那玩意 我有点郁闷 这孩子为啥 非得缠着我呢 可接下来 这丫头说的话 我真不知道是该好笑 还是该生气 我问了 别人那座太岁服不得花钱吗 三百五呢 好吧 合着是看我这便宜啊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唠嗑的 何况不论任何事情 想要回报 就得有付出 你不想花钱 还想求平安 哪有那么美的事 更何况 人家算卦的 帮你做了太岁服 那是要答对太岁的 人家帮你求了平安 然后让看事的人掏钱 答对太岁 这在宇哥眼里 就有点不厚道了 要么你就别办 办你就要新城 我索性放下了电话 不再回他信息 中午吃点啥 土豆坐在门口 头也不回地问我 随便 定点炸鸡吃也行 我心里琢磨着 最近很流行 吃韩国炸鸡 我也敢赶潮流 开开洋昏 这时候手机 短信铃声又响了 我十分郁闷地 拿起手机 大哥 行不行 给做两个 不会 我只回了两个字 就把电话 给大伟拨了过去 喂 我宇哥 大伟 你告诉你 对象的那个妹妹 能不能没事 别老问这问那的 我把情况 和大伟说了一遍 大伟那边 很不好意思的 跟我保证 一定跟他女朋友说说 别再让那孩子 给我造成困扰 不过时间 只过了十分钟之后 大伟又把电话 拨了回来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大伟 我和我媳妇说了 他说 他也管不了这表妹 哎 你就适当地应付应付 告诉一下就行 你就当是红小孩完了 我TM倒是想应付应付 大半夜给我发信息 一条接着一条 行了 下回看着你 我肯定给你打出屎来 说着那边 急忙挂了我的电话 我郁闷地从冰箱 拿出一罐可乐 一口喝了半罐 我必须要交一交 心里的火气了 这孩子 让我想起了一种树上的大虫子 学名贴树皮 只要贴到你身上 撕下来 那就是一层皮啊 当天下午 这孩子没再给我发信息 我以为暴风雨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道第二天 他又给我发来了信息 大哥 昨天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 没啥好生气的 知道我生气 还给我发信息 啊 我后来自己明白过来了 我不应该总抱着 不劳而获的思想 见他这么讲 我瞬间觉得 他还不是特别的让我讨厌 没事 想明白就行 昨天我态度也不太好 对了大哥 我想说个事 但是我怕你生气 我感觉到他的文字里 带着不少犹豫 于是赶紧让自己的态度 变得和蔼可亲一点 毕竟也算是朋友 闹得太不愉快也不好 嗯 没事你说吧妹子 那我可说了 说吧 只要我能帮上的 我都会考虑的 这句话的确是我发自内心的 毕竟修行的人 就是要既是救人 助人为乐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你是一定能帮我的 看他的语气 似乎是彻底放心了 啥事 非弄得这么神秘 我点了一支烟 大哥 你能帮我做两个太岁符布 外头做花钱 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声 滚 我直接把电话 拍到桌子上崩溃地 长长的大喊一声 吓得门口的土豆 急忙跑进来 咋的了带鱼 让谁滚了 哪个小鬼进来了 说着土豆 就直接从背包里 拔出了那把桃木弹弓 没 没事 你出去坐着吧 意识到自己失态的 我急忙恢复了正常 土豆被我这一嗓子 吼得一声一鬼的 好半天都不停地 用眼睛偷瞄着我 别你大意地看了 宇哥没事 就在我十分崩溃之时 突然就开始哈欠连天 还流了不少眼泪 您怎么又上来了 帮一把这小孩 他上辈子跟你有点缘分呢 啊 行吧 知道了 可是这太岁符我也不会做啊 我就知道 太岁符有纸的 还有黄铜的盒布的 何况这太岁符 是倒是做的东西 我做能行吗 有我在 有什么事不行吗 做两个纸的就行 我教你 说着老师 把请太岁符的致缘理 详细地对我讲了一遍 到了晚上清风阁关门后 回到家 我就忙活了起来 所谓犯太岁 就是生辰八字中的月 日 石冲犯了太岁甘枝 冲动了太岁新军管辖下的 120位凶神 从而导致流年不顺 车祸 一般是冲犯了一马 金鱼和截煞等凶神 我按照老师教我的方法 用朱砂在黄纸上 写上了这位太岁新军的名讳 然后老师亲自请了太岁入符 随后又写下安政令 用于除煞消音 最后老师念了一段口诀 就算是给太岁符开了神光了 老师 你念的那段口诀是啥呀 这个你就别掺和了 这是到家的东西 学了 对你没好处 我听闻便不再多问 随即拿起手机 给大伟拨了过去 喂 我宇哥 明天你过来一趟 我请了两个太岁符 你明天给你小姨子送过去吧 哎哟 谢了我宇哥 论讲究你排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 行了 挂了 说着 我便挂了电话 盘腿坐在床上开始打坐 这一段时间 经历的实在是太多 心里过于杂乱 需要静心 我打坐了大约有二十分钟后 睁开眼睛 感觉心里平静了许多 这时候发现 老师还在在我身上没下去 教你一个好玩的 学步 好玩的 我听老师这么说 瞬间来了兴趣 行啊 啥是好玩的 隔空取物 真的假的呀 您这逗我玩的吧 这世界上 还真有这本事啊 你不信 我演示给你看看如何 你是神仙 你自然能做到 少说屁话 学还是不学 老师突然怒喝了我一声 学学学 能不学吗 说着 我就赶紧去厕所洗了洗手 又回到了床上 来吧 怎么做 我满怀期待地等到老师教我 老师在我耳边说了一些 运用精神力的方法后 我总觉得 不是特别靠谱 但是还是开始凝聚精神力 试着去抓门把手 我汇集所有的精神力和注意力 死死的地盯住门把手 然后伸出右手 做抓住门把手的姿势 然后又紧紧握住拳头 胳膊使劲往回拉了一下 原本以为百分之百失败的我 却看见门突然就冲着里面打开了 卧槽 一次就成功了 oh ice 我兴奋地一下 从床上蹦到地上 紧接着却发现原来 是我妈推门进来了 妈 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你咋走路没事啊 我沮丧地望着我老妈 刚回来 问问你吃没吃饭 我还以为我成功了呢 我一脸黑线地回答 成 成功啥了 你在这干啥呢 我见他一脸好奇 便十分讨厌地忽悠了他一下 神秘兮兮地撑着脖子 对他小声说 神功 啥神功 老仙教你的 他更好奇地靠近我 对 如山圣 龙 爸 我神色凝重地 透露出了这个胡说八道的秘密 滚犊子 我妈骂我一句就出去了 留我在屋子里笑了半天 然后就继续凝聚精神力 开始练习隔空曲物 第二天 大伟早早就来了清风阁 和我们闲侃了一会 拿着两个太岁符 就给他小姨子送去了 果然下午就收到了这丫头的信息 大哥 谢谢了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没什么 都是朋友 我简单回复了一下 便不再理会他 打开电脑 开始玩我很久没完的魔兽争霸 就这样 时间很快地就溜到了傍晚 这一下午平安无事 甚是消停 走了 走吧 明儿见我和土豆打了声招呼 便开车回家了 到家以后 吃了两碗米饭 和不少老妈做的红烧肉 酒足饭饱后 我竖了数口 盘腿坐在床上开始打坐 更打了五分钟 电话就响了 依旧是短信 宇哥我都不用看 用屁股想都知道 肯定是那个叫小颖的丫头 大哥 过两天有时间吗 咱们见一面 我请你吃饭 不用了 举手之劳 不必放在心上 宇哥我话是这么说 不过我这心里都跟明镜一样 救他 秦俩太岁服 都舍不得花钱 还能请我吃饭 这必然是又有什么事求我 大哥 给个面子 来吧 就这么说定了 姐夫给我你店的地址了 明晚我过去找你 好了 我要忙了 不用回了 大伟这个山炮 这么随便就把我地址给出去了 还真是最佳损友 第二天 我来到清风阁 一整天生意比较惨淡 最后 我们俩找了一个 能带给我们快乐的游戏 抽王八 也就是抽扑克牌 咱们赢点啥的呗 我问土豆 行啊 你说赢啥 赢钱的吧 我笑着说 不行 你知道我没钱 还玩钱的 不干 赢点别的 不赢钱还能赢啥 我低头仔细琢磨着 贴纸条的话太不雅了 万一进来 顾客看见多不好 就在这时候 传来了一阵阵喊声 西红柿胡萝卜黄瓜土豆 西红柿胡萝卜黄瓜 我灵机一动 便冲了出去 在这等着 过了一会 我买了两根胡萝卜 两根黄瓜来 去洗手间 用水洗干净了 这样 谁输了 谁就吃半根胡萝卜 或者黄瓜 而且要像兔八个那样 吭吃吭吃吭吃 快速地用门牙往下啃 我拿着一兜子蔬菜 笑呵呵地问土豆 行啊 哈哈 来吧 说着 我和土豆就开战了 这土豆的排挤和智商 真是不行 连续输了六把 已经吃了两根黄瓜 一根胡萝卜了 哎 今晚上的晚饭 我他娘的事 不用吃了 眼看剩下最后一根 大胡萝卜 结果土豆又输了 他拿起胡萝卜 眼睛有点发直地望着 很明显是下不去口啊 就在这时候 哎哟 我突然感觉 好像有一个钉子扎了 我屁股一下 咋的了 土豆拿着即将下口的 胡萝卜问我 我屁股好像叫啥虫子 给咬了 哎呀呀呀 疼得厉害 你 你赶紧帮我看一眼 赶紧松松裤子 我看看 可别是毒虫子 说着 我急忙揭开裤腰带 露出大概一半屁股 正好让土豆可以看见 被虫子咬了的伤口 哎呀 戴鱼 这好像是毒蜘蛛咬的呀 都肿了 我听土豆这么说 一下子就郁闷了起来 这屋子怎么会有毒蜘蛛 大爷的 你别动 我再仔细瞅瞅 说着土豆把我的裤子 又往下扒了一点 然而就在此刻 戴哥 我来 你 你们 我和土豆一起回头 就看见 那个叫小影的姑娘 也就是大尾的小姨子 站在门口 眼神很明显地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看土豆 最后目光落在了 土豆手里的胡萝卜上 而此时土豆的姿势 就像是拿着胡萝卜 正准备把我的裤子扒掉 然后 你们继续 继续 我先走了 说着小影捂着嘴 回头就往处走 哎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 你回来 回来 我急忙提上裤子 追了出去 TM的 这回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我三步两步 就追上了小影 不是 小影 你刚才看见的 不等我说完话 她就直接打断了我 没事 戴哥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我也不是思想封建的人 我肯定不会戴着 有色眼睛看待你的 你们先 先玩着 我明天再来 我草 什么叫先玩着啊 说着这丫头 回头又要走 我急忙窜到她 牵头拦住去路 妹子你听宇哥解释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今天话要是说不明白 你宇哥就没法做人了 我死死地拦在她身前挡着她 然后就开始 仔仔细细从头到尾 跟她解释 你看是这样 一开始我俩打扑克 后来土豆总书 她再一次打断了我的话 所以她恼羞成怒 就扒了你的裤子 决定用胡萝卜 这一句直接把我整崩溃了 我直接对着路边的大树 一顿拳打脚踢 宇哥TM一世英明 算是毁在她手上了 行了 我不解释了 你回去吧 我黑着脸就往回走 她直接追了上来 拉着我的胳膊 带哥带哥 我信了 我信了还不行吗 你真信了 我眼睛斜着看她 我发誓 真信了 她用一脸决决努力地 让我幸福 行了 走吧回店里说 我十分郁闷地 和小影一同回到了店里 到了清风阁 我给她拿了一把椅子 让她坐下 也没寒暄客套 直接就直奔主题 吃饭的事以后再说 你这次来有什么事 直接说吧 那行 那我就直接说了 带哥 她紧张地搓着双手 嗯 说吧 接着我就点上了一支烟 我想让你帮我聚点财 聚财 对啊 带哥 我开了个小饰品店 但是生意一直不太好 我就想着你能不能帮我聚点财啊 我实在是没想到 她竟然提出了这么一个请求 这个 你等一下 说着 我点了一支烟 抽了三口之后 闭着眼睛在心中问老师 老师 这个财 能聚吗 不能 这丫头财阁里本来就空的 听到这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 这个 小饰是吧 嗯 对 她一脸期盼地望着我 我刚才看了一眼 你的财阁是空的呀 我尽量地表现出比较难为情 财阁是空的 是什么意思 带哥 财阁空了 就是眼前来看 你命里不应该有那么多钱 如果强行聚财 可能会惹得一身不好的业障 回头会遭遇点什么不好的事 我希望你还是仔细考虑清楚 而且你这个钱 就算是聚来了 也留不住 没事 只要能成功就行 这小饮这么一说 我着实是吓了一跳 看上去天真无邪的一个小女孩 为什么对金钱的欲望会纳如此的强烈 嗯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这个才不是你的 我就是给你招来 你也留不住 肯定因为各种原因散出去 如果留住 那肯定就会出事 轻一点地来个恨货 让你受点伤 严重的话 估计我不说你也知道啥结果 啊 这样啊 那我还是决定聚财 走吧 带哥 咱们先去吃饭 啊 吃饭我就不去了 今天这个事先放下 一会我还有事 你回去也仔细想想 我也仔细想想 好吧 说完小饮点点头 有点失落地走了 小饮前脚刚走 后脚老师就上来了 这丫头 以后你别管了 心术不正 一直想着捞片门之才 嗯 我也不打算管了 说完老师便离去 刚才那小妹子谁啊 长得挺好看的 土豆坐在门口 一脸邪恶地问我 他呀 大伟小姨子 怎么着 有想法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 我都有佳玲了 说完他便继续喝着可乐 这件事就这么平淡了下去 一直到一周以后的一天 大伟在一个下午 给我打来了电话 这时候 我正坐在电脑前头 看娱乐新闻 喂 戴雨 我小姨子出事了 是吗 意料之中 你知道 我不知道 我猜的 上次 他找我帮他聚财 我让老仙查了他的财格 几乎就是空的 只能靠机扇员来填充 我已经明确告诉这孩子 强行聚财的后果 但是他不停 出事是迟早的事 就是时间问题 那 现在咋办 你能帮一把不 帮不了 本来老师说 让我有什么事都可以帮他一把 可是后来发现 他心里总想着 捞片门聚财 老师又说了他心术不正 以后他的事我不能管 对了 他怎么了 上吐下泻都是血 打血浆都补不过来 从昨晚上到现在已经打了16代血浆了 但是生命体征越来越微弱了 这么严重 说实话我也是 惊了一下 这丫头 到底求人拒了几次才啊 哎哟 哥们 你就看我面子上帮一把吧 要不我没法 和我媳妇那交代啊 不是我不帮你 我也是无能为力 你 行了一会我去你店里 说着那边就挂了电话 我有点无奈地看着外面的马路 过来大约一个来小时 大伟和他女朋友刘文静 直接就进屋了 我刚想站起来 去给他们拿可乐 谁知大伟他女朋友 直接怒气冲冲地就冲过来 站在我对面 用手按住了冰箱门 但与你几个意思 凭啥不帮 你要害死我妹妹 我一听她这么说我就懵了 不过随即我的臭脾气也上来了 那你说说我又凭什么帮 我盯着她的眼睛 就是因为你不给我妹妹聚财 才让她找了别人聚财 然后就遇着邪门歪道的 把她给害了 这事儿你是主要责任 刘文静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说 说实话 原来我对她的印象还不错 今天她演这么一出 彻底让我对她的印象大打折扣 那如果我帮了 再出事了 是不是还得让我尝命啊 我点了一支烟 靠在冰箱上望着她 在这期间 大伟一直在边上吉利劝说 你别TM拉着我 她把我妹妹害成这样 今天她要是不管 我就跟她没完 你松手 别拽我 没完 行啊 我看你怎么跟我没完的 整个香平城 除了陈万桥 我带于TM的 还没见过 有几个能跟我没完的 我直接把烟头摔在地上 她真的是惹怒我了 你给我等着 说完了大伟的女朋友 掏出电话 就走出了清风阁 站在门口叽叽喳喳 对着电话里吼着什么 这时候 大伟终于爆发了 别TM闹了 你TM是不是没事找事 你表妹自己做死 你我哥们这来做啥 少TM掺和 我告诉你 我今天跟她没完 行 你没完事吧 这是你自己不要脸的 这时候 我看大伟已经气得满脸通红 眼看就要失控 我和土豆急忙跑出去拉住大伟 刘文静 我告诉你 咱俩玩完了 完了就完了 今天我连你一起收拾 说着这已经失控了的女人 就继续拨着电话 我给土豆使了个颜色 土豆使劲拽着大伟 就进了清风阁 我掏出 电话打给了张鹤瑶 喂 老弟 张哥 我这有人要闹事 你能不能找两个 闲着没事的同事过来看看 行 知道了 那边简短的回答后 就挂了电话 我回到屋里 给大伟开了一罐可乐 大伟一口气喝了一大半 然后就坐在那喘着粗气 话说这女的打完电话后 就直接又走进清风阁 张牙舞爪地告诉我们 这电开到头了 土豆一直按着大伟的肩膀 而我则是一边喝可乐 一边看着他 在这耍驴 就在这时候 张月琴竟然从外面走进来了 文静 你怎么在这 紧接着张月琴 不等刘文静说话 就发现了她的异样 随即眼神转向我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是令所有人都 万万没有想到的 刘文静抬手 就给了张月琴一巴掌 我见到这一幕 直接冲过去 使劲推开了刘文静 你 TM疯了吧 我告诉你 我够给你面子的了 现在你马上出去 我这不欢迎你 话音没落 他突然就翻了白眼 扑向了我 我好像一瞬间 看见了他身上有个东西 不对劲 他撞邪了 按住他 这时候 土豆和大伟听我如此说 马上就冲了上去 按住了刘文静 此刻刘文静力气特别大 我们三四个人才 勉强能制服他 按住了他 我马上点了一支烟猛 抽几口 然后把烟灰点到 刘文静手上的虎口 胳膊上的曲池穴 腋下的下曲池穴三处 然后使劲用掌心 拍他的曲池穴 拍了能有二十多下 拍得我手掌生疼 最后 刘文静一个大喘气 恢复了清醒 我怎么跑这来了 大伟 咋回事 你让小鬼给撞着了 这几天遇见什么了吗 没遇见什么呀 对了 戴雨你救救我小影 她现在一个劲的 网出渴血 下头还变血 医院大夫也拍片子 根本找不到体内患处在哪 她突然就走了过来 拽着我的衣服袖子 眼泪汪汪地跟我说 没打血浆吗 张月勤关切地问道 同时拿出面筋纸 给刘文静擦眼泪 打了 没用 打得没有流得快 大夫说只能维持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就没了 已经通知我们 做好心理准备了 戴雨 我就这一个妹妹 说完刘文静就要过来给我跪下 我急忙扶住她 你别这样 我和大伟是哥们 这是我肯定尽力 你们在这等我一会 说着 我就自己拿着烟盒进了仓库 老师 这个事 我想帮一把 自作自受 帮她合用 老师的声音特别的果断 她毕竟还小 很多是判断能力差 再说 你能让我眼睁睁看着大伟 和她媳妇那么难过吗 朋友有难 怎么有不帮的道理啊 能 你 老龙 你帮不帮 我一脸于死网破的态度 不帮又如何 你要是不帮 以后我就不给你烧香 也不给你没烧鸡吃了 笑话 我会稀罕你那么 几只烧鸡 我只感觉老师的语言 充满了饥讽 那 反正你就得帮我 要不然我就出国打工去 我再也不回来了 留你自己守着那个空屋子 臭小子 你敢跟我耍臭无赖是不是 我看你是欠抽 说着 我就感觉 我自己的右手 好像已经开始不听使唤了 我使劲用左手按着右手 可是根本就是徒劳 别借别借别借 有事好商量 老师 老龙 老仙 啪 结果 我还是没控制住我的右手 到底一个大嘴巴子抽在了脸上 直接我就眼冒惊心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哎呦 可疼死我了 您就帮一把吧 你看我荣誉 荣誉莫我 我这一天 我顺着这一巴掌 坐在地上就开始磨叽 行吧 你去看吧 需要我办的时候我自会处理 真体验烦人 说着 他就不见了踪影 哎 他可算是松口了 看来脸皮厚 还是有好处的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从仓库走到前面 走吧 去医院看看小影 说着 我拿着车钥匙 就要往处走 哎 你脸怎么了 张月勤突然用手摸了一下 我被自己抽肿的脸 没 没事 刚才磕的 紧接着 我们一行人 两辆车就从清风阁出发 直奔小影住的医院 到了医院后 我们停好车 就来到了小影的病房 由于家庭条件不错 所以小影住的是一个高级单家 一进病房 我就看见小影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 旁边有两位 估计跟我妈年龄差不多的老人 和一个男孩 都显得面色憔悴 二姨 这是大伟的朋友 过来给妹妹看事的 刘文静直接介绍了我 我走过去 冲着二老点点头 你们好 我叫戴雨 二位老人听完 马上便站了起来 我急忙让二位老人坐下 然后让屋子里的人先不要聊天 安静一下 小影 我是你戴哥 现在能听见吗 病床上的小影 睁开眼睛看看我 轻轻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我问你问题 如果是你就点点头 不是你就摇摇头 说着小影 冲我点了点头 于是我便开始按照 我之前的侧衣提问 而周围的人 都很安静 且色凝重地看着我们 运财的那个先生 是不是找你要了生辰八字 小影 听完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这人果然是强行地 将小影的才格改了运道 好 第二个问题 这个算命的人是否 跟你说过聚财的后果 说是要娶你几天阳寿 对 小影轻轻地说了一个字 然后点了点 现在看来 基本已经逃不出我的预料了 另外 此人一定是只告诉 第一次聚财的后果 而没说之后的事 最后一个问题 你找过这个人几次 或者直接点说 你聚了几次才 我想肯定不止一次吧 问到这小影不说话了 眼泪就在眼圈打转 没事 你放心告诉我就行 我不是来责怪你的 三次 我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 这傻丫头 当时我都告诉她 肯定要有严重的后果 她偏不信 而且竟然找人聚了三次 这世界上的人 往往都是坏得不听好的听 此外 此人运财的手法 和我预想的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正如我当初 用无鬼帮刘贵成的场子 运财如出一辙 她一定也是利用鬼匠 有偿地去帮小影聚财 鬼匠聚财 其实第一次可以算是无偿 只需求财者要几天扬寿 而第二次聚财 则需要扬寿 外加答对金银财宝 这第三次 就会要人的血 要么是施法者的血 要么就是求财者的血 这个看似的与小影非亲非故 当然不会用自己的血 来答对鬼 那么这聚财的鬼 自然就是来找小影 现在我更加肯定 这个人运财之前 一定没有和小影 详细地说过运财的后果 最严重的是 施法者的血 以备求财者的血 我不曾那么做 所以我不敢想象 需要付出多少 你们在屋里等一下 看了小影的情况后 我便来到病房楼层的洗手间 点了一支烟 三口烟过后 老师驾到 老师 此事如何破茧 我看不出来 那些鬼什么时候能吃饱 不过小影 这丫头 应该是挺不到他们吃饱了 挺不过迷日子时了 只怪此女子 心术不正 妄图巨飞来横财 你稍后记得要让她保证 从今往后别走歪门邪道 一心向善 才可帮助 那是自然 我急忙答应 让她在家里 向着东南的方向 摆一碗米 三支箱 外加供品 从今日算起四十九日内 逢七的日子 便烧香祭拜 我能听得出来 老师 是十分不想管这档子闲事的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下面的事 您打算怎么办 行此巨财之术之人 必然是已收此女子重金 此外 巨财之时 没有将严重后果告诉主顾 并且一句就是三次 既然会行此术 必然知其后果 明知后果而不告之事为害人 我让她运财的鬼将 去找施法者她自己了 那她可要倒霉了 不错 行不易 必自毙 她有手段则罢了 若是搭队不了 那便是应了那句因果循环 明白了 老师 今夜害时 你便替这丫头 拔队一下那聚财鬼将 六对纸人 六对金银财库 装满金银元宝 了解了 老师 说完后便离去 我则是直接回到了病房里 众人见我归来 都带着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看什么 我撒的尿而已 说完我便走到病床旁边 坐在了椅子上 小颖 这一次我决定帮你 但是你能否向天启示 从此不惧不义之财 不行害人之事 对钱财再无非分之想 广结善缘 说这一番话的时候 我表情十分的严肃 小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用力地点了点头 看来我是过于严肃 有点吓着她了 妹子 这些事以后还是少站 不要对什么都充满好奇性 还有你 说着 我用手指着她旁边的那个男孩 她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啊 任由她胡作非为 你这男朋友是怎么当的 是 那个 我也后悔当初让她找这个大仙 可是她不听 您看现在 我也懒得听她解释 直接打断了她的废话 行了 别说了 从今天开始之后的49日之内 逢七的日子 在家里摆一碗米 插上三支箱 向着东南处祭拜 记得买点贡品 满49日后 就不用再上香了 这个男孩 听完后 认真地点了点头 眼里满是感激 我低头又想了想 心里盘算着 答对巨财鬼这件事 今夜我要替小影答对对这些鬼匠 根据你的经济实力来 不用太多 我自己 就是开纸活电的 只见这小伙子愣了一下 然后忙点点头 毫不犹豫地 从包里掏出了一叠钱递了过来 我打眼扫去 大约能有2000多块钱 不好意思 刚才急懵了 忘了这么重要的事 我笑了笑 抽出500 剩下的给她塞了回去 您这是啥意思 是不是太少 我这就去银行去 这小伙子一脸猛圈地问我 这些东西按照市价 也就不到700块钱 我是开纸活电的 给你们厂价直销 也就500块钱 多了一分钱都不要 她姐夫大伟 和我是最好的哥们 所以说 我就当这次是帮自己人 这500块钱 一共是六个指人六对 金银财宝 和一些元宝 我自己这块不需要答谢 说话间 我冲着大伟那头 耸了一下眉毛 这货赞许地冲我 竖了一下大拇指 再看这个男孩 听完以后 更是感激地点了点头 对了 这人你们在哪找的呀 我多嘴问了一句 算命网站上 我彻底不知道 该说点啥好了 这时候那小子嘴里 不停地说着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你别见 我可不敢 有你这么个弟弟 揣好了钱以后 我想了想 觉得还是应该 教育一下小颖 刚起身的我 又坐了下来 妹子 听你代歌一句 以后尽量在网上 找那些个算命看事的人 是真是假 我们暂且不说 一来他们可能 往死里黑你的钱 二来 遇见心术不正的 你自己也容易招一些东西 在身上 能不碰这些东西 以后就不碰 遇到问题 尽量在自己身上找 不要什么事情 都寄托于算命看事 人这一辈子 生命本来就是一个道场 活着就是一种修行 你所经历的事 都是对你的未来的一种磨练 如果真的遇到了邪乎的事 可以过来找我 但是能自己应付的 尽量去解决 实在不行在求助外力 这才是人生的正道 说完 我便从凳子上站起身来 此事已了 嗜血的小鬼已经送走 我们回去吧 对了大伟 你媳妇身上的东西 我今天刚赶走 现在身体很弱 晚上尽量不要让她走夜路 有事给我打电话 说着 我拉住张月勤的手 一身正气的 就走出了医院 死于 这次这个事 你办得真潇洒 她夸了我一句 然后自顾自美美地笑着 那时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男朋友 听她这么说 我的心里真是舒坦的 不要不要的 别臭美了 你瞅你就在那沾沾自喜 气 说着 我们俩就上了车 直奔清风格儿去 路上张月勤 看见我的胳膊 被刘文静的指甲 抠破了几处 有点心疼地 在一旁不停埋怨 你看看 她把你都挠成什么样了 你不会躲着点啊 疼不疼 没事 她也不是故意的 反正下次看着她 我要找她算账 要不然 就让我揍大尾一顿 她气哄哄地 在那里自言自语 我举双手赞成 说着 我举起了双手 她马上把我的双手 又按回到方向盘上 白了我一眼 回到清风格 张月勤订了点外卖 我们两个吃过饭以后 我开车又把张月勤 送回了学校 然后我就折回了清风格 一进门边看见土豆 在电脑前面看新闻 这货一边看新闻 一边还她娘的跟着念 柳贤仔和柳仔贤离婚了 据记者爆料是 爱上了隔壁的女邻居 城内第一档儿童午夜 电台节目 大脸猫脸大电台 今日开播 中国足球队不负众望 成功的0比0 逼平了泰国青年队 我心想着 土豆一天 我两个无聊的大眼瞪小眼 于是我坐在门口 点了一支烟 继续听她叨叨 香平最新消息 半小时前 香平铝合金加工厂 发生枪击案 一流性男子中枪 现正送往医院抢救 目前嫌疑人已经被抓获 疑似雇雇凶凶杀 目前警方已介入 听到这儿 我的烟一下子就烫了手上 紧接着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我大声回头喊土豆 只见土豆也愣在电脑前面了 一动不动 然后张大的嘴说不出来话 一直瞪着我看 卧槽 快走 我们两个十分默契地丢下手里的活 直接上车 就奔着刘桂成的旅合金场杀去 一路上 土豆低头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祖保佑 佛祖保佑 到了刘桂成的场子 场门口密密麻麻围了上百人 周围还停了几辆警车 而从这些警车中 我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牌号 香毡1239 这不是别人的 正是张哥 张鹤瑶的警车 说是时内是快 我和土豆急忙推开人群 就挤了进去 让一让 让一让 这里是事故现场 不能靠近 一名年轻的警察 拦住了我们两个的去路 态度十分的严肃 让他们进来吧 他们是队长的朋友 接着我和土豆 直接就迈过临时隔离护栏 直奔案发现场走过去 案发现场映入眼帘的 只有地上的一滩血 几个法医正在现场踩正 张哥 我看见张鹤瑶急忙走了过去 同时他也回头看见了我 过来了老弟 出事的是老刘 凶手被抓回去就招了 的确是陈万桥请来的 子弹从胸口直接穿透 估计是悬了 张鹤瑶皱着眉头对我说 老刘在哪个医院呢 中兴医院 你赶紧过去吧 这边有我呢 说着 他拍了一下我的胳膊 那小刘呢 土豆这边急得满脸大汗 急忙追问了一句 小刘没事 现在在医院呢 那这边就麻烦你了张哥 说完我和土豆上车 就急忙赶去中兴医院 家里 土豆离得远远的就喊了一句 话说 我们两个到了医院以后 直接就冲来了抢救室 土豆 二叔 二叔 他被人枪击了 说话已经不利索的小刘 趴在土豆怀里开始哭 土豆紧紧地抱着他不停的安慰 没事了没事了 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我来了 戴鱼也来了 戴鱼 救救我二叔 救救我二叔 他一边哭一边对我说 整个人几乎已经哭得身体透支 喘气都一抽一抽的 你别急 先等抢救结束 说着 我给土豆使了一个眼色 土豆扶着刘嘉玲 坐到一边的一排椅子上 我则是走出到楼道 直接走出了医院 然后点了一支烟 抽了三口后 老师就上了身 我低头擦了擦眼泪 准备和老师求救 却未曾想 老师竟然先开口了 你就说 此人留不留的 当然要留 老师 有什么办法吗 你说留的 自然有法 你若不留 那便是没有 听了老师这么说 鱼哥 我瞬间是欣喜若狂啊 啥办法 还魂 那 我怎么做 先等抢救结果 这人如果没抢救过来 你便回清风阁 我带你过阴辨识 说吧老师便离去 我抽完了烟 又回到了抢救室门口 此时抢救依然没有结束 小刘已经哭上 气不接下气了 我走了过去 戴鱼 救救我二叔 救救 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你放心 不管能不能抢救过来 我一定尽全力 土豆也在一旁安慰 戴鱼的本事 咱们都知道 放心 这样 我先回清风阁 随时准备救人 一会抢救结果 你打电话告诉我 记着 千万别让医院 把老刘推太平坚 知道了 你去吧 说着我直接下楼 开车回了清风阁 路上我点了一支烟 叫上了老师 回去我该怎么做 过阴的基本药领 你已学会 现在回去要准备 一个红的领魂番 我带你在阴间 找到刘桂成的魂 你直接给他领回来 已经到了阴间的鬼 再给领回来 造下的业障 肯定小不了呀 怎么化解 多小时后 我就到了清风阁 期间我还回了一趟家 取了过阴的用具 进了清风阁以后 我直接拉上了卷帘门 换了一身秋衣秋裤 左手金右手银元宝 戴上了毡帽 穿上圆口鞋 腋下夹着领魂番 坐在椅子上 抽着烟等电话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着 说实话不紧张是假的 而此刻宇哥 我只能用抽烟来缓解 大约过了能有十多分钟 突然电话响了 我急忙接了起来 你好先生 这这里是康尔勒住厅中心 恭喜您获得了价值 一千八百八十八元的 我直接挂了电话 大爷的 吓得宇哥出了一身冷汗 我打开冰箱 拿出一罐可乐打开 刚举起来要喝 电话又响了 我放下可乐 急忙接起了电话 戴于 老刘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死亡 知道了 看住了尸体 说着 我便挂了电话 点了一支烟猛抽了三口 然后直接趴在冰凉的地面 就闭上了双眼 等我睁眼之时 已经身处阴间 周围黑漆漆一片 光线非常暗 起来吧 跟在我后头走就行 我一抬头 便看见 身穿白色战甲的老师 立于我面前 左手扶着配件 右手手里握着一杆长枪 需不需要上上次 跟莽家老仙来时候一样 你拽着我 不需要 跟上便可 说着 老师回头便开始走 我左手右手 更拿着一个金银元宝 就跟在后头 不过我发现 这次过阴和上次不同 上一次 周围的孤魂野鬼 都靠近我打量 躲得远远的 好像老师在他们眼里 就如同阎王爷一般的存在 别东张西望的 跟住了 老师头也不会严厉地说 是 我应了一句 便加快了步伐 同时尽量克制住 自己的好奇心 不去打量周边的一切 就这样一直走 走了大约都有一个来小时 突然老师停了下来 你手里拿着那元宝 是干啥的 啊 不知道啊 我TMT死你 那元宝 是给孤魂野鬼扔的 这也是规矩吗 不是 这就像是 你们给那帮要饭的钱 属于行善积德 但是老师 我一共就俩呀 扔出去不就没了 你只管扔便是 见老师这么说 我便直接把 金银元宝都扔了出去 结果神奇的是 手里一瞬间 又出现了 金银元宝各一个 我试着扔出去 结果手里又出现 原来在阴间 这两个元宝 是丢不完的 一时间我起了兴趣 不停地往处扔 每一次扔出去 手里又会出现 心想 这事儿还真是神奇 哎呀老师 这可太神了 我一边扔着一边说道 好玩吗 玩够了吗 玩够了继续走 我不再说话 老老实实跟在老师后头 路上看见孤魂野鬼 就扔两个 不过他们 都是靠得远远的 等我和老师 走出一段距离后才 过去捡起来 又走了一会 老师再一次停下了步伐 我定睛仔细望去 看见前面有仨人影 刘贵成的魂魄就在前头 你过去给领回来吧 不对啊老师 我看前头好像还有俩人呢 那俩人是干啥的呀 阴差而已 老师说的是那么自然 啊 阴 阴差 那我从人阴差手里 把老刘领走 他们能不能打我啊 我有点头皮发麻地问了一嘴 你过去试试便知 说着 老师往前推了我一下 这 好吧 宇哥我硬着头 就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但是越靠近我这心里就越秃秃 这仨人 中间的是面无表情的老刘 旁边的这俩 那可不是什么善茬子 一个长着牛的脑袋 一个长着马的脑袋 对 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 牛头马面 我试着整理了 一下自己有点慌乱的心情 慢慢往前走了几步 牛头马面突然也停下了脚步 然后回头望着我 瞬间我的小心脏 就吓得扑通扑通的 我试着伸出手打了个招呼 这俩人却不言不语 一直看着我 我突然紧张到 有一阵阵想撒尿的感觉 仔细一想 感觉还是张口打招呼 比较有诚意 然而 不清楚究竟是过于紧张 还是这抛尿 把我的思路给憋乱了 我张口便来了一句 那 那个 二位 吃 吃吃吃 吃了吗 话音刚落 就感觉后头有人踹了我一脚 我吓得 叫了一声 这一叫 把这牛头马面 惊得也是一机灵 然后看他们的驾驶 就要上来削我 但是二人刚迈出一步 就又停在原地看我 我从地上爬起来回头一看 老师赫然站在我的身后 有没有点出血 吓着德行 赶紧领上刘桂城 走了 说着老师就转了过去 我再回头看看牛头马面 二人面无表情 当然 他们就算是有什么表情 我也不见得能看得出来 二 二位 那我就将这刘桂城领走了 说着 我试着伸出手 拉住刘桂城的衣服 就往处拽 结果丝毫不费力地就拉了过来 那二位 依然是望着老师的背影 不言不语 说着 我转身举起了领魂帆 拉着刘桂城就往回走 老师在前 我们在后 此时此刻 我心里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件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领魂 这根本就是老师 仗着自己本事大 带着我来阴间 把刘桂城又抢了回去 这就是强抢 正所谓 古有恶霸官僚 民间强抢民女 竟有老龙带雨 阴间强夺王魂 听见张月勤这么说 而且如此开心 我一连黑线 不剃 剃了吧剃了吧 剃了才行成 要剃你自己剃 附近有个尼姑庵 要不你剃了 我给你介绍介绍 你也去待三天怎么样 我猜不去呢 我要在家吃火锅 吃零食 看电视 想干嘛就干嘛 走好吧 宁娜 说着对面就挂了电话 哎 这TM是什么媳妇 盼着自己男朋友剃光头 轻装变形的准备好后 我开车就去了清风阁 小刘已经很早就到了店里 在门口和土豆聊着天 见我来了 便起身迎过来 大鱼 你可保护好我家小刘 少废话吧你 看好你的店 中午小刘就耐回来 我要留在那三天 留三天 出家 土豆瞪大眼睛 伸着脖子问我 嗯 算是吧 剃光头呗 土豆一脸见笑地望着我 我TM又是一脸黑线 你不用管我剃不剃 反正如果我剃了 回来以后 你这一头乌黑秀法也保不住 土豆听闻便马上找了个帽子戴了起来 嘻嘻哈哈聊了一会后 我和小刘便开着车 本着锦州而去 进了锦州后 我们先找了一家粮油店 可是问题来了 百斤米 千斤便好解决 但是万斤油 可不是那么容易凑的 于是通过商量后 粮油店的老板答应我们 马上就开始联系同行们凑油 毕竟这么大个火可不适 总能遇见的 过了一个多小时 足足来了六辆小卡车 卡车上装满了色拉油的大桶 一桶十斤 足足有一千桶 随后 我们又找了一辆卡车 装上了一百斤大米 一千斤白面 出发了师傅们 普陀山普陀寺 我的车拉着小刘在前面带路 后面浩浩荡荡 跟了七辆卡车 直奔普陀山去 跑了大约能有一个半小时 我们的车队终于抵达普陀山 然后顺着盘山路 直接上到了寺庙门口 我告知司机师傅们 原地待命 我和小刘便直接进了寺庙 早就有所耳闻 普陀寺平日香火就比较旺盛 被人称之为佛门圣地 许多拜佛或是待发修行人 都把此处作为不二之选 我们进了寺庙后 果然是香火旺盛 我随便找了一个小师傅 直接拉了过来 小师傅 能否带我去找一下寺庙的方丈 阿弥陀佛 施主找方丈何事啊 我们是来行善还愿 消除业障的 您把香火钱放到功德箱里就可以了 如果带的是物件 放在百公平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装不下 都在门口车里放着呢 您帮我找一下吧 麻烦了 这小和尚想了想 冲我们点了一下头 好吧 二位随我过来 接着我们跟着这小和尚 就到了方丈所在之处 通报过后 屋子里走出一位年过六旬的大师 您好方丈 说吧我和小刘 便双手合并礼拜了一下 阿弥陀佛 施主何事 我与朋友因一些事情造下了业障 特来贵私捐赠 以减轻业障 阿弥陀佛 二位施主慈悲为怀 所捐何物 见方丈开口问 我冲小使了一个眼色 小刘马上一回 弟子准备百斤米 千斤面 万斤油 以求增幅消账 阿弥陀佛 我带寺内上下百余众僧人 谢过女施主 平僧一定率众弟子念经做法 帮你们减除业障 阿 那就谢谢方丈了 那我们就让这些司机 把米活面都搬进来了 我给你找几个帮手 说话兼着方丈摆摆手 换了几个年轻的和尚过来 你们跟二位施主去门口 帮忙往寺里搬粮食 多谢了几位小师傅 说着 我领着几个和尚就去了门口 小刘则是留在方丈那里 方丈说 要给小刘念上一段 专门消账基伏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 并教会小刘念诵 以方便日后在家中 自己方可念诵 再说我这边 当几个小和尚 看见我的一千斤白面 就已经可以从眼神中看出 有些许的惊讶 一个小和尚嘴里嘀咕着真多啊 可怎么吃啊 慢慢吃就行了 我笑着迎合了一句 我们便开始搬运 过了一会 搬完了米活面 当我打开后面 几辆卡车的车厢 几位小和尚 看见几百桶油以后 惊讶地回头望着我 施主 怎么这么多啊 是啊 辛苦几位了 我笑呵呵地回应着 看来这回 咱们要吃一百年了 我看也是 说着我们几人便一趟一趟地 开始往寺庙里搬油 搬到最后 我和几个小和尚 已经是累得筋疲力尽 几位司机师傅 虽然常年干活 但应该也是很久没一口气 泄了一万斤油 也都气喘吁吁地坐在路边休息 这时 一个小和尚 从寺里拎着一桶水走出来 手里拿着几个碗 几位施主 喝点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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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司机师傅们一一道谢 喝过水后休息了十多分钟 司机们便开着卡车回去了 我回到寺庙里 小刘还在听方丈将 地藏菩萨本愿经 念完后 小刘便与方丈告别 车钥匙给你 你把车开回去吧 我要在这里修行三天 说着 我递过去车钥匙 好 你保重身体 我就先回去了 说着小刘就上了车 望着渐渐远去的奥迪 我的心中无限感慨 诶 语哥也要出家修行了 从此人生觉悟又要提高了 回到方丈身边 我说明了来意 方丈跟我讲解了 寺庙从早到晚修行之事 等会等会 方丈 您说得太快 我也记不住啊 我十分难为情地说道 那便给你安排一名弟子 为你时刻讲解 那是最好 那是最好 我急忙点头感谢 然后便到屋外等候 过了大约十分钟 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师傅 来到我跟前 把我领到了一间客房里 客房很简单 只有床 枕头 被子 一套崭新的牙刷毛巾 其余就是四面墙壁 施主受方丈之命 这三天 由我来做施主的引路僧 多谢小师傅了 我毕恭毕敬地道谢 小师傅对我说 从明天早上起 僧人们每做一件事 他就会对我介绍一下 而我需要做的 就是跟着寺庙众僧 一起做同样的事 外加打扫卫生 明天算是第一天 今晚我就住在了 寺庙的客房里 而睡觉这个问题 正如我来之前 所预料的一样 我失眠了 因为这寺庙里 到了晚上十点就熄灯了 熄灯以后 简直是安静 我活了二十多年 从来也没经历过 如此安静的时刻 由于是自己一个屋子 百般无聊的 我便偷偷地打开房门 捏手捏脚地走出了寺庙的大门 找了一个黑暗的角落 点了一支烟 狠狠抽了三口 可是 此时此刻听见老师的声音 雨哥真是感觉无比的温暖 没什么事 就是找你聊聊天 抽个烟 太安静了 失眠 修行本就如此 这也算对你的一个考验 此次我决定与你一起修行 我听老师这么说 便觉得 这几天应该还算好过 毕竟有他陪着我 抽完了烟 我悄悄前回我的房间便睡下了 结果 日子远比我想的 还要艰苦上百倍 第二天一早 我就后悔 昨天没有早点睡觉 而是偷偷出去抽烟 第二天早上 准确地说是天还没亮 我就被一阵 好像是主板的声音叫醒 我试图用被捂住脑袋 但是紧接着 就是光光光地敲钟声 我闭着眼睛坐了起来 哼哼唧唧磨蹭了一会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我去 刚三点四十五分 没办法 总要按照规矩来 我强忍着困意穿好了衣服 推开门 发现方丈安排给我的小师傅 已经在门口后着了 阿弥陀佛 张师主早上好 早上好师傅 咱们是要吃早饭了吗 我摸了摸昨晚就没吃饱的肚子 小师傅却答非所问 丝毫不提吃饭的事 刚刚叫师主起床的 是打板和沉钟 钟声可敲醒沉迷众声 听闻者烦恼轻 智能掌 菩提增 离地火 出火坑 圆成佛 度众声 三遍终声后 接着就是鼓声 嗯 了解了 然后咱们是该吃早饭了吧 我约约预试地问道 不 接下来是早课 早课即诵经念佛 首先是 大佛顶首愣言神咒 之后是 大悲咒 十小咒 和 心经 心经末了 便唱诵整个般若 小师傅一边说着我 一边就坐在了高高的门槛上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睡着了 师主 醒醒 师主 吃饭了师主 睡梦中我听见小师傅说吃饭 马上一个机灵恢复了清醒 赶紧擦了擦嘴边的口水 不好意思啊 小师傅 起太早还有点不习惯 我难为情地笑了笑 无妨师主 接下来是不是吃早饭时间了 我厚着脸皮又问了一遍 而这次的答案 终于是我想听到的了 正是 早饭佛门称之为过堂 寺院中吃饭是重要的功课 在一饮一灼间 要能不贪不称 平心尽气接受供养 吉甲修真 好了好了 我们先过去 吃的时候慢慢讲 我直接拉着小师傅 就去了吃早饭的饭堂 结果 我还是没有很快地 如愿吃上早饭 当我们到了饭堂 我看见了粥和馒头 以及咸菜 已经摆上了桌面 说着 我过去就要开吃 却发现周围的众僧人 都没有动款 而我只能把筷子放下 既然来修行 自然要按照人家的规矩来 这时候 又响起了一阵主板声音 众僧人双手合并 开始唱经 粥有实力 饶意行人 果报无边 究竟常乐 听着众僧的诵经 我转头看向了小师傅 小师傅停下诵经对我说 面对冲击养生的食物时 僧人再度提醒自己 不妄上求福道 下话众生 要追随先圣先贤 听把我点点头 此刻我只想说 大伙快点唱 唱完了 赶紧让雨哥吃饭 歌快不行了 就这样 雨哥在饥饿的折磨中 又听和尚们在方丈的带领下 念了二十来分钟的经文 最后终于可以动快了 我直接把眼前一小碟 咸菜倒进粥里 狠狠咬了一口馒头 喝了两口粥 又狠狠咬了一口馒头 总之是三口两口 一份早餐就被我消灭掉了 我拿着空碗站了起来 走到了方丈那里 方丈正在低头用餐 见我来到他身边 便抬头看着我 我们对着望了大概十秒 我露出十分和蔼的微笑 冲方丈点了点头 伸出了手里的碗 方丈也微笑 看着我点了点头 然后低头继续吃饭 合着他是没明白 雨哥过来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方丈又抬起头 我拿着碗 冲他又鞠了个弓 方丈也站起来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饭后坐下 低头继续吃饭 这实在是太TM尴尬了 哎 那个 再给我来一碗粥 两个馒头 我不好意思地伸出两个手指 这时候 方丈抬头一直看着我 突然我后面 有人拉了我的衣服一下 我一回头 是我的那位小师父 施主 我们每日一份早饭 都是定量的 已经没有多余的了 我一听 一下子就梦了 啊 没有了 粥筒不就在这摆着呢吗 说着 我掀开了筒盖 发现里面真的是空空如也 那 我没吃饱呢 咋吧 我小声 把小师父拉到一边低头问道 昨天晚上 我不就没吃吗 我尽量压低了声音 可是这和尚们吃饭 实在是太安静了 就连喝粥 也没有做出来的动静 我说的话一字不漏 让饭堂里的很多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紧接着就传来一阵阵 低微的焦头接耳声 我放眼望去 很多和尚刚开吃 甚至有一些和尚 还没有开始吃 要不然 我把我的馒头给您一个 您吃的 太快了 实在是 只见这小师父面带苦笑地说 但是宇哥能要吗 不能 这么点人性还是有的 身为修行之人 怎能夺他人碗里之食 君子不夺人所好 不吃了 我笑着冲四周双手合并 急忙解释 吃饱了 不吃了 各位慢用 慢用 哈哈 说完了 我就迅速闪出了饭堂 在门口的台阶坐下 话说 根本就吃了个半饱的宇哥 坐在门口就想抽烟 但是唯恐偷偷出去被发现 眼下也只能忍一忍 一会吃完早饭 回去睡个回笼觉吧 实在是太坦凉的困了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 早饭结束 我看着一众僧人们 十分规矩地 把自己的碗筷放到一个桶里 而我的碗筷 也由我的小师父 一起帮我放在了那堆碗里 然后回头便冲我走来 啊 小师父 早饭吃完了 我去睡个回笼觉啊 午饭麻烦你再叫我一声 说着 我就往回走 没走出两步 突然被人拽住了衣服 啥事啊 小师父 带施主 接下来是早课时间 不可懒惰 走吧 随我去大殿 说着回头便走 我一脸黑线地跟在后头 这实在是太扫兴了 我现在已经困得眼皮打架了 到了大殿 众僧人已经分为左右两边 坐在了蒲团上 我和小师父 坐在了右侧末尾 靠近大门的位置 坐在蒲团上 我这困意 马上就如洪水猛兽一般袭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 眼睛是怎么闭上的 带施主 醒醒 方丈在点名 带施主 此刻的我以为 是在梦里有人叫我 干脆就不搭理 身体的本能 让我抗拒着耳边的一声声呼唤 带施主 吃饭了 哎 来了 我愉快地喊了一声 蹭的一下 从蒲团上就站了起来 四周环顾一下才发现 此时是在上早课 许多年轻的和尚 想笑 但是不敢笑 都表情十分猙獰 一个个脸 憋得都像是紫萝卜一样 此刻 所有人都盘腿坐在蒲团上 唯独我自己是站着的 而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我身上 此刻宇哥的大脑 飞速地旋转 考验智商的时候来临了 啊 我的意思是 既然我来了 与众位师父一起修行 那方丈 是不是也赐我一个法名 这样我认为 有助于一心向佛 更贴近咱们这个组织 你们说 对吧 对不对 对 我前后左右地问着 渴望着能得到共鸣 可是既然没有一个和尚帮我一把 场面再一度陷入尴尬之中 就在我不知如何化解这份尴尬之时 前面德高望重的方丈大师 开口说话了 代师主说得对 对吧对吧 那就劳烦方丈了 我双手合拢 低头作一 心想 宇哥实在是太TM机智了 方丈思索了片刻后 自顾自满意地点了点头 代师主 出家人法号 皆已是自开头 是即使佛家姓 师主此行未曾得志 除业障而来 是的 是的 我不住地点着头 那就取得志中的志 一位早日成大志之人士 再取业障中的障 为尽早驱除业障 我不住地一边听方丈赐名 一面点头 哎呀 真是个好名字啊 志 不对啊 怎么是志障 不是吧 德高望重的方丈 怎么会给宇哥 取了这样的法名 志障 是志障 有何不妥啊 没 没不妥 好的很 我苦笑着点点头 因为我实在没什么可挑的 佛门中的本就六根清净 怎么会和把法名 和低俗文化挂钩呢 就这样 我有了人生中第一个法名 还是普陀寺高僧为宇哥取的 名为是智障 不过好在 是在寺庙里 中僧侣们心无杂念 也不曾有人笑话我 这一点 让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智障 刚刚是方丈赐你法名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早课了 若没有得到允许 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殿 我听完点点头 四周环顾了一下 此刻我们所在的大雄宝殿 香烟缭绕 灯烛辉煌 随着一阵阵木鱼声敲响 我随着众僧人先是礼佛 也就是磕头 随后便念 大佛顶首愣言神咒 所有僧人都是熟记经文 我怎是手里捧着一本 由梵文翻译成汉字的手抄本 小师傅对我介绍 大佛顶首愣言神咒 可保自己不受诱惑 念完了 大佛顶首愣言神咒 接下来的程序是绕佛 众僧人排成一排 我站在队伍中间 方丈站在最后面 队伍绕着佛像边走边念 小生对站在我前面的小师傅说道 这是第一课 稍后还有第二课 你去和方丈知会一声 说把我尽量 不去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悄悄溜到了队伍尾端 然后用手挡住了嘴嘴 就冲方丈凑了过去 准备趴在他耳朵边申请一下 谁知我这举动 竟把方丈下了一条 突然退后一个裂解 差点没站稳 几个和尚 马上就冲过去扶住了方丈 我知道 这的确是我的过时 常年修行与寺庙中 不问尘事的方丈 怎么可能接受这种 悄悄话的行为呢 这时候 一个和尚大声问我 你要做什么 智障 我的心里这个恨啊 恨不得像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名字 实在是太刺耳了 啊 我 我有事禀报 我要拉巴巴 就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众僧人都愣住了 紧接着 小师傅赶紧跑过来 站在我身边 小声纠正了我 要说如策 寺庙乃是佛门圣地 不可说乌言会语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呀 我一听急忙纠正 方丈 智 智障要如策 去吧 去吧 惊魂未定的方丈摆摆手 得到大赦的我 马上就冲出了打点 到了厕所 便一泻千里 蹲坑过后 我又回到了大殿之中 众僧人们 已经坐在了蒲团之上 我急忙归位做好 小师傅继续对我介绍 现在是第二课 眼前所念诵的是 三班归一 说完他便继续 跟着大家一起念经 同时放在我眼前 一小落经书 我低头每本都看了一下 心想当和尚 也是真心不容易 一上午就要念这么多经 人们常常把 让人困乏的声音 比喻为年轻 今天语歌是真的深有体会了 三班归一 还没送完 我就已经困得 有点坐不住了 身体左摇右晃 嘴里跟着大殿的戒走 哼哼唧唧 也不清楚 自己念的是什么 这时候 小师傅发现了我的状况 轻轻推了我一下 智障 坚持一下 一会念完十小咒以后 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我一听 马上来聚集了一下 自己的精神头 还有一个十小咒 就能回去睡觉了 然而 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美好 十小咒 目的是以念诵经咒的功德 回向给八部天龙等众鬼神 祈愿寺庙中安静无事 回向 指的就是诗像 就如同佛祖 把功德诗像众生 就是众生回向 听完小师傅介绍 我心里的确已经迫不及待 念诵十小咒 念完就回去睡个回龙觉 接着 我便跟着众僧人开始念经 小师傅 你这个骗子 大骗子 我目光呆滞 用手使劲扣着屁股底下的蒲团 对他说 智障 为啥这么说我啊 小师傅一边念经 一边问了我一嘴 你不说念完十小咒就结束了吗 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这都念第五个经文了 此刻语歌的心情就是 不开心 十分的不开心 智障 所谓十小咒 指的并不是某一篇经文 而是包含了 如意宝伦王陀罗尼 消灾吉祥神咒 功德宝山神咒 准提神咒 圣无量寿 决定光明王陀罗尼 要是灌顶真言 观音灵感真言 欺佛灭罪真言 往生净土神咒 大吉祥天女咒 这十篇小经文 还有 方丈既已赐你法名 那么你 便是方丈临时弟子 我也是方丈弟子 你叫我师兄就是了 好吧 听到他一一做出解释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一脸摔向的 一直跟着念诵完了十小咒 哎 果然是出家人不打狂语 十小咒 真的就是十篇小咒 念诵完十小咒 便是休息时间了 庙门打开 开始迎接全国四面八方 来普陀寺 烧香拜佛的佛教教众 这时候 师兄拿着两把大扫帚 走了过来 我二话没说 直接就结果了扫帚 你就说扫奶吧 不用 你休息就行了 我来打扫 反正活也不多 师兄就是师兄 永远那么的和蔼可亲 那我可睡觉去了呀 师兄 去吧 去吧 说着 我把扫帚立在一边 回到房里就躺在了床上 听着窗外传来的刷刷 刷刷的扫地声 我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最后索性直接一咕噜就爬了起来 坐在门槛上 就看着师兄扫地 我突然灵机一动 师兄 寺庙有后门吗 有啊 怎么了智障 我闭上眼睛 平复了一下即将崩溃的情绪 未来还有两天半的时间 要被人称为智障呢 我要忍住 我们去打扫一下后门吧 也行 可是这里还没扫完呢 回来再扫 回来再扫 走吧走吧 说着 我拉着师兄 拿上大扫帚 就让他带我去了寺庙的后门 临走之前我还回屋取了点东西 普陀寺后门 师兄 你谢一会 谢一会 我扫 我扫 不用 我扫就行 智障 师兄笑着抢过扫帚 那就一起吧 咱们扫扫门外 行 说话间 天真无邪的师兄 就跟我一起 出了寺庙的后门 后门的门口 是一片比较空旷的场地 下面就是山林 这里除了我俩 再找不出任何人烟 来 师兄 给你看到好东西 我冲眼前这和尚挑了挑眉吗 而他想必 也是平淡的日子过了太久 说有好东西 难免也有好奇心 便拿着条轴走了过来 我像小偷一样四周环顾 确认没有别人之后 从兜里掏出了烟河火 来一个嘛 师兄 我拿出一根烟蒂了过去 师兄见了 仿佛见到了吃人的老虎似的 蹭蹭蹭几步就退出老远 智障 我万万万万没有想到 原来你是叫我过来 跟你一起抽烟的 师兄义正言辞的怒喝 抽一根吧 这也不算是酒肉 没事的 我笑着又走了过去 罪过罪过 阿弥陀佛 万万不可压至账 虽然我大乘佛教 没有明文规定 不准吸烟 但是 出家人要有三千威仪 八万细形 吸烟时有损威仪形象 故此最无明文戒律 亦属制止之事 另外 吸烟也是浪费和不良习气 对修行人的健康 亦有很坏的影响 行了行了 不给你了 我自己抽还不行吗 你别告密啊 我指了他一下 便走到墙角蹲了下来 小僧 就当没看便是 说着便拿起扫帚继续扫地 我坐在墙根 享受着阿师马 带给我的快感 闲着没事 便与师兄开始闲聊 哎 师兄 你是多大来当和尚的啊 今年多大年纪啊 十岁 今年三十三 那你怎么想起出家的 我六岁那年假发水灾 顿入空门前的家人 全部都被水冲跑了 我在后来几年乞讨的时候 被传染了肺结核 眼瞅就要病死了 叫出行的师伯给救了 然后就把我带回来了 啊 看不出你也是个命苦之人啊 师兄 我看你其实也是外向性格 挺喜欢说话的吧 我抽了最后一口烟 然后在脚下踩面 把烟头揣进裤兜里 嗯 还行 他依旧低头扫着地 师兄 那你对头的花花世界都不好奇吗 说着 我又点了一根烟 我从来到普陀寺以后 受到的教育 就是六根清净 色 贪 婚 偷 杀 九之六大戒律 解释万恶之源 说这番话的时候 师兄面不改色 我用手指夹着烟走到他身边 他本能地向后靠了靠 师兄 你就真没有过任何非分之想 比如说 想吃点好的 比如 爱你就说实话吧 你帮我保密抽烟 我也帮你保密 师兄望着我 表情十分地纠结 最后叹了一口气 人非圣贤 谁能没有气清六欲呢 想的时候便念经 念完了经 杂念自然也就消除了 行吧 看来师兄这境界 与哥我这辈子都达不到了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去过堂吧 听师兄这么说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快十一点半了 心里便期待着 午饭究竟会吃点什么 到了饭堂 众僧整整齐齐坐在了桌子前 开始念诵经文 我扫了一眼桌子上的午饭 白菜炖豆腐 胡萝卜炒木耳 大米饭 看上去还是挺有食欲的 十分钟过后 诵经完毕 开始过堂 我夹起了一块菜尝了一口 发现味道还真挺好 接着便狼吞虎咽地 开始往嘴里扒饭 智障 慢些吃 对面的一个师傅提醒我 于是我 尽量把速度放得很慢 不过还是 最先把米饭吃完了 紧接着 我又续上一碗米饭 吃完了午饭 依旧是休息时间 我正在屋子里躺着午睡 师兄叫醒了我 智障 这是你的僧袍 我睁开眼 看见师兄摆在我身边 一件棕色的僧袍 我直接就脱了自己的衣服和裤子 换上了僧袍 原来女人穿裙子 就是这种感觉啊 可是躺下以后 起身去 准备去大殿前面走走 此时正是游客高峰期 大殿上拜佛上乡的佛教教徒 排了长长的队伍 我就大摇大摆地 从后面绕到了大殿正门 然后便在院子里闲逛 可是宇哥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过往的游客 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 难道宇哥穿僧袍很别扭吗 智障 你怎么跑着来了 赶紧回去 僧袍不能这么穿 啊 下面必须穿裤子 我觉得 这样挺凉快的 说着 我踢起了袈裟的裙摆 露出两条大毛腿 还扇了两下裙摆 周围的游客突然都躲得远远的 而宇哥我也发现 这僧袍的侧面是开叉的 一直开到腰 也就是说 这一路我都在走光 这肯定是寺庙收留的精神病 一个岁数很大的老太太 打开了热议的话匣子 哎 是啊 一看就是个可怜的人 一会咱们多捐点香火钱吧 这普陀寺果然是佛门圣地 你看这种人 如果寺庙不收留 在社会上 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搞不好还会成为社会败垒呢 对啊对啊 你没听过刚才那个小师傅 叫他智障吗 此时此刻 宇哥的脑袋嗡嗡作响 回头撒腿就要跑 死于 突然我听到了无比甜蜜的声音 是俺家张月勤开看我了 我一回头 就看见 他笑容满面地看着我 我刚要冲上去 突然当下 一阵凉风吹过 你 你等我一会 说着 我撒腿 就往宿舍跑去 穿上了裤子 我又来到大殿前头 看见张月勤请了一炷香再拜佛 拜完了后 我们便走出大殿 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聊着天 你怎么没剃光头啊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我就是戴发修行三天 不用落发 那你在这住的 还习惯不 嗯 还行吧 我师兄对我也挺好的 你看 他过来了 说着 我就指着远远走向我们的师兄 突然 我想起点什么 急忙就冲走来的师兄使眼色 示意他离开 回去 赶紧回去 我一边打着口语 一边对师兄挤眉弄眼 怎待师兄出家多年 早就看不懂这低俗的民间暗语了 智障 师兄叫了我一声 心情大好地走了过来 这位女施主是 不等师兄问完 张雨勤直接就打断了他 并一脸凶向地迎了过去 你骂谁呢 女施主 我没 不等师兄说完 张月勤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你没个屁 我都听见了 你骂我男朋友是智障 你才智障呢 你一出家人还骂人是不是 我告诉你我 张月勤瞬间火冒三丈 哔哩巴拉就扯着嗓子对师兄 别 误会 误会 我急忙拉住张月勤就要解释 误会 误会个屁 我都没说你呢 你平时在家不挺厉害的吗 要我喝溜的 你这没用的东西 叫人给欺负成什么样了 啊 人指着你鼻子骂你 你都笑脸相迎的 我告诉你 你能忍 张月勤手指头一边点着我的额头 一边就说我 智障 你这朋友是怎么了 虽然师兄声音很小 但是还是让张月勤听见了 哎呀 还敢骂 你瞅瞅你 窝囊成啥熊样了 说话间 张月勤挽起了袖子 就把我往一边推 我件事情眼看就要无法控制 便扯着脖子大吼一声 我是智障 这一声吼别说还真管用 张月勤直接愣住了 当然 同时愣住的 还有周围的几百名游客 他们怎么你了 你这么怕他们死于 张月勤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咧开嘴就要哭 走过来就要抱我 别别别 寺庙里呢 追一点追一点 你听我和你解释啊 那行 你解释吧 你解释不清楚 我立刻就把你接走 说着 他揉了一下红红的眼睛 这是我师兄 月亮 我师兄没骂人 我的法名就叫是智障 徐一世 早日成大智之事 早日消除业障 佛门圣地六根清静 怎么可能骂人呢 也就咱们凡夫俗子 能联想到低俗的骂人话上 我解释完了 不但是张月勤 周围的人也都恍然大悟 智障大师威风啊 突然不知道 谁家熊孩子 突然发出了这么一声 紧接着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张月勤也是直接笑的眼泪 都流了出来 行了 散了散了 都忙自己的事去 我使劲哄散人群 然后一脸黑线地 等张月勤笑完 智障师爹 你女朋友可真厉害 吓死我了 师兄 吓得摸了摸胸口 张月勤笑完了之后 再看劲道的师兄 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过来 那个 不好意思小师傅 刚才误会了 没吓着您吧 他两只手不停地 我在一起摆弄着 样子显得十分窘迫 无妨 无妨 女施主真是兴如烈火呀 师兄甘笑了两声 我先回去干活了 师弟 你和女施主慢慢聊 紧接着 师兄灰头土脸地 就跑没影子了 我和张月勤 又在寺庙里 随便转了一会儿 我要走了 一会下午三点的火车 啊 这么老远来了 就待这么一会功夫 就要撤退啊 对啊 我就是想看看你 现在看完了 我就回去呗 我走了呀 智障 哈哈哈哈 这好吧 有钱就是任性 我笑着打句道 此刻心里真是暖洋洋的 为了看我 大老远坐火车就过来了 看一眼就走 虽然不舍得 但是更多的还是感动 目送张月勤离去后 我回到大殿 过了不到十分钟 就进入了下午的诵经时间 周围很多游客 都站在大殿外观望 而我和师兄 就靠在大殿的门口 因此 门口的说话声 我听得十分清楚 哎 这不是那个智障大师吗 他怎么也跟着一起念经啊 一个女人的声音 从我耳边传来 这时候 一个男的做出了 十分科学的解答 七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佛家讲究众生平等 虽然是智障 但是必然是受到了 佛法的感染 也一心皈依我佛了 啊 懂了 好羡慕这二傻子 我忍住心中的悲愤 满腔怒火 把我憋得浑身发抖 此时此刻 我真想马上冲出去 随便找点大棒子什么的 就好好招呼 招呼一下这男的 大爷的 真当宇哥跟和尚一样善良呢 话说下午的诵经时间 比上午要漫长得多 在念经过程中 我不断听见大殿的门口 有人窃窃私语 唉 那人怎么睡着了 唉 智障也在这念经呢 到后来 宇哥我已经彻底地习惯了 眼不见为净 阿弥陀佛 下午诵经结束后 就是过堂晚饭 普陀寺的晚饭 无比的简单 依旧是馒头和粥 还有一点小咸菜 晚饭过后是晚课 我又坐在大殿 跟众僧人们念到九点 你还别说 到了晚课的时候 经过早课和下午课的熏陶 晚课我竟然能跟着读一些 而且真是感觉内心特别的平静 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 心无杂念一身轻 晚课过后 我和师兄拿着条肘 开始打扫后院 打扫到后门 我自然免不了出去偷偷抽支烟 又抽 师兄低着头扫地 虽然灯光很暗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但是从语气中 是可以听出他有点郁闷 你也别说我 师兄 我这行业 不抽烟 那就相当于 你们不念经 出家人不念经 你说 还有什么能支撑信仰呢 我笑着 蹲在墙角抽烟 脾气十足 师兄看了我一眼 叹了口气 师兄 你就不问我是干啥的 不用问 我知道你是心善之人就行了 师弟你本性是不坏的 说完又刷刷刷扫着地 好吧 他又把天撩死了 每天跟我交流的 只有他一个人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话题终结者 实在是太无聊了 抽完了烟 我们各自回房睡觉 可是我躺在床上 还是睡不着 这里简直安静的圣人 我开门四周环顾了一下 确定不会有人来访 关上门后 我就点了一支烟 一口接一口地抽着 莫名其妙 就感觉肚子饿了 唉 这要是在家 煮个方便面吃 该有多好 正想着方便面的味道 突然就感觉困得不行 哈欠一个接一个打 还流起了眼泪 老师 什么吩咐啊 我一面揉着眼睛 一面把烟头掐面 吩咐没有 就是上来瞅瞅你 我呀 挺好的 就是太无聊了 我又打咳一个哈欠 直接躺在了床上 看着黑漆漆的天棚 今日随这帮和尚 念了一天的经 可有感觉 晚课的时候 心舞杂念 效果还是挺好的 我翻了个 生气在了被子上 和老师聊着天 今日 我去看刘贵城 毅然苏醒 地府那边答对的 也比较满意 老师说道 嗯 那就行 那没什么事 我就睡觉了 你可还记得 那日 你从阴间回到阳间后 我对你说 我要去一趟地府 让你先上去 记得呀 你可知 我去地府做神 判官找我过去 喝了口酒 和我谈了点你的事 我一听老师这么说 直接坐了起来 严 严妄爷 我的事 我一介屁民 有什么事 是你们俩可以谈的呀 细节我说不得 不过这一趟 你算是提前过去报个道 提前 这么说我要死了 我瞪大眼睛问 飞也 有我在 你哪那么容易死 那 那你们聊的是什么呀 公事 老师气定神闲地 吐出这二字 我的事 公事 我绞尽脑汁 怎么也想不明白 对了 还有 剩下两天 你自己跟这儿待着吧 我就不和你一起了 你要干啥去呀 我还想没事找你出来聊聊天呢 这寺庙里 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和东海的先友约好了 时些时候去喝也的 可可喝酒 我跟他说 那儿的酒好喝 女的漂亮 他很有兴趣 你好好念经 我走了 老师的话语里 透露出一次兴奋 你 回来 不等我说完 老师便离去 留下我自己一脸黑线坐在床上 敖晴 你这老龙 还有没有个老师的样子 你就是这么教弟子的事吗 当初就是你教我来的 现在你说无聊就去泡夜店 把我自己留在这 你好意思吗你 太过分了 我对着空气一顿嚷嚷 然后一头就栽到床上 用被蒙住了脑袋 没有王法了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宇哥 我就是一匹美丽的骏马 太TM善良了 对了 有句话忘了告诉你 耳边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我一跳 你 你不是走了吗 你 是不是不忍心把我自己扔着受苦 又回来了 我心里有点高兴地问道 记住这前三句 阎王的墨 判官的笔 城隍的账本 第四句说的便是你 等你悟出来了 我自然告诉你一切 老师的话语里 似乎还透着那么点自豪 阎王的墨 判官的笔 城隍的账本 什么意思 自己慢慢悟吧 行吧 慢慢悟吧 老师 我就知道你不忍心把我自己扔着 谁说的 我特别忍心 走了 喝酒去 说着老师再一次把我抛弃 我自己坐在黑咕隆咚的屋子里 气得我双腿就像是抽风了一样 一顿乱灯 然后抓狂地在床上翻来翻去 什么老师 什么老师 就是一老流氓 接着我用棉被捂住了脑袋 苍白的寺庙修行 就这样终于被我熬过了三天 这三天虽然说艰苦 但是对精神的洗礼 的确也是效果显著 我从起初刚到寺庙的慌张 三天的时间让我变得心无杂念 读者 真的心无杂念吗 啊 反正语歌念经的时候 是心无杂念的 另外 从第二天开始 我已经开始 和除了师兄之外的和尚建交 我和和尚们之间 诞上了十分美好的友谊 转眼三天已过 第四天一早 我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在师兄的带领下去 与方丈和众僧告别 方丈 各位师伯师叔师兄 到今天早上 我此趟修行已经结束了 这段时间 感谢大伙的照顾 我受益匪浅 不过山下还有很多事 等着我去办呢 所以就不多逗留了 各位保重了 阿弥陀佛 师弟师之保重 众僧一起对我告别 此刻的场景 让我忍不住心里一酸 眼圈一下子就叹娘的红了 我还是第一次 如此地对一个群体 依依不舍 对了 方丈 弟子这几日穿的僧袍 能否赠予弟子 可以 拿回去吧 智障 遇到迷惑之处 随时可以回来 让佛祖为你开解 方丈慈祥地对我说道 是 弟子谨记 与众僧人告别后 我回到房间里 给土豆打了个电话 喂 黛瑜 终于刑满释放了呗 哥正在去接你的路上 电话那头的土豆 幸灾乐祸地问道 去你大爷的 说什么呢你 你到哪了 再有半个小时 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吗 我十分严肃地问他 放心 根据你的嘱咐一样不少 说着 我便挂了电话 昨晚上睡前 我给土豆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今天来接我 而且让他带一些 目前语哥很需要的东西 挂了电话后 我和师兄 还有几个这几天 跟我出的不错的和尚 在寺庙大门口 等着土豆来接我 师弟 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 师兄有些不舍得对我道别 放心吧 肯定经常回来 我和这几个和尚又一一道别 语言中透露着的 是无尽的难舍难分 最后我远远地就看见 一辆奥迪A6L 从山脚顺着山路爬了上来 你们回吧 我走了 说着 我含泪就上了车 大尾一脚油门便开了出去 我摇下车窗户向后张望 看见几个和尚 远远地站在寺门口 大声喊着 智障 一路顺风 智障 我一脸黑线 他娘的如此美好的画面 硬是被他们几个和尚给摧毁了 他们喊你啥 智障 我的法号 奥迪车 以一百多公里的速度 奔跑在返回乡平城的高速公路上 我要的东西来了吗 我十分认真的问 带来了 说着土豆左手握着方向盘 右手在副驾驶递过来一个兜子 我双手接了过来 打开兜子看了一眼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件事 你办得非常稳妥 说着从兜子里拿出烧鸡 红肠就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哎 我说 你慢点吃 别噎着 哎呀 可TM缠死雨哥了 昨晚上做梦 都是今天在车里吃烧鸡的场景 寺庙里的伙食 不至于这么刺吧 土豆看着后视镜问我 刺倒是不刺 但是真是没有水啊 吃得我肠子 都快沾到一起了 不行 烧鸡太干了 我得喝点可乐 说着 我又开了一罐可乐 一口就干了半罐 然后我闭上眼睛 吹着窗外的风 嘴里吃着烧鸡 喝着可乐 这日子 你给我个神仙 我都不和你换 回到熟悉的清风阁 我让土豆看店 我到后面仓库里 直接倒在行军床上 睡了过去 这几天每天十一点睡 三点半起 真是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 一觉醒来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 我开了罐可乐 一边喝 一边就打开电脑 浏览着最近几天的新闻 宇哥得赶紧补充补充 要不然 都快他娘的和社会脱节了 老板 买兽衣 这时候来一个中年妇女 看上去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旁边 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 土豆看见后 马上赢了上去 你好 欢迎光临 乡重哪件可以拿出来是 不等他说完 我直接就一把 就将这二货拽回来 合着这个二傻子 依然是这套迎兵里面 我说 TM怎么生意一直不好呢 你好 大姐 买兽衣是吧 我毕恭毕敬地走了过来 对 随便拿一套吧 越贵得越好 他说话的时候毫无生气 眼神特别呆滞 可见是一时间 还走不出失去亲人的悲痛 而他领着的那个孩子 用十分惊恐的眼神 看着我和土豆 同时偶尔偷看着 清风阁里的挂饰和摆设 啊 那么 要什么面料的 说着 我从冰柜里 给孩子拿出一罐可乐 打开以后递过去 没事 别害怕 孩子胆怯地望着我 迟迟不敢伸手接过去 谢谢叔叔吧 见女人发话了 他用很小的声音 说了句谢谢 之后接过了可乐 老板 我什么也不明白 需要买什么 您看着办吧 多少钱都行 女人接着对我说 那行吧 您家里过世的是老人吗 不是 是我丈夫 那么 他生前是 比较传统的人 还是比较新潮 传统 嗯 那行 咱们也不需要买太贵的 穿着得体 就可以 就买棉质的 就在我话刚说一半 就被眼前这大姐 直接打断了 然而这个大姐 并不是用语言 打断我的说话 而是她 晕过去了 土豆 快过来帮忙 我和土豆手忙搅乱地 把这大姐扶到 后面仓库里的 新军床上 你到前头去照看着那小孩 别跑丢了 我在这等他行 快去吧 土豆听闻点了点头 小朋友 叔叔来陪你完了 此刻样子要多猥琐 有多猥琐的土豆 转身就出去 哄小男孩了 时间过了大约二十分钟 这位大姐就醒了 对不起啊老板 给你添麻烦了 妇女一边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一边对我道歉 你这是多长时间没休息了 我皱着眉头问她 一个礼拜了 哎 亲人去世了 你也不能不顾着自己身体吧 你这么折腾自己 你去世的爱人看见了 心里能好受吗 你让她怎么安心上路 我态度温和地 责备着眼前的大姐 要不然 她也没法安心上路 她失手还没找着呢 这衣服 能不能用上还不一定了 说完这个大姐 便开始噼里啪啦地 往下掉眼泪 大姐 你先别哭 我递过去一张面金纸 她接过面金纸 说了句谢谢 大姐 你要是不嫌我多管闲事 你把事跟我说一下子 也好缓解缓解你的压力 你压力太大了 再说 你就算不顾你自己 也得顾着你儿子吧 他那么小 你累垮了 谁照顾他 说完我就到前面的冰箱里 又开了一罐可乐 回来的时候 看见小孩子坐在我的椅子上 看着电脑里的猫和老鼠 如此搞笑的动画片 在他面前似乎是免疫的 他一点都没有想笑的意思 眼神呆呆地看着显示器 回到仓库里 我把可乐递给大姐 大姐喝了一口便开始跟我诉说 他们家发生的事 大姐姓陈 大姐的丈夫姓上 早期在香平城一所大学附近 开了一家只有几间房的小旅馆 虽说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的 但好歹能吃上饭 那时候孩子还小 一家三口也算是幸福 后来孩子上小学了 家里的开销日益变大 一间小旅馆的收入 已经不足以维持家用的同时 再去支付孩子比较高额的学费 于是上大哥就东拼西凑 借了几万块钱 买了一辆车 干起了出租车的银上 由于上大哥十分勤快 而且为了多留下点钱 也没有请出租车夜班司机 每天早上八点出门 拉活到后半夜一点才回家 孩子的学费就够了 还剩了点钱 过了两年之后 手里有一些闲钱了 上大哥和陈大姐 就又开了一家小吃部 主要经营烧烤 这一干 买卖就越来越好 那几年 香平城特别流行吃烧烤 几乎是年轻人 每天娱乐后的主要晚饭场所 而一家三口的生活 也有紧巴巴的状况 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 便真的实现了 笨小康的理想 烧烤店和小旅馆 一直由陈大姐打理 上大哥则是继续在外面 开出租车 不同的是 这一次 还请了另一个司机开夜班 就在前三个多月 上大哥和陈大姐 买了第二台出租车 眼看家里新车 就要开始运营 每天都会有了一笔 不小的收入的时候 家里就出事了 有一天 上大哥早班出门拉活 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和陈大姐打电话 谈了点拉活时候遇见的趣事 到下午 陈大姐再给他打电话 就关机了 起初以为是手机没电了 陈大姐也没多心 但是晚上到了上大哥 该收车的时间 上大哥也没回来 就这样 陈大姐和夜班出租司机 一直等到半夜11点多 上大哥这个人 也毫无音讯 后来 夜班出租司机提议报警 陈大姐就接受了建议 去派出所报了案 当时警察的说法是 失踪未满48小时 无法立案 夜班司机走了以后 陈大姐和孩子 就在家里开始等上大哥 这一等就是一整夜 到第二天 依然没有音讯 一直到第三天 陈大姐坐不住了 再次来到派出所 这次成功地立了案 但是时间一晃 就过去了三四天 警察那边 却是一点消息 都没给出来 此时对陈大姐来说 唯一能做的只有等 一直到失踪的第十天 那天晚上 上大姐的孩子 也就是门口那个小男孩 凌晨的时候 突然哭着爬起来 说他看见他爸爸开门回来了 然后看看他就走了 当时孩子记不太清 他爸爸的样子 唯一有点印象的 就是他爸爸身上都是血 陈大姐听儿子这么说 连忙走过去 抱着孩子好一顿安慰 可是孩子安慰好了 他自己心里却是没了底 当天就打电话 把这件事 跟孩子的奶奶说了 孩子的奶奶听到后 还算镇定 当时就要求立即 找一个会看事的大仙给看看 随后第二天 孩子的奶奶通过别人介绍 认识了一个看事的大仙 唐口是一位长仙 这个大仙问过上大哥 生辰八字后 便请长仙上身看了一下 最后只给出一个结论 上大哥应该已经没了 但具体的如何没的 在哪出的事 现在尸体在哪 就都看不出来了 因此没有收钱 便送了课 后来 陈大姐和孩子的奶奶 又陆陆续续找了 三四个大仙来看事 可是他们的口径 却是惊人的一致 那就是 上大哥应该是已经没了 但是是发生在哪 尸体在哪 都说看不见 只是说上大哥周围黑漆漆一片 说到这 陈大姐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开始一抽一抽地哭了起来 大姐 既然已经没了 现在首要问题就是 找到这个人在哪 你介不介意我给你看看 陈大姐听我这么说 擦了擦眼泪望着我 您也会看吗 老板 略懂 咱们就看看吧 我问道 得到陈大姐的同意后 我便点了一支烟 连着抽了三口 找出一支笔一张纸 然后继续对大姐说道 大姐 把您丈夫的生辰八字告诉我 另外 如果有照片 是最好不过的 有 说着大姐先是拿起笔 把她丈夫的生辰八字 写到了纸上 之后又掏出手机 在手机里翻出了一张照片 是陈大姐和上大哥 生前的时候一起拍的 我拿着照片和写有八字的纸 心中暗暗问老师 老师 能否看见此人在何处 孤儿寡母 我想帮一把 此人阳寿已尽 早就去鬼门关报到了 可是尸体找不到 能否帮看一下尸体在何处吗 等着 老师说了二字后 便下去安排先家办事 大约过了能有一分钟 老师便重新回来 看不见 这人所在之处 四面漆黑 看不见任何场景 听老师也如此说 我就开始琢磨 到底是什么情况下 才会连仙家的眼睛都能蒙蔽 就在我苦苦求解的时候 老师又说了一句 此人应该是被埋在地下 稍后我让黄天祈来处理 挖土打动的事 我才懒得管 说完老师便离去 好吧 你清高就任由你清高 反正有人管就成 黄家黄天祈在 随着老师离去 黄家大仙黄天祈得令后 就上来了 黄老仙 能不能看看这个男的 被埋在哪了 论图底下的本事 咱们堂口 数你最牛了 我问道 等着 说着我就感觉胸口 突然变得发闷 不过这种感觉 过了几十秒 便消失不见了 耳边传来黄天祈的声音 此人周围太黑 肯定是装在 罐子什么东西里面了 而且 此人死法特别凄惨 黄天祈在我耳边说道 那 具体位置能找到吗 我继续追问 我能感觉到在西边 具体的方位 我找不着 你稍等片刻 我去请一个 老徽家的朋友过来 论打动和土里头的本事 我可不如他 而且 老徽家这老小子 向来是小道消息四通八达 好 那您尽快吧 说着我感觉到 黄天祈下了我的身 陈大姐 别急 我已经托人去打听了 再看陈大姐 用十分不可置信的眼光望着我 我知道在她眼里 我不过是抽了支烟 闭了一会眼睛 说是托人去打探 自然是有点空穴来风的意思 过了大概一刻钟 黄天祈归来 在我耳边告知 她这老徽家朋友稍后便道 让我们耐心等待 随后便下了身 等着吧 一会有人来 告诉咱们 说着 我又掏出烟盒 试探着递过去一支烟 陈大姐直接就接了过去 我帮她点上了以后 给自己也点了一支 谢谢老板 没事 耐心等等 我们俩就坐在仓库里抽着烟 刚抽了一半 就听见前厅土豆的嚷嚷声 哪来的糟老头 哪两块哪呆着去 我们这是纸活店 不是卖大米的 跑我们 这要打米来了 我听到后 便走出仓库来到前厅 陈大姐也跟在我后头走了出来 怎么回是土豆 抄抄啥呢 我张口问道 同时看见眼前站着一个头发花白 看样子 给有个六七十岁的老头 穿着一套一看 就是地摊货的阿迪奈克 脚底下等着一双懒汗鞋 手里 还拿着一个茶缸子 就是毛主席喜欢用的那种 白色大茶缸子 这老头进来就问我要三碗大米 我说 咱们这是卖纸活的 又不是粮油店 废话 老子知道 你这是卖纸活的 我能看懂 我就是来要米的 你给不给 只见这老头的八字胡向前撅着 一脸的死猪 不怕开水烫精神 不给 土豆不敢示弱地喊了回去 我急忙伸手拦住了土豆 您怎么跑我这来要米了 我十分客气地问道 小子 老子找的就是你 赶紧给老子乘三缸子大米 这老头说着 就伸出手里的茶缸子对着我 一脸的我看你赶不给我的架势 我仔细打量着他 指甲挺长 似乎像是很久没剪过了 一双眼睛圆溜溜 整张脸的轮廓 还有点尖嘴后塞 您是 黄天奇的 不等我说完这老头 没错 老子就是你灰大爷 我听完恍然大悟 急忙搬了个凳子 给老头子坐下 土豆 快去隔壁老松的小卖店 买一袋五金装的大米 要最好的 土豆塌完一下子愣住了 啊 啊 真给啊 废话 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灰大爷是来帮我办事的 再买点别的零食 买瓶二锅头 土豆听完看看我 又看看灰大爷 急忙就冲了出去 嗯 你小子还有点眼力见 本来老子 是不爱管这闲事的 黄仙友既然都开口了 我就过来瞅瞅 哎 我可告诉你 我还没吃午饭呢 老头说着 就冲我颠了颠他手里的茶缸子 啊 谢谢灰大爷了 他马上就回来 话音刚刚落 土豆便拎着两个大塑料袋回来了 他先是把大米放在一边 然后从另一个塑料袋里 掏出了小瓶二锅头 鸡腿 红肠 牛板筋等一些拆带及时的熟食 最后冲灰大爷 点头哈腰做了个一 灰大爷 刚才有眼不识泰山呢 莫怪 莫怪 灰大爷倒也大气 瞥了他一眼 行了 看在这些吃的的份上 就这么算了 以后别看见人就张嘴骂 知道吗 对对对 太不像话 我也跟着符合 做出嫌弃的表情 还用手点着土豆 随即使了个眼色 土豆便领着陈大姐 和那个孩子 进到了后面仓库里 我则是拉上了 清风阁的卷帘门 您吃着 说话间 灰大爷直接喝了一口二锅头 美美的巴唧巴唧嘴 拿起一根红肠就开始吃 边吃还边抬头看看我 小子 你也坐下吃点啊 啊 我不吃我不吃 这些都是给你买的 我从冰箱里 拿出一罐可乐 坐在一边喝 少喝点这玩意 对你没什么好处 他拿着一个鸡爪子 一边啃一边说 灰大爷说的是 我们家老师也这么说 但是我就这么点爱好 改不了了 过了能有二十来分钟 这老头吃饱喝足了 满意地打了一个宝格 脏兮兮地手指了 只立在墙角的大米 我马上会议 然后直接拿了过来 撕开了大米的包装 要不要再给您找点什么装着的 这是五金装的 您这茶缸虽然大 但是也顶多装一斤 我试探着问道 先装满了再说 我听罢只好听从 将米袋子的米往茶缸里倒 眼看就要倒满的时候 他摆了摆手 我停下了 就在我猜测 他要怎么拿剩下的大米的时候 他从裤腰里 掏出一个茶缸子的盖子来 盖在了茶缸子上 然后俩手抱着茶缸子 使劲一顿摇 摇完了以后 掀开茶缸子盖 里面的米竟然空了 嘿嘿 厉害吧 他十分自豪地看着我 我去 太神了 大爷 此刻的雨哥 真就感觉实在看一个老头编戏法 继续 听到他的指令 我继续往里倒 就这样 我反复到了七次 他反复摇了七次 五金装的大米 就剩下一个空袋子了 行了 吃饱了 走吧 咱们出去找找 叫上这男子的遗霜 见灰大爷这么说 我急忙进屋 叫出陈大姐和孩子 把三人都请上了我的车 灰大爷坐我右侧的副驾驶 陈大姐和孩子坐在后头 我主妇土豆看好店 我们便开着车出发了 灰大爷 你看 咱们往什么方向走吗 西边 一直开吧 到了我就告诉你 说着老头便闭上了眼睛 哼哼着小曲 没过多大衣会 还把鞋给脱了 他这一脱鞋不要紧啊 车里的空气 瞬间变得不再纯净 我叹了一口气 直接摇下了车窗 他也不在乎 直接翘起二郎腿 开始抠脚丫子 灰大爷 要不 您系一下安全带 听我这么说 老头张开眼睛 撇了我一眼 语气十分不满地指责道 瞧不起谁呢 啊 老子用得着吸着破玩意吗 啊 没有没有 没这意思 这是为了安全着想 无语的我继续开车 小子 有点跑偏 前头往右边拐吧 是 我就这样 听着这回老头的指挥 一直把车开出了市区 开到了一条高速公路上 从高速只是排上我看见 这条车道是直通盘景的过道 一直开吧 老头依旧闭着眼睛告诉我 我加快了速度 顺着笔直的公路 就一直往前跑 大约又跑了能有半个多小时 路过一个小村子的时候 过了 停车 灰老头突然喊道 我听闻直接一脚刹车就踩死 后面的陈姐和孩子 直接就撞在了前面座椅的靠背上 因为这辆车座椅是真皮的 所以 应该没什么大碍 不过 坐在牵头的灰大爷 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脑袋直接就磕在了 副驾驶前面的储物箱上 你想害死你灰大爷 我吸你老了 老头捂着脑袋瓜子 直接冲着 我就开始破口大骂 明早说啊 高速上本来就不能掉头的 要是开过了 咱们要耽误好长时间呢 再说我刚才提醒您系安全带了 我十分冤枉地对老头说 老头不停地揉着脑门 你老老的 办完时痛快给我买50斤大米50斤白面 听没听着 好嘞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心想这灰大爷还真是谈 不过能办事就好 确定大家都没有大碍 我重新启动了车 倒退了机密 便拐进了这个小村子 这时候 灰大爷则是又闭上了眼睛 往前走 右边拐 拐了 拐 你倒是拐啊 小王八犊子 灰老头气急败坏地睁开眼睛看我 拐不了 没路 我郁闷地回道 你还顶嘴 拐不了 你不会从前面绕进去啊 他用脏兮兮的手指着我嚷嚷道 是啊 我这就是要绕进去啊 那你倒是跟我说啊 你不说灰老头子哪知道 您 您也没问呀 我郁闷地摇下车窗 点了一支烟 灰老头看看我 直接伸出两根脏兮兮的手指头 嗯 他眼睛看着窗外 冲我哼哼了一声 我急忙递给他一根 然后帮他点上 接着他又靠回座位上 闭起眼睛 开始吞云吐雾 样子十分地享受 灰大爷 原来老灰家也喜欢抽烟 我以为只有常家爱抽烟呢 屁 他们老常家 懂啥叫享受吗 那纯属是祖上传下来的生活习惯 那叫抱舔天物 我们回家的 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 老常家和我们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是是 您说的有理 我一面硬喝着 一面心想 要是长翠娇 长翠云姐俩 听到这灰老头 这么诋毁他们 会不会直接把他打个后半式 生活不能自理 停吧 下车 灰老头一声令下 我停下了车 拉起手杀以后 我们一行四人便下了车 下了车 这灰老头直接趴在了地上 然后闭着眼睛 鼻子一抽一抽的 过了能有三两分钟 便站起身来 这边 说吧就在前面带路 我和陈大姐 就跟在后头 等一下 我考虑了一下 随后叫住了灰老头 回头趴在陈大姐耳朵上 说了几句话 陈大姐就先带着孩子 回到了车上 走吧 灰大爷 咱们先看看咋回事 再让陈大姐过来 灰老头瞥了我一眼 哼了一声 撅着胡子继续往前走 最后走到了一个 大柴河垛旁边 就停下了脚步 柴火垛底下 压着的是这人生前 接触的最后一个物件 跑出来吧 说完就看着我 冲着柴河垛弩弄嘴 我见状撸起了袖子 就开始往下扒柴河 扒了一会 我便停手 怎么不扒了 小王八蛋 我看见是啥了 是临终前开的那辆出租车 等警察来了再说吧 这算是事故现场 不能随便破坏 哼 穷讲究 灰老头不屑地对了问我一句 紧接着就继续往前走 我在后头就一直跟着 大约走了二十来步 便又停在了原地 小子 看见前头那棵歪脖子竖了吗 看见了 回大眼 树底下埋着一口大缸 这人就在这缸里头呢 叫人给谢罢了 说着 冲我伸出两根手指头 我掏出烟地过去一根给他点上 谢罢了 啥意思 你哇哇看便知 我就不过去了 嫌恶心 见他这么说 无奈我只能自己走过去 打量了一下 又找了附近一户人家 见了一把铁锹 回到大树下就开始挖 挖了大概二十几锹 我就闻到了阵阵湿臭的味道 接着挖 快看着人了 嘿 这灰老头坐在一边的一个大石头上看着我 我看了他也没说话 继续卖力气地用铁锹挖着 挖到最后 盖着大缸的木头盖子 已经被我彻底地挖了出来 总算是挖到头了 我浑身是汗的 一屁股就坐在旁边的大石头上 点了一支烟 就一口一口地抽着 嗯哼 这时候听见灰老头使劲地咳嗽一声 我无奈地把打火机装进了烟盒 直接一起扔了过去 他捡起来十分熟练地抽出一只雕在嘴上 下次话南京 阿世马不好抽 听着没有 小子 好你个老耗子 抽人家的烟还挑三拣四的 当初就不应该给你 我坐在石头上抽了一支烟 缓过了劲 走回大树地下 又用铁锹清理了一下钢盖子周围的泥土 然后用手扣住一脚 就使劲往起先 刚先开一个窝口 一股十分刺鼻的湿臭 直接就冲击了我的大脑 我直接退后了几步 坐在地上开始干呕 恨不得把胃酸都给吐出来 才能舒服点 坐在地上干呕了一会 我深呼吸了几口气 凭住呼吸就冲了过去 卯足了进去掀钢盖 一下子就将钢盖掀飞了出去 紧接着不等我低头看 就感觉很多小虫子呼的一下扑到我脸上 吓得我熬得喊了一声 就跑出老远 并不停地用手扑扔着脸上的虫子 雨哥这辈子不怕老鼠不怕蛇 就TM怕虫子 哎哟 达尔克够小的 一点狮虫子就吓成这德行 那老耗子坐在那巴达巴达 抽着烟说风凉话 我没怕 我TM就是觉着恶心 说着我鼓起了底气 慢慢地又走了过去 同时一点点地试着 看向树下的那口大缸 往前点 要不看不见人只听到这么一句话 突然间 我就被老耗子在后头推了一下 一个 猎切我就往前走了几步 接着映入眼帘的画面 直接让我吓得头皮发麻 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虽然我经历过不少血腥的事 但是这一次的对我来说 还是冲击力太大 只见一个血淋淋的人头 放在肛口的最顶端 眼睛瞪得已经快凸出来 嘴长得很大 其恐怖的程度 完全可以和每距离的丧尸有一拼 而那双眼睛此刻 就死死地盯着我 下面是被切成一块块的四肢和身体 总之已经数不过来 切成了几块 目测尸体 至少被切成了二十多块以上 哇 这次我终于不再肝呕 低头就吐了出来 连同早饭和刚刚在店里 喝的那罐可乐 可能是因为湿臭 也可能是因为 画面过于恐怖害人 总之 我再也无法忍耐 趴在地上就感受着 胃里十分不规则的静卵 吐了能有五分钟 我终于什么都吐不出来 捂着胃站了起来 走到灰老头身边 拿起一支烟努力地点上 一边抽 一边擦着阴呕吐而流出的眼泪 这人开出租车 遇见劫财的了 最后因为反抗 就叫人给杀了 把车藏了起来 人就埋在了这 泻巴的时候 人还没死透呢 现在这人啊 真是比鬼还残人百倍 老耗子一边抽着烟 一边感慨 行了 此事已经了 我就先回去了 记着啊 明天我去你店里拿大米和面 说着 老耗子用脏兮兮的手指头指着我 行 您回吧 明天都准备好等着你 说着等我再抬头 就不知道这灰老头跑哪去了 总是附近是不见了他的踪影 我拿出电话 直接拨给张鹤瑶 响了几声对面就接了电话 喂 张鹤 香平去盘景国道 大约55公里处右边有个村子 有碎尸案 你赶紧来吧 恶心死我了 行 你等着吧 说着 我挂了电话 一边抽烟 一边回头看了看我的车 此时我不知道如何叫陈大姐下车 我更不敢去猜测 他看见上大哥成了这副模样 会不会吓得直接晕过去 甚至是想不开 回头再做点什么 傻事出来 等了大概有一个来小时 张鹤带着几个警察来到了现场 我则是躲得远远的 我实在是不想看见陈大姐 看见上大哥以后的反应 说实话 我现在很抵触 面对这种人间悲剧 现场处理完毕后 张鹤瑶把陈大姐和孩子 带上了警车 我和在路边抽了支烟 简单跟他讲了一下事情经过 我便开车回了清风阁 临走时 和陈大姐互留和电话号码 我告诉他 家里有什么事可以再找我 我原本以为 这件事就算是个插曲 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家人在时候过去后的第七天 又来找我了 而这次来找我的 不是陈大姐 自然也不是陈大姐那不满十岁的儿子 而是上大哥 事就发生在第七天 那天晚上我挺累 从清风阁回来后 到家里洗漱完毕 就躺下睡觉了 晚上睡梦中 我就感觉有仙家上了我的身 跟我说家门口站着个人 说是来找我 紧接着我醒了 迷迷糊糊地走到客厅里 然后点了支烟抽了三口 老师 让他进来吧 他好像就是那天你不想管的 被埋土里的人 说完了这个人 直接就十分胆怯地进了我家家门 他浑身都缠着纱布 十分害怕 我仔细一看 果然是上大哥 上大哥是吧 他点了点头 你不必担心 我屋子里 这些仙家鬼将不会伤你 有事你说便是 只见这上大哥在客厅里四周环顾了一下 四处低头拜了一拜 紧接着就开始跟我说话 可是 我听不懂 我之所以不懂 并非因为他说的是什么鬼话 而是 他压根就说不出话来 只能两只手不停地比比画画 嘴里哼哼哈哈的 行吧 合着上大哥是个哑巴 你慢一点上大哥 太快了我看不懂 说到这 他停了一下 眼睛看着地面 似乎在考虑怎么表达 紧接着他抬起头 继续张牙舞爪哼哼唧唧的 我依旧看不懂 上大哥又停下响了一会 然后两只手不停地 指着自己的嘴哼哼唧唧 啊 哼啊 我知道了 你是想说你是被毒死的 对吗 听完我的猜测 上大哥使劲地摇着脑袋 你是生前有什么 想吃的东西没吃到 说完张大哥急得直跺脚 使劲地摇头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又看不懂 就在这时候 老师突然上来了 他该走了 阴差在门口等他 他只有一刻钟时间 现在时间到了 说话间 上大哥一脸难过地站起身 回头便走出了门口 走之前突然回过头 一下子就跪在地上 冲着我扣了几个头 然后起身头也不回地 跟着阴差就走了 老师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走了 说着老师就闪人 客厅留下我自己迷茫地坐着 第二天晚上 当我刚躺到床上 准备睡觉的时候 老师突然又不约而至 那男的又来了 在门口呢 说着 我套上衣服去了客厅 让仙家们把他放了进来 来了 有什么事说吧 我坐在沙发上 望着上大哥 二二二一啊 他一边哼哼哈哈 一边不停地用手 指着自己的嘴 上大哥啊 我实在是看不懂 您倒是想一个 我能看懂的方式啊 我十分郁闷地点了一支烟 就这样 上大哥又在我面前 比比哗哗了十分钟 最后还是被鬼叉带走 我愁得使劲拍了一下 自己脑门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操 郁闷地我直接拿起电话 拨给了陈大姐 喂 你好 对面传来了陈大姐的声音 听声音能判断出 还没睡觉 陈大姐 我是黛宇 最近两天 你有没有梦到上大哥 我跳过了寒暄客套 直奔主题 你咋知道呢 梦见了 但是不和我说话 就咿呀呀的 我也不明白啥意思啊 那边陈大姐 显然也十分着急 但是听她这么一说 我猛然间明白了 上大哥生前 根本就不是哑巴 否则陈大姐怎么会说 上大哥不和她说话 陈大姐 当时尸体带回去 是怎么处理的 此刻我也顾不上 陈大姐伤不伤心了 办正事要紧 陈大姐那边 安静了能有三十秒 尸体拿到医院以后 起初医院不愿意给缝合 说太岁了 最后花了一万多 好说歹说 医院才给缝合上 也算是个完整的尸体 尸体少了什么没有 确定完整吗 没少 不对 嘴巴开看了吗 舌头牙齿什么的 没有 明天回案发现场 再找 肯定缺东西了 她在地府那边没法转世 肯定是因为是 不完整的躯体 说到这 那边的陈大姐 明显已经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哽咽了起来 那 老板 我家老上 到底丢了什么了 舌头 第二天一早 我就给张和瑶打了电话 请她帮忙 还叫上了陈大姐 我们又回到了 发现她丈夫 尚大哥尸体的案发现场 出租车已经被警察开走了 现场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我们以那口 被埋在土里的 大纲围中心 一点点地扩大范围 最后直接用了地毯式搜索 最终在一条下水沟里 找到了一块 已经腐烂了不少的肉 张和瑶带去的 法医现场坚定以后 确认的的确是人的舌头 也就是尚大哥的舌头 接着警察们 就带着陈大姐 和尚大哥的舌头离去 这件事 就也算是半利索了 当晚 我洗漱过后 躺下准备睡觉 突然就感觉胸口发闷 一个劲地流眼泪 谁上来了 我一面擦着眼泪 一面问 胡天霸 有啥事吗 老仙 那男的又来了 在门口呢 叫马儿给揍了 啊 啊 给揍了 我急忙穿上大裤衩 光着膀子 也没穿拖鞋 就往出跑 等会等会 等会 别打了 这人是来找我的 我看着马儿将军脚底下 踩着个鼻青脸肿的男人 不是那尚大哥 还能是谁呢 您怎么把人给揍了 我将喊道 我又不认识他 他在家门口左右徘徊 我看着可疑 马儿将军一脸的义正言辞 所以呢 所以 你就把人家给揍了 说着 我低头看了一眼尚大哥 一脸委屈的模样 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行了行了 让他进来吧 各位先家都回吧 没事 接着我就让尚大哥进了屋 您怎么又来了 我不在家 你还在我家门口等上了 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样 那就是尚大哥能说话了 当然是因为我和张哥 把他的舌头找了回来的缘故 先生 今夜我便要投胎了 他虽然被揍得不轻 但是显得也比较开心 这是好事啊 哎 等会 你今夜投胎 你不是应该回家看看吗 你咋跑我这来了 我瞪大了眼睛问他 我那媳妇和孩子 我放心得很 不看也罢 投胎之前我 还是想过来谢谢你 所以就没回家 直接来了你这 嗨 谢什么 应该的 你媳妇和儿子孤儿寡母的 换了别人也一样会帮的 修行之人 济世为怀 说话兼我潇洒地摆了摆手 先生 我知道我现在能力低微 就是一道魂魄 但是你有什么愿望 你告诉我 能做到的 自然尽量去做 做不到的 就希望来世我还记得吧 上大哥诚恳地对我说 那倒不用 何况你喝了孟婆汤 下辈子应该不会记得我了 我点了一根烟笑着说 此刻说实话 心里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先生 你就说一个愿望吧 我真没什么愿望 你就安心投胎吧 先生 你就说一个吧 他继续在这跟我磨叽 我实在是无语 我想说 我的愿望是当美国总统 说了你也做不到啊 你 好吧 这样 你还记着杀害你的人长啥样吗 我实在是淋巴不过他 记得 能找到吗 能 刚死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死了 跟在他们身后走了好一段路呢 后来走到一个小区 他们应该是回家了 但是我在小区门口 就被人给拦住了 应该是进了哪个仙家的地盘 那行 既然你非要报答我 你就告诉我那两个 不 你托梦告诉你媳妇吧 然后我这边再智慧一声 让你媳妇去找警察 早点让这俩人绳之以法 也让你媳妇和孩子有个安慰 你看这么办行吧 我本来想让他告诉我 不过宇哥我后来一琢磨啊 第一 让他媳妇解决这件事 亲自将杀人犯绳之以法 也算是对这份痛苦的一种安慰 第二 宇哥实在是不想管这些事了 行 行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他听了我出的这个点子后 不住地道谢 好 你安心投胎去吧 以后可别没事过来了 你来了我要是不在家 你刚才也知道后果了 你看在我家仙家给你揍的 望着他被揍得十分凄惨 我忍不住想笑 是是是 不来了 今夜就投胎了 刚才那个大黑仙家真厉害 可把我揍得不轻啊 说着 他用手摸了一下 揍成五眼轻的右眼睛 疼得哀忧了一声 行 该办的事就去办 办完了早日投胎 祝你投个好人家 说完我便站起来要回屋子 这时候 上大哥也站起来 冲我身身拘了一躬 再见了戴先生 别别别 别再见了 说完他就出门离去 我掐灭了烟 回屋子就躺在了床上 临睡着之前 我又想起了老师前几天对我说的话 阎王的墨 判官的笔 城隍的账本 第四句是你 这第四句是说我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想着想着 我就进入了梦乡 这一觉就是睡到了自然醒 早上七点半 我洗漱后就来到清风阁 路上买了两份煎饼果子 到门后之后发现 土豆正在吃面包 你有早饭了 对啊 小刘给我买了一箱进口面包 哎 你怎么自己吃俩煎饼果子 他一边嚼着面包 一面看着我手里的两个塑料袋 本来想给你带一份的 但是现在 见我这么说 他直接打断了我继续要说的话 急忙从我手里 抢走一个塑料袋 没事没事 扔了浪费 我吃得下 你愁你胖的 就知道吃 我笑着损了他一句 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可乐 就着煎饼果子就吃了起来 欢迎光临 土豆一边打这宝格 一边迎进来两个客人 一男一女 应该不是一起来的 各顾各地看 女的四十来岁 穿着黑色体恤衫 再看男的 就有特点了 这哥们穿的衣服十分奇怪 这么热的天 却穿了个黑色的泥子外套 头发挺长 到肩膀 瞅着三十来岁的模样 虽然比较邋遢 倒也算是干净 你好需要点什么 我放下可乐和煎饼 就迎了过去 我不买东西 我过来告诉你个事 只见这男的 一边打量着 清风格里的摆设 一边跟我说话 眼睛完全不看我 就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 告诉我事 你是卖保险的 还是推销什么的 不用了 我们不需要 你才卖保险的呢 说话的功夫他饶过我 走到我的桌子牵头 拿起我的可乐就喝了一口 然后巴唧巴唧嘴 哎 你谁啊 你是来捣乱的吧 我见他如此不礼貌 也难免心里有点不高兴 这人见我有了情绪 放下可乐转过身来看着我 哥们 你呀 也别有情绪 我就是过来给你带个话 人呢 已经投胎了 你呀 就放心吧 说完他看着我的煎饼果子 拿起来就咬了一口 卧槽 你谁啊 让你吃了吗 谁投胎了 和我有毛线关系啊 我一把 就抢过煎饼果子 上宝玉投胎了呀 你不认识吗 上宝玉 我还假宝玉呢 不认识不认识 不买东西就走吧 我们这还做生意呢 说着 我就要下注课令 不对啊 他低头拿出一个小本 仔细翻了几页 你不是黛玉吗 对啊 是我呀 你认识我 那没毛病 我是上头派过来的 就是来告诉你一声 我听他这么一说 好像突然感觉 有点不太对劲 随即从冰箱 又拿出一罐可乐递过去 等会等会 哥们 咱们捋一捋 有点乱 你说的上宝玉 是被人泄吧 成二十多块的那个人吧 就前几天 刚挖出来的那个 对啊 我的天 你才想起来啊 没几天的事 你就给忘了 他一脸不屑的 又拿起了我的可乐 那你是谁啊 我心里有点琢磨过未来了 何着这是那边派过来的 这 我也不知道 你这头怎么叫我 他拿着可乐摇了摇头 你给我找个笔吧 我给你画出来也行 听他这么说 我就拿着笔和纸 摆在桌子上 他拿起了笔 想了一会 刷刷刷点什么 然后突然站起来 哎呀 太费劲了不画了 我就是来告诉你 上宝玉投胎了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那个上头 非要知会我一声啊 说到这 这次还他一脸迷茫了 这是规矩啊 感情你还不知道 规矩的哥们 说完话 他退后了两步 仔细打量着我 我也仔细打量着他 紧接着他恍然大悟 啊 我算知道了 你还不知道 但是 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却不知道 我知道你 本来应该知道的 所以你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什么 TM乱七八糟的 你赶紧说清楚点哥们 我听着 他像绕口令一样 在这跟我饶舌 有点不耐烦了 有什么事 直接说不就行了 行了 你不知道的我知道 但是我不能让你知道 你得自己误 我走了 回头见 说着这长发哥们 回头就出了 清风阁的门 向右边拐去 我愣了一会 突然反应过来 急忙三步两步就追出去 据发现马路上 早就不见了他的踪影 土豆 看见刚才长头发 那哥们去哪了吗 哪有长头发哥们啊 刚才进屋的 分明是一个女的 转一圈不就走了吗 还说咱家衣服不够新潮 听土豆这么说 我算彻底明白了 合着这小子 真是下头派来的人呢 也就是阴差 但是 这上大哥投胎 为什么要告诉我一声呢 他说这是规矩 这规矩 和我又有半毛钱关系呢 再一点 就是他刚才说 那么一大套 什么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之类的话 这是跟我玩绕口令呢 还是另有他意 此外 这等老师说的那句 我算是提前去了了一趟报道 有没有啥联系 接着我就越想越头疼 唉 不想了 爱咋咋地吧 我直接坐在电脑前头 开始玩起了游戏 玩了一会 心里依旧是感觉不太稳妥 便点了一支烟抽了三口 叫上了老师 老师 今天来了个人 我紧紧皱着眉头抽烟问道 我知道 老师显得十分的气定神闲 这人说 上大哥已经投胎了 我知道 这小子还说 他是上头派来告诉我的 你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 你就不说点别的了你 我也知道 你光知道 你能不能解释解释啊 我寂头白脸地问道 告诉过你 时候到了你 自然就明了一切了 你现在只要尽心修行 多记得善缘就行了 得了 这趟叫他上来等于没叫 问了也等于没问 行了 没事了 您走吧 小子 不该问的 就别TM问 嘴这么欠呢 再问就消你 骂完老师 就离去 我十分郁闷地坐在电脑牵头 抽什么疯 我在心里抱怨着 当我一抬头 发现刚才游戏忘了暂停 显示器上两个很大的失败 停在那里 玩个游戏也玩不好 郁闷 我关掉游戏 打算收拾收拾桌子 却看见刚才那个长头发小子用过的纸盒笔 拿起来一看 这小子的画工 给老刘工厂的小黑子一支笔 画得都他娘的比他好 纸上寥寥草草 画着三个小人 反正大概是三个小人 两边的小人搀扶着中间的小人 反正与哥的理解能力 只能这么理解了 我只想说 画得实在是太TM难看了 老师走了以后 我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件事 午饭也没怎么吃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关门的时辰 行 我走了 你早点睡吧 我和土豆打声招呼 这周末 咱们几个去吃火锅吧 这段时间没吃肉 斗哥都馋了 土豆一边说话 一边把自己的右手 放在圆滚滚的肚子 一圈一圈地抚摸着 像是怀孕的孕妇一样 行 周末再说 这还好几天呢 说着 我便开车往家里走 开出莫多远 突然看见车前面 搜得冒出一个老头 这老头不是别人 正是那前两天 给我办事的灰老头 我一脚刹车 就才死在那 吓出了一身冷汗 你干啥呀 我要再晚点 你就对上你了 我摇下车窗 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 一边埋怨 小子 你说话不算数啊 哼哼 只见他觉着八字虎眼睛 斜着看我 我怎么不算数了 我的米活面呢 说着 他就趾高气昂地 冲我伸出了大茶缸子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我草 怎么把这事忘了 哎哟 您看 灰大爷 我这两天是实在是太多了 给忙忘了不是 您上车 上车 说着 我急忙下车 给他拉开了副驾驶的门 哼 灰老头撅着胡子 哼了我一声 便上了副驾驶 我回到驾驶席以后 我直接就朝着附近 比较近的粮油商店驶去 接着我惊奇地发现 这老耗子 竟然十分主动地系上了安全带 看来上一次 可给他撞得不轻 在他猥琐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 前头拐弯 往右拐 这时候 灰老头张口说话了 往右拐 那是去哪呀 灰大爷 那头可没有卖米的 你帮我个忙 米活面的事就算了 我这一听 心里便直接明白过事来 合着这老耗子 根本就不是奔着米活面来的 换句话说 就算我已经给他准备好 当初承诺的五十斤大米 和五十斤白面 今天这事 宇哥我也躲不过去 不行 我一会有事 我并没有按照他说的方向拐弯 而是继续朝着粮油店驶去 果断拒绝 这灰老头一看我不从 便来了脾气 小王八蛋 你不听话说不是 信不信 你会大爷我揍你 说话间 原本蜷缩在座椅里的身子 就挺了起来 俩圆溜溜的小眼睛瞪着我 脏兮兮的手指头 指着我的鼻子 我则是不慌不忙 抽出一支烟递过去 他也不客气 直接就抢了过去 然后抢过打火机 自己就点上了烟 我自然也是点上了一支烟 抽了三口 就感觉哈欠连天 泪流满面 老耗子 你挺嚣张呗 以后不想喝水了是不是 灰老头原本正把脸 冲着窗外吞云吐雾 听我这么说 直接蹭的一下转了过来 举起脏兮兮的手 就要来拍我的脑袋 你个小王八蛋 老子打 然而就在那只老爪子 马上要拍到我头顶的时候 突然停住了 咒骂我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打吧 来一下试试 我看看你是谁老子 老师的声音 贯彻了整个奥迪的车厢 再看着灰老头 就那么一直举着手 眯着眼睛看着我 过了能有几十秒钟 他蹭的一下就 把手缩了回去 然后伸手 就去拉车门要下车 我眼急手快 直接锁死了前后四扇门 你开门 小王八蛋 老子不跟你玩了 说着使劲去拽车门 一边拽一边 还使劲拍车窗户 你小子不厚道 身后有大仙家 也不告诉老子一声 说着 他还使劲拽着车门 别嘚瑟了 你能跑哪去 说吧 你要领这小子上哪去 安的什么心 说 老师最后一个字 语气尤其严肃 直接吓得灰老头一哆嗦 三太子 我能安什么心啊 我要知道他是你弟子 我早就不跟他玩了 谁不知道你三太子 是有名的臭脾气 今儿怎么就叫我摊上了呢 你还说废话 说着 我感觉自己的左手 就举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 和刚才灰老头 打我的姿势一模一样 别借别借 三太子 我跟你说 灰老右手挡在头上 怕老师打他 左手伸手去拿我的烟盒 伸到一般 眼睛偷偷看了我一眼 老师也没作声 他就快速地抽出一根 叼在了嘴里 然后又拿起打火机 熟练地点上烟 开始对老师如实招来 这灰老头 名叫灰老白 是修成了精 却还没入地马仙绑的老鼠仙 擅长搬运 打听消息 他之所以 让我刚才往右拐 是要带我去见一个人 此人哪一个十七岁的孩子 姓王明泽魁 要说这孩子与灰老白的渊源 那就得把账本 翻到一百多年前了 那时候 灰老白道横低微 还没脱了肉身 有一天下午 灰老白一觉醒来 出去找吃的 对了 当时他并不在香平这边 而是在河北宝定一带的石头山里 那地方山上 基本没什么树木 都是白花花的石头 话说当时灰老白 已经修行成精 但是道横不够 还是一只未脱肉身的老鼠 出去找食吃的时候 叫山顶上一只老药鹰给盯上了 本来那片山就挺荒 生林也不多 动物生存条件可以说 十分很艰辛 几乎都是鸡一顿饱一顿的 而那只老药鹰 远远地在山顶就看见了老鼠 张开翅膀就扑了下去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 他自然是不会放过 这每餐一顿的机会 再说这老鼠 也就是灰老白 发现了自己被盯上 知道基本就是死路一条 但由于天生脾气火爆 性格也还算刚烈 就想试着挑战一下命运 当然 他挑战命运的方式不是反击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拼命地跑 不过谁都知道 老鼠要是叫鹰钉上了 除非你钻进洞里 否则以鹰的势力 任你使出浑身解数 逃脱的几率也基本是零 当时灰老白没时间考虑那么多 就知道张着大嘴顽命地跑 同时 他已经感觉到 自己离黄泉路越来越近了 就在命悬一线的时候 突然前面的一块大石头后面 走出了一个小孩 这小孩 就是今天要去见的这个孩子 王泽奎的爷爷的爷爷 王良 这王良 当时刚年满六岁 家住在石头山山脚地下 父母都是重庄稼爱的 都说靠山吃山 这山上虽然没什么吃的 不过王良却是很喜欢到山上玩 所以这不就遇见了拼命逃窜的灰老白 和天上即将俯冲下来的那只老药鹰 话说这小王良本就是个心善的孩子 看见这一幕 直接就往前跑了几步 脱了衣服 就把灰老白盖在了下头 然后从地上捡起石头 就开始打那只老药鹰 山上的鹰性子都也 恩本不可能 怕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 接着 这一人一鹰就逗了起来 是讲到这 灰老头安静了一会 接着去拿烟 看见烟盒空了 便抽回了手 我从储物箱又拿出了一盒地给他 他接过烟 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的大树 点上了以后 深深地抽了一口 后来 我从盖在头顶的衣服旁边露出了脑袋 就看见那老药鹰 已经被石头打跑了 这时候我发现 灰老头眼圈红了 这不是好事吗 你哭啥 就说老药鹰跑了 我感觉也安全了 就从梁子的衣服里爬了出来 接着我就瞧见离我挺远的地方 梁子捂着眼睛坐在地上 背靠着一个大石头 小声地哭着 说到这回老头 直接用脏兮兮的手 去抹了抹眼泪 他爷爷的爷爷受伤了 我问道 他眼珠子叫那老药鹰抠了去 血顺着眼眶子往下躺 他那一辈子都只剩下个左眼 他那右眼睛嘛 是因为我瞎的 老子对不起梁子兄弟啊 哎 转眼间 一支烟已经被他抽完 他又点了一支雕在嘴上 那后来怎么了 后来 后来他养好了伤 每天都来山上找我玩 我俩成了铁哥们 他经常偷家里的饼子给我吃 这一玩 就是七十多年 说到这 刚刚眼圈红了的灰老头 脸上露出了无比怀念 无比幸福的表情 嘴角微微颤动着 像是控制不住地笑着 我原本以为 我们能一直在一起玩 谁知道他八十四那年 到底还是老死了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守着他们家后人 保他们五股丰登 平安无事 这一宝 就是一百三十四年 到了这王泽魁爷爷那一带 他们就都搬到乡平来了 我也就跟着过来了 那这次 你找我去的目的是啥呢 一边问他 我一边还摇下了车窗 因为这老家伙一个劲地抽烟 现在车里 已经看不清人了 外头路过的钥匙不知道 还以为车里着火了呢 别回头 再把119火警给招来 他们家这一代的孩子 也就是这小葵 也是个命苦的钟 他出生那年 正好是我脱肉身的关键时刻 我就没在他们家门口盯着 这小子 他娘怀他那年体弱多病 就叫几个东西给缠上了 所以自打小葵一出生 这几个东西就在身上 敢也不能敢 破也破不了 就只能等着大线 所以 这几个东西 就相当于他的三魂七魄了 你不能赶走 也不能伤了 对吧 不过这样的孩子一般 可都短命 正是如此 老子倒横还是不够啊 这小子12那年 我帮他扛过去一回 后来听皇家仙有说 你堂上有不少老大 我就想着 或许你有办法能保这孩子 平安度过18周岁 我是不行了 18岁生日那天 这小子就到大线了 灰老头把脸扭向窗外 深深吐了一口烟 正巧路过一个妇女 被吹了一身的烟 回头便开骂 你个老不死的 你瞎是不是 按照灰老头的性格 换做平时早破口大骂还回去了 这次他去无动于衷 就像是没听见一样 望着路边的大树出神 老师 你怎么看 我低声问了一句 这孩子 是你命里注定的缘分 随他去便是 听老师这么说 这老耗子 如获大射一般 一个劲的双手作一 谢过龙哥 龙哥最牛逼 画一下把我老师都逗乐了 这老耗子 好的品质 倒是没在人身上学到多少 这社会科老起来 还是一套一套的 紧接着 我根据灰老头的指引 来到一片城中村 说是城中村 可并不是传说中 那种很富裕的村子 而只不过是城市里的一片平房 这块地方我曾经来过 属于湘平城区里的一片 三不管地带 治安 卫生 交通 全都比较落后 车缓慢地进了村子 灰老头就坐在副驾驶身上 自言自语 若是这老王家一直务农 我倒能保他们个小康 可是这王泽魁的他爷 硬是把河北老家的地和房子 都卖了 跑到这头来打工赚钱 这也能理解 谁都想给自己 创造点好的条件不是 我大话聊道 但是他创造出个屁来了 我以前不止一次现身提醒他 结果前两次 都叫他给当了小偷 第三次 竟然还找了警察 当初这老小子 也没敢跟我这么嘚瑟 灰老头愤愤地说道 你还别说 你这一身打扮 如果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拿你当好人看 对了 有个词叫猥琐 你听说过吗 没有 啥意思 灰老头眼睛斜着看着我 嗯 就是夸人神通广大的意思 听罢灰老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老师轻轻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 你小子真缺德 车往村子里开了 大概有三五分钟 就停在了路边上 因为前方的路实在是没法行车 满地的垃圾 还有一条估计能没了脚脖子 那么深的臭水沟 水沟里每隔着一步远的距离 就放着一块大青石头 就算是行人来往的临时小桥 再往前开估计 就没有车能走的路了 我和灰老头下了车 锁好车门后 我便由他领着 七拐八拐地进了一个小院 院子里一共四扇门 住在最里面那一户的 就是王泽奎的家 有没有人 开门 开门 灰老头率先走过去 用穿着懒汉鞋的脚丫子 光光光踢了几脚门 过了一会门从里面向外推开来 迎面走出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 头发有点花白 穿着很普通的深灰色衬衫 脚上蹬着一双布鞋 开门看见是灰老头 便马上露出笑容 灰大爷过来了 赶紧进屋 哎 小伙子进屋吧 不用换鞋了 说着妇女 把我们请进了屋子 这老王家 一共是两个屋子 东边的屋子两口子住 西边的不用说 自然是那少年王泽奎的房间 只不过进屋之后 我发现那屋的门紧紧地关着 似乎外面发出的动静 丝毫不会影响里面的人的注意力 家里没茶叶了 喝点热水吧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夫人笑容满面 和蔼地和我道歉 没事没事 您别客气 说着 我拿起了热水抿了一口 这时候 灰老头张口说话了 说话的语气 依旧是那么蛮横 张扬跋扈 因此 小葵这小崽子呢 灰老头斜着眼睛问 还在屋里玩电脑呢 又四五天没出屋了 说到这这妇女的愁容 直接展现在了 那张和蔼的面孔上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这是黛宇 你叫他戴先生就行 一会让他跟小崽子聊聊 说着灰老头脏兮兮的 手指头指向我 我冲着妇女点了点头 戴先生是 心理医生 问那么多干啥 咋的 你信不过 你灰大爷 那我们可走了 说着这灰老头 直接那破沙发上 就站了起来 要往处走 不是不是 没那那意思 灰大爷你消消气 这妇女急忙起身 去拉住灰老头的衣服 松手 起开 说话间这灰老头 直接推了一下这妇女 妇女一个 猎切差点摔地上 看到这 这你们宇哥就看不过去了 小暴脾气直接就上来了 差不多就行了啊 灰老头 别太过分了 我乐意 他愿意受着 是不是啊 说这句话的时候 灰老头撅着八字胡 脑袋高高抬起来 眼睛瞥着这妇女 对对 英子愿意受着 愿意着呢 妇女一边迎合着 一边笑着 把她往回拉 看到这 宇哥的世界观 直接就被打破了 还真是TM的人 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我原来以为 我就够善良的了 没想到 今天碰见个 比我更爱欺负的 我一拍桌子 行了 没完了是吧 你给我做那块 别动 我大声喝了一句 然后手指着屋子里的破沙发 灰老头看了看我 最后还是回到了沙发上 脱了些盘腿就坐在上头 从兜里 摸出一根皱皱巴巴的烟 点上 就巴达巴达 开始抽了起来 你这么怕她 她是不是威胁你了 你有事尽管跟我说 让老浩子坐下以后 我义正言辞地盘问妇女 我非叫忙二将军出来 给她打出屎来 最后再让老师在西海找个地方 给她扔进去关着 让她彻底地变成一只水耗子 然而 我听到的答案 和我预想的 却是背道而驰 按照这妇女的说法 这回老头就是脾气倔了点 其实人心也很好 平时这妇女靠夜间去 KTV打扫卫生赚钱 王泽奎的父亲 是在天桥下 给人抗大包的立功 两口子的公子 一个月加一起 不到三千多块钱 不过 这王泽奎常年身体有病 动不动就得往医院跑 去一趟就几千块钱 每次从医院回来 家里因为支付了巨额的医药费 少说都得各把月解不开锅 每到了这个时候 灰老头就会送一袋子大米 一袋子白面一桶游过来 帮他们渡过难关 这一送 就是十多年 说到这 妇女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又把我和灰老头的杯子蓄满水 接着又走到窗户旁边 那个破旧的写字台里 打开抽屉里 翻出一盒红旗渠 毕宫毕竟放在灰老头面前 灰老头满意地抽出一根点了起来 这妇女喝了口水 继续就继续跟我讲 每次王泽奎的爸爸在外头干了活 手里有点钱的时候 都想拿出来报答一下灰老头 可灰老头从来不收 两口子执意要报答 灰老头没办法了 就说如果要报答 每次他来准备点白酒 鸡爪子让他喝一顿就行了 不过 送米送面接济 倒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事 要说在王泽奎十二岁的那一年 在王泽奎十二岁那年 也就是五年前的那年夏天 天特别热 整个香平城就跟个烤炉似的 王泽奎和几个小伙伴 每天都会去附近一条小河玩水 有一个周末 王泽奎照就和伙伴们出去玩 到晚上该吃晚饭的时候 每天按时回来吃饭的王泽奎却没回来 妇女就在家里等 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 儿子也每个踪影 妇女就去这些小伙伴家问 这些孩子都说 王泽奎去河边上玩了没多大一会 就跟大家说他要回家 然后就自己先走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像这些孩子们 说的那样 王泽奎根本就没回家 到处找不到儿子的影子 妇女彻底慌了神 六神无主 于是就给丈夫打了电话 丈夫闻讯 放下手里的活就赶了回来 最后两口子决定报警 话说 这两口子拿起电话拨打了110 刚和警察说完了情况后 就听见当当当 有人用脚踢门的声音 男人急忙跑过去开门 这一开门 就看见灰老头背后背着湿淋淋的 而且奄奄一息的王泽奎 夫妻二人急忙接过孩子 试了试鼻息 发现还有气 这才放下心来 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更加识毁老头为儿子的救命恩人 每一次都生怕怠慢了这老家伙 而更值得一说的是 也就是从那一次溺水以后 王泽奎变得特别怕水 性格也越来越内向孤僻 知道最近两年 基本就不怎么出屋了 话说到这 妇女又喝了口水 看了看墙上的表 紧接着就站起身来 你们闲聊 我去把鸡爪子酱一下 再准备点酒 戴先生就和灰大爷一起在这吃吧 没什么好吃的 别笑话就行 说着妇女 就不知道从哪掏出个围裙 扎在药上就走了出去 妇女出去后 我也点了一支烟 看向盘腿坐在沙发上的灰老头 灰老头也望向我 随即开口说话 戴先生 你是不知道 这小崽子十二那年有多危险 幸亏我之前就打听到 十二岁是这小子的第一个大县 足足在他身边盯了半个来院 其实那帮小孩说的全都不是什么真话 他们是叫人给洗了脑袋了 洗了脑袋了 我抽了口烟不解地问 对啊 当时这群小崽子 亲眼看着王泽奎叫河底下的泥窟窿给吸住了 有几个崽子还伸手去拽 老子当时正在旁边的树丛里打盹呢 听见喊声就跑了过去 赶紧叫那几个崽子赶紧撒手 要不然 他们一个都剩不下 都得被拉到河里头去 那你是怎么吗 把王泽奎捞上来的 我喝了口水继续问 见我这么问 这老耗子 马上又摆出了一副自豪的深情 当时那叫一个险啊 直接拿出了看家的绝活本领班山神术 才保住了这只小子一命 说这话的时候 灰老头挽起了袖子 身形并茂 与其十分之豪迈 行了 别装毙了 你就是搬了个大石头板子 挡住了泥窟窿 老师突然说到 直接把他装毙的机会 扼杀在了萌芽里 前一秒还豪气万丈 后一秒就成了双打的茄子 啊 三太子说的是 就是这么回事 三太子果然猥琐 果然猥琐 灰老头双手作一说道 啊 一时间我尴尬无比 没想到教会老头的骂人话 竟然被用到了老师身上 还真叹娘的是 现学现卖的主 哼 老师冷哼了一声 没有继续追究 我却是吓出一身冷汗 走 过去看看王泽魁 说吧我便站起身 老耗子也跟着站了起来 穿上了他的懒汉鞋 接着就走在前头 把我带到了西屋的门口 用一贯的方式 踢了几脚门 谁 屋子里传出一个声音 开门 你挥大眼 等一下 屋子里传出了声音后 过了大概三十秒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男孩 这男孩的容貌 我一见便感觉是惊为天人 眼前的少年 长得浓眉大眼 梳着小平头 就以宇哥如此高雅的欣赏水平 都觉得 如果他要是往演艺圈发展 那绝对是国际巨星的料子 闪开 这时候 灰老头推了一把王泽魁 直接把他推 一边去了 然后就迈着八字步走进了屋子 我则是跟在后面也走了进去 同时感受到王泽魁的眼睛 在十分警惕地打量着我 小崽子 干啥呢在屋里 没干啥 玩游戏呢呗 嘿嘿 这王泽魁见识灰老头 不仅没发脾气 相反的 眼神里透露出一股 令人难以察觉的开心和兴奋 可见他和灰老头 应该是十分的亲 灰爷 这个大哥是谁啊 这王泽魁倒也没绕圈子 直接张口 便问灰老头我的来历 你得叫戴先生 什么大哥大哥的 没大没小的 说话间 灰老头一屁股 就坐在王泽魁的床上 啊你好 叫大哥就行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我伸出右手 王泽魁见我伸出手 他也伸出手过来 跟我握了一下 这一握室不要紧 握得我心里就是一阵惊讶 这王泽魁的双手冰凉 握手的一瞬间 老师就对我说 这孩子身上的东西 还真不少呢 一个接一个上来瞅你 看面相和运势 怕是躲不过下个月的横祸 松开王泽魁的手后 他直接请我坐在了椅子上 我坐下后 也不多废话 灰老头 你先出去待一会 我单独和这孩子聊聊 我微笑地看着王泽魁 看也不看灰老头一眼 直接救他出去 行 你们聊着 老子出去啃鸡爪子 说吧 灰老头站起身来 拍了拍王泽魁肩膀 你不用害怕 带先生是过来救你的 王泽魁听闻便点点头 接着灰老头便走了出去 还把门给带上了 话说这灰老头出去后 屋子里一下子就变得十分安静 我笑着望向王泽魁 他则是如同我不存在一般 直接坐到电脑牵头继续打游戏 我走到他后面一看 他玩的不是别的 正是我也最喜欢的游戏 魔兽争霸 这小子是通过网络 在游戏平台上和别的玩家玩 不过 他这技术可不怎么样 每次用剑剑去拆对方建筑物 直接就被对方打得残血落荒而逃 开分身 用一个分身和一个真身往里跑 跑到里头 直接开剑刃风暴强拆基地 听我这么说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 对面又不傻 能看着我走进去 对面和你水平差不多 你按照我说的做 偷他基地 分分钟的是 说完我直接点上一支烟 抽了个凳子过来 坐在他旁边看着 行吧 我试试 说着 他就集结了两队兵 外加剑剑和先知两个英雄 到了对方家门口以后 就直接让小兵推了过去 开分身 真假身一起冲进去 听我这么说 他直接按照我的指示开了分身 对面的玩家果然上当 以为他是用两个分身进去扬弓 根本就没在意 而是直接 把火力都集中在了后方的先知 和另外一个剑剑分身之上 开风暴 拆 我大喝一声 王泽魁直接开了剑刃风暴 眼看对方基地塔的血量 蹭蹭蹭地往下掉 等对面回过神来 基地塔和矿井已经被拆掉 这一战王泽魁基本也就宣告胜利了 打防御塔 先知放狼啃他领主 对对对 啃掉老农 当最后一个防御塔 被王泽魁手里的剑剑兵不血刃地拿下之时 王泽魁回头和我直接来了一个机长 Yes 帅 大哥是个高手啊 现在的他 完全没有了我刚进屋时候的警惕 虽然已经17岁了 不过说到底 还是个孩子 共同的爱好 直接就把我和他原本很远的距离 瞬间拉进了无数倍 嗯 我平时也喜欢用兽人 剑剑是我本命英雄 我笑着抽着烟 递过去一只 来一根布 他看着我递过去的烟 紧接着 双眼迅速扫了一下关的紧紧的门 之后才小心翼翼接过去 我帮他点上以后 他一边抽 一边盯着门口 生怕他母亲突然就闯进来抓个现行 从他的表情上我看见了一种 我曾经也体会过的 那种背着家长干坏事的乐趣和刺激感 抽吧 一会就说我抽的 他听后使劲点点头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就这样 我们俩在屋子里偷偷地吞云吐雾 我教了他很多魔兽争霸的技巧 时间一晃 我俩就聊了半个多小时 这时候 王泽葵的母亲在外面敲门 戴先生 小葵 出来吃饭了 啊 知道了 说着 我俩赶紧就打开窗户 随手每人捡起一本书 就驶进山屋里的烟 扇了一小会 敲门声又响起 吃饭了 戴先生 哎 好嘞 马上来 我回应一声 然后给了王泽葵一个眼色 只见他犹豫了一下 便放下书本 跟我出了门 这一开门 正好撞见王泽葵的母亲 端着一碗饭 一小碟菜要进屋 您这是 我不解地问道 啊 这孩子现在不出屋 我给他送 王泽葵母亲话说到这就顿住了 一起走了出来 走吧 过去一起吃 我笑着说了一句 就率先走了过去 这女人显然是没想到 儿子竟然走出了屋子 和我们一起吃饭 惊讶得不得了 上了饭桌 我们三男一女 一共四个杯子 王泽葵和女人的杯子里 倒着汽水 我和灰老头的杯子里 则是白酒 桌子上摆着四道菜 韭菜炒鸡蛋 青炒豆芽 红肠切片 像鸡爪子 再看这鸡爪子 已经叫灰老头吃得不剩几个了 不过 上了桌子 明显气氛有点尴尬 王泽葵是因为 已经很久没出屋了 一时间有点不适应热闹的气氛 他母亲也是因为 他太久没走出房间 还没从喜悦中缓过进来 而这灰老头 则是在等我先动筷子 要说这仙家 往往是比咱们人 更加重视礼仪和规矩 老是这种上仙在位 这老后子自然 是要守规矩 等老是先动筷 吃吧 老是没在 我示意了一下灰老头 这老家伙 显然馋得够呛 听我说吧 直接举起杯子 就喝了半杯酒 然后美美地巴唧巴唧嘴 三太子怎么说啊 戴先生 先吃饭 吃完饭再说 接着我冲着小葵举起了杯子 来吧 咱哥俩也是幸会 喝一个 小葵愣了一下 然后急忙也举起了 装着汽水的杯子 和我碰了一下 他母亲则是更加诧异地 在一旁瞅着我们俩 戴先生真不是一般人啊 以前这心理医生和大仙 我和他爸也找了不少 您还是头一位 能把他叫出屋子 一起吃饭的人呢 说着妇女 也冲我举起了杯子 就这样 我们十分融洽地 吃完了这顿晚饭 我喝了一杯白酒 稍稍有点头晕 这一瓶二锅头 是一斤装 除了我喝的那一杯 剩下的全让灰老头给喝了 饭后他心满意足地 坐在沙发上 一边抽烟 一边十分不雅地 扣着脚丫子 小葵的母亲 在外面刷锅洗碗 小葵则是跟在我后头 回了他自己的屋子 坐下吧 咱们现在谈谈正事 我活不过下个月 过生日那天 大哥就在我思考 以一个什么话题 才能很好地 开始这段谈话的时候 他却先开口了 而这一开口 就绕过了 我在心里准备好 跟他说的一切 直接一针见血地 说出了中心内容 你知道 我有点不解 莫非是灰老头 已经告诉他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 但是我十二岁那年 差点被淹死 被我灰液给我捞上来之后 我就知道 我肯定说 活不过我十八岁生日那一天 我见王泽奎如此淡定 便也打消了之前 怕他无法接受地顾虑 你还知道什么 你跟我说说 我问了一句 接着随手关上了门 递给他一支烟 他笑着接过去 然后扫了一眼关着的门 随后自己就拿起我的火机 给自己点上了 虽然我妈 我爸爸跟我说 但是我自己身上的事 自己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大哥 我身上有东西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 也不知道 他们都是个啥 可我知道 从我出生那天 他们就在我身上 有时候做梦的时候 有声音跟我说话 我知道这肯定就是 我身上的东西 说着 他抽了一口烟 憋了一小会才吐出来 然后露出很享受的表情 几岁开始抽烟的 这么熟练 十四五的时候就会了 也是他们教的 说完 他又继续吞云吐 你和他们试着沟通过 我没法主动沟通 都是他们在我梦里 给你我说话 王泽魁 慢慢摇摇头说道 都说什么了 他们说我这种命 老天不会 让我活得太久 让我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考虑太多 因为我的命太短了 最好是及时行乐 说完他耸了一下肩膀 说实话 宇哥本来是有点紧张的 没想到现在的气氛 让王泽魁带的如此的松弛 你身上也有 王泽魁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吓得我一口烟 就呛到了肺里 不停地咳嗽 王泽魁急忙过来拍我的后背 还给我拿了一杯水 咳 咳嗽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小子能不能别总是 这么突然给人惊喜 我急忙喝了口水压了一下 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知道 你身上有 而且是很厉害的东西 最起码 灰也很怕你 这小子说完两句话 我宇哥 我是的确有点惊讶了 他竟然能看出这么多东西 问题在于 老师根本没在我身上 别的仙家我也没叫过来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你知道你灰烟 知道 以前不知道 但是从他十二岁 救起我的那一天 我就知道他不是人 但是 是神仙是鬼 我就看不出来了 那你觉着 你灰也像的啥呢 我笑着问 王泽魁抽了一口烟 憋了很久才吐出来 随着吐出来的烟 同时冒出了一句 耗子 不对 应该叫老鼠 听他说完 我就顿时就哈哈大笑 他也有点不好意思地 跟着笑了 这时候就听见隔壁 灰老头大声地打着喷嚏 啊 啊 二七二七 因子给老子纠点纸 谁他娘的背后 骂老子呢 这是 再看这屋 我和王泽魁笑得更欢了 笑完了之后 我站起来随意 打量了一下 王泽魁的屋子 巴掌大的地方 让他整理得干干净净 有点一丝不苟的意思 我一面打量着他的屋子 一面问道 说实话 过几天的生日 就是自己的忌日 心里怕不怕 不怕 没啥好怕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我喜欢的是我已经做了 那就是打魔兽 死之前还从你这 学了这么多技巧 到了那边 我估计 我可以组织战队赛了 说完了 他就咧着嘴 露出洁白的牙齿 冲我笑了 你小的还真是想得开 不过你可能要失望了 那头可没人能陪你打魔兽 因为那边根本没电脑 真的 对啊 我干啥骗你 听我这么说 王泽魁陷入沉思 似乎在仔细思考着什么 嗯 我计划好了 我到了那边 可以当个作家 写一本关于魔兽争霸的书 你说会不会很畅销 大哥 我听完直接就乐了 合着你小子认为 你会在那边待上好几年吗 你还写书 计划的倒是挺美好 听我无情地打碎了他的计划 他有点郁闷 那我到那边能干点啥 这个 我也不好说 因为到那头 结算了上辈子的善恶之后 直接你就投胎了 你要写书 也只能是下辈子的事了 说着 我又递过去一支烟 他接过去叼在嘴里 哎 看来大哥 你对那头也不太说 算了 遇见啥样就是啥样嘛 反正我也决定不了 我也都能接受 说着 他又熟练地点燃了嘴里的烟 就在他刚刚思考 去另一个世界 做点什么的时候 我背对着他 抽了三口烟 悄悄叫上了老师 然后老师告诉了我 让王泽魁 躲过十八岁大线的方法 小魁 我叫了他一声 直接坐在他对面 表情变得不再像 刚刚那么松弛 而是十分严肃 怎么了大哥 你怎么哭了 啊 啊 没事 我和你说点事 说是行 但是让我困惑的 是你怎么哭了呢大哥 你是有啥事想不开吗 这小子一脸迷惑地追问 行了 这 这不是重点 接下来才是重点 我激头白脸地喊了一句 他才收回了好奇宝宝的心态 王泽魁 如果现在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躲过十八岁大线 你可愿意 见我这么说 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真的假的啊大哥 我戴雨从来不骗人 你躲过十八岁大线的唯一方法 便是从此开始修行 这辈子吃阴间饭 你愿不愿意 想好了 我眼睛直直地望着他 他听完我说的 也直直地望着我 也不知道他这小脑袋里 实在考虑 还是在挣扎 过了能有三五分钟的时间 行 我妈养我这么多年 我还想报答他和我爸一下 灰烟那边的恩情 我也还没来得及还 我也看出来 你不是一般人 我愿意 大哥 你说我怎么办吧 但是我先说一下 如果是让我出家当和尚 那就算了 我见王泽奎态度坚决 我把烟掐灭 站起身来 他见我站起来 便跟着我一同站了起来 就在刚刚 我叫了老师上来 老师告知 十七年前挂在他母亲身上 随他一同下生的是 两个野鬼 和一只成了金的斗畜子 要想让他躲过这十八岁大线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吃阴间饭 此外 老师看了他的八字 和前世今生 我和这小子这一世 注定是有师徒之缘 眼下最好的结果 就是收他为弟子 教他修行 另外老师还说 日后我常年不在家 就让他替我 守着清风格 虽然老师没告诉我 为何我会常年不在家 不过这徒弟看来 今天是收定了 说来宇哥和这王泽奎 也确实有缘分 从第一眼看见这男孩 我就觉着顺眼 他对我也比较特立的不排斥 我们沟通起来 也没有带勾 话说 我见王泽奎态度坚决 便站起身来 他也随我站了起来 大哥 你这是咋了 他一脸迷惑地问我 王泽奎 我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戴宇 精英纸活殿 同时 我也是出马仙弟子 师承西海三太子 敖情上仙 此刻仙家借我之身搭救你 我且问你 愿不愿意归到我门下 当我徒弟 听我说完这一番话 王泽奎愣住了 喂 喂 傻了 见他愣了半天 我走过去 用手在他眼前 比划了两下 他才反应过来 咋的 吓傻了 没 没有啊 王泽奎急忙 磕磕巴巴地解释了一下 你不用着急 我也是仙家 刚告诉我没多大一会儿 我回去也要准备 你也考虑考虑 说着 我就退出了王泽奎的房间 从外面关上了门 临走之前 我给他留下了烟河火 来到东屋 王泽奎的母亲 正在和灰老头 一边磕着瓜子一边聊天 见我走过来 王泽奎的母亲 急忙站了起来 您坐 咱们坐着说就行 待我坐下后 王泽奎母亲担忧的 就开始追问 戴先生 小奎有救吗 有 见我说出这个字 王泽奎母亲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并且常常松了一口气 三太子有法子 就这小崽子啊 说来听听呗 灰老头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问我 吃银煎饭 拜我当师父 正好我也和您商量一下 小奎妈妈 拜师 眼前这慈眉善目的妇人 见我这么说 眼里露出了迷茫的目光 我便继续给她解惑 当初挂在你身上的 是两个过路的野鬼 和一只修成了金的豆畜子 之后随着王泽奎出生 他们也跟着一起 被你生出来了 就一直住在王泽奎身子里 这样的孩子短命 十二岁大线 灰老头已经帮他度过 十八岁大线要想过去 除非这辈子吃银煎饭 我和王泽奎有前世便有缘 上先告诉我收他为徒 我说得清楚吗 我仔仔细细地把事情 和眼前这妇女描述了一遍 听完后 她急忙不停地点头 清楚 清楚 只要能保住命 咋办都成 咋办都成 那好 今日先这样 明天中午我过来临走王泽奎 去我家进行拜师仪式 仪式结束后 她就不用整天待在屋子里了 我经营着一家纸货店 就让她帮我看店吧 说完我便起身 灰老头也站了起来 因子 还不赶紧谢谢戴先生 灰老头大声喝道 妇女听闻急忙不停地鞠躬 一边鞠躬 一边喜极而泣 灰老头也是抬头哈哈大笑 嘴里不停叨叨着 灰老白谢过龙哥 龙哥牛辫 确定王泽奎的母亲同意后 我和他相互留了电话 随后便和灰老头 一起离开了王泽奎的家 我把你送到哪去呢 我一边开车 一边问灰老头 我啊 随便哪都行 他一边说话 一边从身上不知道什么地方 取出了那个大茶缸子 怎么着 你还打算要那五十斤大米和白面啊 还有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这么老大个茶缸子 你是怎么从身上掏出来的 你到底藏奶了 在这变戏法呢你 说着 我把车开向最近的凉油店 到了凉油店 我买了五十斤大米和五十斤白面 正琢磨着 这两袋子东西 该怎么抬到车上 就看见灰老头 在那边调戏凉油店的女营业员 小闺女 大爷给你变个戏法呀 此刻灰老头的表情极其猥琐 什么戏法 不看 很明显 这小姑娘 不愿意搭理眼前这脏不垃圾的老头 你就看吧 看完了你就觉得神奇了 反正那边那小子都给完钱了 你怕啥的 这老耗子满脸堆笑地 冲着小营业员说道 那行吧 你变吧 妥嘞 看好了哈 紧接着灰老头把米袋子拆开 用茶缸子在里面咬了满满一下米 然后盖上了盖子 看好了嘿 天灵灵地灵灵 太上老君 快先领走你 说着就打开了茶缸子盖 随之而来的是小姑娘的尖叫声 哎呀 没了 你怎么办到的 太厉害了 接下来 这小丫头被灰老头忽悠地 露出无比崇拜的目光 随后就在这种无比崇拜的目光下 五十斤大米 五十斤白面 就全被这老耗子 装进了那个神奇的大茶缸子里 然后在小姑娘崇拜的目光下 绝着八字湖扬长而去 这老耗子 真有你的 我笑道 开着车就回了清风阁 回到清风阁后 我和土豆说了 我要收王泽魁当徒弟的事 这货的反应 果然夸张地 一如我之前预想的一样 牛逼牙待鱼 这么年轻 就要收徒弟了 一代宗师啊 土豆一边说 一边过来 就揉着我的肩膀 你以为我宇哥想啊 缘分到这了 谁也没办法 而且 这次要是不收了他 这小子怕是挺不过下个月了 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回答 等会 你是师父 那我是他的谁呢 是不是师伯 师伯 你比我岁数小 你凭什么自称师伯 何况咱俩虽然是哥们 但是并不是师兄弟啊 咱们不是同门 无所谓了 反正既然来了 总的对我有个称呼不是 土豆满脸对着猥琐的笑容 还在揉我的肩 一脸不占便宜不罢休的架势 这个随你便 人家想不想入我门下 还不一定呢 我说道 你可别扯了 人命关天的事 谁会选择死路啊 何况我觉得 拜你为师 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 道理是这么讲 不过 它不太一样 我若有有所思 看着清风阁外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 心想着王泽魁 究竟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呢 如果他真的拒绝我了 难道我就可以见死不救了吗 那也不是宇哥我的风格啊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 感觉到有客人进了清风阁 我懒得去招呼 心想反正有土豆呢 你好 买什么 不买东西 我是来找他的 我感觉好像是在说我 回头一看 站在土豆对面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那没过门的 呸 是没入门的徒弟 王泽魁 你怎么过来了 我想好了 大哥 我拜师 王泽魁一脸坚决地说 真想好了 我可跟你说 拜师后 虽然能躲过十八岁大县 但是以后可就要一直吃这口饭了吗 遇见什么诡异的事 可都说不准 我笑着望着他 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 这诗 他是拜定了 说完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王泽魁 他今天穿着白衣服 白裤子白鞋 这倒是很合我的意 寄入诗门 便干干净净 一一成不染地来 这算是个好的预兆 彻底想好了 你走了以后 我就一直在想 最后想通了 人只有活着 才是一切事物的根本 而且我也想像你一样 以后遇见跟我一样命格的人 起码我也能伸手帮一把 说实话 听他这么说 语哥我很是欣慰 这可比当初语哥刚出马的时候 有出息多了 那时候你你们语哥 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完事不公 行吧 既然决定了 那我明日便带你回家 做个简单的仪式 再包个红包 这事就算是成了 话未说完 我便看见王泽魁 一边听我说话 一面从裤兜里 掏出了上次 在他们家看见的那盒红旗渠 之后递过来一只 我接了过来 便给自己点上了烟 啊 好 那明天该包多少红包 给你带过来呢 王泽魁说出这话的时候 我看见了他面露难色 的确 这个行当里拜师 一般不准备个三五万的 都拿不出手 不过宇哥这里是个例外 这也是老师 当初给力的铁打的规矩 谁说 让你准备红包了 我说的是 明天我给你包个红包 算是入师门 给你的茶水钱 给我 王泽魁一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看来在他的印象中 的确也正如我所说的那样 都是徒弟给师父拿钱 而且少说三五万 多说就没个封顶了 听闻我不但不要钱 还会给他钱 自然是一时间 没法消化这个事实 行 别愣着了 晚上回家好好洗个澡 去理个发 明天还穿这身衣服 来就成 我带你去我家 这红旗渠 是你从你妈抽屉里偷来的吧 我抽了两口味 很冲的红旗渠问他 啊 是 我偷着拿出来的 那我先回去了 师父 说着王泽魁向我做衣 跟土豆点了一下头 回头就离开了清风阁 不过 这回别扭的人换成我了 你咋了 戴鱼 土豆望着在门口坐着 一脸纠结的我问道 我听他叫我师父特别扭 明明我还不到三十呢 让他这么一叫 一下子好像老了二十多岁似的 太不舒服了 我狠狠抽了一口红旗渠 辣得嗓子生疼 这有啥的 你早晚都得习惯 做咱们这行当 最讲究法规礼仪 随意不得 马虎不得 嗯 我知道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 是不是啊 王泽魁他师叔 听我这么说 这二货突然就憨厚地笑了 嘿 我也有失职了 你别说还挺过瘾的 你看着店 我要去超市买点东西 明天得给师侄准备点见面礼 说着土豆就往外走 我收徒弟 和你有毛线关系 这便宜 叫你给占大了 我嘟囔了一句 便继续坐在门口 欣赏着那些过路的美女 第二天一早 由于心里惦记着是 昨晚也没怎么睡好 很早便起床了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还特地在洗脸的时候 洗了一下子头发 喷了点蛇利水 然后早早地就开车去清风阁 让我没想到的是 王泽魁竟然早就在 清风阁的门口等我了 同行的还有一个小老头 穿的是从上到下 干干净净的灰色中山装 这老头不是别人 自然是那保了老王家 140多年的灰老头 来了 嘿嘿 灰老头见我下车走了过来 十分猥琐地跟我打着招呼 同时伸出了两根脏兮兮的手指头 你这灰老头 你这一天 你就会蹭雨个烟抽 今天穿的倒像是个利索人 听我如此说 那灰老头更是精神焕发 结果我递过去的烟以后 十分熟练地 就开始吞云吐雾 我不再理会灰老头 直接走到王泽魁面前 小魁 虽然你已经决定了 但是我 还是想再给你 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 你是不是真的想好了 吃阴间这碗饭 如果反悔 我可以再找别的方法 帮你度过18岁生日 你相信我 咱 不等我说完 王泽魁就要往地上跪 别别别 一会到家的再说 到家的再说 说吧 我便嘱咐土豆看好清风阁 紧接着 王泽魁和灰老头 就上了我的车 跟着我就回了家 话说这灰老头 到了我家楼下 还没进楼道 就死活也不进去了 不管我怎么说 他都一口要死 说上我们家有压力 不自在 让我给他四块钱 他自己买烟抽去 不过最后 我并没给他扔下四块钱 我就给你三块五 我看你咋办 灰老头走立之后 王泽魁跟我走到了我家门口 我拿出钥匙 拧开了家里的大门 这一开家门不要紧啊 我忽然感觉 一阵阵胸口发闷 紧接着浑身发软 然后忽冷忽热的 鼻涕眼泪一起 无法控制地往下流 这必然是老师 已把我即将收徒弟的消息 告诉了众仙家 家里香堂上的满堂仙家 都一位接着一位地上 来看王泽魁 一时间 家里甚是热闹 一身正气 好 满天龙满意地说道 就是 长得也帅 浓眉大眼的 你看那鼻梁 哎呀 真是和盲老大有一拼呢 不用想 这肯定是长翠娇 长翠云姐妹俩 说到底 果然是不论女人还是女仙 对帅哥的抵抗力 都一样的弱 你们这俩花蛇真肤浅 黄天旗的声音 突然又冒了出来 我使劲醒了一下鼻涕 就赶紧开口 行了 各位神仙赶紧收了神通吧 我这身子骨受不了啊 见我如此 这些仙家也都不说话了 宇哥不是不想让他们看 关键是你来我往的 都拿宇哥 这身子骨当城门走 还没拜师 就让王泽魁 看见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太有损光辉形象 再看这王泽魁 明显也是感觉到了什么 加上望见我一把鼻涕一把泪 表情十分紧张地站在我家门口 迟迟不敢迈步子进屋 没事 先家上来看看 你习惯就好了 大哥 我啥也没看见 可是 现在的感觉 跟我以前去寺庙里的感觉 是一样一样的 就感觉有好多不知是神仙 还是鬼怪的东西注视着我 压力可大了 嗯 不错 屋子里的确有不少人看着你呢 没事进来吧 女仙家还夸你长得帅呢 说着我冲他甩了一个眼色 换了拖鞋就坐在沙发上 说着王泽魁 进屋换了鞋以后 每走一步都双手合并 低头败来败去 显然是被屋子里 与众不同的气氛 吓得有点发慌 你在那拜啥呢 仙家都下去了 你呀 不用迷惑 在这屋子里头 不管是仙家还是鬼将 都是咱们自己人 你是我的徒弟 我是他们的徒弟 所以 你自当不必当心 没有人会伤你分毫 我一点一点地开导着王泽魁 这时 我妈突然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看见王泽魁便问我 儿子 这小伙是 老妈 这是我徒弟 叫王泽魁 你叫他小魁就行 这孩子前世与我便有缘 这辈子有仕途之缘 我妈听闻点点头 上下打亮着眼前的孩子 嘴里小声嘀咕着 她以为我听不见 可是我听见了 老妈说的是 长得真挺帅 与哥我瞬间无语 当着自己儿子的面说 别的小伙子帅 我整理了一下郁闷的心情 继续对王泽魁说道 小魁 这是我老妈 你就叫 说到这我有点猛圈了 她叫我师父 那她应该 叫我老妈什么呢 管我和你爸 叫大爷大娘就行 我看这孩子的岁数 她妈应该也比我小 我和她 就别按照你俩的备份算了 我妈一面 拿了一瓶矿泉水 递给王泽魁 一面对我说道 紧接着 王泽魁就很轻地 叫了一声大娘 哎 喝水喝水 我妈顿时喜笑颜开 我一脸黑线地站在一边 臭小子 以后看宇哥怎么收拾你 嗯 也行 那就这么叫吧 妈 帮我沏一壶茶水 一会小魁拜了诗 中午留咱家吃饭吧 我妈听我这么说 答应了一声 便去烧水沏茶 王泽魁放下矿泉水 跟着我就进了我的屋子 进屋后 我直接坐在了床上 回头却看见王泽魁 又愣了巴基的 原地处在那一动不动 你又怎么了 我不知道啊 师父大哥 我就是有点害怕 但实际上 我不应该怕这些神龛的 听他这么说 显然是他身上的豆畜子怕了 间接性影响了他的心绪 没事 进来 说着 我把他就拉了 大哥 你这满屋子的 都是什么神龛啊 在我硬把他拉进了屋子以后 他倒也不再害怕 取而代之的是 无限的好奇和惊叹 这是啥 大哥 那是我家的堂口 上头就是我的老师 和众仙家 都算是我的师父 啊 西海三太子 话说一半 王泽魁挠挠脑袋就停住了 敖情 哦 对 我给忘记了 还有其他的仙家吗 您给我讲讲呗 说实话 我的确应该一一给他介绍 不过家里六七十位仙家 我也不知道从哪说起 于是便直接回了一句 太多了 一个一个 说我也有点想不起来 以后想到哪说到哪吧 王泽魁听爸点点头 接着又走到另外一个香堂 大哥 这个香堂上 是什么神仙 那不是神仙 是鬼 无鬼 不等他反应过进来 堂上这五位 舅舅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 哎哟 这孩子长得真俊俏啊 帅 我喜欢 爱情鬼如同花痴一样 双眼直勾勾的 几乎是脸贴脸的看着王泽魁 王泽魁自然是看不见 不过他突然对我来了一句 大哥 我咋感觉浑身凉嗖嗖的呢 没事 正常 要说这无鬼啊 那是相当的神通广大了 但是有时候就是不太老实 贼愿意出来凑热闹 是不是啊 我嘴上和眼前这傻小子说这话 眼睛却望着他身后站着的无鬼 爱情鬼白了我一眼后 无鬼便消失不见 接下来 果然是按照正常逻辑 大米粒跑出来了 就看着大米粒 捏手捏脚地走到王泽魁身后 就在王泽魁仔细观察 香糖上几个小泥人的时候 大米粒轮圆了小胳膊 使劲地拍了一下王泽魁的屁股 王泽魁这小子 似乎是反应弧比比人长 现实浑身一哆嗦 然后看了我一眼 当发现我坐的这个角度 根本不可能去打他的屁股 他就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没人 才吓得一下子窜到我旁边 逗得大米粒笑得前仰后合 谁拍我 师父 没事嘛 林英和你闹着玩娜娜 不要怕 说着我冲泥人们轻轻嗓子 嗨嗨 你们几个不行吓唬我徒弟 他和你们一样 都是来修行的 知道不 几个小泥人也不理我 大米粒自顾自地就到了厅里 不再对王泽魁有兴趣 以后多来几次 你习惯就好了 家里这些仙家 鬼姜 林英都比较喜欢开玩笑 我和王泽魁闲聊着 这时候就见到老妈 端着一壶茶水放了香糖边上 茶期好了 我去买菜做饭了 好嘞 你赶紧去忙吧 我十分愉悦地回了一声 便关上了房门 小魁 去仙家的香糖上香叩头 我说一句 你跟着我说一句 我话音未落 王泽魁便规规矩矩地点了三炷香 直接跪在了老师的香糖前头 众仙家在上 众仙家在上 他跟着我大声念叨 今日弟子王泽魁 拜代先生为师 入众仙家堂下修行 日后定前行修行 以得待人 不好色 不贪酒 不脸邪财 不加害于他人 接着王泽魁继续跟着我大声念 当他念叨不好色 不贪酒的时候 我突然听见 老师在我耳边打了个喷嚏 我强忍笑意 看着王泽魁三跪九寇 给众仙家上了香 起了事 好了 现在给我侦查吧 仙家 那头算是里程了 说完我就以表正式地 坐在先前的椅子上 王泽魁在一旁倒了一杯茶 然后单膝跪地 双手高高拖起了茶杯 师父在上 今日弟子王泽魁入师父门下 定前行修行 日后必将以济世救人为己任 他说到这我实在是绷不住了 感情这傻小子 昨晚上是打好草稿了 要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搞得眼下这气氛 就跟电视剧似的 无比的尴尬 行了行了 我都渴死了 我直接夺过茶杯 一饮而尽 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递过去 王泽魁双手接过红包 毕恭毕敬地揣在衣服兜里 小葵 打今天起 你就正式败到我待遇的门下了 我呢 也并不指望你未来 能把我的手艺发扬广大 只求你平平安安 另外 我也有一个要求 师父讲 小葵听着呢 以后 不论你在我这里学了多少手艺 就算你有了通天的本事 也不得以钱财为目的 换句话说 到什么时候 不论做什么 都不能抱着挣钱的想法 你能否答应 弟子答应 发誓以后做人行事 绝不以脸财为目的 绝不应贪念忘本 说着 他就要给我磕头 我急忙伸出手扶住了他 行了行了 里成了 咱们还是别讲究那么多了 我这压力比你都大 你丑丑 我都出汗了 说着 我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好嘞 王泽奎显然掩饰不住 拜师的激动 眼神里透露着无限的活力 师父你可不得 师父在喝口水不 师父水凉不凉 我给你加点热的 师父 淡定 淡定 年轻人 说着 我抽出一支烟 递给了根塔 再说这王泽奎 见我递烟过去 马上双手接过烟 然后低头说来了一句 谢过师父 之后小心翼翼地 把烟揣进了兜里 我草 你还是正常点吧 你这样我真受不了 我一面点上烟 一面冲他摆摆手 那咋办 我看电视里都是这样的 他一脸窘向的 由单膝跪地 变为坐在地板上 这样 以后不涉及到正事的时候 你不用必须叫师父 叫大哥 雨哥 什么都成 反正别让气氛太紧张 松弛一点 松弛 懂吗 不懂 那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记住你刚才答应我的话 王泽奎使劲点点头 今天这里就算是成了 一会吃完饭 你就跟我回店里吧 这两天让土豆 带着你熟悉熟悉业务 以后你就不用 总在家待着了 帮我看电吧 王泽奎听我如此说来 兴奋地站起身问我 师父 土豆是不是今天店里 那个和你岁数 差不多的大哥 啊 对 就是那二货 我一边回答他 一边仔细看着 烟盒上的防尾标志 这烟怎么这么辣呢 抽着好像是假烟 完事了吧 出来吃饭吧 拜师刚刚里程 我妈就进来 叫我俩出去吃饭 我只能说 这小子是真有口福 吃饭期间 我妈对着孩子甚是喜欢 不停地嘘寒问暖 问长问短 直接忽略了我这个亲儿子 吃完了饭 我开车拉着王泽奎 回了清风阁 一进门 土豆就热情地迎接上来 待于徒弟 对不对 对不对 土豆热情地拍着小葵的肩膀 只把瘦弱的小葵 拍得直颤有 对 我叫王泽奎 您好 土豆大哥 什么土豆大哥 土豆个屁 你别听你师父乱教你 我是你师叔 也就是你师父的师弟 叫我一声听听 土豆这二货手插着腰 闭着眼睛一脸见样 啊 是 小葵听闻 不知道该咋办 就疑惑地望向我 我看了一眼土豆 他突然冲我瞪大着眼睛 俩大鼻瞪得比眼睛还大 一脸的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和你拼命地架势 无奈的宇哥只好点点头 算是认可了 啊 师叔好 哎呀 好的很 好的很 来来来看师叔 给你准备什么了 今晚上给我试之接风 咱们吃火锅 涮羊肉 哈哈哈哈 土豆一面说着 一边不停地 拍着小葵的肩膀 小葵硬撑着身体 硬喝着土豆 师叔高兴就行 师叔高兴就行 时间转眼就到了晚上 拉上了清风阁的卷帘门之后 土豆支起了桌子 架上了小店锅 我从隔壁老宋的小卖部 拎了六瓶啤酒 我们三个人就吃了起来 今天宇哥我挺高兴 因为说实话 小葵这孩子 我挺喜欢 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自己的弟弟一样 懂事 心善 不过土豆这二货 却比我俩更高兴 转眼间 六瓶啤酒就见底了 我再去拿三瓶 我拉开卷帘门 就要去老宋的小卖部 买啤酒 要冰的师父 好嘞 我走出清风阁 来到隔壁老宋的小卖部 买了三瓶啤酒 外加一包阿师马 然而 人生就是充满了各种突然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老天就给你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话说我临出门前点的一根烟 当我右脚卖出小卖部的时候 正好是抽了第三口烟 紧接着 就伴随着阵阵头晕 打起了哈欠 你愁你喝那德行 老师 直接数落了我一句 您喝酒的时候 我也没这么说您啊 对了 您来的正是时候 我该教王泽奎点啥呢 总不能收了徒弟 啥也不教吧 让他先看书 了凡四讯 遇见是 临时教 现学现卖 效果最好 现学现卖 还效果最好 真不清楚 如何总结出这种理论的 接着老师继续说 行了 别废话了 明天回家收拾收拾东西 最近几日 你该出门了 出门 去哪呀 我打来个哈欠问道 七关大劫将至 此劫乃你命中注定 先家无法插手 你自己躲过去吧 老师说话之时 严肃中透着些许的无奈 自己躲 怎么躲 我一边打着酒阁一边问 走 走 老师有时候说话 总是让我不明白 对 有很多人等着你去搭救 若是留在此地 必会连累所有亲友 蒙受劫难 此话一落 一瞬间 我的酒就全醒了 随即我的 就是脑海里就想起了老爸老妈 张月晴 土豆 大尾一行人 这些都是宇哥最重要的人 如果失去任何一个 我的生活都将崩塌 曾经的快乐 也会荡然无存 所以 这一刻宇哥深知 此行无可避免 他处 您总得给我一个具体的地方不是 这他处 范围有点太广了 还有 等我搭救的人 现在何处 我苦笑一声 心里暗箱雨个 我还不知道谁来搭救我呢 身上这器官大捷 眼看就要来了 第一站哈尔滨 到了那你自会遇到 到时候 你误求回报 祝聂元人渡过难关 聂 聂元人 怎么是聂元呢 听到此话 我不禁脑补 难道未来 要和许多妹子 结果没等想完 老是一个大嘴巴子 就把我删醒 就TM知道 想龌龊的是 聂元人 并非与你有瓜葛 这些人前世 皆是你们代价恩怨之人 器官降头之所以难破 就是下降者运用了这些人 与你们代价的恩怨 所淡下的多道怨气 也正因如此 聂元人那一世 自然是业障深重 今生必是磨难缠身 破器官之关键 便是将聂元人今生的劫难 逐一化解 我听老师说完这一番话 一瞬间 我的脑袋就被刺激得彻底醒酒了 若是按照老师所说的话 我很快就可以摆脱 这儿时就带下生的噩梦 那时候我得到的 才是没有鼓励的 真正的自由 也正是因此 我的语气和态度 立即就转变得十分认真 老师 这些聂元人在何处 说实话 宇哥我恨不得 立即就找到这些聂元人 早日破我器官 第一站哈尔滨 相遇靠机缘 不可刻意寻找 出行之时我会告诉你 待最后一名聂元人服饰化解 怨气自然消散 器官也就破了 说吧老师便离去 我在原地愣了一会 直到老送过来拍我的肩膀 兄弟 咋的了 啊 没 没事 说吧我便回了清风阁 一进屋就听到土豆 和王泽盔不满的哀怨声 你咋咋回来呢 你个龟孙 等死你斗哥了 你丑丑给这孩子急的 说着肥胖的大手 直接就拍在了小葵身上 小葵的脸 也是喝得通红 望着我无奈地笑了一下 没 没吃 快吃吧 给你们啤酒 说着 我把啤酒递了过去 而且起开啤酒以后 发现我没起开 同时也发现了 我异样的神情 接着都放下了 酒瓶和筷子 啥情况 师傅 小葵有点担心地问道 我起开啤酒喝了一口 我要出一趟远门 最近有个大姐等着我呢 我得躲开 说完 我又郁闷地喝了一口啤酒 啥时候走 土豆冲我举起了酒瓶 不知道 可能就是最近两天吧 我举起来跟她碰了一下 大概走多久 不知道 可能几个月 也可能几年 这个劫不过去 我就回不来 我回来了 你们都没好 啊 土豆应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 师傅 那我 你替我看着清风阁吧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能回来 我就回来 回不来我也会想办法帮助你 我拍了拍小葵的肩膀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说着土豆一口气 喝光了啤酒 直接就走到后面的仓库里 我也回家了师傅 明天我就开始正式过来上班了 说着 便也无精打采地离开了清风阁 我自己坐在屋里 慢慢把啤酒喝光 然后就开始收拾碗筷 最后离开清风阁 走路回家 妈 睡觉了吗 到家后 我直接来到父母房门口 没有呢 屋里回了一句后 我妈便开开门来 跟我来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 而且 她竟然点了一支烟 妈 你戒了好多年烟了 怎么今天 老龙跟我和你爸说了 你放心走出去吧 我跟你爸能照顾好自己 说话间 我妈的眼圈就红了 我爸睡了 没有 在屋里坐着呢 就一直瞅着窗户外头 也不和我说话 嗯 那我回屋睡觉了 可能就最近两天的事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就不和你细说了 出去好好保重自己身体 别吊锒铛的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儿子 我听着老妈跟我说的话 句句都像是小刀在弯我的心 我强忍住眼泪 站起来就回了屋子 关上门之后 听见老妈在客厅里 失落的叹气声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心里想着爹妈 想着大尾 想着土豆 还想着那个最重要的姑娘 张月晴 我拿出电话 几次想拨过去 看看时间这么晚了 又怕把她吵醒了 最后从半夜十二点多 一直躺在床上纠结到三点多 还是忍不住拨了过去 喂 睡了吗 电话通了之后 我不等她说话 便直接张口了 废话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你怎么想起这个点 给我打电话了 我最近几天 可能要出一趟远门 上哪去啊 第一站哈尔滨 之后 可能还要去很多地方 啊 对面安静了 足足能有一分钟 她定时是没想到 我突然会来这么一下 那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 可能几个月 也可能几年 有点事我必须去办 知道了 说完这三个字 我和她的通话 就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 我听到对面轻轻地抽气声 接着便挂了电话 我在黑暗里点了一支烟 时间就一点一点地过着 最后快到天亮的时候 收到张月晴发来的信息 只有简短的一句话 却让我泪流满面 死于 等你回来 不见不散 只这一句话 就把我从无尽的痛苦中 直接拉了出来 我瞬间充满斗志 月亮 等着我 我一定早日破器官 回来给你一个美好的婚礼 起床 收拾东西 出发 突然老师站在了我床头 听老师这么说 我也就直接开始收拾东西 然后把车钥匙放在桌子上 悄悄关上门 不想吵醒父母 一路顺风 当我轻轻地关上房门 身后传来了老爸的声音 我一回头 发现二老只能跟在客厅的黑暗里坐着 接着我妈打开了客厅的灯 走吧 没钱了就跟家里说一声 没事多给我和你妈打打电话 知道了 你们保重 走了 此刻我 唯一能做的 就是赶紧动身离开 再说下去 宇哥这点忍耐力 就会彻底崩塌 最后在父母面前哭成个SB 所以在我濒临崩溃边缘 就背着书包 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我掏出手机 就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我走了 月亮 发出去之后 我摇下了车窗 吹着外面凉爽的风 眼里一幕幕都是 和他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光 不见不散 他指挥了简短的一句 好 带宇哥破了七关 我们不见不散 然而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还在后头 到了火车站 出租车司机 直接给我停在了售票口 我背着旅行包刚下车 就看见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 在售票处门口 坐在一个大旅行包上 走近一看 我心里一惊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那傻兄弟 土豆 我操 你怎么跑这来了 SB 我急忙走了过去 可是他却没反应 我走近一看 这二货就蹲在地上睡着了 我伸出手拍了他一下 他醒了 一边揉着眼睛 一面解释 警察同志 我是在这等人的 我不是小吕甸拉克的 说完一抬头 看见是我 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在这多久了 我望着他 他像他犯了错误的小孩一样 眼神一边躲避着我 一边跟我说话 昨晚上你走了 我就来了 你要去哪 我一脸黑线地问 这货看见是我 十分惊讶地原地一蹦 大手直接拍了一下我的胳膊 哎呀 这要巧啊哥们 你要去哪啊 我去哈尔滨 你背着行李干啥 好好说 别扯淡 我把脸拉得很长 太巧了 斗哥我也去哈尔滨 他张牙舞爪地回答我 去你大爷的 赶紧说 怎么回事 见我有点不高兴了 这货便停止了 我寻思你走了 我自己看着店 也没什么意思 索性就出去游行吧 反正遇见你之前 我过得也是这样的生活 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说话的时候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 远处大厦上的灯管 显得是那么的坚决 其实这小子葫芦里 卖的什么要我心里最清楚 土豆 你何必这样呢 守着清风阁 不是挺好的吗 我掏出一只烟递过去 他结果烟苦笑了一下 的确挺好 天天也没什么事 可是我 天天跟谁吹牛逼去 我这人从小到大就没啥朋友 你算是最好的一个 你走了 我待在清风阁 那就没任何意义了 我这回都想好了 你要是让我和你一起走 就一起走 如果你不让 我就自己走 当土豆说出这些话 宇哥这心里觉着 这辈子有这么一个好兄弟 真是不枉此生了 行啊 那你自己走吧 我笑着说 结果 这二货的回答 却让我对这货的好感全无 我自己走也行 反正我是一分钱没有 说着这货还耸耸肩膀 一连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态度 我直接脱下了书包 单手拎着走过去 他见了回头就跑 你回来 我TM轮死你 紧接着 我去售票口 买了两张直达哈尔滨的卧铺车票 一看时间 离检票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 就和土豆就出去找了个超市 买了不少吃的 最后坐在后车大厅 开始吃吃喝喝 你这次简单不小啊 待于 土豆一边啃着红肠 一边嘀咕了一句 听他这么说 我白了他一眼 你这不废话吗 要是小打小闹 我们家老师怎么可能 让我离开乡品 不破器官不回头 哈尔滨有人等你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惊讶地问道 你忘了我是干啥的了 你以为我光会耍一套流氓神拳 不算这一行 你豆哥也是老手 是是是 试镜试镜 土豆师傅果然神通广大 我直接举起了矿泉水 开始恭维 哪里哪里 承让承让 待于先生多多指教 土豆也举起矿泉水 我俩直接碰了一下 随即我俩同时就发现 旁边后车的陌生人 都在用看动物一样的眼光看我俩 就这样 我俩在后车大厅 一直坐到早上六点多 期间土豆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原本我也是 困得眼皮打架 可是这会睡着了 由于我担心 行李叫人给顺走了 就只能瞪着眼皮啥等 终于等到了上车的时间 嘻嘻嚷嚷的人群 都拥堵在检票口 我和土豆也不着急 就站在队伍的最后 到了车厢里 还没等行李放下 土豆就嚷着 要去餐车吃早饭 我不去 我要睡觉 我坐在铺位上靠着墙板 看也不看他一眼 睡什么觉呀 大早上的 走走走 去餐车上看看 有啥好吃的 这货一面说 一面拽我胳膊 我一下子就甩开他肥胖的手 哎呀 我困 你刚才在车站咋不睡觉呢 听他这么一说 我就火大 恨不得一缕心包轮死他 废话 你TM刚才在车站 睡了两个来小时 就像死猪一样 进TM让你与哥看包了 你还好意思在这嚷嚷 要去你自己去 我不去 我要睡觉 说着 我一头就栽倒在卧铺床上 我自己去也行 给我钱 我没钱 他不再废话 直接冲我伸手 我翻了个身 直接背对着他 我也没有 我心想 与哥就不给你钱 看你能咋那么低 然而 就在之后的短短几分钟里 他终于让我 相信我上学时候 听过的那句话 树不要皮 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只见土豆同志 不慌不忙地 把行李收拾好 然后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 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 哎呀 我饿啊 谁能给口吃的 这货扯着脖子就开始喊 一瞬间 车厢里的很多人 都把目光聚集了过来 这时候 隔壁卧铺 走出来一个老太太 手里拿着面包和矿泉水 孩子 赶紧吃吧 坏了吧 说着 就递了过去 土豆一愣 竟然伸手就要 接过面包 我直接一咕噜爬了起来 一拳头 把她对到了一边 这个老太太 有点不解地看着我 行了你啊 TM的不嫌丢人 不丢人啊 你不给 你还不让我要啊 土豆一脸不服气地说道 哎呀 我草 你是我亲哥 给你 给你 我拿出一百块钱 使劲揉成皱巴巴的纸球 砸到她脸上 她十分从容地捡起来 潇洒地走向了餐车 而我闭上眼睛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梦里 我和张月晴 一起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她身披七彩的霓裳婚纱 一步步走到了我的眼前 证婚人的声音 回响在整个礼堂之中 场内无数的人 向我们投来了羡慕和祝福的目光 戴宇先生 你是否愿意去眼前的女子 张月晴为妻 不论疾病 贫穷 灾难 始终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我深情地望着月亮的眼睛 她也寒情默默地望着我 等待我给出她一生的承诺 我 我草你MD 就在我刚要说我愿意的时候 突然被一股刺激性极强 丝毫不亚于甲醉的气味 直接将我炸醒 接着我头一歪 看见土豆脱了鞋 盘着腿 在床上不停地按着手机 表情十分纠结 显然是在和小刘发信息 你个SB 赶紧给我把鞋穿上 你看看 你都把车厢里的人 给臭成什么样了 土豆斜了我一眼 接着眼神又四周扫了一圈 看见了很多不友好的目光后 最后还是穿上了鞋 对了 这回你跟我走 你怎么和小刘说的 我突然想起来便问她 实话实说呗 还能咋那么说 她打了个哈欠 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那 她没发表点什么意见 没有 她还是比较理解我 我们家嘉玲最大的优点 就是善解人意 没等话说完 土豆就一头栽倒在卧铺上 背对着我 闭上眼睛就开始睡觉 我望着她的背影 越想越不对劲 你把你手机给我 我的没电了 我冲着她宽大的后背踹了一脚 她掏出手机 在手里捅过了半天 然后扔到我的铺位上 我拿起手机 直接就点开短信 发现根本没有小刘的信息 这货肯定是刚那一回的功夫 都给删了 不过 看她的样子 基本我也能猜到一些 她和小刘之间的情况 我把手机递回去不再说话 心里很不舒服 过了一会 我也躺在了卧铺上 不知不觉就又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是下午一点 火车还有三个小时到哈尔滨 我看见土豆还在休息 自己拿着烟 来到车厢过道里点了一只 没过多大一会 区间站停车 车厢里又陆陆续续上了不少人 就在这一批乘客里 有一家三口 从上车开始 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这一家三口 孩子大约二十二三岁 是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女孩 她爸妈从面向上来看 应该不到五十岁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 是在那个女孩的妈妈身上 这女人走路一瘸一拐 感觉就像是有人 拖着她的腿一样 起初我还以为是身体不好 但是当这一家三口 从我眼前经过 我和这个妇女 打了一个照面后 我心里就明白 这妇女的腿 并非食病 而是服病 刚刚掐灭烟的我 随即又点了一只 连抽了三口 叫上了老师 老师一来便不等我询问 直接张口 这个事你应该管一下 挺简单的事 嗯 我也这么觉得 以后我找个机会 过去搭个话 这一家三口 是刚参过白氏 加上女人常年有病 身子虚弱 临走的时候 就挂上了东西 说吧 老师便离去 抽完了烟以后 我走回我的铺位 正想着往前走走 找一下这三口人在何处 结果发现 这女人正好住在 我的上面的中铺 男人住在土豆的上铺 他们的女儿 住在最上面的上铺 话说我看见这女人的时候 她正在下面 坐在我的铺位上 气喘吁吁休息着 见我回来了 便艰难起身 便往中铺爬去 没事大姐 坐着吧 我不躺 宇哥我原本是好心 想让她坐一会 结果她男人 也就是那孩子的爸爸 竟然用一种 十分不友好的眼神 看着我 用不着 我们自己有床 妇女 见男人这么说 满含歉意地忘了我一眼 然后继续艰难地 顺着梯子往上爬 而这个男的 始终都没有去搭把手扶一下 大姐 你就在下面坐着吧 这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 没等她开口 她男人又直接拦在了我前头 用不着 我们自己能上去 说着 在后面使劲推妇女 妇女最后终于艰难地 爬到了中铺上 气喘吁吁地趴在上头休息 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我 十分郁闷地坐在铺位上 心想着我本是好心 怎么会遇见这种 不讲理的精神病 活该你家有事 不过 我坐了一会 就又觉得 应该去管这件事 见死不救 不应该是修行者做的事 决定了之后 我看了一眼坐窗户口 看着窗外的男人 站起身便走了过去 坐在了她的对面 见我走过来坐下 她依然用很不友好的眼神 撇了我一眼 之后 又把目光挪向窗户外头 飞速而过的倒田地 大哥 和你说个事呗 我尽量露出笑容 展现好的态度 没想到这男人 竟然冲我来了一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啥意思 我听他这么说 便觉得好奇 他怎么会知道我啥意思呢 于是我便继续问道 那你说说我什么意思 你就是看我姑娘长得好看 就过来搭话来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一路上 我们遇见好几次了 听他这么说 瞬间我心里 就TM十分的不爽 一百万头小动物奔腾而过 随后就不再说话 然而 过了能有二十多分钟 原本愤怒的 我就再一次动摇了 老师已经放话 让我去管 我要是不管 既违背了老师的意愿 又违背了作为修行人的宗旨 以后还是得多静心 多看书 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 深呼吸一口气 又凑了过去 大哥 有个事我觉着 还是得和你说一下 我没有恶意 男人 见我又坐了过来 露出十分厌恶的表情 但是出于礼貌 还是回了我一句 说吧 说完这句话 他就要把眼神转向窗外 你家大姐身上的病 我看出点门道 我和你说说 他听我这么说 眼神就重新转回到我身上 有啥不太对劲的 你可别在这胡说八道 你们这回是不是上火车之前 刚参加完白事 我刚说完这句话 就看见这男的 明显是眼神里透着点惊讶 但是嘴上依然以那种 十分不友好态度对我说话 关你什么事 你是算命的呀 你家我大姐身上有东西 是你们从火葬场带来的 大姐因为身体虚 所以很容易招上东西 我十十二分诚恳地说出端倪 可是话音未落 这男人便突然发怒 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嚷嚷 你放屁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咋想的 你少给我在这灌迷魂汤 你个臭算命的 他这么一嚷嚷 整个车厢的不少人都把视线集中在我们这里 这时候 土豆被他的嚷嚷声吵醒了 看见男人指着我的鼻子 恶言相向 直接穿上鞋 就走了过来 几个意思 见土豆气冲冲过来 我急忙拦住 并且跟土豆解释了一番 谁知 知道了事情经过的土豆 却更气愤 指着这个男人鼻子就说道 你这就叫狗咬吕洞兵 我哥们好心相助 你就是这个态度 这男子也皱着眉头看了看自己的妻子 又看了看睡在上铺的女儿 丢下一句 不用你们管之后 便再一次把脸冲着窗外转了过去 算了 人不让管 你就别管闲事了 紧接着 土豆按着我的肩膀 把我推回了铺位上 争吵的车厢 就这样恢复了平静 我躺在铺位上 心里始终没法平静 因为这女一看 就身子骨特别弱 要是不赶紧 把身上的东西送走 那么出事 应该就是过不了多长时间的事 结果 事情往往就是这要求 就在我刚躺下没过十分钟 睡在我中铺的这个女的 就开始不停地翻身 在铺位上 我能感觉到 她除了翻身 还在轻微地哆嗦着 我从铺位下床 站起身来 就看见 她有点翻着白眼 身上一抽一抽地哆嗦 这种状况 显然是身上的东西 开始闹腾人了 这么下去 这个女的会很危险 同一时间 睡在上铺的女儿 和坐在窗户边的男人 也发现了这女人的异样 女儿从上铺下到了地上 男人也站起身走了过来 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接着妇女二人 都围在了床铺的边上 看着妇女 不过 这俩人都是死死地看着女人 却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别傻看着了 耽误时间长了 初了事后悔的是你们自己 让我看看吧 我本以为如此紧急的时刻 这男人也就开窍了 但是雨哥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男的不但不让我看 竟然还伸手推了我一把 把我推得一下子 就坐在了床上 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媳妇都这样了 你就不着急 土豆嚷了一句 着急也不用你们管 死了也是我自己家的事 我见他这么说 瞬间就是火冒三丈 也不管是不是车厢里了 直接就点了一根烟 把老师叫了上来 老师 这男的怎么回事 一遍一遍挡着我 给他媳妇看病 这腰号着可不行 谁也不知道 那东西什么时候消停 这就只能看你了 他身边的家属不允许 你切不可私自施法 这是咱们这行的规矩 你继续劝吧 听老师这么说 我站起身就指着男人 你一次一次拒绝我 就是再一次一次放弃你媳妇 你TM的懂不懂 我懂不懂也不用你管 离我们远点 这男的歇斯理底的冲我吼着 然后又要用手来推我 我一个闪身躲开了 这男人死脑筋 我就把功课目标 转向了他们那个二十多岁 长得很好看的女儿 丫头 你们现在不让我救你妈 回头你们也得找别人救 这东西在他身上多一天 你妈就有可能给人带走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我本以为这姑娘岁数不大 我也不到三十 年轻人沟通起来会比较简单 谁知道这女孩只是用厌恶的眼神 看了看我 没说出一句话 我草 一家子精神病 我直接把自己的矿泉水摔到地上 气得连流汗带流眼泪 这世界上怎么TM就有这么执迷不悟的人呢 老师 不行就直接下手吧 不行 那是破规矩的事 行有行规 就在这时候 列车员爆站 火车停下了 这女人身上的东西也不再闹腾 而她也恢复了常态 到站了 下车 说着这男的 不由分说 就直接扶着女人 从中铺监南地下到了地上 一家三口拎着行李 头也不回地就下了车 我十分闹心地 踢了一脚地上的水瓶子 这是她的命 她命里有此一劫 你命里有此一缘 你伸出援手 他人却距你千里之外 不必内疚 一切都是命 说完老师 就下了身 我擦了擦眼角的眼泪 醒了一下鼻涕 坐在窗口看着窗外 我突然发现 这一次 我是真的亲身体会 人心是多么复杂的东西 有些人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可以眼看着家人受折磨 却继续坚持 这自己可笑的尊严 火车一直飞逝在轨道上 两个小时左右 火车就到了哈尔滨 我和土豆 背着行李包下了火车 迷茫地站在战前广场 咱们去哪呀 土豆问的 先找个宾馆住下吧 回头的事 回头再说 接着我们二人便打了个出租车 让师傅 把我们拉到了离火车站较远的 价格比较清明的一个宾馆 开了个一个中等价位的双窗房 开房的时候 前台的女服务员 不停地用十分有深意的眼神 打量着我俩 然后还不停给我一种 我都懂 我不会歧视你俩的眼神 坐了那么久的火车 我也懒得和他计较 直接就去了房间 一进屋我 一头就栽到了单人床上 昏昏欲睡 走啊 吃饭去啊 你TM怎么总想吃饭 你坐了那么久的火车 你就不累是不是 累 但是 年轻人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土豆一脸老气横秋地对我说 我十分郁闷地 掏出五十块钱丢到一边 土豆哥 你自己去吧 让我休息休息 我太累了 心里想的事也多 见我这么说 土豆拿起钱也没说话 关上房门走了出去 当我再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 没在宾馆 眼前是一个特别空旷的大殿 金色的柱子一直通天 地面就像是玻璃做的 玻璃下头 还有金色的鱼游来游去 不过这殿有点大 一眼望不到头 可能是天色比较阴暗 大殿的远处 就是黑漆漆的一片 这时候 我听见远处有人喊我 吓了我一跳 一回头 此人穿着一件 海蓝色的海岛衬衫 过膝盖的大裤衩 和当下特别流行的人自脱 迈着大步 十分潇洒地冲着我走了过来 老 老师 您现在穿衣服的品位 都这么时髦了吗 我看这一身海岛装的老师 实在是惊掉了下巴 废话 无视缠身 穿着铠甲做肾 啊 也对 对了老师 这是哪啊 我手冲着周围画了一个大圈 太子殿呗 老师云淡风轻地回了我一句 太子殿 难道 这是你家 我瞪大了眼睛问 不错 我家 我一会儿要去喝酒 没时间去你那头 就把你带过来了 那 那行吧 那您叫我过来是什么事啊 该不是带我欣赏龙宫吧 我一边问 一边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少废话 明日你睡到自然醒 醒时朝正南方走 有人在那等着你 啊 知道了 对了 这跟我小时候 在西游记看见的龙宫 可不太一样啊 废话 我的府邸 怎么可能电视剧里一样穷酸 说完话 老师上来冲我就是一个飞脚 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 发现自己还是在宾馆 看来刚才应该是在梦里发生的一切 接着 我听到一阵阵打呼噜的声音嘛 一扭头 便看见土豆光着屁股 躺在我隔壁的床上呼呼大睡 我揉了揉眼睛 看了一眼手机 晚上九点半 我从床上坐起来 看见桌子上 放着一盒炸鸡和一个汉堡 外加一瓶可乐 我马上爬起来 就开始记自己的五脏庙 狼吞虎咽吃完了汉堡 我觉得自己还没休息过来 直接又躺回了床上 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 等我再睁眼睛 是后半夜一点半 自然醒 正南方 我看了一眼土豆 他还在糊糊睡着 也就不打算叫醒他 于是我悄悄穿上衣服 便离开了宾馆 出了宾馆的大门 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特别的陌生 确认了正南方以后 我就开始慢慢往前溜达 哈尔滨是很出名的大都市 天一黑 马路上就到处都是一片灯火通明 走了一段路 我才知道 原来我所住的宾馆 距离哈尔滨最繁华的市中心 也不算太远 不过就算是再近 靠两条腿走路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只把我累得腿肚子钻筋 这一路上 我也没遇见所谓的聂元人 不过却是看见了 别有一番景色的城市夜晚 说实话 这可比香平美了不知多少倍 你好 美女 请问这是哪啊 我看见几个路过女孩 长得十分好看 穿得也要比香平那边的姑娘时髦的多 就上去搭话 不要误会 宇哥我是要问路 中央大街啊 你外地的吧 他们用一种打量外来生物的眼光看着我 啊 对 头一回来 谢谢 谢谢啊 确认地点后才知道 原来我前都不远的地方 就是中央大街 而且正好是正南方 接着我就不假思索地 冲着中央大街走去 可能是因为在黑夜里 充满光明的地方 总是会格外地吸引人呢 走到了中央大街 宇哥 我就深深地感觉 这哈尔滨 简直就是一所不夜城 湘平城到了后半夜 基本就是万籁俱进 而这里 似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刚刚拉开序幕 只见大道上 都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 美女们穿着很时尚的衣服 手里拿着各色小吃 我和他们一比 简直就是个土的吊渣的村哨 这时候 我摸了一下肚子 似乎有点饿了 然后就随着空气中弥漫的气味 走到了一个烤鱼的摊位 多少钱一个啊 15 知道了价格 我直接就去裤子兜掏钱包 结果手刚伸进去 瞬间我就陷入了十分尴尬局面 小贩正在眼睁睁地 等着我掏钱买鱿鱼 而我伸进裤兜的手 摸到的却不是钱包 而是一张纸票 阿弥陀佛 老天保佑 至少是一张二十的吧 接着我很从容地 把浑身上下唯一的纸票掏了出来 5块钱 那个 老板 我忘带钱包了 对了 5块钱在这能吃点啥呢 我尽量保持着笑容 强忍着尴尬的气氛问小贩 5块钱 你就能吃一个马迪尔冰棍 紧接着 我拿着仅有的5块钱 就开始行走在中央大街上 夜晚的凉风吹在 我脸上很舒服 不带一会 我便看见卖马迪尔冰淇淋的小车 见到冰淇淋小车 我把皱巴巴的5块钱展开柔屏 便十分兴奋地走了过去 老板多少钱一个 我满怀期待地问道 老板是个小姑娘 看样子 年龄多不超过20岁的样子 穿着和雪糕颜色十分搭配的衣服 大哥 马迪尔冰淇淋 6块钱一根 听他说出价格后 我瞬间无语 为什么跟刚刚卖鱿鱼的小贩说的 不是一样的价钱呢 可是我眼前实在是渴得嗓子冒烟 没办法 宇哥我只能厚着脸皮继续问 那个 我身上就带5块钱 你能卖我一个不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 妄想卖冰淇淋的小姑娘 她一双大眼睛望着我 看了一会以后便张口说道 行呀 大哥 卖给你一个吧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 这个小姑娘 瞬间让我喜欢上了哈尔滨人 这里的人果然是民风 淳朴善良 心地善良 话说小姑娘答应卖给我后 我望着琳琅满目的冰棍 五颜六色 实在是不知道挑哪个好 你给我推荐一个吧 我没吃过 我笑着说道 那就来个原味 纯奶油的吧 这个卖得最好了 小姑娘甜甜地对我说 行 那麻烦你了 她从柜台里 给我拿出了一只纯奶油的冰棍 放到嘴里的那一刻 我突然也想让我的月亮过来尝一尝 这可能是我从小到大 吃过最好吃的冰棍了 就这样 我一手吃着冰棍 一手揣在兜里 就一直向南走 大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 早就吃完冰棍的我身体 又暗暗地开始向我表达不满 我的双腿已经有点僵硬 嗓子也已经渴得冒了烟 这一刻我开始暗自后悔 为什么出门的时候 没有拿好钱包 此刻的我是又渴又饿又累 最后实在忍不住 就坐在马路牙子上开始休息 我刚坐下 没有三分钟就走过来 一个年轻人也坐在了我的边上 哥们儿 有火吗 她一边掏出烟 一边问我 有 说着 我从裤兜里掏出了打火机 给她递过去 她十分熟练地点起了香烟 同时也递过来给我一只烟 谢谢 我接过香烟 给自己点上了 这么晚了 还不回家 在这坐着 干啥的兄弟 她一边抽烟 一边笑着问我 哦 没啥事儿 出来溜达溜达 我随意应付到 我也是 在家待着发闷 出来吹吹风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说完话 她便站了起来 拍了拍张屁股上的尘土 我先走了 哥们儿 哈尔滨晚上天凉 注意点身体 早点回去 说吧她便回头叫离去 哎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哈尔滨人 我奇怪地抬头问她 男人的第七感 哈哈 说完她便笑着向远走去 我心中 暗叹她应该不是我的聂元人 只不过是宇哥旅途上的一个过客 然而 事实证明 我想的是错误的 就在她走出没有二十米 突然一下 就蹲在了地上 我看见后 坐在原地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她 一直没有站起来 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因为从影看 她应该是在剧烈地喘息 这就说明 肯定不是低头计鞋带那么简单 于是我掐了烟 快速跑得过去 哥们儿 你这是咋的了 我急忙蹲在她身边问她 我草 我也不知道呢 都半个多月了 她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跟我说话 同时一双手不停地 用力地搓着自己的脖子 整个脸憋得像的大萝卜一样子 那你咋不上医院看看去呢 关切地问道 去看了啥问题都没检查出来 嗨嗨 可 那你现在是上不来气吗 我继续问道 我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对 感觉有人用绳子勒着我的脖子 你要说把我勒死 还没有那么大的力气程度 但是也够让我难受的 她说完这一番话 我瞬间明白 她就是在等我的那个人 也可以说是 我在等她 哥们 我问你点事啊 行 你问吧 紧接着 她继续在抓自己的脖子 你这种上不来气的情况 具体是从啥时候开始的 半个月之前吧 她回答道 你最近身边有没有出现一些奇怪的事 她听我这么问 一边穿着粗气 一边用十分疑惑地看了看我 心里可定在思考我究竟是何人 没有呀 没遇见任何奇怪的事 那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一些奇怪的人 见我这么问 她的眼睛更加爱迷惑 于是我便急忙补充了几句 我没恶意 哥们 我是看事的 你这好像有点伏病 她听完 思考了能有几秒 便点了点头 最近没有 不过半个月之前有 但是你要说她奇怪 应该也不算奇怪 因为她是一个和尚 随着我们之间的聊天 她的情况也略微地有些好转 你跟她都聊什么了 跟我学一学 接下来这哥们 就开始跟我讲她半个月之前的那次 与和尚的偶遇 十多天前的一天晚上 那一天她下了班正在开车回家 突然发现有人站在马路中间 冲她招手 于是她便停车下车 定睛一看 结果发现招手的是一个老和尚 当时老和尚请她送一段 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然后就让老和尚进了副驾驶 此外 既然两个人那么 肯定就有会聊天 听这哥们自己描述 当时这个和尚一上车 就开始免费地给这哥们看面相 看完了以后 说他天庭饱满 是比较难得大富大贵之相 不过最近两天可能会不太顺利 只因为这哥们 今年是本命年 犯太岁 他听老和尚这么说 于是便请老和尚指点迷津 毕竟谁都想自己顺风顺水的 而且和尚 往往比我们这些江湖看似的 更加容易得到他人的信赖 接下来呢 我抽了一口烟 继续听他讲 这哥们随手又从兜里 掏出烟点了一支 然后继续对我讲了下去 当时这个和尚 说他最近几天可能有一个坎 过去就好了 而且主动送给他一个佛牌 现在他在家里已经供上了 从那之后 每天都会做噩梦 梦里不论他在做什么 背后总有人用绳子 勒着他的脖子 听他如此描述 似乎这件事没什么不对的 我一时间还没看出什么端倪 然后呢 然后最近几天 就不仅仅是做梦的事了 白天我动不动就觉得 有人在背后用绳子 勒着我的脖子 严重的时候 脸都憋子了 根本喘不上来气 这时候他一边和我说 一边开始声音 变得十分焦虑 他说完了他的事 我在原地抽着烟 仔细地回想着他刚才跟我说的一切 发现真的是没什么不妥 遇见和尚 给了佛牌 这一切似乎都很合常理 话说他见我看不出什么端倪 也是自顾自地笑了笑 没事 估计过两天就好了 十块钱请的佛牌 能带来什么灾祸呢 说吧他便起身和我道别 行了 我缓过进来了 我先走了呀哥们 接着他抽着烟回头就要走 而此刻我还在原地仔细回想着 是啊 十块钱的佛牌 能带来什么灾祸呢 我望着手里的香烟开始出声 突然我发现了整段事件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十块钱 哥们 回来 我大喊一声便追了过去 他听见喊声回头看了看 见我冲过来便停下脚步 怎么了兄弟 他回头问我 你刚才临走之前 是不是说这佛牌是十块钱请的 我追上以后 气喘吁吁地站在他眼前问他 对呀 那个和尚问你要多少钱 是直接要的十块钱吗 他见我这么问 挠挠脑袋想了一下 那和尚倒是没说具体的价格 就是让我赏口吃饭钱 我当时兜里就十块钱零钱 就给他了 他有点不解地说道 没错 就是因为这十块钱 你被下了降头 以前老师 曾经跟我说过一回 有一种人 本身并非是正统的修行之人 自身却因机缘巧合学会了手艺 便想用手艺求财 但无名无妄 算命挣钱 对这种人来说 是有价无事 苦求无门 所以最后 这些人都逃不过一个出路 而这也是最好 快捷的出路 那便是自己自己自足 那么 这种人自己自足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撒灾 自己解释 说白了 就是借着自己的手艺 招摇撞骗 当然 灾事撒撒在别人身上 自己是负责搭救受灾者的 不过这些人 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因为撒灾这种事 永远都是 撒十分解九分 剩下一份 就是这辈子的业障 那么 这些人是如何获取他人的信任呢 他们通常会 乔装成正统的修行者 或是和尚 或是道士 这就和我们扮假的高等学府毕业证 是一个道理 那就是包装自己 再说他们的工作方向 平日都行走在社会上 他们下手的目标 都涵盖了一切人群 嘴上以缘分作为敲门砖 加上正派的外表 打通了与人沟通的桥梁后 便会赠予佛门 或是道门的信物 而这个信物 就是他们行骗的关键 此外 通常惯用手段 是把降头下在这个信物上 比如说 这个信物 他们立下一个规律 有缘人 若是以100块钱以上的价格 作为得到信物的打赏 那么便平安无事 可若是低于100块钱 那么得到信物的人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就会灾病不断 直到这个有缘人再次来求救 撒灾者们就会略施手段 将自己下的降破解 如此一来 求财之士便水到渠成 手到擒来 再说 眼前这哥们 八九不离时 是遇见了这种撒灾行骗的和尚 哥们 这佛牌在你身上吗 没有 我放在家里了 对了 你刚才说 那10块钱是什么降头 是啥意思 我见他完全不懂 就从头到尾 给他详细复述了一遍 包括 降头是什么东西 他是怎么被人吓的降头 甚至是详细 给他揭穿了一下这种骗术 一番话下来 我自认他应该已经是了解的差不多了 我也庆幸 这第一个孽缘人的问题还算简单 也就是老是上嘴皮 打下嘴皮的一件事 谁料到 这只能说是我心里崩溃的开始 接下来的事 真是应了那句暴风雨前都宁静的 更郁闷的是 他一张嘴 几句话 就把我的立场 直接给颠倒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哥们 我也问你个事 他笑着对我说 问吧 知无不言 我诚恳地回答道 你是打哪来的 相评 那 你为什么突然帮我 说白了 我怎么知道 你和你口中刚刚说的骗子 是不是一种人 而你刚刚说了那么多 只不过是为了利用诋毁同层 来提高我对你的印象和评价 我说的这些 是有可能存在的 对吗 话说我原本是满腔热血 让他这么一说 直接把我就归纳成了骗子 更可恨的是 他说的话 我还十分地赞同 悲催的是 目标竟然是我自己 哥们 你可不能这么想问题 我可是真想帮你你 我有点着急地跟他解释道 我的确相信你是真心的 不过是 帮我还是害我 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 如果真和你说的一样 之前那个和尚是骗子 那么 当初他也说是一定潜心助我修成正果 这么一看 你和他有什么分别吗 你说话可得摸着点良心 别把我跟那个和尚相提并论 他是骗子 我不是 我直接就急了 大声对着他说 嗯 你们的确不能相提并论 那突驴只是跟我行骗 或者是你说的那种下降头 但是不你呢 不但行骗 你还利用诋毁同行来建立我对你的信任 他跟你可比不了 你比那突驴高明多了 我告诉你 我差点就信你了 说完他点了一支烟 边抽边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我 这下雨歌是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知道 现在解释的越多 就等于越描越黑 可是 如果跟他把事情说了 那他就更不可能信我了 那你说怎么着你才信吧 我压根就不信你 懂吗 算我瞎了眼 刚才还感觉你人不错 行了 后会无期 哥们 这句后会无期没等说完 他便回头就要走 我则是三步两步追了过去 你真叫人给使了坏了 你咋就不信呢 我鸡头白脸地拽着他胳膊 他转过身 使劲用胳膊甩开了我的手 我凭什么信你 你压根也没说出让我相信的话 我告诉你啊 别跟着我了我 再跟着我可跟你不客气 刷那瞪了我一眼 回头又要走 说实话 我是真想不管了 这辈子 宇哥我还没这么受过气 话说聂元人和有元人不同 有元人 尽全力便可 如果这有元人不信 或是拒绝你给他化事 那便是原尽于此 不必再纠结 可宇哥这聂元人 却是必须搭救的对象 救不了他这小将头 我这大将头 就没法破了 要不然 遇见这么油盐不尽的 宇哥才TM懒得 和他浪费那么多唾沫星子 只见这小子回头又要走 无奈他是与哥我破关的聂元人 我可不能就这么认他自生自灭 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硬着头皮又追了上去 TM的 跟你拼了 站住 我语气十分强硬地喊了一句 他直接停住了脚步 回头看我 什么意思 我看见他的眼神 明显是做好了跟我死磕的准备 一步一步冲我走过来 露出了胳膊上纹得很埋态的纹身 我急忙又改变回很和谐的语气 你 哥们 你就说你怎么这才能信吧 我语十分地坚决 虽然我清楚 他就越是不信 看见地上那个砖头没 你用手把两块砖头直接劈开 我就信你 说完他就把两手交叉在胸前 一脸我看你咋扮的欠揍样 我一脸黑线地看着他 这么做有必要吗 做不到是吗 如果你说出我是干啥的 我就信 我见他的气焰实在是太嚣张 太欠揍 看来实在是不露点东西 吓唬吓唬他不行了 你给我一支烟雾 我就让你看 我冲他比划了一个抽烟的姿势 来来来 给你给你 你看你要是变不出来的 说着他就递过来了一支 我点上以后 直接一顿猛抽烟 紧接着浑身一阵发软 也不知是哪位仙家上了身 查查这人信息 再帮我把这几个砖头劈开 接着我继续开始抽烟 变呀 变不出来了吧 你听好了 你是卖服装的 卖服装之前 是给别人打工 卖内衣内裤 你家里有姐姐和母亲 姐姐今年三十有三 母亲今年六十八 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看他那张欠揍的脸 有起初的一脸不屑 很短的时间 就转变为木凳口袋 你怎么知道的 还没完事呢 瞅好了 小子 我话音未落 地上的几块砖头 噼里啪啦的 就都裂了口子 我俯下身子 简易了块裂缝的砖头 拿在手里 来 看看是不是假的 说着 我就往前走 我往前走一步 他就退一步 大哥 不对 大仙 大仙饶命啊 听他这么说 我四周望了一下 好多居民楼已经关了凳 你看 此时此刻 这气氛多好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啊 说着 我丢了砖头 拍打着手上的灰尘 这回信不信啊 信了信了 这回真信了 大仙你饶了我吧 唉 你说他要是早就信了 他与哥 我又何必费着 九牛二虎之力 还得让仙家劈砖头 你别怕 我真是来救你的 你叫啥名啊哥们 我叫李天龙 大 大大大大 大哥 你放我吧 我一听就乐了 就这胆子 真有点对不起 他这么有气势的名字 我叫黛宇 是出马弟子 你不需要知道 我为神要选中你 你只要记住 我不是来害你的 我是来帮你的 就行了 听我这么说 他急忙点头如捣算 那个佛牌 现在还在你家世吗 你可知道 他会给你带来什么 不 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 如果我不帮你 处理这块佛牌 以后就不是有人 勒你脖子这么简单了 你要是不去找他 给你破事 不出三个月 你肯定躺病床上 那 带老大 这是该咋办呢 别 叫宇哥就行 我也直接叫你名字 我可不什么老大 说得你宇哥跟黑社会似的 别那么叫 啊 好 宇哥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走吧 往前溜达溜达 我需要考虑考虑 说着 我们俩就继续往前走 走了没多远 就走到了一片夜市 想不到已经后半夜两三点了 这里还有如此繁华的地方 卖什么的都有 人来人往的 丝毫不亚于白天的闹市区 其实 本来你把佛牌送到庙上去 这件事也就完了 不过既然这遇见宇哥我了 宇哥 就得替天行道 照顾照顾他 说完我脸上露出十分冷酷的装逼笑容 这时候 李天龙欲言又止的走到我身边 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不要崇拜哥 哥只是正义的化身 不是 大老大 你裤子拉链开了 他说完我就低头一看 裤子拉链不清楚 什么时候就开了 周围还有很多人都对我指指点点 啊 没事 没事 我电话留给你 我先回了 接着我和他交换了电话号码 就准备闪人 对了 借我十块钱 我打车回去 还有 电话不准关机 他急忙使劲点点头 从兜里掏出了二十块钱 带老大 路上买个汽水盒 多谢天龙兄 说着 我便急忙离开了夜市 太TM尴尬了 第二天一早 我便给李天龙打电话 那边那显然还没起床 懒洋洋地问谁啊 我是你宇哥 那边听完了 明显是一机灵 然后马上就强迫自己 进入了最清醒的状态 一会你把你家地址发给我 然后你给那个和尚打电话 就把你的情况和他说一下 让他下午过来 帮你破一下 记住 一定要说有重险 等我确认对面的李天龙 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便挂了电话起床洗漱 土豆 今天和我出去一趟 我找着孽缘人了 我和正在一边刷牙的土豆说 行 昨晚上你干啥去了 今天早上才回来 找了一宿啊 土豆瞪大了眼睛问我 对呗 我十分疲倦地打了个哈欠 洗漱完毕后 我们俩在楼下随便吃了点早餐嘛 吃饭过程中 李天龙把自己家的地址 给我发了过来 我和土豆出了早餐店 打了个出租车 就直奔李天龙的架 开门 开门 我瞧着门大声叫屋子里的李天龙 话说这李天龙 应该算是个富二代 家里在一个十分高档的小区 楼梯的扶手 都是那种艺术实木的 一进小区 就给人一种古香古色的高雅感觉 而和一份高雅最不搭配的 就是李天龙 来了 宇哥 这位是 推开门的他 有点疑惑地 望着我身边的土豆先生 这是我兄弟 土豆先生 一会我们就在里屋待着 等到和尚来了 你在外面尽管让他给你看 看完了你就说进来拿钱 之后的事 交给我们俩就可以了 哎 好嘞 他点头到 对了 约他几点过来 应该马上就到了 你们先进去坐一会吧 宇哥 好 说着 我看了一眼土豆 我们两个就进了屋子 一进屋 发现这李天龙 果然和我所想的一样 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 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游戏机 电子产品 他屋子的地板上 几乎已经摆放的 让我和土豆没地方下脚了 这小子 是得多有钱啊 不清楚 准确地说 话说 我和土豆在李天龙家里 等了能有一个多小时 愣是没见到这和尚的影子 我便和土豆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小李 再打一个电话 问问啥时候来 李天龙听到我的安排 便拿起电话 给这个和尚拨了过去 想了能有十来声 电话终于接通了 李天龙接起电话 就迫不及待张口询问 大师 您什么时候来啊 我这都等您一个来小时了 而就在我们三人 都以为这和尚接了电话的时候 电话另一头 传来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 我是相凭幸福街派出所的 你是受害者是吗 声音是一个男性 听上去 也就和我们差不多的岁数 三十岁以内 受 受害者 李天龙一脸猛圈 啊 忘跟你说了 你嘴里 说的那个大师 现在在我们所里蹲着呢 看来你也是受害者之一 正好我们在收集 受害者联系方式 既然你自己打来电话 我们也就省事 对了 你下午有时间吗 过来一趟协助调查 听对面的警察这么说 李天龙用眼神 向我投来疑问的目光 我用手比划了一个挂电话的姿势 啊 那就好 既然伏法了 就不能让他出去继续害人了 感谢政府 感谢人民卫士 我这点损失就忽略不计吧 好了警察同志 再见 说着李天龙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他被抓起来了 代老大 我知道 电话里说的 我都听见了 我点了一根烟 坐在沙发上 那可咋整 没事 我收拾他跟警察 收拾他是一样的 反正都被收拾了 既然他已经被抓起来了 那我就把你身上的东西送走就行了 说吧 我就拽过李天龙的左胳膊 然后让他露起袖子 代 代代代老大 你这是要给我抽血吗 不行 我晕血 你瞅你下那个德行 土豆在旁边嘲讽了一句 大哥 你不知道 我从小就晕血 晕得不行不行的 你要是给我抽血 你还不如杀了我呢 接着我和土豆都发现 这李天龙 确实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 晕得不行不行的 刚这么一会功夫 眼圈都红了 吓得浑身僵硬 而且发抖 行了 不抽血 你别动 说完我用右手揪住他的胳膊 左手食指 中指 无名指三个指头 用力去拍打他胳膊窝上的天井穴吗 大哥 亲 亲点 疼 我万万没想到这里天龙 挺高一大老爷们 竟然这么怕疼 我见他叽叽歪歪的 我便拉下了脸 是勒你脖子舒服 还是这个舒服 拍 拍吧 见他不再磨磨叽叽的 我就继续使劲拍 手上的力道也逐渐加大 紧跟着接下来 让土豆和李天龙目瞪口袋的是发生了 我左手三指所拍打的天井穴 由红变青 最后那一片青色 逐渐地变成了棕色 直至最后 干脆就成了一片黑色 像是墨汁不均匀地涂抹在了 他的天井穴处 这咋回事啊 咋还黑了呢 土豆惊讶地在旁边蹲着问我 李天龙也是 吓得直吐吐 哎 哎呀妈呀 戴大哥我是不是要死了呀 这咋黑了呢 我还年轻啊 我 随着我瞪了他一眼 他就不再说话 废话 不和我拍他干啥 你去窗台的花盆 给我抓一把土来 土豆听闻 急忙去抓了一把花土过来 我抓过花土 在花土里弹了三下烟灰 将花土和烟灰搅拌均匀后 忽在了李天龙的天井穴上 念完一段上方语之后 我又用右手中指 使劲去弹李天龙天井穴上的烟灰扮花土 这是老师前几年曾教我的一种弹鬼术 这次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灵不灵也说不准 再抬头看李天龙 疼得在那是呲牙咧嘴 但是仍旧不敢说什么 因为他心里已经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如此 我一直弹 直到花土都被我弹干净 而此时 李天龙的天井穴 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色泽 也就是皮肤精瘦拍打后的红种色 这就行了 不行 晚上你去买五种水果 每样五个 一个香炉碗 三袋小米 或者金刚沙 一把香 六对金库银库 金银元宝 装满 一只烧鸡 水鬼需要给点好处才会走 听我说完 李天龙一个劲地点头 紧接着又问 那 带老大 水果都买什么 西瓜行吗 不行 水果要香蕉 苹果 橙子 桃 山竹 再说 你脑袋里怎么想的 五个西瓜 你拿着不嫌累吗 我苦笑一声 心想我这第一位聂元人 还真是智商感人 对对对 李天龙一个劲地点头说对 行 现在去买吧 我们也先回宾馆了 晚上八点给我打电话 说着 我和土豆便起身 李天龙一直送我们到了楼下 回去吧 记住 别买错了 放心 买不错 买不错 接着他便目送 我和土豆 离开了他家小区 出了小区的门 我看时间还早 便打算和土豆去哈尔滨景点走走 也算是开阔开阔眼界 散散心 于是我俩打了个出租车 师傅 离咱们近一点的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上了车以后 直接就坐在副驾驶 习问司机师傅 要说对一个城市的了解 那除了出租车司机 绝对是找不出第二个职业了 再说 这哈尔滨的司机师傅 倒也算热情 十分耐心地跟我们介绍 附近倒是没啥 也就中央大街什么的 去那基本就是看人去了 除了人多 没什么别的特色了 那你推荐点地方呗 土豆说道 你们是想要吃喝娃 还是想看看风景呢 风景 我和土豆一口同声说道 去二龙山吧 则则则 那块有山有水的 真挺好 司机师傅边说 边做出感慨的表情 看见这地方 在他的印象中 应该是相当不错 那走吧 就二龙山 去二龙山啊 车费可就贵了 没事 走吧 土豆十分爽快地就回复了 大爷的 感情不是你花钱了 到了二龙山 我和土豆花了六十块钱门票钱 就直接进了景区 结果走了没多大一回 刚才还跃跃欲试的土豆就吵吵说累了 要停下歇一回 没招 我俩找了路边的两块石头 坐在上头就开始抽烟 可没抽 几口我就开始打哈欠 嘴里的口水也越来越多 老师 您怎么上来了 你所在的方位 南边有一个水库 去那水库边上溜达溜达 然后上山 有什么事吗 我一面打着哈欠一面问 我在这有朋友 我和土豆又休息了一会 接着就往南边顺着小路走 走到一处山头 我们就远远地看见了水库 我去 这得走到啥时候去 也太远了 土豆望着弯弯曲曲的小路 郁闷地发着牢骚 我看了一下 的确是因为山地坡度陡峭原因 这里的路十分蜿蜒 这一下就把明明没多远的距离 拉长了好几倍 算了 别走小路了 直接从山上往下走 你看咋样 说实话 雨哥现在累得也是够强 行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说吧我们俩就翻过了栏杆 直接从山路往下走 这里的路算不上是很陡峭 但是也的确是挺难走的 大概是前几天下了雨的缘故 路面的石头活泥都很滑 稍不留神 就会摔倒 大约走了一半左右 我和土豆都后悔 当时做的这个投机取巧的决定 因为我俩压根就没想到 二龙山下山的路会如此艰辛 可是胜利尽在咫尺 我都已经闻到 水边吹风的淡淡的腥味了 总不能再回头了 何况现在已经走了一半左右了 再往回爬 岂不是更要累个半死 走吧 快到了 我拍了一下土豆 我们俩就继续往山下走 由于土豆很胖 所以下山的速度自然很慢 我很快就把它落下了很远 就在我们距离 大概二十多米的时候 我停了下来 直接就坐在土地上 抽着烟等它 大鱼 你快看你背后是个什么东西 土豆远远地对我喊 我听闻边一回头 直接吓了一跳 我背后竟然站着一只黄皮子 你从哪冒出来的 吓我一跳 我对着黄皮子说道 接着这黄皮子 突然跑到一边的树下 抱着半块砖头又跑过来 到我面前后 两只小爪子 使劲把砖头举到了头顶 哎呀 真有意思啊 这是给你表演杂技呢 土豆说罢 也点了一只烟 别胡说 我撇了一眼土豆 便蹲在这只黄鼠狼前头 然后对它说 你以后肯定能呈现 小东西 说话间 我又靠近了一步 它见我这么说 扔掉了半块砖 两个小爪子 就不停地对我做衣 哎呀 这黄皮子成精了 这是要干啥 土豆笑着 就走过来 要伸手摸黄皮子 结果它过来后 没等伸手 这黄皮子 嗖的一下就钻到林子里 不见了踪影 你有病啊 你都吓着它了 我随意责备了几句 不过土豆刚才的玩笑话 其实是真有道理的 也就是那句 这黄皮子成精了 刚刚那个黄皮子 的确是成了精 或者说即将成精的 但是由于 仙榜名额有限 所以它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成为有名号的仙家 于是就来求疯 这个道理 和咱们人间的政府机关 是一样的 公务员的名额有限 不是谁 想当就能当上的 所以才需要去通过 层层筛选 一次次比试和面试 而仙家的世界 也是大同小异 仙榜名额有限 而这些修成精了的动物 或者说是散仙 渴望受到供奉和香火 该怎么办呢 他们通常都会去求疯 就和我们找工作 是一个道理 我们人类 是用简历去求职 黄皮子 也有他们自己的方式 有的会去拜太阳 就是求上头 封给他一个职位 有的则是干脆 直接去拜人 让人赠他一句吉言 他好借吉言成仙 关于爪子里抱着的砖头 大家可以理解成为敲门砖 所以 语歌友情提示 以后如果遇见黄皮子 冲着你作衣 或是举着一块砖头 亦或是向着太阳作衣 那么最好说一句 你一定能成仙 如果不想说 不去理睬便是 千千万万不要去骂 甚至说是打 因为这样的黄皮子 都是十分的有灵性 用我们描述 学生的话说 就是十分有理想报复的 你骂了他 打了他 就等于间接性地 否了他成仙的理想 说不上什么时候 他就会来你身边报复你 反之 则会暴打你 曾经语歌就听说过 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一个到清风阁 买东西的顾客 和语歌闲聊时候提起的 有一次 这个顾客和自己的朋友 一起去山里玩 进山的过程中 在路边就遇见了 这么一只 冲着太阳作衣的黄皮子 顾客的这位朋友 直接就张嘴开骂 你瞅那黄鼠狼那个德行 还在那拜太阳呢 话音刚落那黄皮子 直接就冲他和他的朋友 一行人呲牙咧嘴 他朋友一怒之下 捡起一块大石头 就砸了过去 这一下 就砸在了 那只黄皮子的后腿上 还流了不少血 最后 由于这位顾客心善 强力阻止 那只瘸了腿的黄皮子 才逃过一命 结果 从那天开始算起 时间差不多 刚好过了三个月 便出事了 据这位顾客说 他这位朋友 是做土木建筑的 在用石头 砸完黄皮子的三个月后 也就是第九十多天 这位朋友 照常去工地上 检查工人们的施工情况 结果 工地的吊车 吊着的水泥板子 直接正断了钢筋 从三十多米的高空 吊了下来 说来也怪 在场那么多人 除了这位顾客的朋友 无意伤亡 而这位朋友的右腿 直接就被水泥板子 给活活压成了肉饼 最后去医院做了截肢 到现在说起那件事 再看看自己的右腿 这位朋友 还会振振后怕 这件事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从那以后的这十多年里 这位朋友 看见任何动物 都不敢相加了 再说 我和土豆在二龙山 从半山腰往下走 大概半个小时 我们就到了 二龙湖水库河边 眼下已经到了目的地 我点了一支烟连 抽了三口 接着就感觉到 心情莫名的兴奋 我曾经在这待过几年 我下去会会这里管事的 喝点酒 你们随便走走 便上山去吧 上山冲着东边方向走 会看见个小山洞 老师上来说完话就离去 我猜他是进了水库 去为朋友了 我和土豆在湖边 随便走了走 就顺着老师指的方向 朝东边进了山 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 我们到了山顶的一块大平台 再往前便没了路 从前面的小路下去 到底之后 继续向东走无理 老师 前都可没有路了 您是让我们顺着山坡下去吗 这山洞到底是啥地方啊 非去不可吗 说实话 宇哥是真累了 所以有点发牢骚 非去不可 你可知金花教主 知道 传说金花教主是一位蟒先 是太上老君三大弟子之一 不错 此处正是金花教主 曾经修炼之处 你路过人家地盘 你不去打个招呼吗 我听闻老师这么说 觉得确实是这么的道理 于是便按照老师说的方向 继续下山 后来的事 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我俩找到山洞口 磕了几个头 往一块石头下压了一百块钱 我和土豆便往回返形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 而我和土豆 除了早上从宾馆出来 吃了点早餐 今天一整天 还未进水米 啥时候吃饭啊 待遇 我都饿迷糊了 嗯 现在就去 你别吃草了 你个二货 刚刚从山洞离开 我就看见 这货嘴里一直 在嚼着什么东西 后来我一直用眼睛偷瞄着它 发现这货 竟然在路边揪草吃 哎 我问你 你是不是鼠牲口的你 竟然还吃草 对啊 我鼠牛的呀 你不也是鼠牛的吗 难道你是鼠驴的 土豆说完 就蹭蹭蹭往山下跑 你别跑 你看我不打死你 下了山以后 二龙山这块地界 我也算是打过了招呼了 接着便跟土豆打车 回了哈尔滨最有名的中央大街 路上 我们俩都坐在后排 一直研究着李天龙的事 待遇 李天龙身上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应该是某处河流的水鬼 那个和尚 在赠送给李天龙的佛牌上下了咒 让水鬼过来找麻烦 不过我已经赶走了 今晚上搭队一下 以后就不会回来了 其实我本来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 事情真的就如我和土豆想的那么简单吗 到了中央大街 我和土豆决定就地解决温饱问题 也懒得去找什么餐馆 直接就买了不少哈尔滨红肠 俄罗斯猎把 还有哈尔滨特产汽水 格瓦斯 随后我俩找了个人不多 避风的地方 坐在台阶上就开始吃 土豆这货狼吞虎咽的 却也只吃了半个大猎把 我吃得更少 只吃个四分之一 喝了一瓶格瓦斯 外加吃了一些红肠 吃完饭后 我们俩就顺着中央大街开始闲逛 顺便欣赏着无数个面容娇好 前突后翘 成群结队的美女们 这一逛 就是两个多小时 七点五十的时候 李天龙把电话拨了过来 喂 代老大 东西置办齐了 你有车没有 有车 你来中央大街接我俩 然后带我们找一个偏僻 没人的地方 记得带着那些东西 好嘞 说完李天龙挂了电话 我俩则是往中央大街外侧开始走 接到我们后 李天龙直接把我们拉到了哈尔滨周边 一处十分荒雾的地段 离着不远 就是一片荒山 我们的脚下是一片石头地 磕磕绊绊十分难走 下车后 一直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这 我让他们把烧的东西 从车的后背搬了出来 之后 我自己摆了个供品 点了三只香 然后叫来李天龙 冲着他的天井穴 直接拍了一下 口中念出老师特有的上方语 开始烧吧 香烧完之前 一定得把这些纸货都烧完 听我一声令下 土豆那边就开始点火焚烧 结果正正好好 在香火燃尽之时 所有的纸货也都烧完了 行了 我们回吧 他不会再来找你了 说吧 我们便远路返回 将我们送回宾馆后 李天龙便开着车回家了 今天可累死我了 土豆直接脱了衣服 躺在了床上 嗯 我也是 第一个算是结束了 该去找第二个了 说完我翻了个身 就进入了梦乡 由于白天很累 所以晚上我应该是睡得很死 就这样 我和土豆又在哈尔滨到处逛了三天 却一直没有遇见 我的第二个孽猿猿人 连续走了三天 土豆有点心烦了 不会是不在哈尔滨 应该换一个地方了吧 不可能 如果要走 老师一定会告诉我的 再走走 说不定一会就遇见了 接着我拉着土豆 继续在哈尔滨的夜幕下慢慢闲逛 这时候来了一个电话 是李天龙打来的 也正是这个电话 应了刚刚我说过的 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答案是 N.O 戴 戴大哥 我刚接起电话 就听见电话对面 十分困难的呼吸声 像是在被人捏着脖子叫我 怎么了 他 他 他又来了 说完这句话 就听见电话摔在了地上的声音 卧槽 坏事了 我看了土豆一眼 紧接着 土豆马上心领神会 快速地开始穿衣服 我也急忙从床上爬起来 收拾了一下自己 我们二人下楼打车 就直奔李天龙家去了 开门 李天龙 开门 到了门口 我便急忙使劲敲门 敲了半天 里面才有开门的声音 我急忙使劲推开门 却看见李天龙捂着脖子躺在地上 缺氧使他的脸已经憋成了紫色 呆 只见这李天龙 似乎已经是喘不过一口气来 眼睛瞪得像俩灯泡一样 望着我和土豆 土豆 给他扶起来 快点 土豆说完 直接就冲过去 给他扶了取来 同时我也冲了过来 直接点了一支烟猛 抽了三口 我把老师叫上了身 反反复复念着这一段上方语 由于时间紧迫 人命关天 来不及使用老师教我的那些 法子 只能让老师赶紧上来 赶走他身上的东西了 过了能有一分多钟 李天龙突然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直接就靠在身后的沙发上 闭着眼睛 享受重获氧气的舒服 我和土豆也是松了一口气 老师 为什么我赶走了 又回来了 你教我的方法 不可能不好使啊 我皱着眉头严肃地问老师 方法奏效 上一支也走了 上一支 难道 没道理啊老师 我惆怅地挠着脑袋 不错 上一支走了 这一支又来了 老师气定神闲地说 那 如果我把这支也赶走了呢 会有下一支 直到整片区域的水鬼 全都被你赶走 答对 这降头方可破除 我听完老师的讲解 直接就傻眼了 这和尚也推 TM不低道了 下这么个降头 没完没了 真是应了那句 癞蛤蟆趴脚面 不咬人隔引人 这么没完没了的 我得处理多长时间 这也太棘手了 我总不能一直在这 陪着李天龙 光跟他自己过家家玩吧 而且老师 上次怎么你 直接就赶走了呢 上次是水鬼挑人 施法前 将照片和生辰八字和祭品 放在一起 让水鬼一个一个挑 哪个水鬼跟他的八字盒 就让哪个水鬼缠上他 这样的水鬼 打发一次就可以了 那这次的水鬼 又有何不同 这次施法者 彻底跳过了 拼凑八字这一步 直接让一个水域里 所有的水鬼都盯上他 水鬼给他闹死以后 他便是这水鬼的替身 你想想 一条河 一个水域 或是一个湖里 得有多少水鬼 给了他们找替身的机会 这无异于往一个狼群里 扔一只羊 你觉得 这只羊 是否有生还的可能 没有 这就是了 水鬼和狼群的分别 仅在于 水鬼是一位接一位 而狼群是一拥而上 那 通常这种事都怎么处理 通常出马弟子 遇见这种事 都会选择不管 因为根本管不完 谁也不知道 这片水域里 有多少水鬼 少则三五只 多了 不好说 听老师这么说 我更是郁闷地 使劲抽了两口烟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记得 上次 您直接把太子河的水鬼 全制了 上次是太子河 里面的水鬼 也就百事来之 这次是松花江 一锅端不可能 那就看着李天龙等死啊 两种办法 第一 让施法者收了水鬼 第二 你去收了这些水鬼 本来我就够郁闷的 老师给的这俩方法 更让我直接就觉得沮丧了 您这不和没说一样吗 这和尚已经进监狱了 找他收法是不可能了 第二种也行不通啊 你以前告诉过我 已经被人收养的水鬼 其他人如果收养 那就等于是抢兵 园主随时可以下一道令 让这些水鬼 反噬抢兵者 此时已无计可施 到时候若是水鬼反水 再见机行事吧 我自己考虑了一下 眼下能救李天龙的法子 也的确如老师所说的这样 根本就顾不得以后会怎么样 所以我决定用第二个办法 抢兵 老师 一会我把水鬼招出来 您帮我看一下 它是何处水域 说着 我去李天龙家的厨房 拿个一个碗 半碗小米 随即我打开了冰箱 把里面的各种 熟食水果都拿了出来 用盘子摆在了客厅中间 你们家有箱吗 没有 带老大 我家平时不供什么东西 土豆 你出去找个地方买一下 越快越好 另外 买一盏七星灯 五个新的酒中 一瓶白酒 朱砂 新的毛笔 血浮的黄纸 记住 毛笔要狼嚎 时间不等人 再拖下去 背不住今晚这小子 就一命呜呼了 你这是要有大动作了 我点点头 土豆便一溜烟跑了出去 这李天龙听我这么说 直接吓得就摊在沙发上 我也懒得搭理 直接给土豆塞了二十块钱 土豆拿着钱 就出去买箱了 我则是在李天龙家里 一支烟 接着一支烟地抽着 这时候电话响了 我一看号码 是王泽奎打过来的 喂 师傅 有个警察来找你 说 昨晚给你打电话打不通 警察 你问问他贵姓 哦 你等一会 接着我就听见 对面询问的声音 我一听动静 就知道是张鹤瑶 正准备挂了电话 给他打过去 就听见对面小葵的声音 哎 大哥你别借 别抢我电话 行了你赶紧给我吧 我回头 给你充电话费 接着电话 就传来了张鹤瑶爽朗的声音 哈哈哈哈 老弟啊 知道我是谁不 肯定知道啊 张哥 耳朵真好使啊 对了 你跑哪去了 昨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也 怎么也打不通 对不住了张哥 昨晚上我电话没电了 关机充电来着 我这边急忙饱含歉意地说道 因为走之前 也没和他打一声招呼 的确是挺不够意思的 啊没事 这不是挺长时间 没看见你了吗 你哥奶奶 晚上一起喝酒去啊 那边张鹤瑶的情绪 显得有点兴奋 不行啊 我在哈尔滨呢 遇见点事 我得多一阵子 张哥 啥事 还用多一阵子啊 你跟我说 我帮你摆平 张鹤瑶说着话的时候 底气十足 是是是 您高低也是 相平刑警队副队长 你的实力老弟 是看在眼里的 听 我纠正一下 叫张大队 我一听就明白了 难怪他今天情绪 显得这么兴奋 兴致又这么好 还要找我喝酒 原来是产房传喜讯 张哥生了 恭喜啊 张大队 等我回去 一定给你补一份大礼 我也兴奋地说道 他能高升我 自然是很开心 补个屁啊 你可别含成你张哥了 对了 你啥时候回来 咱俩改天在约 还有 到底是啥事 跟我说 黑到白到 哥哥都能摆平 鬼道 听我这么说完 对面的张鹤瑶 直接就安静了 过了大约半分钟左右 他终于再次开口 关切地询问我 这个哥哥 真是帮不了你了 严重不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总之是不能再待在家里了 对了 这小伙子是我徒弟 张哥 以后要是店里有什么事 需要您大家帮忙了 你出手帮一把 这是好说 咱俩这关系 就不用说客气话了 好了 那你在外面注意身体 注意安全啊老弟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嘞哥哥 说完张鹤瑶就挂了电话 这时候也传来一阵敲门声 土豆也回来了 给你香 戴鱼 他满脸是汗的 把一盒香递给我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 嗯 抓一把花土过来 说完土豆 又去抓了一把花土 我点了一支烟 用嘴叼着一边抽 一边就抓过李天龙左手 对着天井穴 就是一顿帅哥霹雳掌 拍了能有三十来下 只见李天龙的天井穴 由红变青 由青变黑 紧接着 我往花土里弹了三下烟灰 搅拌均匀后 按部就班地 胡在李天龙的天井穴上 然后开始念叨 老师的独门上方语 过了大约能有五六分钟的时间 老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当然是 已经有了我想要的答案 此水鬼 来自此地 松花江最北边的水域 明日子时之前去施法 此刻是水鬼最为需要香火之时 嗯 明白了 趁火打劫 切记 抢兵和单纯的养水鬼不同 需要在酒里兑上鲜血 使你的供奉 超出水鬼的需求 才可使水鬼反水就相煮 说完老师便离去 紧接着 我就叫了一声李天龙 李天龙 晚上带我们去松花江最北边 另外把你的生辰八字 写在一张纸上给我 李天龙听闻立马照做 拿出笔找了一张纸 就写上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我又仔细想了想 觉得还是太冒险 于是把电话掏出来 打给了张鹤瑶 想着再对第一个方法 抱有最后一线希望 电话很快地便接通了 喂 现在有事 我需要你帮忙 有事说事 别下客气 张鹤阳那边十分痛快地说道 那我就不和你多废话了 你在监狱那边有关系吗 怎么想起问监狱的关系了 你家有人进去了 我这边有点事 是监狱里面一个犯人干的 吓得水鬼降头 情况比较棘手 我想跟他见一面 听我说完 张鹤瑶沉默了一小会 你等我电话吧 说完之后直接挂了电话 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安静地等待着 二十分钟之后 张鹤瑶打回了电话 而我一直将电话握在手里 刚响了一声 我就接了起来 老爹 我认识的那个监狱的人 已经调走了 这事真帮不上你吗 我连我爸那边的关系都问了 实在是使不上劲啊 党派之争 正好监狱是 我爸一个竞争者的关系 最近我爸竞选公安厅副厅长 和这个人打得不可开交 下头本来小动作就多 再叫他们给抓住了小辫子 不好办 我听完 觉得这第一条方法 根本是不用再想了 看来眼前也只能赶鸭子上架 不行也得行了 没事 张哥 我就是试着问问 好了 你忙吧 回头我打给你 说着 我便挂了电话 挂了张鹤瑶的电话后 我和土豆订了点外卖 连同李天龙的一起也买了回来 吃过午饭 我们就一直等到了晚上 天色暗下来 这期间 我反反复复在脑海里 重复着老师教我养水鬼的方法 总共不下二十遍 最后临出门前还确认了一遍 说实话我心里也不是特别有底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实践过这个手艺 走了 我们去抢兵 我掐灭了手里的烟 说着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李天龙领着我和土豆就出了门 出门后 直接上了李天龙的车 没多久就来到了松花江边 再去江边的路上 车子一边走 我和土豆一边聊着施法之时 他要帮我做哪些工作 路过大型超市的时候 还让李天龙靠边站下 我们进去 按照养水鬼的要求 买了几大豆子供品 待于 以前我听我师父说过两次关于水鬼的事 你 你这么做 土豆有点犹豫 说不出来 我便替他说了出来 业障深重 遭报应是吧 我知道 可是你让我有什么办 难道我们看着自己 你原人就一命呜呼吗 我云淡风轻地回答 事实就是如此 眼前已经由不得我做出任何选择了 那以后怎么办 等那个和尚出来了 再下一道反水令 你不是就惨了 能怎么办 良伴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眼前人命是第一的 说到这里 我又想起了 老师当初教我手一时传授的话 小子 你记住了 人命大过天 我要你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许见死不救 不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人 也不论这个人是否对你有帮助 收人命是应差的事 你只管做好你本分的事便可 这句话直到今天 我还牢记在心 这也正是当初 我为什么没有对古化成和李正东下黑手的原因 不过那天刚散人 是老师亲自出手 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按照我曾经的性格 那果断就是让这帮人间祸害 死无葬身之地 话说我们 开车到了江边以后 足足在车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之所以坐这么久 第一是因为天色还没有黑透 第二则是因 江边有两个钓鱼的老头 我出去问了不下五遍 这两个老人家 就是不肯走 大爷 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天都这么黑了 干啥 有事啊 一个老头斜着眼睛问我 哦 没事 是这样 我们是香瓶水质看测队的 这里是我们重点的探测点 您看能不能给我们到个地方 结果让雨哥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俩老头竟然就像是雨哥我欠了他们钱似的 把脑袋抬得老高 恨不得用鼻子眼看我 我不管你啥对 影响到老子和老刘钓鱼就不行 在这之后 不管我怎么商量 两个老头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坚决不走 怎么办 这俩老头就是不走 他们不走 咱们也没法行事啊 我又十分郁闷地挠着脑袋 这时候 土豆老气横丘地开口了 哎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待遇你 就是一匹美丽的骏马 太善良了 看你斗哥的吧 说着土豆拉开车门就下了车 下车之前 他还把衣服脱了 光着膀子 当我再一次看见他后背 摩克加罗的刺青 我就彻底明白 他要怎么做了 老头 你们俩干啥呢 土豆撅着下巴 甩着胳膊就走了过去 钓鱼 咋的 两个老头 十分不懈地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背后 是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 钓鱼 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还赶过来钓鱼来 交钱了吗 土豆提高了分贝 瞪着眼睛问道 两个老头见他这么说 我就转了过来 我俩在这儿钓好几年了 也没有人过来收钱来 你是哪儿的 赶来收钱 那个被称作为老刘的老头 瞪着眼睛 问眼前的光膀子男人 再看着土豆 看见两个老头都转了过来 自己也转过身去 背对着两个老头 伸了一个懒腰 背后的纹身 随着他的运动 显得更加的呲牙咧嘴 十分害人 我是哪儿的 需要告诉你吗 从今以后 这就是青丰邦的地盘 钓鱼吗 可以 先交五千块钱 还净磨损费 要是不配合 那我身为青丰邦的二当家 可不会心慈手软的 说着土豆就捏了捏自己的手 发出喀巴喀巴的骨头声音 我听他这么说在车里 直接就忍不住笑喷了 这小子忽悠人的本事 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再看他两个老头 听土豆这么说 加上同时看见了 豆背后凶神恶煞的纹身 直接就吓得没了脾气 急急忙忙拿着鱼杆 拎着小桶就闪人了 搞定了 同志们 这会使劲冲我们挥了挥手 一脸革命英雄的气势 然而没想到的是 上当的不仅是那两个老头 还有今天我们要搭救的对象 李天龙 卧槽 帅 原来你们是青丰邦 黑社会 太牛逼了 你们把我也收了吧 带老大 望着他崇拜的眼神 我实在是无语 我只能说 他的智商只适合插秧 真的 收了我吧 老大 入会费多少钱 接下来 我让李天龙把车上的东西 都搬到了车下 并对他说 入会的事以后再说 然后将贡品按照老师 曾经教我的方法 在江边摆放整齐 从左到右分别是 33个馒头 33个苹果 33个桃子 贡品后方是香炉碗 贡品右侧是七星灯 我把三个酒中 放在贡品正前方 往里面倒满了白酒后 在地上随便找了个玻璃 割破了自己的右手食指 朝着酒中的酒里 都滴了一滴血 点燃了七星灯 最后点燃三柱香 插在香碗里 斗哥 从现在开始 你们俩轮流休息 每个人 一个小时 看着这一盏七星灯和香火 灯快灭了 就往里添油 香火燃完了 就续上香火 总之 保证灯不灭 香不断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明天天亮 待第一缕阳光从天上照下来 方可知晓 是否成功 土豆和李天龙听完点点头 我则是盘腿坐在地上 静静地用感官 去感受水里的东西 每当我听到 从水里走上来的脚步声 老师就会借我的口 念出那一段上方语 其实具体什么意思 我是听不懂的 不过这么多年了 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 我也能猜到 在不同的场合 这句话有不同的意思 而此时此刻的意思 一定就是和水鬼商量着 我供你香火 你为我办事 并劝说水鬼 放弃原来的香煮 从此为我所用 当然在这期间 难免会遇见 有大批的水鬼反抗 当水鬼做出反抗的举动 我只感觉身上忽冷忽热的 冷的时候 就像走进了冰窖 热的时候 就像站在火山口 我的浑身上下一阵冒冷汗 又一阵冒热汗 土豆则是拿着纸巾 在我边上不停地给我擦汗 时不时就问我一句 没事吧 我只是用摇头来回答 就这样 他们不停地给七星灯添油 蓄香火 到了后半夜 也就是快接近日出十分的时刻 这些被人点过冰的水鬼 就到了反抗最为激烈 我依旧闭着眼睛 只感觉自己不停地往处流鼻涕 冒冷汗 嘴里也淌着口水 土豆则是不停滴给我擦鼻涕擦汗 时间慢慢地推移 最后终于熬到了日出 两边的天边露出了一块鱼堵白 紧接着皮肤明显地感到气温在升高 就在我觉得浑身打了一个冷战之后 老师的声音在耳边对我说话了 工程 说吧他便离去 我深知这一夜 虽然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但是陪我熬了这么久 也真是惯着我了 以他的脾气 如此行事 的确是委屈了他的身份 当我睁开双眼的一刹那 阳光直接刺得我眼睛发疼 当我适应了阳光后 在看我身边 土豆叼着已经熄灭了的烟头 坐在我旁边的一块砖头上打着盹 满地都是被鲜血烟红的卫生纸 此刻鱼哥我才知晓 昨晚我留的 土豆为我擦的 哪是什么鼻涕 根本就是鼻血 随即 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他马上就惊醒 醉上叼着的烟头 掉在了地上 哎卧槽 我怎么睡着了 完事了 醒来的第一句话 便是问我 还没呢 还差一道令 说着 我拿起毛笔 沾着朱砂在血服的黄纸上 写了一道撤冰令 连同那张 写着李天龙生辰八字的纸 一起在七星羹上焚烧 行了 玩活 撤退 说话间我看了一眼土豆 时间 他又坐在那块砖头上睡着了 此刻宇哥的心里出了感动 还他娘的能有什么呢 这辈子有这么个兄弟 直了 短暂地感动了一下以后 我伸手拍了他一下 肥胖的脸蛋 啊 哎卧槽 我怎么睡着了 完事了 你TM复读机啊 你 我笑着骂了他一句 按着他的肩膀就站了起来 伸了一个懒腰 就回到了李天龙车上 再看趴在方向盘上 睡着的李天龙 面色上明显有一道 红光尚窜 身上煞气全无 同时想到 原本我是安排他们二人轮班 去给七星灯添油 土豆一定是不放心他 所以整晚 都自己守在七星灯和我的旁边 一面添油 一面续香火 一面照顾我 我坐在副驾驶席上 使劲咳嗽了一下 李天龙这小子 直接从梦中惊醒 看见我坐在他旁边 马上就问我 戴老大 成了 见他如此的期待 我笑着点了点头 并从他车上 拿起了一盒中华 抽出一只雕在了嘴里 太感谢了 对了 这回那东西 不会回来了 他突然有点担忧地问道 不会了 就算回来也是找我 不会再找你了 以后在马路上 看见这些片子 长点心吧 再看着李天龙 听我说完一个劲的点头说事 同时帮我把烟点上 大功告成了 我们也要撤了 说着 我伸手拍了一下 李天龙的方向盘 车外面的土豆 听到了汽车鸣笛声 直接就走过来上了车 然而此刻 令雨哥心情更为愉悦的是 李天龙开口要丢我们钱了 而这和我原来预想的是不一样的 我原以为灭猿人 需要我无偿去搭救 想不到破器官的路上 还能捎带着赚点生活费 这对雨哥来说 可真是天大的好事 领着土豆这么能吃的一个货 不赚点钱 怎么能继续修行之旅呢 对了 戴老发 这个事 办完了 你也出了不少的力 我怎么报答二位 尤克 没看出来 你还是一个治安图报的人 那是自然 虽然龙哥我是啃老族 有时候也比较混蛋 但是治安图报这个道理 我是懂的 我就直接问二位吧 多少钱 其实多少钱 不等我说完 这李天龙又直接打断了我 我和你们说啊 戴老大 你可千万别说不要钱 不要钱的买卖 我可从来都不敢做 我从小 受到我爸妈的教育就是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以前岁数小的时候 我还不信 不过自从上一次出了一个 不喜欢花我钱的女朋友 我就彻底相信了 听到这 我和土豆都猛圈了 这女朋友和价值观 又能起到什么联系呢 见我们二人猛圈 这李天龙点了一支烟 该开万千地继续说道 那是一个悲伤的秋天 我认识了小丽 具体怎么认识的 具体的是 我也都记不太清了 总之小丽 是唯一一个 平时不喜欢花我钱的女朋友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最后零分手的时候 坑了 我这个数 说着李天龙的右手 冲我们笔划出一个八的手势 嗯 八万 十不少 我也点了一支烟硬喝道 哪啊 啥就八万 戴老大 那是八十 八十万 这个数字的确听得我和土豆 有点目瞪口呆 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不相信免费的 甚至是廉价的任何人 事物 东西了 只有花了钱 我这心里才安生 见他说完 我急忙抢过这个间隙开口说话 再说 宇哥我本来也他娘的 没想给你这败家子免费 多少钱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给多给少看你心情打赏 这是仙家的规矩 我不能破 听我这么说 李天龙摸着自己的下巴思考了一会 接着伸出了两根手指 冲我笔划了一下 要不 这个数 你看行吗 我一看他张嘴就要给两千 这两千块 刨去达对仙家的百分之七十 也够我俩生活两三天的了 没办法 住宾馆开销太大 又不能租房子 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们就挪窝了 于是我就笑着点点头 哪知道这货从包里 直接掏出了两万块钱 放在我手里 二位老大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月 花的吧 有点狠 剩的不多了 这两万块钱请笑纳 我心想 这小子是个富二代 也是个败家子 也就没有再推辞 直接接过了钱丢给了土豆 说实话 我们现在的确挺需要钱的 在外面住宾馆 衣食住行都是钱 总不能指出不进坑老板 随后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 我嘱咐了李天龙一些话 临走时候 李天龙从车上下来 握住了我的手 但老大 咱们还没谈谈那个 入会的事呢 入会 什么会 清风帮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做咱们清风帮背后的财团 然后你们给我在哈尔滨 办一个清风帮分堂 我当堂主 你看我这主意 不错吧 见他这么说 我和土豆相互对视了一眼 冲他齐声声说了一句弱智 便回头就离去 哎 入帮的事还没谈完呢 别走啊 大哥 二哥 咱们还没结议呢 话说我和土豆刚要离开 李天龙直接跑到我们前面 拦住了我和土豆二人的去路 你行了呀 已经给你办完了 以后水鬼就是 找也找不到你家门上了 懂吗 以后留点心 别再信那些骗子了 说着 我就想躲开李天龙的阻拦继续走 不是 还有点别的事 我也想让你们帮着看一下 他拦在我俩前头 不管我那么躲 他都快速地移动着身躯 始终保持拦住我们的去路 你要是说入清风帮 见什么分堂的事 你就省省吧 啊 根本就没什么清风帮 那只是为了吓唬吓唬那俩老头的 不是 真有别的事 是我身上的事 我听他这么一说 便站住了脚步 你身上还有事 对啊 好几年了 以前一直没当回事 现在竟然遇见二位了 就寻思 这一起给我办了吧 啊对了 关于酬谢的事 你们可以放120个星 我那老爹常年在国外 给我留下的 除了钱就是钱 只要这个事二位 能帮我解决了 那酬谢自然我是不会少给的 说话的时候 李天龙似乎慢慢地 不再像刚才那么猥琐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信 看来 他也不是像我和土豆想象的 那么胆小懦弱 最起码提到钱 他还是挺硬气的 行吧 那你就说说什么事吧 走走走 找个地方坐着说 咱们别都隔着站着 天挺热的 先上车 上车 我和土豆相互看了一看 不约而同就走向了李天龙的车 李天龙在后头 也是急忙跟上 最后 我们三人来到一家 规模不算大 但是档次却是比较高的咖啡厅 二位 想喝什么尽管点 不用担心买单问题 我是这的钻石会员 另外我也是不太常来 除了有女朋友的时候 过来找找感觉 估计现在卡里还剩好几万呢 随便点吧 好几万 我和土豆直接无语 这里天龙果然是十足的败家子 一个咖啡厅的会员卡里 就充了好几万 不过再想想 这也算正常 毕竟人家花的是 自己老爹的钱 也没什么不天经地义的 可是 我们俩倒是想点一些好吃的 这经历了一宿的江边抢兵 让我和土豆的体力 都大量的耗费 可惜 当我们俩拿到菜谱 却是哑口无言 你 你这有尖椒炒鸡蛋吗 土豆试探性地问 对不起先生 没有 年轻的服务员微笑着回答 那 有猪肉大葱的包子吗 土豆又问 这个 我们这没有包子 先生 服务生汗颜 那给我来一碗刀削面吧 再来两瓣大蒜 土豆说完 服务员彻底陷入了尴尬 之间他眼角抽搐了一下 强行稳定了自己的情绪 先生 我们这里是纯西式的咖啡西餐厅 不提供中餐 您只能点菜单上的 所提供的菜品和饮品 服务生强忍住即将崩溃的情绪 微笑着跟土豆说道 我知道 我这 我这不是看不懂吗 你说 你们咋开店的呀 在国内开店 进准外国菜单 你这羊字 谁能看得懂啊 土豆一脸不乐意地 撇了服务员一眼 啊 来三分火腿三明治 三杯阑珊 先来这些 谢谢 这时候李天龙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急忙开口 替我们三个 每人点了一份吃的一杯咖啡 服务员下单后 就匆匆离去 生怕土豆再问出点什么有的没的 行了 说说你的事吧 说到这 李天龙点了一根烟 开始跟我和土豆娓娓到来他 最近两年身上的事 李天龙打小 就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孩子 不是独子 家里还有一个哥哥 这个哥哥和李天龙的父亲 都在加拿大 哥哥帮父亲打理生意 父子只有过年才回过一趟 当时出国的时候 李天龙年纪还小 所以 李天龙就和母亲留在了国内 母亲负责照顾李天龙的起居生活 然而 李天龙和母亲的关系 并不像我们平常人和自己的母亲 那么的亲近和睦 他和母亲 几乎是从小吵到大 当然 这种不融洽关系的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 李天龙的母亲 和李天龙的身世 是如出一辙 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 是家里的小公主 所以 两个娇生惯养的人凑到一起 那么战争势必爆发 而这种时有时无的战争 倒也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 可是就在两年前 终于发生了 让李天龙后悔终生的事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 生离死别 骨肉分离 李天龙说 那一年 他活活气死了他母亲 那年李天龙已经25岁 和学校的同学合伙做了点买卖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整整人民币350万 而之后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这350万而引起 当时李天龙和几个同学 通过同学父亲的关系 包下了一块楼盘的建筑工作 聘请了一批建筑工人 和专业的建筑设计师 从投资到开盘一切顺利 一直到最后项目验收 分城的时候 李天龙得知自己得到的数额 是350万 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来得是如此的顺利 这让他很高兴 然而知道这个消息的 不仅仅是项目组的人员 同时还有这些建筑工人 背后的建筑公司老板 而这老板不是别人 正是李天龙的亲舅舅 方勇 再说这李天龙的舅舅 方勇 在哈尔滨当地 也算是比较出名的一号人物 几乎包揽了整个哈市 十分之一的建筑行业 而他因为本身就涉黑的缘故 不少房地产公司或是投资商 若是想在哈市站稳脚跟 就不得不和方勇合作 可李天龙这里 自然不是这个原因 他想的是 谁赚钱不是赚 把活交给自己的亲舅舅 怎么也比在外面找建筑商 要值得信赖 就这样 项目顺利验收之后 李天龙和几位同学 搁几个为了庆祝人生的 第一笔财富 就组团去欧洲旅行了 半个月后 从欧洲回国的李天龙 打死也想不到 这350万会不翼而飞 原来 当李天龙联系 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处时 财务处的工作人员称 这笔钱已经在十天之前被取走 然而 这当然不是李天龙自己取走的 李天龙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可是不论怎么查 李天龙都查不出个一二三来 投资方一口咬死 是把钱打到了李天龙的账户上 最后 李天龙通过同学父亲的关系 查到了这笔钱 汇到了以李天龙的母亲名字 开户的一个账号 到这个消息之后 李天龙直接就赶回家里质问母亲 可是母亲 却对于这笔钱去向的问题 只字不提 直说这钱不是他该赚的 没了也好 可是年轻气盛的李天龙 怎会仅凭母亲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就放弃自己的财富 于是他只能用他和母亲之间 最熟悉的交流方式争吵 这一吵就是半年 这半年的时间里 李天龙每天都在换着法子 逼母亲说出这笔钱的去向 他甚至还怀疑过 母亲是不是背着自己 亲爹在外头有人了 然而最后 李天龙琢磨过外来了 通过种种推测 最大嫌疑人除了母亲 就只剩下那个 开建筑公司的舅舅 方勇 然而 当李天龙对自己的母亲 说出自己的怀疑对象和怀疑理由 非但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还遭到了母亲十分激烈的反驳 称李天龙是为了钱丧了良心 连自己的亲舅舅都怀疑 并且警告李天龙 坚决不能去打扰他舅舅 否则自己就是死了也不瞑目 见母亲如此激烈的反应 李天龙就更加确定 这件事 肯定和自己的舅舅方勇脱不了干系 随后便找了个时间 去了方勇的建筑公司 结果可想而知 方勇自称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李天龙心里已经明白 这笔钱 肯定是尽了自己亲舅舅的腰包 以舅舅的人脉和社会地位 房地产商自然是不敢出卖他 而还李天龙一个真相 他自己的舅舅是什么人 他十分清楚 不能说和电视上的黑社会大哥一样 也差个八九不离十了 在方勇那里得不到答案的李天龙 自然是返回家中和母亲继续无尽的争吵 然而有一天深夜 就在李天龙躺在床上睡觉之前 又想起了这350万不翼而飞的事 随即起床 来到母亲房间敲门 然而敲了半天 也不见母亲来开门 甚至也没有应答一声 就直接气冲冲地推门进了屋子 然而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已经断了气的母亲 表情十分的不甘 李天龙慌乱之下 直接拨打了110 最后事件结果 为急性脑出血 已经确认死亡 从母亲去世之后 李天龙就一蹶不振 而多年在外的李天龙的父亲 其实和他母亲的婚姻 也早已名存实亡 所以也就没有从加拿大回国 操办母亲的丧事 李天龙也再也没有了 曾经赚那第一桶金的兴器 草草地给母亲办理了后事 每天只能弥留在香烟 啤酒和游戏中 这样他才能短暂地 忘了母亲离开他的时候 最后那不甘的表情 大概过了半年以后 李天龙才从颓废中 渐渐走了出来 后来 曾经拉着李天龙 入伙做楼盘项目的同学 又给李天龙介绍了 大大小小不少的项目 然而从母亲去世后 李天龙的账户上 除了他爸每个月 给他打的十几万生活费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进账 换句话说 他再也没有自己赚过一分钱 同样 父亲给他做买卖 投进去的资金 也都打了水漂 明明可以赚钱的项目 到他手里就搞砸 这两年多时间 就赔了上千万了 慢慢的 李天龙的父亲 也基本不怎么太相信 他是做买卖这块料 也懒得管他了 每个月就打十几万生活费 让他自生自灭 说到这 李天龙问服务员 要了点餐巾纸 擦了擦泪流满面的眼睛 我递过去一支烟 戴老大 没事 喝点咖啡再说 李天龙喝了一口咖啡 继续给我们讲述着 李天龙说 刚刚给我们说的那些 其实对他的影响还是其次的 最主要的是 伴随着这么多年的诸实不顺 还有无尽的噩梦 而这些噩梦 就是从他走出了颓废那一年开始的 起初 他会每天晚上梦见自己的母亲 母亲在梦里不说话 只是愤怒地瞪着他 他知道母亲是在责怪自己 恨自己 恨自己活活气死了他 在之后的梦 就越来越可怕 越来越不简单 使他几乎每天晚上 都会从噩梦里惊醒 只因为他梦见的 不再仅仅是母亲 还有自己 已经去世多年的外公外婆 甚至还有外公外婆的兄弟姐妹 最后 李天龙家族中去世的好多人 都跟着母亲一起回来 每天晚上到了深夜 都在梦里对李天龙进行着讨伐 各种谩骂和责备接踵而来 而唯一不说话的之后 李天龙的母亲 始终是十年如一日的怒目相向 另外 在这些已故亲人的谩骂讨伐中 李天龙深深地记住了一句话 我们诅咒你万事不成 也就是说 不论李天龙做什么事 都会指诸事不顺 而且一直都会梅运当头 起初李天龙并不相信 不过生活中的种种遭遇 让他逐渐相信了鲜辈的诅咒 加上这一次招上了水鬼 也让他更加重视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是母亲和一众已故的长辈 因为他的不孝诅咒了他 让他的良心一辈子受到谴责 故事讲完后 李天龙的两只眼睛 已经都肿得像鲸鱼一样了 我和土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一下 服务员可以给我那一只笔一张纸吗 我回过头冲拔台的位置喊了一声 过了一会 还是那个年轻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放下了一只笔一张纸 先生您要的纸和笔 谢谢 说着我就把纸和笔放在了李天龙面前 把你母亲的生辰八字写给我 李天龙听后 醒了一下鼻子 就在纸上写下了他母亲的生辰八字和姓名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 就揣进了兜里 你母亲丧事的时候 你说你扮得很草率 我想问问你 到底有多草率 见我这么问 李天龙愣了一下 揉了揉眼睛 就简单地烧了点纸钱 就火花入葬了 一切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带走的钱财过少 该烧的都没烧 该守的规矩也没守 你以前是不是不信任死了以后有魂魄 或者说 你认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地府 听我这么说 李天龙默默点了点头 随即补充了一句 现在我是真信了 说完他又闭上眼睛 颤抖着抽了一口烟 我问你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论做什么事 钱都是最重要的吧 这一点相信你比我更深有体会 要是没有钱你会怎么样 没有钱 我李天龙在这个世界上寸步难行 说完他苦笑着低下了头 那就是了 你没钱了寸步难行 你母亲到了阴间 身上没钱 你让他怎么办 他在世的时候 你就不笑 现在去了阴间 你还要 让他再一次感受你的不孝吗 听我这么说完 李天龙恍然地大悟地长大了嘴 大老大 你的意思是 我妈是缺钱花了 可是 可是我是他亲儿子啊 替他怎么能害我呢 大老大 听他这么说 我直接碾灭了手里的烟头 皱着眉头十分严肃地对他说道 害你 是你害了他才对 就准你在人间吃喝玩乐 凭啥让你家老人在阴间受苦受罪 你母亲生前 你就对他不是很好吧 你摸着良心说 你孝顺不他吗 甚至到了 他死的时候 你对他依然不好 两世都没有得到你这当儿子的孝心 人凭什么对你好 我跟你说 你能活到现在 算你命大了 人到了那头 可比在阳间看得开 你让我走得舒服 那是你该做的 你对我不好 让我走得不舒服 我就让你活得不好 就是这么个道理 懂了吗 说完这一番话 宇哥 我也的确是有点生气 这李天龙的的 确确是有点混账 做他的父母 说实话 挺倒霉的 那 那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我妈原谅我 我也不想这样 李天龙一边抽气一面问我 看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也的确有了悔过之心 我仔细想了想便问道 你母亲是哪里人 就是哈尔滨本地人啊 行 今晚上我去替你 搭队一下你母亲 给他送点钱财 让他在那头好过一点 李天龙听闻急忙点头 然后直接从钱包里 掏出了一叠钱 递了过来 这些够吗 大老大 规矩我懂 不能让你替我出钱不是 我点点头接过钱 捏在手里 感觉大约有5000多块钱左右 这头我要买16对金库银库 16对纸人 金银元宝 两对招财术 轮船 汽车 纸房子 电视机 电冰箱 收音机 外加供品香炉什么的 大概也就用 11500块钱左右 说着 我抽出15张毛爷爷 把剩下的推了回去 不行不行 你还是手下吧 你们了解我的 办事不花点钱 我这心里也不会踏实 再说你不是还答谢闲家呢吗 这个答谢钱 你看心情打赏 你给多少 我收多少说完 我就把1500块钱 揣进了兜里 李天龙想了一下 又把剩下的将近 4000块钱推了回来 大老大 收着吧 收着吧 见他这样我也不再推辞 拿起这一小碟钱 递给了土豆 土豆直接装进了钱包里 那 大老大 这个是 今晚上就能办完事不 对 我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点点头 见我已经点头 李天龙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浑身放松了下来 对了 哈士有没有比较安静 平时没人去 没人管的地方 方便点火 我瞅你们 这太繁华了 到了晚上也灯火通明 要是说没人去 没人管 倒是真有一个地方 但是 李天龙话说一半便咽了回去 我见他如此有口难言 便直接给他吃个定心丸 我知道他现在是对这行里的事有点怕了 或者说 内心有了抵触 你就说吧 没事的 在我这百无禁忌 他见我这么说 便放下了心 殡仪馆后山有一块乱坟岗 是一片没开发过的地间 那地方 就算你放三天三夜的火 也不会有人管 可是那地方 不等李天龙说完 我直接就打断了他 这地方最好了 就选这了 接着 我们在这家西餐咖啡厅吃了饭 吃饭期间 李天龙因为对母亲生前的抱歉 加上对母亲死去的愧疚 一口也吃不进去 最后他那份火腿三明治 被土豆迅速地消灭掉以后 我和土豆婉拒了李天龙 要送我们的提议 二人溜溜答答地就走路回了宾馆 这李天龙真行 他妈死了 就给老太太烧一队指人一匹马 真够差劲的 这也怨不得他 他毕竟是不懂 我们聊着天就进了宾馆 然而 这件事我始终觉得奇怪 那就是 为什么李天龙的母亲 还有仙祖都来了呢 缺钱也不至于下如此狠的诅咒 让李天龙一事无成 诸事不顺 这未免有点太夸张了一些 时间不知不觉 到了晚上九点多 我和土豆准备打车 去殡仪馆附近卖纸货的地方 可是每次当司机问我们去哪里 得知我们说去殡仪馆以后 出租车司机全都聚载了 其实 我们去那里 只不过是为了买达对李天龙母亲 需要用到的纸货 可这些司机们 看上去都挺生猛 听到我们俩的目的地以后 都一个劲拼命摇头 没办法 我们俩只能走着过去 老弟 上来啊 看顺不顺路 一个出租车停在我边上 司机打开车门 一只脚站在地上探出身子来 看样子 身高大概有一米八五五 体重至少都有二百二百五十斤 同时 车上已经坐了一个男人 出租车司机 是想把我们也拉上拼车 这样 他这一趟能多挣不少钱 不走 我笑了笑 继续和土豆往前溜达 走吧 没准咱们顺路呢 这时候这胖司机 又不甘心地张口说了一句 你可别墨迹了 我们跟你不可能顺路 土豆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这司机 一看土豆这么说 明显是心里不太痛快 你都不说地方 你咋知道不顺路呢 司机露出了一点凶象 看样子是经常这么吓唬乘客 我俩去殡仪馆 只见这司机使劲地摇着头 肥胖的脸 跟随着摇动的脑袋不停地颤动 然后钻进车里 一脚油门就窜了出去 拐弯的时候 甚至来了一个飘逸 我叹了一口气 心想这种司机 也就能欺负欺负老实乘客 真到了关键时刻 平时那胆子就叫狗给吃了 就这样 一路上能有十多位出租司机停下车 询问我们是否打车 无一例外 这十位司机最后全都拒绝了我们 土豆十分不乐意地边走 便发牢骚 这帮司机怎么回事 有买卖都不拉 胆小的跟耗子似的 听他这么说 我笑着跟他说 这其实怨不得人家 我们大半夜的打车去殡仪馆 换了谁肯兵都得寻思一下 何况这不是南方 这是东北 百姓们多多少少都会信奉一些这方面的事 半夜去殡仪馆 那可是十分不吉利的事 最后 我们俩还是溜溜答答的 步行到了殡仪馆附近 远远的 我们就看见了一条灯火通明的街 阴森森的有点害人 可那也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 只活一条街 目的地近在咫尺 我和土豆 也瞬间刚才的疲惫都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无限的力量 所以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伐 挺长的一段路 我们三五分钟便赶到了 到了以后 我和土豆随便挑了一家就走了进去 本来只活店老板正在睡梦之中 被人吵醒了 心情应该是十分烦躁 但是当他听说 我坐在一边 看着土豆咧着筛子 跟他讨价还价 要说这方面 我可真真的是 不如咱们土豆先生 原本这些只活家一起以后 总共需要一千七百多块钱 我当然是没有犹豫准备付钱 就在我要掏钱包的时候 土豆突然使劲 在我后背拍了一下 怎么了 你干啥 我回过头问他 却看见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直接咧着大嘴 笑着 就冲只活店老板赢了上去 紧接着 我就欣赏了一场 买家与卖家的唇枪舌战 最后那个纸活店老板 都快哭了 哥们 我做了半辈子这买卖了 就没见过你这种奖价的 你这和墙有啥分别啊 你别废话了 我让没让你挣到钱吧 对 你是让我挣到钱了 可是挣得也太少了 我这手工费 都不止这么些钱 挣着钱了 你就别挑三减四了 下回我还来你买 我跟你说 咱俩是同行 我在香平那头 也开了一间 香平货物最全 规模最大的 紧接着 土豆又是一顿漫天虎用 最后那个老板目光呆滞 面无表情地走过来动说 一共一千二 交钱 拿货 走人 说到这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他娘的 不就是做这种营生的吗 只不过我长时间不在清风阁 总在外面东跑西颠的 清风阁的生意 一直是土豆在搭理 这一段时间的磨练 已经把土豆磨练成了 十分专业的纸活人 别的行业可能不行 不过在纸活的行业 土豆敢论第一 应该香平没人能说出第二来 不论是各种事情烧纸的规矩 还是各种纸活的价格 都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袋里头了 这不是一千七百的东西 让他奖价到一千二百 最后我在心里默算了一下 经过土豆这货的一顿忽悠和砍价 这纸活店老板 应该只赚了三十来块钱 快点 给钱 拿货 走人 遇见你们算我倒霉 纸活店老板面无表情地 又催了我一次 我刚要给钱 就感觉背后又有人推了我一把 那不行啊 王哥 这么多东西 我们咋拿啊 你得给我们送到烧的地方啊 你不能直接卖货 在干什么买卖 你不都得一票到底啊 你看网购现在都包邮 土豆又贴了上去哔哩巴拉一顿说 最后点了一支烟 坐在纸活店门口等着 大约过了五分钟 最后就听见纸活店里的一声惨叫 啊送 送 你就是买一个金元宝 老子也给你送一趟 我TM怎么就遇上你这么个温神呢 我怕了你了 说着纸活店的老板 就开始去仓库里 捣腾我们要买的纸货 最后用一辆小货车 给我们拉到了后山那片乱坟岗附近的一块空地 行了 送我也送来了 折我也打了 现在我可以回去了吧 纸活店老板一脸不了 恶意地看着土豆同志 对了 我刚才看到元宝 是不是都在大塑料袋里装着呢 土豆点了一支烟悠闲地问道 那老板听土豆这说 马上用十分警惕的眼神望着土豆 你啥意思吧 纸活店老板恶狠狠地看着土豆 没啥意思 你看 这金库银库都空着呢 你看 是不是帮我们装一下呀 不行 一共十六对金库呢 这活本来就不是我应该干的 你们自己买的货 理所应当自己去装 是是是 我们肯定也自己装 但是需要你的帮忙啊 你看 我要是在这纸活圈里头说点好话 赞扬你一下 说元宇纸活店的 不但价格低廉 大众消费 老板王哥 还帮人送货 更帮人装货 口碑相当好 我呸 我是伺候不起你了 你爱说我坏话就说去 不伺候了 不伺候 只见这纸活店老板 歇斯里底地 把烟头使劲摔在地上 把我们的货卸下来以后 气急败坏地开着车就回去了 黑暗中 我冲土豆伸出了大拇指 哎 王哥 别走啊 王哥 土豆一边喊着 一边目送那辆火车 在黑暗中远去 临走前 从货车的方向 还传来一句 撕心裂肺的喊声 我不是你哥 我TM没你这种弟弟 借着月光 我冲土豆伸出了大拇指 牛逼 兄弟 土豆看见我对他的赞扬 咧开嘴笑了 有点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后脑勺 穷日子过惯了 除了吃 干什么都得精打细算才行 说着土豆 便撕开装着元宝的塑料袋 大把大把地 把元宝往金库银库里塞 我也过去跟着塞 由于数量太大 这一塞 就是半个多小时 等到活都干完 我俩 已经累得是满头大汗 行 你歇一会吧 我过去办事了 土豆点了点头 我便走到一边 在地上摆好了贡品 点了一炷香 就开始打对鬼混 当我点燃第一张黄纸的时候 就发现 这把火的颜色不正 发烂 紧接着 我开始往火上放金库银库 只见我放进去的纸火或素的 就被火焰吞噬 速度之快 是我烧了这么多年 纸货从未见过的 另外 一开始在纸火店装货的时候 我发现这些纸货 应该是在仓库里存放了很久 用手一摸 都十分地潮湿 能不能点着还是一说 一千二百多块钱的纸火 不到十分钟 就烧得差不多了 我点了一支烟 抽了三口 退后了十多步 接着我就看见了 前方摆放的贡品旁边 站着一个面容 娇好的中年妇女 穿着狠一套睡衣睡裤 脚上没有穿拖鞋 收了钱就赶紧走吧 别缠着你儿子了 他还年轻呢 别怪他了 他已经挺内疚了 也知道错了 这妇女见我能看见他 起初是有点惊讶 不过这种惊讶的表情 也稍纵即逝 接着冲我摇了摇头 还不走 他欠你的 今天也都出钱 还你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就上路吧 下辈子投个好人家 比你留在这 跟你儿子好强多了 我苦口婆心地又劝说了一番 结果得到的答案 依旧是摇头 我见这妇女如此油烟不尽 不免有点不爽 你要再这么纠缠不休的 我可就跟你不客气了 那可是 你亲儿子 你这么对他 你能安心吗 这时候坐在不远处的土豆 忽然开口了 就是 你看你都穷成那样了 烧点纸钱烧得那么快 现在都有了钱了 你还有啥不满足的 见土豆这么说 这中年妇女娇好的容貌 马上就变了一副嘴脸 拉着脸很不乐意地看着土豆 土豆 赶紧过去拜拜 道个歉 我大声喝吃的 啊 头都一脸猛圈地看着我 让你去就去 人都走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 换了别人说你你高兴吗 土豆见我这么说 耸了一下肩膀 就走到了贡品前头 双手座椅不停地摆着 嘴里念叨着 老人家莫怪 我年轻不懂事 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莫怪 莫怪 拜完便走到远处抽烟 不再掺和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妇女张嘴说话了 她这一张嘴不要紧 直接把我吓得心里咯噔一下 也让我明白 今天算是白忙活了 我是被人害死的 听她这么说 我脑袋嗡的就是一下 接着这妇女 也就是李天龙的妈妈 娓娓道来了事情的真相 听得我是心惊肉跳 甚至开始思考 这世上 怎会有如此狠心指人 这一切 果然和我刚才猜测得差不多 她之所以这么夸张地 缠着自己的孩子 肯定不仅仅是 缺钱如此简单的事 原来她是想她儿子李天龙 帮她伸冤 出一口恶气 根据妇女对我所说 那350万利润 的确是让李天龙的 舅舅方勇攥在手里 三年前 就是在李天龙还在欧洲 和几个一起做买卖的 同学旅行的时候 方勇就来找过方琴 她很好地抓住了 李天龙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说自己公司出了点问题 想问方琴借一笔钱 来填补这个公司财务漏洞 而这笔钱不多不少 就是350万 方琴手里乃来这么多钱 每个月的生活费 都是直接打在李天龙的卡上 而他和李天龙父亲的婚姻 早就名存实亡 加上自己父母的钱 都砸在了自己这个弟弟的身上 所以说自己根本帮不上弟弟的忙 也不愿意帮这个忙 得知方琴不愿意帮自己忙 方勇这丧了良心的畜生 直接就把目标 描在了李天龙那350万项目利润上 在多次尝试被方琴拒绝后 最终方勇跪在方琴面前 恳求自己意乃同胞的亲姐姐 帮他一把 最后 本性善良的方琴 终于耐不过弟弟的苦苦哀求 就松了口 可是 方琴手里 哪有350万借给方勇呢 贱姐姐已经动摇 方勇就对方琴说 想出一个对策 让方琴以李天龙母亲的名义 去李天龙所在项目的房地产公司 领这笔钱 并保证自己 一星期后 就会想办法让公司的资金恢复周转 一旦恢复了周转 就马上把钱还回来 从小到大娇生惯养的方琴 用现在的话说 根本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傻白田 他哪会知道 自己的亲弟弟 早就因为贪财黑了良心 就背着自己的儿子 帮方勇取出了那笔钱 不过他也是有顾虑的 那就是 一旦李天龙知道了这件事 肯定会和自己闹翻 这对母子之间 本来这20多年的关系就不太融洽 如果再让李天龙知道 他背着自动了这笔钱 那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不过 方勇再三保证 一个星期 保证能够把钱还回来 而且 如果这次方勇不帮自己 那么 耗费了自己半辈子心血的公司 就要毁于一旦了 傻乎乎的方勇 怎么会想到 那么大的建筑公司 怎会因为350万就毁于一旦 最后 方勇终于就范 跟着方勇去取回了那350万 可是让方勇想不到的是 这笔钱 当他以儿子的名义 拿给方勇以后 就是不可能再回头的一笔钱了 过了一段时间 已然是一个星期以后了 方勇见方勇 丝毫没有还钱的动静 于是就找到弟弟的公司去讨债 谁知道方勇给出的答案是 公司现在依然在困境当中 实在是拿不出那350万 并且再三恳求姐姐替他保密 因为这方勇深知 自己虽然在哈尔滨 算是一方霸主 不过和李天龙远在加拿大的跌比起来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如果李天龙知道了 是自己贪了这笔钱 必然会找远在加拿大的父亲主持公道 到时候 两方过起招来 方勇就无意于躺臂当车 羊入虎口 再说这方勇 一面跪在地上哭着恳求自己的姐姐 另一面还威胁姐姐 说 如果是让李天龙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 那么 自己就是鱼死网破 也要拉着李天龙垫背 身为母亲 怎能让自己的儿子就此陷入危险 本性善良的方勇 见弟弟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跪在自己面前 同时又搬出自己的儿子做威胁 一面是亲弟弟 一面是十月怀胎的儿子 他不想任何一方遭遇不测 于是就答应方勇 保证不让李天龙 知道这350万的去向 所以 方勇最后就自己扛起了李天龙 所有的责备和讨伐 一直到临死的前一天 依然对自己和亲弟弟方勇的承诺守口如瓶 可是他却想不到 这是他这辈子 最后一次保护自己的孩子 那么 方勇是怎么死的呢 事情发生在方勇去世的前一天 他拨打电话给自己的弟弟 告诉方勇 自己这头已经快挺不住了 并告诉方勇 自己的儿子李天龙 已经将怀疑对象锁定了方勇 方勇一听 顿时心里就害怕 贪婪的本性 加上对李天龙父亲的恐惧 使他对自己的同胞亲姐姐 起了杀心 而他用的方法 却是所有人都想不到 用人的话 真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 不过 他一定没有预料到的是 神不知鬼不觉这句话 只是针对于人 这世间就没有包的炷火的纸 没有不透风的墙 最后揭露他的 正是那已经死在他手上的亲姐姐 方勇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 据眼前的方勇所说 方勇第二天便来了李天龙的家 告诉方勇 第二天就可以把350万如数奉还 方勇听了十分高兴 还给自己的弟弟 做了一桌子菜 吃饭的时候 方勇完美地演绎了一把 披着羊皮的狼 说自己这些年看方勇不好过 心里很是心疼 酒足饭饱过后 已经生的姐姐信任的方勇 便和姐姐谈起了 姐姐多年的高血压病史 谈到高血压病史后 方勇就从包里掏出了一小袋药 告诉方勇 他一个朋友 是国外某大型医院知名的主治医师 针对血液疾病 在当地更是权威 他上次和朋友见面的时候 就谈到了自己姐姐 有遗传性高血压 并请这位朋友帮忙 这位朋友 刚好在国内 也有一些高血压患者 于是就从国外 带回了一些治疗高血压的特效药 正好还剩下一个疗程 方勇称 得知这位医生 还有一个疗程的药 自己便千方百计 想据为己有 为姐姐治病 为了这降压特效药 方勇花了不少钱 请这个朋友吃喝玩乐 最后这个朋友终于忍痛割爱 把特效药给了方勇 并详细叮嘱了服用方法 听到自己的弟弟 为了自己的病情 煞费苦心 方勇心里自然是十分感动 于是就听从弟弟 对自己说的医嘱 每晚睡前服用 就在方勇临走之前 方勇还特别对方勇说 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 孤儿寡母地在国内 希望方勇 以后不要为难李天龙 方勇自然是一口答应 并且保证 不但不会为难自己的亲外生 还会以后多多照顾 然而 这却成了 他这辈子最后一次 对儿子的关爱 到了晚上 方勇依旧按照自己的作息时间 晚上十一点躺在床上 上床之前 想起方勇给自己 费尽心思讨来的降压特效药 就一脸幸福地服下了 方勇提供的 夺命的降压药 然而 他有生之年 永远不会有机会知道 这满含亲情的降压药 其实是一种多年出产 已经很久 没有出现在市场上的 一种名为赫斯 Hasteryl的血容量扩充药物 中间还夹杂了安眠药的成分 本来晚饭就和方勇 喝了一点啤酒的方勇 血压就已经有点升高 而赫斯 Hasteryl 在早些年间 多用于抢救休克患者 其原理是 短时间内提高血压 方勇服用了 掺杂了安眠药的赫斯 Hasteryl 睡梦中就挠出血 从此一睡不起 去了另一个世界 听完了方勇 娓娓道来的真相 一时间我也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便又点了一支烟 叫上了神通广大的老师 老师 此事该如何办理 此事明日再办 我替你写一份文书 将方勇的冤情如数说尽 明日亥时在十字路口 连同方勇的生辰八字 一起焚烧便可 阴间自然由判官将文书 送至十殿阎罗第五殿 森罗殿 让那包公来给他申冤便可 你就继续寻找聂元人化世即可 听老师说包公 我有点障儿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包公 包公不是历史人物吗 不错 包公为官的前世 乃是文曲心下凡 死后被封为第五殿森罗王 我平时叫你看的书你都不看 就知道玩游戏 关键时刻连个屁都不知道 听老师这么说 宇哥我的确是有点案子后悔当初 没有好好看书 否则今天这事 就不需要劳烦仙家出马了 随即我对眼前的方勤说道 这些钱财 你拿着先回去吧 明日带我将文书写好 送往阴间 五殿阎罗森罗王 会为你沉冤昭雪 至于那个方勇 定会恶有恶报 你谨记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听我如此说来 方勤的面容有阴转情 直接对我作一拜谢 谢先生申冤 谢先生申冤 行了 我和你儿子岁数差不多 叫你一声方阿姨 别再缠着你儿子了 他虽含着金钥匙出声 却也是个命苦的孩子 以后的路 让他自己走吧 另外 和你一起来的那些已故亲人 你就都送走吧 这些钱财 也足够你们路上用的了 是 以后的路就看他自己了 自求多福吧 儿子 说完方勤就不辞恶别 而这一刻 香炉碗里的香火 也刚好燃尽 此事已了 老师说出此话 我望着那一堆燃成灰烬的纸货 心中暗自感叹 人心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 有些人为了钱财 甚至不惜付出自己亲人的性命 人都说万恶赢为首 我觉得 倒不如 说是万恶钱为首 无数人就是因为有了钱 才会心生恶念 再一点一点地 被金钱吞噬了良心 成为是人命如草芥的恶魔 这时候 老师又继续说道 还有一事 那个养水鬼的和尚 昨日被带往阴间报到了 我听闻有点愣 虽然这对我来说 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样 不必再担心 日后他从监狱出来之时 再调令水鬼来反噬我 不过这人怎么好好的就没了呢 老师见我困惑 便直接为我解惑 原来世界上竟然有如此之巧的事 松花江那片水域的水鬼 也是 他从别的事发者手里 通过抢兵之术强夺来的 也就是说 与个我 其实并非这些水鬼的第二任乡主 而是第三任 第一任乡主发现 自己养的水鬼被抢兵 于是救下了一道反噬令 而这遭受反噬的 自然就是第二任乡主 也就是那个骗人的假和尚 原本听到这个消息 我应该十分高兴 可是在这个结果眼上 我却没法强颜欢笑 人之所以为非作歹 无非是为了财 而这不是自己的财 让自己强行脸来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自闭 不知这黑了良心的方勇 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 不过这一切已和我无关 孽缘人李天龙 前世与我先祖所造下的业障 今世已被我尽数化解 以后的路 就看他自己怎么走了 说吧 我便叫上土豆 我们俩在黑夜中 借着月光一步一步走向哈尔滨市区 这次经历再一次证实了 世界可怕的不是阴间的鬼 可怕的是人心里的那个鬼 第二天一早 我便换上老师 他借着我的手写下了 秘密麻麻麻五六张文书 当天夜里骇时 我便找了个十字路口 连同李天龙母亲的生辰八字 一起焚烧 只愿包工能早日为他翻案 之后 我和土豆又在哈尔滨逗留了三天 第二天 李天龙给我打了电话 约我们去吃饭 我和土豆也没有推辞 便应邀了 当天 我告诉了李天龙 我们住的宾馆 李天龙开车过来接了我们 直接去了哈尔滨市 档次比较高的一家海鲜餐厅 一进包房 就看见桌子上满满的 都是各种山珍海味 龙虾鲍鱼 应有尽有 你何必这么破费呢 来来来 坐下说 服务员 服务员 上酒 紧接着服务员就上了三瓶红酒 这个红酒一拿上来 我就倒出了它的名字 这倒是让李天龙有点惊讶 宇哥我之所以如此熟悉 正是因为这个牌子的红酒 上次让我是颜面扫地 出了大丑 没错 就是伯耿地还是波尔多里的 波尔多 只不过看样子 这瓶比我当初和张月琴喝的那一瓶 不知道高档了多少倍 而且 看见它 我也想起了 远在家乡的张月琴 说话间 李天龙就给我们俩倒上了红酒 来来来 二位大哥 今天咱们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说着 便自己先一饮而尽 我和土豆见它如此之举 便也只好 跟着一饮而尽 放下了酒杯 他就又给三个杯子倒上了红酒 举起杯 又要喝我们干杯 我急忙阻止 别见 酒了不是这么喝的 这一桌子好吃的 还没吃就喝醉了 不是浪费了 李天龙见我这么说 便放下了杯子 对对对 大哥说的对 关键是我高兴啊 你高兴什么 我妈昨天给我托梦了 她说 她能安心地走了 让我好好谢谢二位 说实话 就是我妈不开口 我也对二位是感激不尽 大老大 你真是救了兄弟的命了 说完李天龙就又将杯子里的红酒 喝了个金光 他举杯的同时 我发现 土豆已经撸起了袖子 开始了这场饕贴盛宴 直接筷子都不拿 左右开弓就吃了起来 以后 你的生活也就算平稳了 记得要走正道 你母亲不希望看见你 一直这么混日子 我知道 我知道 昨天晚上我妈托梦 今天醒了以后 我就觉着我又活过来了 真的 这种感觉 你们体会不了 就像是获得了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新生 我接话道 对对对 没错大哥 就是新生 我真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对了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之前一直没告诉 我先说明啊 我不是故意隐瞒 没事 说吧 我之所以活活气死我妈 其实是因为 我妈包庇了我就 我就吞了 我350万 说实话 我有这么个爹 那350万算个屁 可是 可是我TM就是不甘心啊 我想不明白 为啥我妈要瞒着我 不过 这回好了 我妈原谅我了 能安心上路 我这也就算是安心了 这是之所以没告诉你们 是怕你们笑话 自己的亲舅舅能坑自己 我TM都不好意思说 家丑不可外扬 二位见谅 见谅 自罚一杯 说完李天龙 又是将被子里的布尔多 一饮而尽 见他这么说 我和土豆相互忘了一眼 都会心得笑了 不过我们也不必说破 既然因债已经还清 他母亲沉渊的血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以后的路 就让他自己去摸索吧 就在这么一回功夫 李天龙已经大半瓶红酒下了肚 脸也红了起来 说话嘴也有点发嫖 我 我跟你说 大哥 我 我已经给我爸打电话了 我爸我就吞我钱的事 已经跟老头子一五一十的都说了 老头子说过几天就回国收 收拾方勇 对了 方勇就是我那个 良心叫狗吃了的救 听李天龙这么说 我暗自感慨 想不到这么快方勇的报应就要来了 李天龙的老爹 一旦回到哈市 这方勇的好日子 也就到头了 嗯 因果报应 他所遭受到的 都是 他曾经自己做的孽 此外 你父亲回来以后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你就那人心术不正 可别叫他再拉上你做了垫背 嗯嗯 好 好嘞 方勇打着九哥点着头 突然又抬头问我 哎 不 不对啊 你怎么会知道 我救呢 我笑着加了一个特大瞎人 返回放进了嘴里 冲他摇了摇头 行 我懂 不该问的不问 咱们仨在喝一个说着 他举起了杯子 土豆也用油乎乎的大手 举起了高脚杯 我们三个一影而进 我 我也看出来了 带哥 你俩不会再哈石长待 你们接下来会去啊 回老家吗 不知道 我摇摇头 说实话 我是真 真有点舍不得 你们了 你们不但救了我的命 带哥 这几天我和你待在一起 心里从来就 就没这么踏实过 对了 我都跟我爸说了 我要开个公司 你俩过来跟我一起干吧 李天龙一边打着九哥一边说道 那你觉着 我俩能干点啥呢 我笑着 拿了一个螃蟹 一边包一边问他 干 干什么 无所谓 我就是想把你们和两个朋友留在身边 说完 他也拿了一个螃蟹 迷迷糊糊地用手掰扯着 跟你一起开公司 就算了 咱们也不是同藏 而且我这一趟出门 也是有钥匙在身 你自己好好的就成 有事了丢个电话 说话间我冲他举了杯子 李天龙见我举杯 急忙在衣服上蹭了蹭手 也举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 接着我们俩又是一影而进 好吧 我就不强留了 不过 如果二位遇到什么困难 尤其是前上头的事 静 静恶尽管开口 我绝不打扮 行 只要你拼拼安安的 你带个 我就放心了 来 咱 咱仨再喝一个 为了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说着三只高脚杯 就碰撞在了一起 再说第三天晚上 那天晚上 我早早地洗了早就睡下了 应该是睡着没多久 我就做了个梦 梦里头 我站在一个十分黑暗的屋子里 只能看见四面的墙壁 和一盏坐落在天花板上的小天窗 阳光顺着天窗 照射进阴暗的屋子里 一个人蹲在墙角 抱着一只活公鸡 就一个劲地啃 啃得满嘴是血 而让我注意到的是 这个人的屁股上 竟然有一条黑黄色的尾巴 我一眼就认出来 那是黄皮子独有尾巴 就在我思考 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这个人回头看了我一眼 冲我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满嘴的鲜血 顺着嘴角往下流 白花花的牙齿 和红色的鸡血 加上瞪得像是两个小灯泡一样圆的眼睛 拼凑成了极其诡异恐怖的画面 而他手里的那只公鸡 正在拼死命地挣扎着 紧接着 这人站起身来 依旧保持着诡异的 呲牙咧嘴的笑容 走向了我 伸手就把还没有彻底断气 鲜血淋漓的公鸡递给了我 紧接着 我就被尿憋醒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刚五点半 从厕所回来后 就又躺在了床上 打了几个哈欠 就准备继续睡觉 即日启程 墨河 老师上来后 只留下这一句话便离去 我听完一个机灵就坐了起来 直接去拍旁边床上 还在打呼噜的土豆 起来 起来了 我使劲拍着他的被子 哎呀 我还没吃饱呢 再吃两口 土豆赖唧唧地嘀咕了两句 翻过身去就继续睡着 吃个屁 起来了 走了 启程 听我这么说 土豆一咕噜就坐了起来 吃饭去啊 走吧 要么说最近一段时间 他怎么越来越胖呢 我算是信了那句 心宽才能体胖 感情这货一天除了吃 别的事就啥也不想了 收拾东西 去墨河了 啊 好嘞 土豆反应过来以后 便急急忙忙去洗漱了一下 然后开始收拾行李 一边收拾 还一边嘀咕着什么 我走进仔细厅 发现这货在嘀咕吃的问题 一会去买点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带着 路上好吃 再买点风干的 这样到了墨河 随时也可以吃 我也没有说什么 将继续低着头 收拾着自己的行李 我们的动作很快 从起床到收拾行李 出门 只不过用了二十多分钟时间 接着到楼下打了个出租车 直奔哈尔滨火车站 买了两张去墨河的硬座 就启程了 车上 我们俩坐的是双人座位 我靠着窗户 土豆靠着过道 对面只坐了一个人 是一个眼睛 大大的小女孩 披肩发 瓜子脸 穿着白色条纹连衣裙 样子还算是可爱 不过宇哥 现在也懒得去 也没什么心思去搭讪 心里只琢磨着 墨河究竟有什么 在等着我 你们去哪啊 就在我看着窗外的时候 对面这小姑娘张口说话了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 墨河 我也是呢 我也是呢 你们是去墨河看北极光的吗 大哥 小姑娘天天地问我 嗯 对 我对她笑了一下 随即又把头扭向窗外 我也是呢 我也是的 你们是哪的人啊 这小姑娘继续发问着 香平 我处于礼貌 笑着回过头对她说 之后再一次把头扭向窗外 看着外面飞驰而过的景色 我也是呢 我也 啊不是 我是贵州的 哦 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你们听说过古树吗 古树就是传自我们贵州的 没听 不等我说完 土豆直接将话拦截了进来 你别在这蒙人了 古树不是云南苗族的吗 那小姑娘一听 一双大大的眼睛 翻了一下白眼 谁告诉你 贵州就不能有苗族的啊 云贵高原是一家 没听过吗 大胖子 你 土豆说着就要还嘴 我在下头用脚轻轻踢了她一下 她便没有发作 继续低头玩着手机上的摊石蛇 两排座位之间的空气 又恢复了宁静 然而这份宁静 只短暂地持续了几分钟 哎呀 你会不会玩呀 玩这么一会就死了 笨死了你 土豆听小姑娘这么说 再也忍不住了 我会不会玩是我的事 管你屁事啊 怎么哪都有你呢 你玩得不好 还不信别人说 小姑娘盛气凌人 不肯服输 我玩得好不好 不等土豆说完 我直接使劲咳嗽了一下 行了 别吵吵了 我这一嗓子 直接中断了两个人的争吵 这土豆也是 挺大个人了 怎么竟跟小孩子争风斗气的 你们听说过古树吗 过了一回 对面这小姑娘 又开始谈论起了这个话题 没听过 我礼貌性地回答了一下 说实话 如果我回答我听过就好了 这小姑娘见我没听过 就开始哔哩巴拉地跟我介绍起来 起初我实在是不愿意听 不过听着听着 发现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这小姑娘说自己是苗族 而古树 正是苗族古代遗传下来的一门巫术 其实之前我也听老师介绍过一些 关于匠头的资料 匠头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以前遇见的 也是东北比较常见的咒术匠匠头 而靠近南疆的地区 比较常见的 则是另一种匠头古树 据老师说 古树是一种以控制毒药 各种剧毒虫子为基础的的匠术 修行此道的人 必然是精通饲养各种毒物的法则 炼成古之后 古树师也会研制出 克制此古树的方法 这样既可取人性命 又可在成功下降之后 去控制中了古毒之人 比较常见的古树 通常是先用苗族的独门秘术 提炼出蜈蚣 毒蛇 毒蝎 蜘蛛 毒蝉除这五毒的毒枝 然后再把这些含有剧毒的毒枝 放在一蚌里 古树师们每天都会去深山里 再去捉些蜈蚣 眼镜蛇 毒蝎子等一些有毒的毒物 作为古苗 丢入蚌内 让这些毒物 在装有毒枝的小蚌中 互相残杀 直到两败俱伤死 在这蜜蜂的蚌里为止 当然 这只是数百种 然而 究竟它们是如何下降的 北方这边的修行者 大多数都无法参透 传说除了靠身体接触 食物 水 古树高手 甚至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古毒 也就是说 有可能和这个降头师 和目标擦肩而过 没有任何接触的前提下 就可以不知不觉地 收走目标的姓名 我还记得 当时我问老师 如果遇见古树降头师 是不是应该为民除害 老师听了我的疑问后告知 降头分为古树和咒树两种 降头师自然也是分为两种 有正派邪派之分 邪派不用说 自然是下降害人生病 甚至取人姓名 而正派 则正是站在了这些邪派的对立面 他们与下降者一样 精通古树 而他们的任务 就是去解降 以治病消灾为己任 关键时刻 会利用古树治病救人 之前我帮人解降头的行径 基本和这些正派古树降师 是做了大同小异的事 另外 不是我该管的闲事 我就不要管 不过 这些古树流传到现在 是否还真的存在 或者说 是否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犀利 可以杀人于无形 就没人知道了 老师说他曾经难游 结识过一位古树师 此人意识生得奇美 惊为天人 此女自幼随父母 隐居广西十万大山里 之后 南部暴雨连绵数月 洪水泛滥 疫情四处散播 百姓苦不堪言 天庭得知人间苦疾 王母娘娘下了一道指令 命人间先家 道人 一时出世救人 此女子的父亲 就是得令者之一 怎奈年老体衰 因此 这女子便领了负命 走出十万大山 用一手精通的古树 救治了一方栽民 怎奈最后积劳成疾 又因劳累过度 手下生了过尸 最后死于自己的 古虫口下 传说此女子厌弃后 身体腐烂为 无数小肥虫消散 后来这一方百姓 在十万大山里 为她立了一座庙 拜她为古神娘娘 百年后 人们才渐渐忘记 这位菩萨心肠的古树师 想到这 我回过神来 再看对面 这大眼睛的小丫头 她正眉飞色舞地 冲着我和土豆 吹嘘关于苗浆古树的 民间故事 而我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听 土豆倒是听得全神贯注 偶尔还会惊讶地 长大嘴巴 这小丫头见有人捧场 更是一个劲说个不停 引得周围的乘客都围上来 听她讲故事 哎 你们知道吗 有些古树师 可能从你身边一走一过 就把鼓吓到你身上 以前我们村有个少年 去山上打猎 一整天都没有收获 太阳落山之前 便从山里走出 打算回家吃晚饭 讲到这 这大眼睛丫头 从背包里 拿出矿泉水喝了一口 眼睛四周扫了一下 这一大群围观的听众 轻了轻嗓子 便继续说道 就说这少年 从山上回来的时候 在半路就遇见 这么个驼背的老太太 满脸的皱纹 让人有点分辨不出 她是睁着眼睛 还是闭着眼睛 话说这个老太太 走过去拦住了 这少年的去路 少年当时年纪还小 哪会考虑 这深山老林的 怎么会莫名其妙 出现这么个老太太呢 于是 少年问她做什么 她说想让少年 去帮她讨一碗水喝 少年当时急着 回家吃晚饭 再说 这山间小路 离村子还有好几里地呢 最近的一条河 走路也得半个时辰 自己能去拿给她 讨这一碗水喝 所以 少年便没有理睬 这老太太 岂不就要 绕过老太太离去 谁知这老太太 又挪动脚步 拦住了少年的去路 再一次央求少年 去帮她讨一碗水喝 少年见眼前的老妇 和自己纠缠不休 便心生怒火 出口恶言辱骂了 在眼前这老妇 当老妇第三次 恳请少年 帮她讨一碗水喝之时 少年直接脱下裤子 在路边撒了一泡尿 回头指着这老妇人说 你要喝水 我便给你喝 说完提上裤子 笑着扬长而去 只见眼前这小丫头 一面说着 一面拍着桌子 周围围观的乘客 都彻底被她带入了 自己所创造的气氛 都瞪大了眼睛 十分渴求地 等待着夏文 小姑娘看上去 是很过瘾的样子 别急别急 我这就给你们讲 哎 你们都去喝点水 喝点水 站着怪累的 说完小姑娘摆摆手 这些乘客刷的一下 就散开了 回去拿了水盒吃的 然后又迅速地 围到我们的座位周围 像是生怕来晚了 就站不到好位置 这小姑娘又抿了一口水 清了清嗓子 周围的乘客 马上都放下了 自己手里的事 聚精会神地 看着眼前这位说书大师 接下来 你们知道怎么样了吗 话说这少年扬长而去 回到家吃完了晚饭 就躺在竹席上睡去 没太往心上放 然而这种腹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厉害 疼得这少年 是窝在床边的地上直哼哼 到最后 少年疼得已经哇哇大叫 这少年的父母 听到儿子的喊声 急忙从自己的竹楼里跑过来 少年的母亲 见少年如此痛苦 就急忙请了村子里的郎中 过来瞧病 再说 这连夜从村口赶来的郎中 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个遍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他生平三十多年行医 从没见过这种症状 所有的可能性 都被他一一排除了 最后他说 这少年应该是没救了 转眼间 时间就到了第二天 再看这少年 奄奄一息地躺在竹席上 已然是病入膏肓的模样 却依然疼得冷汗直流 同时 消息传到村子那边 传到了这少年奶奶的耳朵里 奶奶听人说了 这少年的症状后 大惊失色 急忙让邻居赶着大车 将腿脚不便的自己 送到了少年家 当老太太拄着拐杖一进门 看见少年以后 吓得直接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煮好了连同锅里热水一起端过来 少年母亲听闻 急忙就去煮鸡蛋 老太太坐到这少年的床边 嘴里就嘀咕着 你究竟是得罪谁了 谁下了这么狠的手 一刻钟后 鸡蛋已经煮好 少年的母亲 连同煮鸡蛋的一锅热水 都端了过来 少年的奶奶用大铁勺子 轻轻把鸡蛋都敲裂 然后命少年的母亲 把鸡蛋都包去了皮 趴在少年的耳边 嘀咕了几句话 少年听闻虚弱地点点头 孩子奶奶一下子就把滚烫的 包了皮的鸡蛋 放在了男孩的肚子上 用苍老的手 就开始搓着鸡蛋开始咕噜 少年瞬间脸色铁青 眼眶发黑 可不知老太太趴在少年耳边 究竟说了什么 少年始终紧闭着嘴 却疼得无法控制得大声哼哼 眼睛瞪得大大的 再看着老太太 嘴里不停低声嘀咕着什么 一个接着一个鸡蛋 往少年的肚子上放 每个鸡蛋都是以肚气为中心 顺时针咕噜十圈 带到十二个鸡蛋 全都经过了少年的肚皮以后 老太太直接就趴在少年的床边 和少年一起昏死过去 过了一个多时辰 少年和老太太同一时间醒来 老太太问少年 遇见过什么人 少年就把遇见那个驼背老太太的事情 告诉了自己的奶奶 少年的奶奶听完便点点头 嘴里念叨着 下手太狠了 下手太狠了 少年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 根据少年的母亲回忆 当时老太太吩咐 这十二个鸡蛋 等到凉头后 用手掰开 然后将鸡蛋埋到一米深的土坑里 坑上面用青石板盖住 再盖上一层土 说完便让赶大车的 拉着自己回了家 半个月以后 就先是吸油了 再说这少年的母亲 等老太太走后 确定鸡蛋凉透了 就按照老太太的吩咐 用手掰开 结果这一掰不要紧啊 吓得少年的母亲 直接一嗓子叫了出来 把鸡蛋扔到地上 就不停地用围裙 擦着自己的手 少年的父亲听到叫声 急忙从外面冲进来 看见地上被掰开的鸡蛋 蛋清里面包裹着的 哪是什么蛋黄 而是密密麻麻麻的 芝麻粒大小的蜘蛛 大眼睛丫头 一口气讲完了故事 生动的语气 配合上严肃的表情 让周围的乘客听到结局后 都倒吸一口凉气 厚薄梗子嗖嗖冒凉风 再来一段吧 对啊 姑娘 再讲一段吧 听着太过过瘾了 周围的男女老少纷纷呼吁 这姑娘却摆摆手 不讲了不讲了 累了 累了 众位乘客见她拒绝 便都知具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刚刚还热闹的车厢 又恢复了宁静 土豆这货 也忍不住开始张口问 你说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这是我奶奶亲自对我讲的 那还有假 这时候 我在下头轻轻踢了土豆一脚 土豆看了我一眼 便不再言语 可能是她怕自己 实在管不住自己的嘴 就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个装得 鼓鼓囊囊的塑料袋 放在眼前的小桌子上 这是啥 我斜着眼睛问她 红肠啊 哪来的 废话 买的呗 还能是偷得抢的呀 土豆一边说着 一边揪下了一根红肠 就就开始吃 你 你什么时候去买的 你不是一直跟我在一起吗 这货从早上收拾东西 嘀咕了红肠之后 就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你睡着的时候我就去了 好不容易去一趟哈尔滨 不带点红肠走怎么行 说着 土豆放到我眼前一根 我心想 原来这个吃货早上嘀咕的 并不是要去买 而是她娘的已经买完了 说着 我也拿起了一根开始吃 刚吃两口 坐在对面的大眼睛丫头 就探过头来 小声对我说话 那个 大哥 我早上也没吃饭呢 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看这样挺好吃的 嘿嘿 我见她既已开口 也没有不分享的道理 便把塑料袋往前推了一下 自己拿吧 别客气 见我如此大方 这大眼睛姑娘倒也不客气 直接伸出手 就揪了一根开始吃 哎呀 太好吃了 谢谢你呀大哥 没事没事 吃吧 我笑着说了两句 就继续自顾自的吃着红肠 大哥你要直播 只见我半根还没吃完 对面和丫头已经吃完了一根 意犹未尽地 作着自己的手指头 我不要 你再吃点吧 哎 好嘞 说着 她又揪了一根红肠 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等到第二根吃完 她拉开了书包的拉链 去拿卫生纸 然而 就在她拉开书包的一刹那 我无意间瞥了一眼 就看见 她书包里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东西像是香卤碗 上面却有个小盖 说是茶壶 又没有嘴 两边都是胡把 这时候 土豆又揪了一根香肠递过去 我立马在底下 使劲踢了土豆一脚 土豆回头看我 我眼神往那边一扫 土豆也扫了一眼 接着手里的香肠 一瞬间就掉到了桌子上 然后快速缩回手 大哥 给你卫生纸 大眼睛压头 伸出嫩嫩的小手 递了一小包纸巾过来 不用了 谢谢 我晚言拒绝 哎呀 擦擦吧 你看你们的手上都是油 她笑嘻嘻地继续伸着手 我慢慢伸出手 在我的手触碰到纸巾的那一刹那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 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捏住纸巾后 我慢慢地抽回了手 却发现后背的冷汗 早已浸透了我的衣服 再看旁边的土豆 也是眼睛始终盯着火车的棚顶 一言不发 我觉得 刚才那一瞬间 就在这个女孩拉开书包拉链的一瞬间 我看见的 一定不是香炉碗 也不是什么茶壶 那东西 可能是老师 曾经对我说过的 羊骨虫的必须器皿 我 大哥 你们买的红肠真好吃 嗯 能再给我一个布 我留着晚上吃 啊 不用客气 你尽管拿吧 我用下巴指了一下桌子上的塑料袋 小姑娘毫不犹豫地 拉开书包拉链 拿了一个一次性方便袋出来 这一次 正好火车刚出隧道 阳光一瞬间照进了车窗 我又看见了她书里躺着的那个东西 这一次我确信 这东西就是翁 那么 眼前这个大眼睛的丫头 一定就是传说中的 古术师 也就是 从这一刻开始 我和土豆都陷入了警惕 当然 我们要尽量保持正常 不能让这个姑娘察觉到 大哥 你俩喝水不 我请你们 她笑着问我俩 我和土豆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那你们喝啥 我去餐车买 不用客气 我们不渴 谢谢啊 土豆笑着说道 开玩笑 我们怎么可能 敢喝你给的东西 我们现在和你说话 都要多加小心了 这世界上可怕的 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 而是你不了解 又带有危险性的东西 这时候 火车区间停靠站 上来了三四个染着黄头发 绿头发的年轻人 其中一个年龄 在这几个人里 算是大一些的 也不过就二十四五岁的男的 坐在了这大眼睛姑娘身边 三分钟后 火车慢慢启动 这几个年轻人在车上 始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毛哥 昨天网吧那小子 最后怎么着了 一个小伙冲着坐在我们对面的 这个黄毛年轻人问道 还能怎么着 拉到小树林里头 给卸了一条腿 毛哥真牛逼 那小子 惹谁也不该惹毛哥 一群年轻人跟着捧臭脚 就赞扬起对面 这个黄头发的男人 再看坐在他旁边的 大眼睛丫头 厌恶地看了他一看 就把头扭到窗外 抽你 MB瞅 突然我听到这黄毛骂人 紧接着发现 土豆站起来 就要动手揍他 我使劲按住了土豆 咋的 还想动手是不是 黄毛瞪着眼睛问土豆 我使劲按住土豆 赶紧跟黄毛说了一声对不住 对不住 黄毛撇了我一眼 便不再说话 车厢里 因为这一帮人上来 变得十分安静 所有人都拿这群人当温神 生怕自己多说话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最终 这份安静 还是由我们对面 这个黄毛打破了 妹妹去哪呀 黄毛露出猥琐的笑容 望着大眼睛丫头 管你什么事 这丫头大大的眼睛 黄毛 没事 就是问问 你要是自己的话 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能保护你 说着这黄毛 就要把胳膊搭到大眼睛 丫头肩膀上 我马上轻嗓子咳嗽了一下 黄毛一愣 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几个意思 没意思 我笑着摇摇头 黄毛转过去 又抬起了胳膊 即将搭在大眼睛丫头的肩膀上 我在桌子地下 直接就蹬了一脚黄毛的腿 哎呀我草 你啥意思 你认识啊 没事 不认识 我继续笑着摇摇头 那你管你 MB闲事 哪两块哪呆着去 黄毛瞪着眼睛 撅着下巴 恶狠狠地对我说道 哥们 你们一帮大老爷们 欺负人一小姑娘 好意思吗 我望着黄毛的眼睛问道 一面说话 一面给他使颜色 同时轻轻地摇头 暗示他 停止自己的行为 你少跟你爹在这几眉弄眼的 别管闲事 要不然一会 你可就得躺着下车了 听他这么说 我便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不是宇哥我不帮他 实在是他自己没眼力见 就在这时候 那大眼睛丫头 饶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看到我身上 一下子就起了鸡皮疙瘩 然后他的态度 突然就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 直接一尾声 就靠在了黄毛的肩膀上 哥哥 那你们是不是 都和妹妹一起走啊 大眼睛丫头边说 便冲黄毛来了个飞眼 妩媚动人 那是肯定的呀 保护美女 我们搁几个义不容辞 黄毛直接把胳膊 就搭到了 大眼睛丫头的肩膀上 从另一侧垂下的手 正好停在了 大眼睛丫头胸口上方的位置 那这一路上 可就都要仰仗你照顾我咯 这丫头往前挺了挺胸 直接在黄毛的指尖上 蹭了一下 那是 那是 黄毛大笑着 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弟兄们 毛个真牛逼呀 这么快就征服了嫂子 对了 毛个威武 一帮黄毛绿帽 继续捧臭脚 这时候 小姑娘开口说话了 哥 你让一下 我去个厕所 说完黄毛侧了侧身子 大眼睛丫头 用挺拔的臀部 蹭着黄毛的肩膀 就挤了出去 这一下给黄毛爽的 直接露出了很享受的表情 而我和土豆的眼神 一直没有从这个丫头身上挪开过 只见这丫头走向厕所的路上 这几个黄毛绿毛 不停吹着口哨 嘴里喊着 嫂子好 这丫头倒是一一答应 哎 乖了 同时很亲近地 去拍了拍这些年轻人的肩膀 或是摸一下下巴 或是冲着脖子 轻轻摸一下 给这些小混混爽的 一个个鬼哭狼嚎的 在车厢里头叫唤 我和土豆 则是暗暗摇摇头 真是天作孽不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啊 等到那丫头进了厕所之后 黄毛转过身来 用十分轻蔑的眼神 看着我和土豆 我不等她说话 就率先开口 哥们 信我一句 一会赶紧给那妹子道个歉 等停车了 就赶紧下车吧 咋的 你是嫉妒 还是看不惯啊 少TM管闲事 我告诉你俩 萧萧婷婷在这给我坐着 别管闲事 这娘们我睡定了 我爽完了 还有我这几个哥们得 尝尝甜头呢 对不对哥几个 对 毛哥牛逼 毛哥威武 这几个人又开始一阵 起哄捧臭脚 紧接着 黄毛站起身 冲我晾了一下 他腰里别着的卡黄刀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此刻这黄毛 真是应了那句 No so no die 不做死就不会死 行 没事 你们几位自便吧 祝你们平安 我笑着说了一句 便把头扭向窗外 算你小子有眼力见 怎么着 你还有没有意见 说着黄毛又把毛头 指向了我身边的土豆 土豆也是 摇摇头没有说话 我对于他们的行为 实在是无奈 换做平时 我早让土豆收拾他们了 就这撒瓜俩枣 都不够土豆塞牙缝 另外 这个黄毛穿的是 砍袖的背心 而就是在此刻 我似乎已经看见 从这黄毛的手指间 隐隐约约的 有一股蔓延的黑气 就像一条蛇一样 慢慢地蔓延过 黄毛手脖子上的动脉 然后以一条黑线的方式 慢慢爬到了天井穴 也就是胳膊窝 逗留了能有一会 然后开始继续攀爬 直到这股黑气 蔓延到他的肩膀 可是他似 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再回过头 看那几个黄毛绿毛小混混 他们的脸上 也都呈现了 不同程度的黑色雾气 有从肩膀浮现的 有从下巴开始的 也有在脖子蔓延的 总之看得我是心惊肉跳 冷汗直流 老师跟我讲的 那些传说果然是不假 刚才全程我都和 土豆子子细细地盯着这丫头 却一点他下手的痕迹 都没看出来 而且 这几个小子中的是什么古毒 我们自然更是说不出个一二三 眼下只有一种感觉 眼前这个丫头 表面看着人畜无害 其实是个十分危险的角色 稍稍不对劲 就有可能带走很多人性命 甚至是全车相人的 我十分相信 他有这个本事 这时候 大眼睛姑娘扭着小蛮腰 一步一步走回到了座位上 哥 让一下 说着 又用丰满的臀部 蹭着黄毛回到了座位上 黄毛再一次露出了 很享受的表情 紧接着 就把手搭在了 大眼睛丫头的大腿上 慢慢抚摸着 这时候 火车再一次停在了区间站里 哥 咱们下车呗 你给我买个冰棍吃 人家都热了 黄毛一听 马上站起身来 没问题啊 妹妹 走 哥带你下去买冰棍 说着 黄毛搂着大眼睛丫头的小蛮腰 就下了车去 那几个混混 也跟在后面一起下了车 他们临走前 我又扫了一眼 黄毛身上的这条黑线 已经到了脖子 你说这女的 会不会是冲着咱俩来的 好像本事不小啊 土豆看着窗外 买冰棍的一行人 小声问我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不过我琢磨 这应该不是 那陈老板现在应该 还在国外躲着呢 按道理 他不应该胆子这么大 再找这种人过来收拾我 再说 就算他先下手 应该也是冲老刘下手 咱们不应该是 他的第一目标 最近老刘那边 你有联系吗 我问土豆 有 平安无事 那就行 希望不是冲着 咱们来的吧 要真是 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对付他 话音刚落 就听见背后 清脆的声音传来 大哥 我回来了 我俩同时回头 看见大眼睛丫头 右手拿着冰棍 左手还拎着两个 没拆开塑料包装的冰棍 冲我们俩晃了晃 就回到座位上 直接把冰棍 丢在我俩面前 我请你俩吃冰棍 嘿嘿 我和土豆我看看你 你看看我 都迟迟不敢伸手 去拿冰棍 你俩怎么不吃啊 不爱吃冰棍 吃吧 可好吃了 说着他继续舔着手里的冰棍 表情十分的津津有味 阿娜 谢谢了 我为了避免引起他的怀疑 就硬着头皮拿起了冰棍 撕开包装 土豆见我这么做 也跟着拿起了冰棍 随后 我们俩三口两口 就吃完了冰棍 这不知道是有毒 还是没毒的冰棍 我们俩是真真的 不想慢慢地享受 对面的大眼睛丫头 倒是愣了 紧接着开口 就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们俩太逗了 没吃过冰棍是怎么着 冰棍不是你们这么吃的 不能嚼 要用舌头舔着吃才对 哈哈 没 没事 我们那头都这么吃冰棍 我们都用嚼的 我嘴里嚼着满满一口冰棍 一瞬间冰冷的感觉直冲头顶 冰得我脑袋瓜子 瞬间就温温地疼 再看土豆也是一样 我们俩捂着脑袋瓜子 低着头不说话 对面这丫头 就笑得更欢乐了 哈哈哈哈 大哥 你们太逗了 太逗了 哈哈 只见他一边笑 一边拍着大腿 我和土豆好一会 才缓过进来 我买的冰棍 就那么好吃吗 嗯嗯 好吃 我和土豆一起点头回答 现在还没开车呢 我再去给你们买俩 说着这丫头就要站起身 我俩急忙不停地摆手 外加使劲地摇头 我能想象 当时我和土豆的样子 应该像是看见了怪物一般 而怪物问我们 要不要跟他回家一样 使劲地摇着头 摆着双手 跟斗筛子一个样 说话间 火车慢慢地就启动了 然而那几个年轻人 却都没有回到车上 我趁着这丫头不注意 悄悄用余光 扫了一眼车窗外的后方 发现那几个混混 就像是中了鞋一样 在火车站台旁边坐车一排 手里拿着冰棍 眼睛呆呆地看着前方 直到火车渐行渐远 他们也淡出了我的视线 当我回过头 发现这丫头 正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 直接吓了我一跳 大哥 你看什么呢 他手拖着下巴 甜甜地问我 啊 没 没 没看啥呀 我看啥了吗 你看了 你一直在看 那你看啥呢呀 这丫头 依然是歪着脑袋问我 我 我没有啊 没看 是不是土豆 对对对 啥也没看 土豆如捣蒜一样的 点头硬合着 而接下来一句话 直接就让我和土豆 再也装不下去了 我知道你俩是干啥的 听他这么一说 我和土豆心里都是咯噔一下 眼睁睁地看着眼前 这个漂亮的大眼睛丫头 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知道 此刻土豆心里也在犯嘀咕 这丫头 到底是不是冲着我们俩来了 你俩 他只说了这两个字 便不再说话 大大的眼睛一眨 一眨地看着我和土豆 而我们也依旧不说话 等着他捅破那层窗户纸 你俩是 随着他再次说话 我俩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 满安利的 我和土豆完全实话在座位上 此时根本无法描述 我们俩的表情是在哭还是在笑 好了好了不闹了 我知道 你们不是普通职业 跟我算是半个同乡 说完 他继续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我们 我们俩相互看了一眼 一瞬间气氛紧张 到了极点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接下来要做什么 此时此刻 我脑海里想了几十种 他可能也可以做出的行为 而我眼下可以阻止的 似乎没有一件 我叫夏莫 小明三岁 我的职业嘛 我知道你俩已经发现了 你们放心 我没有恶意 见他终于捅破了窗户纸 我也就没什么好装的了 直接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吧 反正有老师护着我 我相信 他想弄死我也不是 那么容易的事 那 夏三岁 你究竟 不等我说完他 突然一拍桌子 是夏莫 小明三岁 要么叫小明 要么叫大明 不要把我的大明和小明 结合在一起 他用大大的眼睛 使劲翻了我一下 好吧 抱歉 三岁 我们的确发现了你的职业 可是 我却不知道 你到底是哪种古术师 什么叫 哪种古术师 他歪着脑袋问我 我见他装糊涂 便直接把话挑明 你是夏将的古术师 还是解祥的古术师 七 都什么年代了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 除了黑的和白的 还有灰的吗 好吧 灰三岁 那你究竟 他突然又是一拍桌子 什么灰三岁 我姓夏 小明三岁 他大声 冲我吼了一句 整个车厢的人 全受到了惊扰 全都望向这个下午 还给他们讲故事的 说书先生 好了好了 知道了 小点声 我不是来害你们的 我想说 我们其实真的是偶遇 也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不过我希望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多条朋友多条路嘛 再说 我还吃了你们的红肠呢 我看他这么说 似乎不像是在撒谎 因为以他的本领 完全可以在 我们俩没发现的时候 就出手对我俩下骨 所以 也只能暂时相信他 这时候 他突然把书包 拿到桌子上来 直接拉开了拉链 我和土豆一瞬间 本能地向后退了一下 结果 他拿出的是一部 专业的单反相机 哎 对了 要不然 咱们一起在墨河 玩怎么样 我还需要两个 帮我拍照的 旅客朋友们 前方到站 墨河 请下车的乘客 提前往门前走 携带好您的行李 和贵重物品 我们三人不约而同 一起站起来收拾了行李 我抬头往往眼前的 大眼睛丫头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咱们三个一起玩呗 我没带相机支架 我需要有人帮我拍照啊 这个 恐怕不行 三岁 我们俩不是来玩的 是来办事的 所以也不一定去景区 你还是自己去玩吧 我们再也耽误你旅行 那行吧 真可惜 那有缘再见了 说着这丫头 充我耸了一下眉毛 背着书包就往处走 路过我们的时候 我和土豆 依旧本能地 躲了一下他粉色的书包 生怕里头 突然钻出个什么大虫子来 火车停在了 墨河火车站 一下车 我感受到的 就是无比清新的空气 这里是东三省版图上 处于最北端的位置 仅靠大兴安岭 所以自然环境 应该在全国都算得上 数一数二的 我和土豆 背着包下了车以后 呼吸了新鲜空气 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 四周望了一眼 最后决定 先找个差不多的宾馆住下 然后找地方大吃一顿 抽空在走走环境 如此清新的北部小县城 赵烈 四周边安静一些的宾馆 四季很热情地 跟我们介绍着墨河的风景 你们是来看北极光的吗 四季师傅热情地递过一支烟 我摇摇头婉拒 北极光 对啊 每年全国各地 都有数十万人来墨河看北极光 过几天就是夏至了 是看北极光的好时节 所以现在算是旅游高峰期 你们提前几天来 算是来对了 过几天来 你们还真就不一定订得上宾馆了 再就是不少偷猎者 都从我们这进大兴AN0 大兴AN0 真棒 待于 咱们抽空可以去一趟帝都 我还去过呢 哈哈 咱俩也去看看伟人纪念堂 土豆突然在后排兴奋地说 他这一说 我跟四季师傅 直接就猛圈了 这和帝都有啥关系啊 四季师傅问道 咋没关系呢 你都说了 这墨河和大兴AN0紧挨着 大兴AN0不是帝都的一个区吗 哎呀我草 你可别说话了 TM丢死刃了 我捂着眼睛说道 咋的了 又花不了多少钱 说到这 司机师傅突然就把车靠边停下 趴在方向盘上就开始笑 哈哈哈哈 省猎五分钟 人TM那叫大兴区 大兴就必须是大兴AN0是不是 差TM十万八千里呢 你个二B 我扯着脖子歇斯里底的冲土豆嚷嚷着 这和一天进TM出来丢人了 啊 是 是吗 真尼玛尴尬 哈哈哈哈 大笑 这时候司机师傅终于从方向盘上抬起头来 擦了擦眼角的眼泪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哎呀妈呀 你这哥们可太幽默了 笑得我都不能开车了 对了 刚才说到哪了吗 啊 你们是过来看北极光的是吧 哈哈哈哈 哎呀 不行了 我忍不住了 说着司机又趴在方向盘上开始笑 啊 不是 我们是来办事的 我笑着回答道 啊 懂了 你们是来找董师傅办事的是吧 司机师傅强忍住笑意问我 董师傅 对啊 董师傅那可是全省都有名的 我家孩子前一段时间撞邪肚子疼得厉害 还是董师傅给看好的呢 而且有时候手头紧 董师傅还不要钱呢 是吗 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我嘴上这么说 其实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个董师傅 修行之人的宗旨不就是既是旧人吗 而这董师傅不但既是旧人 而且不求报仇 不求钱财 这样的修行之人 这年头真是少之又少了 那可不 我们墨河人出了名的心善 而这心善的人堆里 董师傅那是首屈一指的 墨河周边城市的人 只要有事都来找董师傅 而且回头课特别多 嗯 有机会拜访一下 我点点头 心想这出租车司机也挺有意思 夸赞比人的时候 还不忘了往自己脸上贴点筋 到了宾馆 付了打车钱 就下了车 临走前司机师傅按了两下喇叭 我俩一回头 老弟 要去帝都的话 得坐火车 哈哈哈哈 说着这司机扬长而去 土豆一脸黑线的 回头就往宾馆里走 我和土豆开了一间双人房以后 放下行李就下了楼 在附近沿着马路边溜达着 看见了一间规模不大不小的饭店 便走了进去 你好 吃点啥 红烧肉焖鸢纯淡 麻辣豆腐 家常凉菜 锅包肉 四个米饭 土豆看都不看菜单 直接就点了菜 我们这里菜马大 点这么多 你俩吃不了 对啊 我自己也吃不了两碗米饭 何况咱们还得吃菜呢 谁说有你的米饭 我点的是我自己的 土豆撇了我一眼 拿起菜单开始看 我他妈 土豆不等我说话 又对老板娘说 您就上吧 就是来双份的 我都剩不下 对了 给我们来两瓶汽水 老板娘看着土豆 忍不住笑了一下 直接从冰柜里 拿了两瓶汽水给我们起开 凉爽的汽水顺着喉咙喝下去 直接感觉 就是浑身透彻的凉快 没多久 菜就端了上来 临走前来了一句 一看就是石成人 我心想他这不叫石成 叫二臂 老板娘再来俩汽水 土豆又喊了一声 我也回头看了一眼 却见老板娘并没有理会土豆 直接红光满面的 就冲着饭店门口走去 哎 老板娘 我们再要两 我话说一半 便被老板娘的话打断 不过这话不是和我说的 是为了迎接新进来的顾客说的 哎呀 董师傅过来了 赶紧坐下 老四 董师傅过来了 老三样 说完话 就直接从冰箱拿了一瓶汽水 给这个董师傅送过去 老板娘 那俩小伙子也要汽水 你给拿一下 说着冲我这边笑着点点头 我打眼望去 这董师傅年纪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 长得一脸面善 笑起来给人一种心里很舒服的感觉 看来此人必是行大善之人 你好 小伙子 你们是外地过来玩的呀 对啊 董师傅 你好 坐出租车就听司机说你了 真是美名远扬啊 出租车司机 那肯定是小赵 哎 这小赵啊 哪都好 就是张嘴啊 太岁了 到哪都愿意把我挂嘴上 我说他好多次了 他都不听 你们别见怪 他也没有宣传的意思 就是闲聊 没事没事 您是看事的是吧 我冒昧地问了一句 嗯 我要是看得没错 小伙 咱俩是同乡啊 董师傅笑着喝了一口汽水 董师傅好眼力啊 哈哈 说吧董师傅就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 拿着汽水来到我们这个桌子上 老板娘 直接把菜都端这边来吧 我今天要结交新的朋友了 好嘞 老板娘爽快地硬答着 二位小伙打哪来啊 香平 哎呀 香平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 我二十年前还在那待过几个月呢 没有没有 也就是一般的小城市 和咱们这旅游城市比不了 对了 我听那个司机师傅说 您这里经常给人化室 不收费 是这样吗 哎 也没办法 咱们这行你也知道 总不能见死不就不是 小赵天天起早贪黑拉活 挣点钱不容易 家里还有老爹卧病在床呢 我这头再黑他一下 那你说他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打心眼里佩服你 对了 那这小赵他家 到底是啥事呢 其实 我认识小赵时间也不是很久 也就一个来源 那回他也是别人介绍过来的 孩子晚上出去玩 撞上了抓踢身的小鬼 回家以后 孩子就不会说话了 嘴里还冒白沫子 邻居介绍他们找我 可是当时孩子那状况 也没法出门啊 就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过去看的 不是什么大事 给解了之后 我看他家条件也不是很好 打赏钱也就不要了 顶多是我自己掏点腰包 搭队一下仙家 听董师傅如此说完 宇哥我心里是更加的佩服 如果能多一点 这样的良心出马弟子 那可真是为一方百姓造福了 免贵 姓黛 单名一个语字 这是我兄弟土豆 土豆听我说完 双手来了一个标准的抱拳 我姓董 在家里排行老四 单名一个四字 董师傅也十分幽默地 冲土豆一抱拳 二人就像是梁山好汉一般 你好你好 董哥 我伸出手和他卧在一起 一会吃完了 去我那坐坐吧 我就出附近 董四哥握着我的手 诚恳地说道 不了不了 我们俩就不打扰董哥了 改日一定拜访 那行 老板娘 来三瓶啤酒 我跟俩老弟一见如故 今天高低得喝点 说着董四就对老板娘喊了一声 好嘞 老板娘喜笑颜开地 起了三瓶啤酒端了上来 二位兄弟不知道 这董师傅 可真是好人啊 上回我儿子去给他老爷上坟 回来就高烧不退 就是董师傅给看好的 而且当时死活就不收钱 一口咬定说是举手之劳 哎呀 你看我在这啰嗦个什么劲 影响你们吃饭 说着老板娘用围裙擦着手 就笑嘻嘻地走开了 我 土豆 董哥 三个人借着一桌子热菜 就喝了起来 推杯换盏 酒足饭饱后 我们互相交换了手机号码 便在饭店门口告辞 回到宾馆 我和土豆简单洗漱了一下 便早早就睡下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谁不着 想着昨天那个梦究竟有什么寓意 一个长着黄鼠狼尾巴的人 抱着一只活鸡蹲在墙角 啃得鲜血淋漓 这究竟和我的孽缘人有何关联 是简单的噩梦 还是谁在给我指引什么呢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在梦里 我又看见了那个长着黄鼠狼尾巴的人 伸出手拿着一直被啃咬过 还没有断气的攻击 冲我递过来 可是让我挣扎的是 我非但没有抵触的心理 而且 就在他向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 我竟然有一种十分信任他的感觉 紧接着 我就要伸手去接过那只滴血的攻击 可是我的手指尖 还没等碰到鸡毛 突然有一只手轻轻拍了我一下 把我从梦境中一下子拉了出来 戴鱼 醒醒 醒醒 嗯 怎 怎么了 警察同志查房 随着土豆轻轻拍了我几下 我揉心松的眼睛 看见屋子里进来几个穿制服的警察 看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以后 简单地问了几句 你们来墨河县做什么的 问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警察 旅游 同行的 还有其他人吗 没了 就我们俩 紧接着 我就先开被子坐了起来 拿起一旁的矿泉水 就开始凝 把被盖上 年轻的女警察怒撑道 我突然想起 我从小的习惯就是裸睡 于是急忙盖上了被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问你 来的时候 看没看见啥可以人物 比如说 一看就不像好人的 这女警察说 这语歌 我一下就乐了 好人坏人 也不会写在脸上 没有 我哪知道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我打来的哈欠回答道 哼 我瞅你俩就不是什么好鸟 行 完事了 有事报警 说完女警察瞪了我一眼 回头就走 真是的 我招你惹你了 好嘞 再见警察同志 说完我喝了口水 又烫到了床上 看了一眼表 后半夜一点半 可能是刚才那个梦的缘故 当我再一次躺在床上以后 翻来覆去 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心里反复思量着 这个梦究竟是何典故 这不知不觉 就天亮了 六点半 我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 去卫生间冲了个澡 洗漱过后再回到屋里 发现土豆已经起床 并且把衣服已经都穿好了 等我洗八脸 咱俩好下楼吃早饭 说着土豆就冲进洗手间 我挑了几件干净的衣服套在身上 又把脏衣服收集在一个大塑料袋里 等土豆出来后 我们便拎着脏衣服 下楼走出了宾馆 吃点啥呢 随便找个地方吃就行了 接着我们俩沿着马路便继续走 没走多远 又来到昨天晚上的那家饭店 也就是结识董四哥的饭店 想不到这里早上也卖早餐 门口立着一个小牌匾 上面粘着早餐两个大字 咱们还去这家吧 就进来 一会还得去一趟干洗店呢 走吧 说着我们二人就进了饭店 意想不到的是 董四也在早餐店 我俩进去后 起初他并没有看见我们二人 而是低头聚精会神的 一边看着手里的一个小本子 一面吃葱油饼 董四哥 土豆十分热情地大声一喊 直接吓了董四一跳 收起小本子回过头 夸张地就对土豆嚷嚷 你小子喊什么玩意 吓死我了 一惊一乍的 说完跟土豆俩人 就相对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这俩人还真是挺对脾气 老板娘 给他俩来两张葱油饼 要新出锅的呀 再来两碗粥 两份小咸菜 紧接着董四就跟老板娘 喊了一嗓子 来嘞 后厨传来老板娘爽朗的答应声 一会吃完了 你俩一定得去我家坐坐 昨晚上是看你俩周车劳顿 四哥才不好意思坚持 一会吃饱了 必须得去我那 中午咱们撒上火锅去 不行推辞啊 再推辞 我可不拿你俩当朋友 见董四哥这样 我和土豆 也的确是盛情难却 也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就这样 我们三人吃完早饭后 我和土豆便跟随董四哥 来到他的工作室 其实也就是他的家 董四的工作室 是一间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 小楼青砖绿瓦 地上铺的是六菱形的砖块 一到门口 尚未进院门 便看见门口挂着一个大牌匾董四占卜 风水 取名 果然是人靠衣装 或靠包装 进了院门过后 走过红砖小路 就来到董四工作室的大厅 里面供奉着许多神像 有佛教的 道教的 儒教的 甚至还有十字架 一看到这墙面的满天神佛 我就有点不解地发问 董哥 你到底是什么派别的 这怎么家里供了这么多神像 咋还有十字架呢 这个怎么说呢 哈哈 我个人的修行 宗旨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的确是乱糟糟 反正能治病救人 帮人消灾劫难就行了 对吧 又何必拘泥于 自己究竟是何派别呢 哈哈 董四说完这一番话 便自嘲地笑了起来 想必他是认为 自己乱糟糟的修行宗旨 让我们看笑话了 其实非也 相信土豆也和我一样 我们非但没有笑话 甚至是跟打心眼里 敬佩董四的作风 和这不拘小节的境界 另外 董四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似乎一瞬间 思想境界又提高了一层 看来这才是真正即视为怀心 不在乎自己究竟身处何方 身怀何忌 最终的目的就是解除人间疾苦 这真是很多修行之人 修行一生 甚至极是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四哥 你的高度 真是让我们有点忘成莫及了 惭愧啊 别这么说 老弟 我看得出 你们俩也是大善之人 身上的功德 也不是一件两件能数得轻 以后只要以人为本 不忘初心 那也就对得起老天爷 给咱们的手艺了 说得好 说得好 这时候一阵阵歌声 从门口传到大厅里 来蓝精灵的动画片主题曲 只不过歌词 在那一望无际玛拉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 啊 这个 谁家熊孩子 又把我门铃换了 真是尴尬 见笑了 说着一脸尴尬的董四 蹭蹭蹭就跑了出去 我和土豆一脸黑线站在原地 想不到这董四慈祥的外表下 还有如此逗逼的时候 就在他临跑出去之前 我看见他一脸黑线的嘴里 嘀咕了一句 那样子比董四大个十来岁岁 估计五十多岁的样子 男人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看上去十分虚弱 你俩随便参观参观 冰箱里头有矿泉水和果汁 喝茶水就自己冲 茶壶在桌子上 我这来活了 一会再招待二位小弟 没事没事 你忙着董哥 我们也多学习学习 别见 学习不敢当 交流经验呗 说完便过去招呼那对夫妇 我和土豆 则是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沙发上观摩 只见董四拿出一个小香炉 带盖子的那种 点燃一块熏香放了进去 便扣上了香炉盖 过了不到十秒钟 屋子里就弥漫着清新净疲的香气 我清晰地感觉到 这股香气让人觉得很安心 情绪很稳定 董师傅 我孙子一到半夜就发烧 有时候烧得直说胡话 一到白天就好了 上诊所打退烧针 也就当时有效果 一回家就又开始发烧了 中年女子紧紧握着自己手里的手绢 一脸焦急地跟董四复述着 天了 董四听这男人这么一说 一下子就炸了毛 你们这不胡闹吗 四五天了才带小孩过来 烧出肺炎咋办 到时候你哭都找不着掉 说完直接把手里的扇子 使劲往桌子上一摔 这中年男人看了下都一机灵 急忙解释道 不是 董师傅 哎 一开始不是就以为是普通的发烧感冒吗 也没寻思能这么严重啊 以为去医院打个真吃点药就好了 男人十分难为情地说道 动力则是言语 依旧十分犀利刻薄 这家长叫你们当的 四天了才琢磨过进来 过来 我给孩子浩浩卖 这孩子要是烧出肺炎了 我看你俩咋办 他爹妈一天也是 对他不管不顾的 把孩子扔你们老两口着 下回看见我 肯定说他们几句 董四说吧 便挽起了双手的袖子 拉过小孩的手 开始仔细地感受着 这孩子是晚上出去玩了吧 叫脏东西给吓着了 没事 女同志先到偏厅里待一会 我给孩子叫一下 再写个符就行了 说话间 我们明显都感觉到了 董四脸上写着的不愿 妇女听完 便遵从地点点头 就到偏厅坐着了 董四抓过孩子的手 轻轻把孩子的小手 握在右手掌心里 小超 不用怕 董大爷给你看病 咱们不打针哦 一会看完了 我给你拿一个上供的香蕉吃 行不行啊 嗯 孩子乖乖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 董四左手用食指 中指 无名指 一起按到孩子脉搏上 闭着眼睛 嘴里就开始嘀咕 过了能有十来分钟 就看见董四额头上 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好了 我给你写这个符 晚上十一点 在家里的东南脚烧了 说话间 董四拿着一只毛笔 沾了朱砂在黄纸条上 龙飞凤舞地画了一张符 递给这中年男人 好嘞 好嘞 中年男子不断地点头 小心翼翼地 收好了董四递过来的符 董四又取出一张白纸 继续边写边说话 我再给你开一个中药方子 这孩子病了好几天了 服病去了 食病该治还是得治 孩子太小 恢复能力不好 你们按照这个房子 去抓中药 回来用砂锅糊煎好了 一天两次给孩子服下 一个疗程是三天 喝完了 孩子应该就没事了 哎 知道了 知道了 中年男子又小心翼翼 拿过药方 叠成个小方块 揣到自己衬衫的胸口兜里 生怕弄坏了弄皱了 这时候 男子用两手不停摩擦着 裤子两侧的口袋 张口便问 多少钱啊 董师傅 看着给吧 董四说霸站起身 去供奉观音菩萨的佛刊前 使劲掰了一个大香蕉 递到孩子手里 吃吧 这是进口香蕉 可甜了 吃完你病就好了 哈哈哈哈 他笑着把香蕉塞到小孩手里 董大爷厉不厉害 董四给孩子扒掉了香蕉皮 继续打巨刀 厉害 大爷治病不打针 吃水果 就好了 小孩稚嫩地说完 董四抬头便哈哈哈哈大笑 屋子里的其他人也都跟着笑了 还真是童言无忌 这时候 这男子十分谨慎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手卷 小手卷折成了一个小方块 他小心翼翼地把小手卷打开 从里头数了五百块钱递给董四 董四借过五百块钱 在手机点了一下 然后抽出两张放进抽屉里 把剩下的三百放在了桌子上 不用这么老多 剩下的拿着给你孙子去抓药吧 对了 你家有砂锅壶吗 没有我借你一个 我家有仨呢 唉 董师傅 这不行啊 上回你个给我家老婆子看病 给你五百 也就收二百块钱 每次都这样 你要我们以后还能来找你看病了吗 中年男子皱着眉头责备道 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 给多少是你的事 收多少就是我的事 你家啥条件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跟我这装啥大半算啊 咱俩认识不是三天两天了 赶紧领你孙子抓药去吧 门口的砂锅壶走的时候拎着 有时间给我送回来就行 唉行吧 那我老宋又欠你个人情 接着孩子的奶奶也不停地感谢董四 董四一个劲把他们往处推 行行行 行意我知道了 赶急去给孩子抓药 孩子挺严重的了 尽快吧 别客套了 说完又从佛刊上掰了一个香蕉 放到孩子手里 小超 回家吃完这个大香蕉 再喝点药 你的病就好了 董四笑着对男人怀里的小男孩说道 还不谢谢董大爷 孩子奶奶说 谢谢大爷 说完 老两口便抱着孩子离去 临出门前还不停地道谢 随即董四走进大厅跟我们说 你们俩等一会 我去换一下门铃 见笑了 哈哈 说着就去门口捅宫旁边的一个小盒子 这时候 土豆冲我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这才叫良心企业 我笑着点点头 过了能有三分钟 就听见门口 传来敲门声 随后董四从里面推开了门 门铃咋不好使了呢 老四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啊 三姐啊 我正研究呢 上回小赵给我整这么个门铃 我到现在也没鼓到明白 那些来看事的人 他们家的小孩都比我玩得溜 偷偷摸摸地把我门铃给换了 差点道出笑话 你先进屋等我一会 紧接着 一个穿着十分时髦的 看着能有四十来岁的女人 就进了屋子 脚上踩着最少得有十厘米的高跟鞋 脸上 画着很浓的妆 不过从轮廓可以看出来 年轻的时候 也应该是个美人胚子 这女人进来后 看见我和土豆坐在沙发上 冲我俩笑着点了点头 我和土豆 也回应了一个礼貌性的微笑 你们是老四的朋友啊 女人率先开口说话 她开口的一瞬间 我看了一眼她的面相 此女子天仓饱满 耳垂肥后 一看就是富贵相貌 衣事无忧 才格充益 不免心中猜测 这她此行到来 如果是看事 那么看的会是什么事呢 你们也是来看事的吗 这时候 这女人再一次张口大话 啊 不是 我们就是四哥的朋友 没事过来溜达溜达 女人听完点点头 冲我笑笑不再说话 闲来无事 我便站起身来 在屋子里随便走走参观了一下 当我走到偏听 不觉眼前一亮 妙手回春 关东神算 仙人指路 各种大大小小的锦旗 挂的满枪都是 地上摆着很多古董花瓶 紫童观地象 招财蝉杵等 在往里屋走 便看见一个 镶嵌在墙上的书架 不过书架上摆放的并不是书 而是各种罗盘 陶木剑 摇钱树 因缘树等法器 我猜测 这些一定是以往来 四哥这里看事的人 作为答谢所赠送的礼品 看着呢 待遇 我沏了好茶 过来喝吧 这时候四哥我身后出现 叫我去喝茶 我仔细想想 可能冒昧地 在别人的屋子里转来转去 也的确是不礼貌 何况我们俩还是同行 有句话叫同行是冤家 跟随四哥来到正厅 我坐在土豆旁边 开始和土豆一起品尝 四哥泡的天壶龙井 同时观摩 四哥给眼前这个称呼为 三姐的女人 看事 老四 我之前不是买卖不好做吗 就过来找你看的 那会儿看完了 回家没到一个礼拜 这客流量就蹭蹭地往上涨 每天流水额 最少都五万打底 赶上周六周日休息日 光是一天的流水额下来 就得十好几万 这不是挺好的吗 那你过来干啥来了 对啊 之前是挺好 但是上个礼拜开始 突然买卖就不又不行了 比以前还差 都差得有点离谱了 每个月也就勉强对付个水电 防费的 再这么整下去 就要黄摊子了 老四你帮着去瞅瞅呗 这女人一气呵成说完后 董四拿出一张纸一支笔 放在女人面前的桌子上 你写个字 随便写 听董四这么说 女人刷刷刷在上面写了一个门字 董四歪着脑袋盯着这个字 仔细品了一回 你最近是不得罪啥人了 三姐 得罪啥人 没有啊 我一座小买卖的 我敢得罪啥人呀 遇见不讲理的 再把我店给砸喽 我多犯不上啊 三姐皱着眉头说道 不对 我的确看见你 与人结谅 董四说完便不再言语 气定神闲地望着三姐 三姐坐在椅子上 想了好半天 突然一拍大腿 哎呀 我想起来了 那天有个顾客 我们店服务员 跟他因为点退货的是 吵吵起来了 最后退货之前 我损了他几句 那人说让你等着 然后就走了 不对 不是他 你再回忆回忆 随即 三姐又陷入沉思 好像有一天早上 有个要饭的 进屋问我要钱 当时我没零钱 就没给 他跟我莫及半天 最后我给他赶跑了 还骂了他几句 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三姐有点心虚地 整理了一下病角的头发 这时候 董四开口了 十分严肃地用扇子 敲着桌子 责备三姐 三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不给就不给 何必出口伤人呢 是人都有尊严 不论这人是什么职业 身份多低微 你也不应该瞧不起人家 知道不得 啊 对 你说得对老四 以后我不得了 三姐继续捋着病角的头发 样子显得有些难为情 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女孩 在被老师批评 不过 这个事也不是她干的 你再想想 这一次 三姐思考的时间 不到十秒钟 就有了答案 老四 她不是个女的 梳着俩辫子 国字脸 挺高的大个子 你想起来了 就是这人 这不是我对面 那家新店的老板吗 对呗 哎呀 我真没看出来 她是那样的人 老四 今天上午她还买午饭过来 跟我一起吃呢 我觉得我俩关系挺好啊 也没结梁子啊 三姐这时候 从精致的名牌手包里 掏出一只女士香烟 同时递给董四一只 董四摇摇头婉拒 开口边说 没结梁子 三姐 你是不是认为 只有争吵 打架 算结梁子 你和她是竞争关系 你俩经营着一样的买卖 她是新店 开在你对面 可以说她来抢你的财 但是她若是 不找人断你财格 你的店老字号 口碑好 不就自然而然 把人家的财路给封死了吗 有什么梁子 比得过抢饭瓦啊 董四哥一说完 这女的马上就恍然大悟 不过也正常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她每天跟着人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自然是无法联想到 就是此人破了自己的财格 老四 你能不能让她也破财 花多少钱都行 不能 就是能我也肯定不给你办 害人的事我不能干 我只能帮你把财运拒回来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她这么做 只是一时间 让金钱蒙了眼睛 咱们也没必要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那这事就这么拉倒了 这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损失多少钱啊 老四 三姐说话间 就有点急躁 抽烟的频率直接提高 眉目间充满了愤怒和怨气 见三姐过于激动 董四便从抽屉里 拿出一粒熏香 点燃后放进香炉内 之后语重心肠地 开倒眼前十分愤怒的女子 三姐 钱没了能挣 以后还是和睦相处好 有钱一起赚吧 我会点她一下 让她以后别走片门 你放心 再说这三姐 可能是觉得 董四哥说的确实在理 也可能是那清新的熏香 让她冷静了下来 于是怒火就渐渐地退了下去 那行吧 那就麻烦你了 老四 说着 三姐就从包里掏出一叠钱 样子得有四五千 这一次董四没有拒绝 直接收起来 放在了抽屉里 女人点点头 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 就准备打道回府 就在女人回头之际 董四哥再一次张口嘱咐 三姐 记着 回去尽量别和她起争执 多个仇人多赌强 要是惹急了 她不是破你的财 而是害你命 到时候你就没啥机会 过来找我了 行 回吧 一个礼拜 以后再看买卖能不能好吧 行我记住了 记住了 我走了呀老四 说完妇女 就蹬着那双十多厘米的高跟鞋 一扭一扭地走出了工作室 不好意思了 久等了呀 三姐走后 董四放下手里的是 搬了一把椅子 坐到我们眼前茶几的对过 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 现在这人啊 真仇人 我递过去一支烟 董四接过去后 从兜里掏出打火机 先给我和土豆点上 然后自己又点上 十分舒坦地深深抽了一口 嗯 刚才这三姐啊 家里相当有钱了 这三千五千的 在她眼里 根本就不是事 我自然是多挣一点她的钱 少挣钱点老宋他们那样的 家庭不富裕的人的钱 对吧 哈哈哈哈 说完董四爽朗地笑起来 我和土豆也是笑着点头 四哥 我看你这全是回头课呀 对啊 很多回头课 在我这看好一次以后 就彻底拿我当保姆了 现在这人啊 不知道知足 什么事都不在自身找原因 总是把因果放在别的东西身上 或者自然环境身上 说到这董四 又狠狠抽了一口烟 你就说 刚才那个老宋家的小超 这孩子下着的时辰是晚上九点多 一个三岁多不到四岁的孩子 晚上九点多 还让他在外面玩 你说这家长是不是不负责 是不是作死 董四一边说 一边用手指对着茶几上的茶杯 不停地使劲敲打 明显是心中十分生气 再说上一回 这老宋媳妇 没事就去打麻将 你打麻将可以 你得顾着点家吧 凌晨两点才回家 他们家住的那一片 连路灯都没有 黑灯瞎火 天天还走夜路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缺心眼 这回好 直接让孩子晚上出去玩 小超才三岁啊 这不是作死 这是干啥呢 你俩说是不是 不错 现在的人 有事没事 就都喜欢把希望寄托在咱们这行身上 其实咱们这常事越接触 你就会发现 生活中越容易出现这种灵异事件 实际上很多时候 都是自己内心贪欲作祟 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唉 所以说 这好多人啊 都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他硬闯 来都来了 我也不能不管 责任在这呢 咱们呀 就是把他们从死胡同往出拉的人 你就不管 也不能有啥事啊 这时候 土豆抱不平地说 是不能有啥事 但是良心过不去啊 兄弟 董四轻轻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 这时候门铃又响了 董四让我俩先坐一下 然后去开门 果然这一次进屋的 依然是熟人 而且 这一进屋就是三个 个个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 样子都是三十岁以理 四哥 冰箱里有啥喝的吗 一个年轻女孩 直接就走到偏厅的冰箱那边去 自己翻去 你们怎么又过来了 董四瞥了一眼 直接走过来 坐回我俩对面 拿起小茶杯抿了一口 叹了口气说道 这几个丫头 没事就过来 没事就过来 一天天疑神疑鬼 神叨叨的 有着时间 有着闲钱买点吃的 看看电影不好吗 他们来都看啥啊 土豆一边扫着这几个姑娘 一边问董四 还能看啥 年轻貌美的 看姻缘呗 小小年纪如此迷信 不是说你不能信 你信也得有个度吧 把生活的一切都寄托在我这 不管是姻缘 事业 家庭 全都想花钱买一份保全 买一份心安 我这都快TM成婚戒锁了 说到这我就笑了 董四也自嘲地笑了 四哥 我看您这意思是 不太想给他们看 呵呵 你错了 不是我不愿意给他们看 我不愿意看的不是事 是这些人总想着不劳而获 说白了就是 总想通过花钱 改变命运的心态 姻缘天注定 强扭得瓜不甜 对啊 现在这些人 要么就不信 背后骂你是骗人的 要么就是信得太深 直接找不着自己的方向了 好好的到 非把他给走跑偏了 对呗 我倒希望他们 找我过来 全是看病的 就是这种食病 我也能发挥发挥 我中医的本领 最后索性就顺势改行 当个相爷土狼中 更是自在 还什么业障都没有 多还好 这个感冒发烧的 我还是没问题的 说吧董四冲我俩一摊手 听董四这么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 人家这境界 早就把我甩十万八千里了 董哥 这个是我俩的好姐们 小文 上回你不是帮我俩签的红线吗 没过半个多月 就有帅哥过来搭讪了 现在正在考察中呢 考察通过 就把帅哥收了 你帮他也签一个红线呗 我上回跟你俩说了 这是最好是看缘分 啥叫强扭的瓜不甜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不签 拿我这当婚介所呀 说完董四喝了一口茶 把茶杯重重地放在了茶几上 啪的一声 这时候 这俩女孩见董四不答应 相互对望一眼 直接迅速靠近 一左一右贴在四哥身边 一人搂着四哥的一只胳膊 一边摇 一边在身上曾来蹭去 也不顾对面 我们这俩陌生人的看法 董哥 董哥你帮帮人家呗 求你了 董哥 再看这董四 闭着眼睛强行镇定 可是肢体却不会撒谎 不到十秒 他就面红耳赤 冒出嘘汗 最后终于忍不住 使劲甩了甩胳膊 哎呀哎呀 行了行了 我签 我签还不行吗 董哥我就知道 算命大仙里 你是最最善良的 这女孩撒娇一样的说道 我最最善良 哼 我看我就是最最老实 最最好欺负的 让你朋友过来吧 说完董四一脸郁闷地 坐到自己办公桌前头 随手从抽屉里 取出一块熏香 用打火机点燃后 放进那个精致的小香炉里 这一次飘出的香气 和之前的不同 之前是那种 沁人心脾的沉香 这一次 却是十分浓烈的玫瑰花香味 你好 董哥 嗯 八字鞋纸上吧 董四头也不抬 从一个抽屉里 拿出一肯红线 闭着眼睛 用手计算着长度 写完了 董哥 女孩把笔和纸 放回董四面前 董四睁开眼睛看了一眼 然后再一次闭眼 嘴里嘀咕了半天 我们听不清的话 右手给我 见董四开口 女孩听话地伸出右手 董四睁开眼睛 刚要伸手去握女孩的手 结果没等碰到指尖 就停在半空中了 这个 你叫文文是吧 对 董哥 女孩乖巧地回答 你是来牵红线的对吗 对啊 董哥 您就尽管牵吧 董四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嗯 我倒是想给你牵 那我拜托 你能不能把你手脖子上 带着这么老些 嘀里嘟噜的东西 都给我拿下去 我这都没地方戏红线了 天天带这么老些的 大铁链子 大铁圈子 你也不嫌坠得慌 看着董四哥崩溃的表情 我和土豆全捂着嘴偷偷地乐 这女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然后一点点 卸下了自己的各种首饰 董四直接拉过女孩的手 在手腕上系上了红线的一端 并打了个活扣 坐着别动啊 董四告诉女孩 原地别动 之后手里拿着红线 另一端 一点点的越放放长 最后顺到了正厅的阳台门口 大鱼 过来帮四哥哥忙 把阳台那盆银圆树 给我搬过来点呗 线不够长 啊 行 听董四求助 我急忙放下手里的茶杯 走到阳台里 一进阳台就看见里面 摆放着好几个大大小小的坛子 都被盖子盖着 在这些坛子中间 有一个很大的七彩花盆 花盆里头 是一棵大约能有一尺来高的小树 具体是什么树语歌 我还真不认识 不过 我也懒得去研究 说着 我就低头 抓紧花盆边缘 把这棵树网处挪了几下 最后挪到了董四身边 董四和我说了声谢谢 便把记在文文手上的红线的另一端 轻轻记在了这棵小树上 也是打了个活扣 行 你赶紧回去坐着歇着 黛宇 我自己忙活就行 好嘞好嘞 不用客气 说着 我便回到沙发上 只见董四低头蹲在阳台门口 嘴里嘀咕了一会 然后掏出打火机 直接点燃红线 这火苗直接往两侧窜出 一侧是那盆树 另一侧是文文这一端 最后眼看火苗就快烧到文文的手 我心想着 要是烫到了咋办 可是 再看这火苗 蔓延到文文手腕几厘米的地方 就自己灭了 行了 王活 红线别沾水 这几天 尽量只用毛巾擦手 红线带一个礼拜 然后用打火机烧了就行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谢谢董哥 说完这仨女孩突然围了上去 其中一个突然搂住四哥的脖子 也就是和四哥最熟悉的那个女孩 撅嘴就要去亲四哥的脸 去 滚边拉去 去 离我远点 四哥一脸痛苦 挣扎得使劲推开那个女孩 那感觉就像是一只大老鼠 趴到了四哥的身上 三个女孩 直接哈哈哈哈地就笑了 整个政厅都弥漫在清脆的笑声中 在看董四 脸红脖子粗的 拿着一块纸巾擦汗 胡闹 胡闹 这么大人了 一点都不矜持 竟拿我开涮 胡闹 人家不是想替文文谢谢你吗 那我不轻了 文文自己谢 说完这文文就往前走了几步 董四直接蹭的一下站起来 然后自己刷的一下 躲到靠背椅子的后头 手指头指着眼前的文文 我告诉你啊 你别过来 别拿我开涮 要不我睁及眼 看董四吓得一身冷汗 我和土豆在旁边笑也不适 不笑还有点忍不住 因为她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行了 都完事了 赶紧走赶紧走 说着董四救下逐客令 行 那我们走了呀 说着 头一个想亲董四的那个女孩 直接从包里 拿出一小碟钱放在桌子上 三个女孩就扬长而去 留下惊魂未定的董四 四哥 艳福不浅啊 我笑着点了一根烟蒂了过去 董四接过去 巴达巴达抽了两口 擦了一下头上的汗 哎呀我的亲妈啊 吓死宝宝了 现在这年轻人 真是没智了 说完董四收好钱 抽了几口烟 最后干脆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 走吧 这一晃就中午了 咱仨吃饭去 我知道一家火锅特别好吃 走 走着 土豆跟着开心的附和 我们三人直接走出了董四的工作室 沿着街道往北边 走了大概15分钟 我们就看见一家名为巴蜀王府的餐厅 门面十分气派 上面的巨大红色牌匾 直接占了整栋大楼的一个侧面 好家伙 真气派啊 这是墨盒最大的馆子了吧 土豆抬头望着牌匾 也不算是 就是味道好 走吧进去 说吧 我们三人直接走进了巴蜀王府 进来后 服务员十分恭敬地 把我们领到一个雅间包房 十分安静 装修也是古香古色 临近包房之前 我就看见大厅里少说 都有百十来张桌子 而这些桌子 没有一桌是空着的 桌桌爆满 来吧 爱吃啥看着点吧 这块消费不贵 肉也新鲜 所以人才多 老板挺有良心 开这么多年 从来没出现什么食物中毒 或者反应不新鲜的事 刚才你俩 也看见了哈 外头都爆满了 嗯 那我俩就不客气了啊 服务员 四斤肥羊 土豆一张口 直接董四就瞪大了眼睛 惊得一缩脖子 老弟 不用点那么些吧 这疙瘩分量可足了 咱仨人二斤就够了 说着董四伸出两根手指头 冲土豆比划了一个剪刀手 好嘞 服务员 再多加二斤 然后来二斤肥牛 青菜大盒盘 宽粉 大盘鱼丸 和虾 两份手擀面 董四哥这回彻底无语了 目光呆滞地看着土豆 我见状急忙去打破尴尬 啊 见笑了四哥 土豆就是能吃 吃的也比较多 多多包含哈 不是 我不是怕花钱 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点得太多了 这得浪费多少啊 他们这份量绝对足 你不了解这货 四哥 放心 一点都剩不下 没准还不够吃呢 啊 是吗 哈哈 董四尴尬地笑了笑 这时候包房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 穿着黑西装的男子 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哎呀 四哥过来了 赶紧去拿点啤酒 我跟四哥喝一口 四哥你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头了 蓬壁生辉啊 哈哈哈哈 说着这男人就直接把手 搭在董四肩膀上 他是这个老板 也是我的朋友 丁总 这两位也是我的朋友 董四跟眼前这个男子 介绍着我和土豆二人 你好 丁总 我和土豆点头 被眼前穿黑西装的男子打招呼 你好你好 既然是四哥朋友 那咱都是朋友 别叫丁总 叫老丁就行 啥总不总的 外道 来来 坐下坐下 别客气 需要什么警管点啊 我请客 我请 那不行 你要这样我以后不来了 董四急忙张口打断他 不行 四哥 今天必须我请 你这不是也带朋友过来 给我认识了吗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说着丁总一面冲我们笑 一面把董四 往椅子上轻轻按去 哎 行吧 我这俩小哥们 也算是不需此行了 哈哈哈哈 客套寒暄了一阵 服务员端上了啤酒和蔬菜 肉 我们一行四人 就开始涮火锅 土豆甩开腮帮子 就开始狂吃 在这顿饭的过程中 这巴蜀王府的老板丁总 打了几个电话 陆陆续续来了好几个人 通过短暂的观察 我发现这些人都是西装革履 显然都是 比较有身份的 做买卖的人 而他们进来以后 无一例外 都是十分恭敬地 跟四哥打招呼寒暄 然后再过来 跟我们客套寒暄一番 可是我渐渐地注意到 董四哥的脸色 已经晴转多云 只不过一直没有爆发 始终强忍着一脸的 皮笑肉不笑 酒过三巡后 那几个大老板 都因事物繁忙离场 最后又剩下我 土豆 董四 丁总 这时候 董四哥点上一支烟 开口了 老丁 我和我两个朋友 过来吃口饭 你这是什么意思 都叫过来了 挺好的一顿午饭 硬叫你撮合成了酒局 你不是不知道 我十分不喜欢这种场合 再看着丁总 见董四拉下了脸 马上大惊失色 急忙端起酒杯 赔不是认错 哎 四哥 你看 这不是大伙都挺想你的吗 也有一段时间没剧一剧了 我就寻思 哎 是我嘴欠 你消消气 我自发三杯 说着丁总 就自己干了三杯啤酒 其实这只不过是个小插曲 然而我却深深感受到了 董四在墨盒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从这些人 对他如此毕恭毕敬的态度来看 他在此地的威望极高 许多拿得上台面的人士 都得给他几分薄面 再说着董四哥 对待不同身份的人 态度截然不同 越是平民老百姓 董四哥越是显得平易近人 相反对待有钱有势的资本家 董四哥倒是十分尖酸刻薄 而且董四哥交朋友 不分贫贱富贵 酒足饭饱过后 董四哥说下午 还有几个事要化 因此就不多留我们了 于是我们三人告辞 在饭店门口就各奔东西 董四回家 我则是和土豆回了宾馆 待于 咱俩来墨河也快两天了 你这孽猿人 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谁知道了 老实说 只能靠机缘巧合 可遇不可求 咱们出门找 也不见得能找到 等先加提示吧 说着 我坐在床上开始打坐静心 我盘腿而坐 放空了所有思想 脑海里一片空白 突然 黑暗之中 一个人影在我眼前闪了一下 虽然转瞬即逝 但是我看得很清楚 闪过的人影 是一个奔跑的人 我看不清五官 也看不清穿着打扮 但那条黄鼠狼的尾巴我 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我睁开眼睛 急忙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 连着抽了三口以后 使劲打了几个哈欠 这究竟是啥意思 自己参透吧 只能告诉你 与聂元人有关 说吧老师就离去 我郁闷地躺在床上 想不通这个黄鼠狼尾巴的人 究竟是什么典故 走 土豆 出去 去哪呀 土豆正在拿着牙签踢牙 找聂元人 我就不信我找不着 说着 我就起身 把烟盒揣进兜里就往处走 土豆在后头急忙跟了上来 你找什么急 你等我一会儿 出门后 我俩沿着马路边上 就开始闲逛 路过的每一个人 我都仔细地观察一番 土豆嚼着口香糖 在一边跟着我 四处打量着过往的美女少妇 走 去董四家 我跟土豆说了一声 紧接着就回头 就开始往董四家的方向走去 去他家干啥 上午 不是刚去过吗 脏衣服忘在四哥家了 我一拍脑门 这个梦整的我这脑袋里 整天都混混浆浆的 走了没多久 我们到了董四家门口 我伸手去按门铃 过了能有一小会 门铃开了 可是开门的 并不是董四 而是刚刚我们才见过的人 巴蜀王府的老板 丁总 丁总 有喝 是你们俩呀 快进来 说吧我俩跟随丁总进了屋 这一进屋 我直接就打个冷哆嗦 我都说了 你把空调放小点你不听 一会儿 把我这俩兄弟整感冒了杂整 董四哥十分不悦地说 丁总笑着 拿起遥控器去关空调 四哥 你家这空调功率也太大了点 我这一进屋就哆嗦了 整这么低气温干啥 老丁穿得太多了 你瞅瞅 大夏天的 穿着西装衬衫 不热才怪呢 董四哥笑着点上一支烟 那也有点太凉了 土豆搓了几下自己的胳膊 丁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啊 最近干火有点旺 总感觉热 你俩是不是忘了东西了 只见四哥胸有成竹地发问道 对啊 这个 脏衣服忘在这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丢三落四的 我给你送我家出门 右手边 那家干洗店去了 晚点你俩过来 取就行了 说着 董四低头继续忙活着手里的事 这 这哪好意思啊四哥 多少钱我给你 说着 我急忙掏出钱包 啥意思 埋太你四哥呢 董四斜着眼睛看我 不是 我这不是 董四的举动 的的确确是让雨哥 我陷入尴尬了 这刚认识 不到24小时 就帮我把衣服送到干洗店去了 换了谁都会觉得有点别扭 这时候突然闻到一股很奇特的香味 说是植物的香味 里面 似乎又夹杂着一点 动物毛发被火烧焦的气味 但是却很淡很淡 而且和这种植物香味一混合 让人觉得不会抵触 四哥 你这回又是烧的什么香啊 这味道还挺独独特 四哥听闻 马上抬头看了我一眼 啊 忘了 这个 是朋友 在印度给我带回来的熏香 别闻了 咱们一般人不习惯 我这也是第二次试 感觉一下 还是受不了 说着董四哥马上打开了空调换气 然后把香炉里的熏香 拿到洗手间倒了出去 过了几分钟 屋子里的这股香味越来越淡 随后 董四又点燃了上午那种 沁人心脾的沉香 你俩坐一会 我这边和老丁说点事 说吧董四哥依旧是不回避 我和土豆 继续和丁总说着 因为我们的到来 而被打断的话题 巴蜀分店 之所以财运不佳 我上次去看完回来总结出两点 第一点 巴蜀分店的风水进气口周围过于污浊 有拥堵迹象 你去看看是不是门 窗户附近堆了很多杂物 或是垃圾箱什么的 这些东西会阻挡浊气排出 阻碍生气流入 气口一唱不一阻 啊 的确 北边窗户地下 是一排垃圾桶 平时我们饭店收拾出来的垃圾 全往那放 晚上等人来收 说完老丁仔仔细细地 用钢笔 系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 这是其一 其二是巴蜀分店的仓库 里头实在是太乱了 我一进去都没地方下脚 你找人收拾收拾不行吗 你自己看着不闹心啊 我平时 也不过去啊 老丁有点难为情地说道 这个 反正你找人把里头收拾收拾 杂物容易产生灰尘 堆积晦气 你把那些用不着 又不能扔得破烂 找点大木头柜 木头箱子 把东西归拢到里头 杂物五行熟土 五行里头 木能刻土 五行里木能刻土 木头箱子 老丁仔仔细细地 又把第二点记在了本子上 对了 还有一点 我上回看巴蜀分店周围 又一圈人工小溪流 荒废挺长时间了是不是 对啊 你赶紧找那一片物业管理问问 实在不行你就掏点钱 哪怕接上自来水管子也行 做个循环流水系统 让小溪流活起来 我估计用不了多少钱 你也能拿得起 这是为啥呀 丁总有点迷茫地问 说到这 董四开始情不自禁 生情并茂 眉飞色舞 我跟你说 老丁 这个小溪流 可真是老天赐给你的宝贝 你的饭店在溪流环绕中间 风水学上讲 此乃玉带缠妖 风水学讲究山馆人丁水馆材 另外最主要的是 这条人工溪流 呈顺功之势环绕 不管是 对你这个店的生意 还是你本身 甚至你店里的员工 那可是都有生财聚宝之效 这小溪流整好了 你这分店 就成了个聚宝盆了 哈哈 听董四哥说完 这老丁也是没开眼笑 急忙拿笔认真真记在小本上 我想好了 这回这个小溪流 花多少钱 我也得让他流起来 回头我再花点钱 给他扩宽一点 你可别瞎整了 挺好的风水 万一叫你给破了 你说 你是手有多欠啊 啊 哈哈 对对对 行 那你有客人 我就不打扰了 四哥 这个答谢钱吧 最近你也看见了 我装修分店 资金也挺紧的 先跟仙家一丝一丝 回头买卖好了 我再来个大的还愿 说着丁总站起身来 接着从公文包里 拿出一落钱放在桌子上 看样子应该是一万 这事好说 困难就先拿回去 以后再说吧 董四哥低头 往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 头也不抬的 把钱往回一推 不行不行 规矩我还是明白的 丁总把一落钱 又推了回去 这时候 我轻轻用脚碰了一下土豆 土豆心领神会的 跟我一起 从沙发上站起身 四哥 我俩就是过来取衣服 行了你们聊 我俩就先告辞了呀 说着 我和土豆就要告退 董四哥也没强留我们 一直把我们送出了院子 才回头进屋 出了院门 走到十字路关口 我俩不约而同地拐了个弯 刚拐过来 土豆低头 就干呕了一下 我怎么这么恶心呢 待于 一直反胃 土豆捂着自己的慰问了我一句 我也是呢 看来这印度熏香 真不是咱们能享受的 呃哇 话音刚落我就吐了 唉 中午吃这点肉全吐了 土豆郁闷地 走进小麦店 买了两瓶矿泉水 我们俩竖了竖口 就继续往前溜达着 对了 我听小麦店里头 那个阿姨和我说 明后天就是去北极村 看什么北极光最佳时期 我寻思 反正咱俩也是瞎走 要不过去看看呗 也行 那块人多 遇见聂元人的几率 没准也能高一点 一会去车站问问车票吧 决定了去北极村以后 我俩就慢慢悠悠往车站走去 到了车站 一问才知道 我们应该去客运站才对 于是 我们俩又打了个出租车去客运站 问完了路线以后 我俩就打车回宾馆休息了 119章 北极光 119章 北极光 当天晚上 我睡得很好 并且没有在做梦 可是半夜里总感觉浑身不舒服 说不上是哪次挠 用手抓也不解痒 我就怀疑 可能是中午喝完酒以后 被某种虫子给遮了 再看土豆 土豆也是 闭着眼睛不停地抓着浑身上下 这一夜平安度过 第二天 我们在宾馆待了一上午 买了点花露水抹在身上 中午下楼吃了一碗刀削面 取回了干洗垫的衣服 下午我们俩就打车去了客运站 坐上了去往北极村的大客车 上了车 我和土豆就开始睡觉 反正车得跑将近两个小时呢 但坐着也没什么意思 我闭着眼睛 听着车上的人七嘴八舌的闲聊 然而 就在我迷迷糊糊就要睡着的时候 肩膀突然就被人狠狠拍了一下 吓得我一个机灵就站了起来 因为这一下 拍得实在是不轻 谁他妈拍我 我四周望去 定睛一看 眼前站着一个小姑娘 不是别人 正是火车上遇见的下三岁 他此刻正用一种十分复杂的眼神 望着我和土豆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不 我擦了一把脑袋上的冷汗说道 七 一大老爷们 拍一下就这么害怕 怎么着 看见我就不觉得惊喜吗 惊喜没有 惊吓倒是差不多 说着 我回头看了一眼土豆 之间这货脸蛋子 贴在车窗户上 哈喇子顺着窗户往下躺 我实在是不想继续看下去 于是就把头扭了过来 你俩不是不去看北极光吗 三岁皱着眉头问我 临时决定去看看 不行吗 我又坐回到座位上 那太好了 正好给我拍照 行吧 姑娘我决定跟你俩一起玩了 是不是很幸运 我来当你俩的导游 说着三岁开心的 就回了自己的座位 我苦笑一声 哼 可不幸运吗 太幸运了 这都能遇见你 三岁古术师 说着 我又闭上了眼睛 北极村的 北极村到站了呀 睡觉的醒醒 北极村 售票员的一阵阵标准 东北话的喊声 把我吵醒 我看见土豆 还在很香的熟睡着 就使劲推了推他 他吸了一下口水 揉了揉眼睛 把脸从车窗户上抬起来 咋得了 到了呀 嗯到了 下车 遇见老朋友了 老朋友 谁啊 夏末 夏三岁 刚说完土豆 就打了一个哆嗦 怎么遇见这小毒女了 我想想就起鸡皮疙瘩 谁说不是呢 回头一翻脸 再给咱俩下点药 狠了不说 让咱俩跑度拉西 还是很轻松的 说完我俩就起身下了车 刚下车就看见 夏三岁远远的 就在那候着我们 我在这呢 我在这呢 夏三岁挥舞着小手 你好啊 夏三岁 我再说一遍 叫夏末 或者三岁 再叫夏三岁 你俩等着 好吧 接下来 咱们往哪走 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等到天黑了 咱们就去看 于是我们跟着三岁 随便就进了一家餐厅 没想到既然需要排队 我和土豆就出去店外头抽烟 三岁在里面排队 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赶紧进来 有做了 快点 三岁不停地在屋子里喊着 我和土豆掐灭了 烟进了餐厅 坐下以后 刚想要菜单 三岁就打断了我们 三碗北极汤面 谢谢 你是经常来吗 对这头这么熟悉 我从十六岁开始 每年都来一次 有的时候是六七月份 有的时候是十二月份 不过 我不喜欢冬天来 太冷了 动得手都发麻 没办法拍照 三分钟后 三大碗热汤面端了上来 我们三人大汗淋漓地吃完 天还没怎么黑 就坐在餐厅里聊天 还要了三根冰棍 反正出去也是没什么地方待着 这一聊 三岁就开始不停地发问 你俩这两天都干嘛去了 没干嘛 先逛逛呗 我吃着冰棍随口回答道 遇见新朋友了吗 你怎么知道 对啊 我俩遇见一个老大哥 和我们同行 相当牛逼 是我们的榜样 土豆十分夸张地告诉三岁 有机会也介绍我认识认识呗 我跟你说 我就愿意认识这种大人物 介绍介绍 说着三岁用期盼的眼光望着我 嗯 行 有机会的 我随口回答 对了 你们怎么认识他的呀 三岁舔了几口冰棍 又继续开始各种问题 就是偶遇 在一家小饭店认识的 这人 在墨河当地有点名气 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呢 我们打车的路上 就不停跟我们说 土豆笑地说道 哎呦 看来这人是个高人啊 回去以后就介绍我认识吧 三岁兴奋地说道 行吧 看行声再说 我们俩说不定啥时候 就走了呢 不行 必须介绍给我 认识认识这位高人 必须 三岁十分坚决地说 让我突然对他心生疑惑 三岁 我轻轻叫了他一声 嗯 你为啥对这个人这么感兴趣 你想拜他为师啊 我 你拉倒吧 我就是想认识点 有大本事的人 长长见识 不行啊 再说 我拜师 笑话 能当我师父的人 还没出声呢 七 说完三岁依旧撇嘴 就继续自顾自地吃冰棍了 我心里暗自琢磨 难道这三岁是冲着董四哥来的 但是眼下看他 只要不露出那一手古术功夫 简直就是人畜无害 我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 这时候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哎呀 行了 时间差不多了吧 天也黑透了 咱们出去 找个人少的地方 好好拍点素材 回去我都做成明信片 也可以送你俩一人一套 话音落下 我们三人便走出了餐厅 这一出门 我和土豆直接就目瞪口呆地 站在原地挪不动步子 大爷的 太美了 土豆惊叹地说了一句 说实话 与哥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也没想到 北极光能美到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步 整个天空 就像是一弯深邃的湖水 被泼入一碗五颜六色的水粉 最后在湖中随着水波 荡漾着散开 五颜六色 最后又汇聚到一起 形成了一条条形态各异的渲染彩带 有扇状的 葫芦状的 整个夜空可以说是缤纷起立 十分壮观 你们看你们看 那边的光带 像不像一只趴着的猫 还有这边的 像不像一只狗 我去 那里的像蜈蚣呢 三岁兴奋地用小手指着天空让我们看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 却根本就没看出来 像猫像狗像蜈蚣 你看那边 有一个狮子 这时候 土豆也指着东边的方向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 发现就是一大片浅绿色和深绿色相间的极光 很美 可是狮子我始终也没看出来在哪 带鱼 看见没 那头有一条龙 没看见 我瞎了 我一脸黑线地在旁边 除了看极光 就是听这俩人在那充分地发扬着 不怎么深邃的语文功底 用比喻词各种描述天空 然而从头至尾 我没有任何一次是对得上号的 望着缤纷绚丽的天空 我心中忍不住 又开始琢磨起那个梦 就是那个长着黄鼠狼尾巴的人 走了 去前面人少的地方 给我拍几张照片 三岁拽着我跟土豆就走到不远处人少的位置 这期间 我和土豆的眼睛 是始终无法从天上的极光中挪开 感觉这一片片绚丽的光韵 有着十分吸引人的魔性 哎哟 我和土豆不约而同叫了一声 只见三岁 用两只小手 在我俩后脑勺上各拍了一下 你打我们干啥 我们二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让你俩过来帮我拍照来的 你俩光顾着自己看 快点 拿着 说着三岁 把那不单反相机放到我的手里 然后跑出老远 摆了一个很好看的姿势 拍完了告诉我 我换姿势 好了 换一个吧 我拿着相机拍完第一张 正准备继续拍 突然眼前一花 就感觉脑袋一阵眩晕 紧接着 我使劲晃了晃脑袋 扑通 你咋了 土豆 是不迷糊了 对 突然贼迷糊 脚下站不稳啊 你也是 对啊 咋回事 下三岁 我一边努力让自己清醒 一边质问三岁 屁我还嫌浪费药材呢 你俩这是正常 不知道 上学的时候 没学过北极光 嘖嘖嘖 这么点常识都没有 接着 我和土豆在地上 坐了能有三分钟 吹了一会风 才慢慢爬起来 随后三岁 就十分专业地 用那台单反相机 开始拍天空 各色绚烂的光运 我们俩则是不在 始终盯着看 看一会 眼睛就朝别的地方望一会 咱们就是俩外行 你看看人家 全都拿着相机 咱俩来了 连个照片都拍不了 也留不下啥纪念 随着土豆说的话 我向远处的人群望去 地面上架着很多三脚架 一些专业的摄影师 都在对着三脚架上的 单反相机 不停地调试 没啥的 咱们也对摄影不感兴趣 这也没什么好看的 我无奈地抽了烟 望着远处的橙色彩带 对了 戴鱼 你觉不觉得 今天那个丁总有点不对劲 土豆的话一下就把我的注意力 从天空中的光运里 拉了回来 你也感觉到了 对 但是说不上到底哪不对劲 就是感觉特别的别扭 不像是正常人 应该散发出的气场 土豆挠着脑袋 看着远处的光运说道 我今天在车上也一直琢磨 但是怎么都想不通 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 这个丁总 身上阴气比女人重 应该是经常出没鬼魂聚集的地方 算了 咱别想了 他要真有事 还用地着咱们操心 有四哥呢 我听土豆这么说 觉得也的确是这么回事 我们纯属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哎 对了 你感觉到没有 现在身上好像特别舒服 也不反胃了 我歪着脑袋问土豆 对啊 你别说 还真是 那股恶心境 从昨天下午 一直到刚才吃饭的时候 其实都有 现在出来吹吹风 看看北极光 倒好了 就这样 我们一直在北极光下 坐了将近三个小时 快到半夜十一点 我见三岁还一游未尽 便走到他身边 我们要找地方住下了 明早就回墨河 我这也差不多了 拿着 我收拾收拾 说完也不等我发表意见 直接就把那台大相机 塞到土豆手里 土豆一脸猛闭地抱着相机看我 让你拿着 你就拿着吧 我可不敢说它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收拾了一会 三岁就跟我们一起 找了个附近的宾馆 住下 不过这景区的宾馆 也真是没谁了 规模很小不说 价格却比外面高了1.5倍 贵就贵吧 各种设备还十分简陋 而且服务态度极其恶劣 已经不能用明风彪悍来形容了 多少钱一晚 我客气地问前台服务员 158 服务员低头吃着 好像是酸辣粉的东西回答着 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我忍不住环顾了一下四周 就这环境 还158 这要在外头 顶多就是30块钱一夜的小旅店 那双人间呢 多钱一宿啊 238 没有两张床的 就一张大床 服务员用好像谁都欠他钱一样的语气 不耐烦地说道 要不咱们换一家吧 土豆跟我说 服务员听到厚白了土豆一眼 换吧 整个北极村里 找不着比我便宜的 你也找不着有双人床的 爱住不住 不住别挡着 后头还有人排队呢 在我正在这犹豫的时候 三岁直接自己开了一间 给我来一间便宜的 姐姐 最便宜的就是158 服务员说道 行 姐你别总吃这些 对身体不好 服务员见三岁这么说 深深叹了一口气 那能有啥这儿啊 这大半夜的能有啥吃的呀 那你明天可得好好睡觉 保养 238就238吧 给我开两个 接着服务员刚刚还没开眼笑的表情 一下子又回到了态度极其恶劣 没俩了 就剩一个 开不开 不开 我给后头的人了 我一回头 就发现 后面至少有三拨人在排队等着 开 我一咬牙 直接摔出300块钱 不够 还有200押金 我郁闷地又掏出200放到桌子上 服务员用眼睛白了我一眼 身份证 快点 我来掏出身份证那个后 这服务员一边登记 一边嘴里嘀咕着 说个话都不会说 还不如一小姑娘呢 一进来就拉着个哭丧的脸 我和土豆强忍住怒气 接回了身份证 一秒钟都不想多看着女人一眼 拿着房卡回头就走 你俩住几零级 306 怎么了 我低头 把身份证塞进钱包里 我住309 明早一起回墨盒 说完三岁背着包就回了房间 我则是把房卡递给土豆 你先上去吧 我出去转转 买两包烟 你用我给你带点啥不的 带俩面包吧 行 说把土豆回身上楼 我自己点了支烟 走出了这家小黑宾馆 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转悠着 我之所以避开土豆 是因为我需要一段安静的时间 来整理一下这段时间遇见的这些事 从来莫合前一夜 我就开始梦见那个黄鼠狼尾巴的男人 接着我们在火车上 遇见云贵古树师夏末 也就是三岁 接着偶然遇见董四哥 之后通过四哥结识那个阴气过往的丁总 还有那天深夜 我们俩突然浑身发痒 最后是今天又偶遇三岁 我仔细地在脑海里 把一件件事都铺展开 一件件地分析这些事情 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梦里的黄鼠狼尾巴男人 我还没想通 遇见三岁纯属偶然 遇见四哥 丁总 结果 一切都是偶然性的 没有丝毫问题 可是我总有一种感觉 有一些细微的事 我忽略了 可究竟是忽略了什么 我却怎么也想不通 而且这些被忽略掉的细节 究竟是发生在三岁身上 还是董四哥身上 又或者是那个看上去 十分奇怪的丁总身上 我却一点都没有头绪 我自己溜达了一会 走到一个超市 买了两包阿师马 两个豆沙面包 刚踏出小卖店的门口 突然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太太 就迎了上来 孩子 你是过来旅游的呀 啊对 大姨 有啥事啊 我停下脚步 你住店部的 阿姨那有空房间 啊 谢谢啊阿姨 不用了 我都订好宾馆了 我冲她微笑一下 订好了呀 老太太嘀咕着 我则是直接绕过老太太 向宾馆走 等一会等一会 先别走孩子 老太太一阵小碎步 追了上来 有啥什么大姨 完步 她用一种 你懂得的眼神望向我 见我没明白 莱太太用手挡着嘴 跟我拉近了距离 宇哥是万万没有想到 如此慈眉善目的 一个莱太太 接着我直接摇摇头 就继续往前走 结果突然 别走啊孩子 阿姨那啥样的都有 十五六的 二十来岁的 三十多岁的都有 我真不用 啊 阿姨 我有急事得赶紧回去 说着 我就要往前走 老太太 却紧紧拽着我的手 语重心长地说 别走啊 那些你要都不喜欢 也没事 你喜欢啥样的 你跟阿姨说啊 你不说 阿姨上哪给你找去 我 我真不用啊 您赶紧松手 我有急事要回去 说着 我轻轻正脱脱了 这老太太拉着我的双手 直接往马路对过走 结果让我想不到的是 刚走到马马路中间 突然觉得 有只手轻轻碰了我一下 我一扭头 小伙 你们这买卖 都坐到马路中间 来了是吧 没有 我在对面就看见你了 他们家的质量不行 跟阿姨走 阿姨这有好的 不要 我低着头 加快了脚步 嗖嗖嗖地开始往宾馆走 没走多远 迎面过来一男的 看样子三十六七岁 十分干练的样子 哥们 对啊 我跟你说你别信 那TM全是骗子 你是警察呗 满地都是骗子 你去了你就掉贼窝里了 知道不 他们一般把你骗过去 就来个仙人跳坑你钱 哎呀 谢谢了啊大哥 太吓人了 我道了一句谢 便起脚就要走 站住 突然 这个男人在背后叫住了我 咋的了 警察同志 不是 你误会了 我不是警察 我是想跟你说啊 老爹 你要去 你要去 你还是得去我家 我家有俄罗斯大妞 那扶我 我躲过男子 不等他伸手拉我 撒腿就跑 结果 每路过一个小路口 就有一个老太太 向我包抄而来 我只能借着我灵活矫健的步伐 躲闪腾挪 一一跨过他们的围追堵截 最后到达宾馆之时 已是一身冷汗 回了房间 土豆已经睡觉了 我放下面包 脱了衣服 就进了洗手间 结果发现 热水根本就不好使 但是这一身臭汗 不惜也不是个事 最后咬咬牙 妈的 拼了 随即冲起了凉水澡 我咬着牙打开淋雨 在凉水下冲湿了身体 然后拿起宾馆的香皂 就开始往身上蹭 胡乱涂抹了一阵 以后我又放开凉水 开始冲掉香皂末 接着我惊讶地发现 这肥皂末 在我身上是白的 用水冲到地上 却是黑不出溜的 我操 我身上应该没这么脏啊 我自言自语嘀咕着 最后从头到脚都冲了一遍 擦干了身体 回到屋子就躺到床上 瞬间感觉浑身舒爽 有一种刚排完毒的感觉 浑身上下透着说不出的轻松 没过多久就睡了过去 另外 这一夜 依旧无梦 起来了 起来了 吃饭了 吃饭了 起来了 起来 土豆在我床边上坐着 不停嘀咕着 像念经一般地把我叫醒 我一看手机 竟然都九点半了 起床后简单洗漱了一下 我和土豆就从楼梯往下走 准备退房回墨盒 结果刚到大厅里 就看见三岁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见我们出来 直接把手机揣到兜里 冲我俩就走了过来 你干啥 土豆问 没事啊 不是说好了 一起回墨盒吗 啊 行吧 服务员退房 紧接着 服务员把押金退给了我 我们一行三人 就去了汽车站 坐上了返回墨盒的汽车 回去的路上 土豆坐在靠窗户的位置 我依旧是坐在他旁边 三岁则是坐在隔壁的单人座位上 这一路 三岁一直在问我们各种问题 你们是怎么遇见那位高人的 说来听听呗 他嘴里咬着棒棒糖 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没啥好说的 就是饭店吃饭偶遇的 我简单回复 这要巧 那这人都有啥本事啊 你都知道什么本事 你知道的基本他都会 我笑着打哈哈 算命 看风水 驱邪 赶尸 反正我知道老多手艺了 听他这么说我苦笑一声 这都哪个哪儿啊 三岁 赶尸那是湘西的好吧 别在这狗带饺子胡勒了 那有什么的 谁说北方人 就不能会点湘西的手艺 我曾经就见过一个 身负赶尸和算命的人 还是个老外呢 他不服气地说道 能不能聊点靠谱的 老外会赶尸 你忽悠谁呢 那行 我问你啊 墨河有啥好吃的没 这高人跟你们介绍了吗 四个岭 我们去吃了火锅 肉贼新鲜 咱们到了 可以去吃一顿 土豆突然插了一句 我在座椅底下 轻轻用脚碰了一下他的腿 他看了我一眼 我不清楚 他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不过好在他不再说话 好呀好呀 我最喜欢吃火锅了 三岁高兴地直拍自己的大腿 我们就这样 一路在三岁的发问下 抵达了墨河汽车站 而这一路他所问的问题 看似闲聊 其实目的 都在套取一个人的信息 懂四 当然宇哥也没办法 直接揭穿三岁 毕竟 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万一感觉错了 冤枉了好人 岂不是会让人嘲笑我 宇哥有眼无珠了 到了墨河 出了汽车站 三岁问我们住在哪个宾馆 我和土豆打了一辆出租车 回了我们在 墨河当地租住的宾馆 回了宾馆 我们俩一人洗了一个澡 坐在床上一边抽烟 一边分析 这三岁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土豆 这个三岁 你发现问题了吗 这三岁好像对四哥 特别的感兴趣 土豆一边吃着 昨晚我买的面包一边说 对 你也感觉到了是吧 我心里琢磨着他 不会本来就是冲着四哥来的吧 要是那样 也太凑巧了吧 在火车上先遇见咱们 然后咱们就遇见四哥 最后他再通过你我找到四哥 这位没有点太电视剧了 说着土豆撕开 第二个面包塑料袋 对啊 这也是我一直不敢 一口咬死他目的原因 算了别多想了 一会啊 咱俩去四哥那逛一圈 晚上叫上他 咱一起再去吃顿火锅 嗯 也行 咱们说不定啥时候就都启程 多句句也是好的 于是我俩换上干净衣服 就锁上门 准备去四哥那里 结果锁上门刚要迈开步子 就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哎呀 真巧呀 咱住对门 一回头 就看见三岁拿着一瓶可乐 也正要锁门 你 你怎么跑这来了 你不是回你住的地方了吗 土豆惊讶地问 对啊 我那条件不太好 我就搬到这来了 那么大哥莫合 你干啥偏偏和我住一个宾馆 我和土豆一脸黑线地站在原地 因为我还要你们请我吃火锅呢 走吧 说话间他就率先走向了楼梯 我和土豆看了彼此一眼 叹了口气 也走了出去 等一会 三岁 我们俩有点事要办 咱们明天再去吃火锅吧 我快走了两步拉住他 随即他回过头 办事 该不会是去找那个高人吧 三岁十分怀疑地望着我和土豆 眼神似乎再告诉我别想骗过我 不是 是真有事要办 你要吃火锅 只能等明天了 土豆补充了一句 那行吧 把你俩电话都留给我 以防万一你俩把我丢下自己跑了 他这么说我是真接不下去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说话的 我们一不是朋友 二不是亲戚 和唐我俩丢下他自己跑了之说呢 快点说 他直接掏出手机 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六 我一脸黑线地说出了自己的手机号 你的 你也说一遍你的 他又拿着手机的手 捅了捅了铜土豆的胳膊 一万三千零三十九 等会 我试试 说着他不放心地拿着电话 把我俩的号码挨个打了一边 确定我俩手机都捅着 他才放心地揣起手机 有点不甘心地撅了撅嘴 行 你俩玩去吧 三岁姐自己出去转转 说完三岁 留给我们一个背影扬长而去 我和土豆无奈地叹了口气 除了宾馆 就走向了四哥家的方向 十五分钟后 我俩到了四哥家门口 按了一会门铃 里面有人把门打开了 我正打算以一个灿烂的笑容 面对四哥 却发现 这回开门的依旧不是四哥 但是这个人怎么看都很眼熟 你是 眼前这熟悉的人迷茫地问我 我俩是四哥的朋友 啊 请进 四哥正忙着呢 我就过来帮他开一下门 我也是过来跟四哥这看事的 等他多说了几句话 我一下子就想了起来 你是开出租车的赵师傅 对啊 我看你也怪眼熟的 就是 想不起来 我俩打过你的车 在墨河火车站 想起来没 说完他站在原地仔细看着我 仔细向了一会儿 啊 没啥印象了 我这一天接触的人太多了 你别见怪啊 哈哈 说着 我们俩随赵师傅一起进了正厅 一进正厅 就看见四哥正在低头用笔写着什么 旁边站着一个小孩 小孩正在拿着桌子上的香炉摆弄 香炉飘着一股很奇异的香味 闻了使人精神振奋 我和土豆自行坐在沙发上 赵师傅则是坐在四哥办公座旁边的椅子上 回去把这张符 压在你儿子枕头地下 回头我替你给你儿子烧个替身 烧点元宝纸钱啥的搭队一下 就行了 听懂四哥这么说 我回忆起前几天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就是在饭店那次 四哥就提过 这照师傅上次来看是 就是他儿子被抓替身的小鬼给挂上了 这次看这样子 应该又是被挂上了 身为同乡的我 一瞬间职业病就犯了 琢磨着 这孩子怎么会三番四次被小鬼搭上呢 不过 我也深知这样行规 人家的是 同行不宜插手 因为这既是出于对朋友的尊重 也是对同行家里先家的尊重 抢饭碗的事 是绝对不能干的 所以我也就不会去多想 多问 而且我也十分相信董四的手艺 这对他来说 应该就是小菜一碟 行 那就带孩子回去吧 天怪热的 董四放下笔杆 伸了一个懒腰 那行 我俩就先回去了 说完赵师傅 拿了几张百元大钞 放在董四哥桌子上 便带着孩子离去 四哥收起钱 拿着水杯站起来一抬头 哎 你俩啥时候来的 我咋没注意呢 吓我一跳 在这坐了有一会儿了 看见你忙就没叫你 我笑着跟四哥说 啊 是忙 今天一天可累完了 今天算上小赵 你猜猜我看了几个事 几个呀 说完董四哥伸出左手 比划了一个手枪的姿势 第八份了 从早上五点多到现在 我连饭还没吃呢 水就喝了这一杯 哎呀妈呀 这把老胳膊老腿的 可经不起这么折腾 说完四哥郁闷地 擦着脑门上的汗 今天还有活吗 嗯 我看他啊 目前预约的事 没有了 董四翻着一个小本子说道 走啊 一起吃火锅去呗 四哥 我站起身来笑着问 火锅呀 行 走吧 我洗八脸 说着董四就走进了洗手间 三分钟后 我们就和从洗手间里出来的董四 一起出了门 一边往火锅店 走一边聊着天 讲着风水学上的一些知识 说实话 通过这几天和董四哥的接触 我清楚地认识到了 自己和他的差距 要是论背后仙家 我知道整个华夏大地 比我家老龙强的用手指头加脚指头 就足够数得过来 可是单论弟子道横 办事经验和眼光格局 我跟他差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就单单从他这处理人脉上的手段来说 就能远远甩雨歌几条街 可算到了 这么近的路 今天走的这个泪 我都出汗了 一身疲惫的董四哥感慨了两句 我们三人便一起走进了巴蜀王府 进了饭店 还是一样的桌桌爆满 还是上次的雅间 还是上次的那个服务员 我们点了几盘肉 一些蔬菜喝几瓶啤酒 就开始推杯换盏 今天这么热呢 咋不开空调呢 董四哥用餐巾纸 擦着脖子上的汉问服务员 四哥 今天这个雅间空调坏了 空调厂家师傅 今晚上才能过来维修 服务员十分有礼貌地说 坏了 那你怎么还把我们领着屋里来了 你是要热死我呀 四哥有点不乐意地问 丁总以前跟我们说了 这个屋子是给您准备的包间 只要您光顾 那么这个包房肯定就给您 行了行了行了 有事再叫你出去吧别关门了 开一会太热 四哥一边擦着汗 一边打发了服务员 行了吃吧 一会看外头有位置了 咱们就挪出去 哎呀我操 真TM受不了 这间四哥用手搓着脸 露出一种想死的 生无可恋的表情 的确 我和土豆也是热得大汗淋漓 四哥 大厅有位置了 您跟您的两位朋友要不要换一下 过了不到十分钟 那个服务员就到我们的包房 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换换换 必须换 赶紧的都热死我了 你们这是 想要了四哥的老命啊 说着 服务员就领着我们去了大厅的位置 这个位置刚刚好在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 刚坐到椅子上 土豆和四哥两个人就一阵身影 哎哟 爽可算是得救了 哎呀妈呀 可不咋的 我就怕热啊 说着这俩 拿着冰啤酒 每人干了一大杯 服务员 来一盘牛柏叶 要带血的 突然 我头皮一马 因为这声音太熟悉了 这不是别人 就是三岁 我惊恐地一回头 发现他 也正回头看着我俩 你俩跑这办事来了哈 之间三岁脸上露出了邪恶表情 就像是把朋友的老公桌奸在床一样 紧接着大吼一声 服务员 并桌 我和这桌人一起的 我草 这都能遇见 土豆在背后崩溃地喊了一句 再看董四哥 一脸迷茫地看看我 看看土豆 又看看三岁 黛宇 这位是 啊 这是我们的朋友 夏末 说着三岁就拎着椅子坐了过来 也不见外 直接跟董四哥握了握手 你好 四哥是吧 他们总跟我提起你 说您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我让他们俩今天带我过来 这俩人把我扔下就跑了 你说过不过分 四哥 啊 什么大人物啊 就是一老神棍 既然都是朋友 就坐下一起吃吧 服务员 把这位姑娘的菜挪过来 我一起买单 谢谢四哥 三岁给了四哥一个灿烂的微笑 然后回头狠狠瞪了我俩一眼 拿起筷子 就很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四哥 这家火锅实在是太棒了 锅底味道太好了 简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火锅 肉也新鲜 正宗 对啊 这是我朋友开的 上次我们三个就来了 我和你说啊 小夏 凡是我带到这来吃过一次的 肯定都会找我来第二次 我自个也是百吃不厌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喝一个 今天有新朋友 高兴 来 干杯 董四和三岁一起举起了酒杯 我和土豆无语的也跟着举了起来 这紧躲慢躲 还是没躲过去 竟然在这碰上了 回头指不定 怎么跟我俩算账呢 而且我也开始隐隐地担心起董四哥的安全来 三岁这丫头 一路上不停打听他的消息 万一真是冲着四哥来的 我这可就是间接性害了四哥了 在火车上 我们已经见识过三岁的手段 下股就是吹灰之间的事 何况我们还不知道 他这杯水到底有多深 四哥 我和你说 我最佩服 你这样的人 既是为怀的 不为求财 你说 你是不是就是活神仙啊 专门来人间救苦救难的呀 三岁举着杯子 笑嘻嘻地恭维道 哈哈哈哈 小夏你太逗了 可别这么捧着你四哥唠嗑 神仙怎么可能来给你喝酒吃火锅 我就是履行我自己的职责罢了 能多久一个就是一个 你看 把我捧得满头大汗的 哈哈哈哈 说着我们几个都开怀大笑 哎呀 太佩服了 对了 四哥失诚何处啊 见三岁这么问 我直接清了一下嗓子 因为问人失诚何处 那不就等于接人牢底的吗 这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 你咳嗽个屁 四哥都没不乐意呢 三岁眼睛白了我一下 我十分歉意地望向四哥 四哥明显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急忙端起一杯酒 化解了尴尬 没事没事 我和小夏一见如故 问问也没事 百无境界 百无境界 哈哈哈哈 说着四哥豪爽地笑了起来 相信此刻三岁 也是十分佩服四哥的胸襟 四哥 你咋出这么多汗呢 听了土豆的话 我往四哥额头望去 的确如此 四哥的额头上挂着不少汗珠 不和你俩说了吗 我最怕热 再说小夏一个近捧我 我这心里压力山大 说吧他用纸巾擦了擦头顶的汗 咱这都做到空调下头了 我都冷了 土豆一边加起一个宽粉 一边笑着说 吃了没多大一会 懂四哥掏出手机 看了一眼后皱着眉头 心神不宁地喝着啤酒 时不时地又掏出手机看一眼 怎么了四哥 我关切地问 戴宇 我那头有点事 现在得赶回去了 必须得失陪了 说完四哥擦擦手站起来就要离去 没事没事 你有事你就忙 办事要紧 吃饭随时都行 说着我站起身 准备送送四哥 行 留步吧 我得赶紧走了 你们吃着 这时候三岁突然嗲嗲地说 你别走啊四哥 我还没跟你聊够呢 三岁伸出小手 就要去拉四哥的手 四哥有点惊慌地 直接闪到一边 反应特别大 似乎是怕三岁抓住他 就不让他走了 不行啊小夏 我真有事 说完四哥还在擦着汗 棘手步 用不用我们帮忙 不棘手 不棘手 就是一点小事 就是比较急而已 你们吃着 吃着 说完四哥头也不回的 大步就往出走 显得十分的匆忙 我和土豆坐回到椅子上 继续涮着肉 这时候三岁在一边开口了 七 故弄玄虚 故作镇定 什么意思 我和土豆停下了筷子 一口同声地问道 你们这懂四哥呗 故弄玄虚 没劲 啥意思啊 他怎么故弄玄虚了 你又不懂 就别瞎说 我反驳道 对 我不懂 我是外行 反正我能不花钱吃涮羊肉 我就很高兴了 说着 他就从锅里夹起一大串羊肉 放到自己碗里 沾着麻将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我们三个把桌子上的肉 全都消灭掉以后 我已经是撑得 都快站不起来了 结果土豆和三岁 竟然又喊服务员来 说是在要二斤羊肉 你们俩也太能吃了 几天没吃饭了 没见过这么吃的 我觉得 一个人能吃这么多东西 有点不可思议 你懂啥 人世间 唯独美食不可辜负也 接下来 二人休息片刻 等羊肉上来 这俩人又开始风卷残云 我则是坐在一边抽着烟 望着三岁的吃相 心里想着 这丫头 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有个事 问问 我正想着呢 她就开口了 什么事 说吧 嗯 你俩一直待在墨盒吗 啥时候走 不一定呢 你问这个干啥呀 我抽了口烟问她 你俩呀 离这个董老四 原点 尽量少打交道 没好处 为什么呀 我和土豆不约儿童的发问 因为在我们印象里 董四哥可不是一个不可深交的人 没为什么 你三岁姐 不会害你俩的 她对我和土豆的惊讶 丝毫不动容 依旧吃着羊肉 喝着啤酒 难道四哥就会害我俩 我感觉这个可能性 基本为零 土豆说完 也加起一大串 涮得七八分熟的羊肉片 哟哟哟哟 叫的这个亲 还有四哥 你知道人背景吗 就一口一个四哥 我看是你有病 人四哥招你惹你了 你就不让我来跟他来往 还有 人叫董四 你凭啥给人加一个老字 变成董老四啊 董什么都一样 反正不是什么好鸟 三岁白了我没眼 我看 这纯属 是你的个人偏见 个人偏见 不用你们两个不信 等你们 被人家剁成肉馅 就着大葱包成回族五香大烧满 就不和我降嘴了 反正我不信 土豆嘟囔了一句 对 我也不信 七 不信拉倒 你们也不是没看见 董四下的那个德行 我和土豆自知 降不过他 也懒得跟他争论 总之我心里已经做好打算 吃完这顿火锅 我们二人就与眼前这古术师 分道扬镳 一会吃完 你俩干啥去 三岁抽出一张面金纸 擦了擦嘴 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回去睡觉 哦 不出去走走了 不去 没兴趣 你俩想不想知道 北极光是怎么形成的 不想 接着他低头想了想 抬头用十分神秘的表情 看着我们俩 那 你俩想不想知道 更多的关于古术的事 我可以讲给你俩听哟 不想 我俩一口同声地对了回去 三岁深呼了一口气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十分神太自若地说 好吧 那你俩想拉肚子吗 你什么意思 结账 走人吧 说着三岁 就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我二人一脸黑线地跟在他后头 土豆压低了声音对我说道 咱们最好想办法 尽快摆脱这个小妖精 你以为宇哥不想 他无处不在 你能有什么办法 聂缘人的事 一点眉目都没有呢 我也不能离开墨河呀 要不找董四哥帮忙找找 不行 还是不要让别人掺和得好 说实话 土豆的这个提议 我也不是没考虑过 只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何况这是我自己的事 就算董四哥没有一颗害我的心 我也不该给人家添麻烦 此行艰险 万一再连累董四哥 我这心里 可真是过意不去 出了巴蜀王府 三岁在前头大不留心 我和土豆拉着脸跟在后头 原本我还以为 他的目标可能是董四哥 吃过这顿饭以后 我却更加难以琢磨 三岁一直游走在我们周围 究竟是何目的 他又为什么不想让我们 和董四走得太近呢 到了宾馆 我们各回各的房间 进了房间以后 土豆问我的第一句话 便是你想拉肚子步 身体有没有啥不对劲的 没有啊 你有 没有就行 我也没有 我是怕这小毒蛇 在因为咱俩背着它吃火锅 不高兴 给咱俩下了药 不知道 不过我想好了 咱们 我突然停下 四周看了一下 觉得这种房子 应该是隔音很差 为防隔墙有耳 我便冲土豆摆了摆手 土豆走过来 我趴在土豆耳朵上 窃窃私语 高 实在是高 哈哈 土豆听完我的计划 敬佩地竖起大拇指 我们俩鬼鬼祟祟地笑了半天 随后 我二人洗洗澡 便早早睡了 深夜 万籁俱静 我突然睁开眼睛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凌晨一点三十分 我轻轻坐起身 然后咳嗽了三声 土豆心领神会 刷得从床上跳到了地上 我们没有开灯 黑暗中摸索着就忙活了起来 二十分钟后 我趴在门口仔细听着门外 确定没有任何动静 悄悄地拧开门锁 把门开了一个缝 顺着门缝 就向外望去 忽然 一只眼睛出现在门缝另一端 也向里面望来 直接撞翻了 一直跟在我背后 鬼鬼祟祟的土豆 哎呀我操 土豆摔在地上的叫骂声 一下子惊醒了我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直接向前冲了一步 伸手就去摸门把手 我准备对门外 这个人一探究竟 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不是三岁 那分明是一只男人的眼睛 而且眼神里带有 无数的目的性和内容 一瞬间 我就感觉到 此人极度危险 所以我不管他是哪来的 叫我抓住 我就必定不会让他好受 我刷的一下 就使劲拽开了门 楼道里明亮的灯光 瞬间让门外 那只眼睛的主人 无所遁形 你TM 我正准备十分有气势地冲过去 却无法控制地停住了脚步 土豆随后冲出来 手拿着一把桃木匕首 我TM都要看看今天谁 紧接着 土豆也石化在原地 只见我们对面 同样愣在原地的 是一个面黄鸡兽 有点摔向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头发乱糟糟的 背着一个破布袋子 左手正握着一张小卡片 我挪动眼神 扫了一下那张小卡片 上面的内容 包小姐 性感少妇 家庭教师 大 大哥 找 找小姐布 接着他用脏兮兮的手 递过一张卡片 结果我脑袋抽筋一般的 竟然接了过来 然后他又递给土豆一张 土豆看看我 傻不拉击的也接了过去 然后就见眼前这个塞小卡片的 就继续往楼到前方走去 每路过一个房门 都往里塞两张 每塞两张 都回头冲我们点头笑笑 操 别忘了正事 走 说完我和土豆大不留心的 就走向楼梯 到楼下后 结账 退房 还房卡 出门一气呵成 随后打了一辆出租车 就让司机拉我们到 五公里之外的一个宾馆 没错 你猜对了 我们俩要开溜 车跑了一会 就到了一家宾馆门口 下车后 我和土豆总算是能 好好喘口气了 马路很安静 我和土豆心情十分愉悦 总算神不知鬼不觉的 摆脱了这个小魔头了 我和土豆相互对望一眼 宾馆 迎面出来一个人 直接跟我撞了一下肩 不等我回头 这女孩立即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着急回去 对不起 我十分优雅地转过身 没有关系 美女 身为男 话说一半 我的浑身就僵在了原地在 这一刻我感觉就像是一道 雷劈在了我身上 哎呀我草 咋哪都能碰见你呢 你杀了我俩吧 求你了 土豆崩溃地蹲在地上捂着脸 这和我撞肩而过的 不是别人 正是那古树狮夏末 夏三岁 哟好巧啊 我回来这边取点东西 怎么着 你俩就这么想我 都跟到这头来了 看来你俩是真离不开我了 此刻我和土豆 基本上就是无言以对了 这TM的就是命 到哪都得遇见他 而且人家丝毫没有恶意 分明是我们俩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没办法 我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夏末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啥非要跟我俩混在一起 你自己在墨河玩不是挺好的吗 我们俩有我们的事 你有你的事 咱们搁半个的 行不行 你什么意思 他明显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不悦 意思就是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井水不犯河水 能给个理由吗 他依旧十分冷静 这要什么理由吗 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 这就完了 这就想说服我 行 你非要个理由是吧 咱们都是干啥的 彼此都心知肚明的 也不用多说 对吧 我对你的职业一无所知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 没有安全感 懂吗 我俩突突 害怕 我大声嚷嚷着 也不管他会不会一怒之下 堵死我俩 行 那再见来不及握手吧 说完三岁头也不回的 就出了宾馆 马路上此刻 安静地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 一辆车都没有 三岁就沿着笔直的马路 大不留心地远去 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感觉 更看不见他的脸 大鱼 是不是有点过了 过了啥 你知道他什么目的吗 咱们根本就摸不清他的路数 回头真出点事 吃不了多着走的是咱俩 说实话 要说 鱼哥我心里没有一点舍不得 没有一点难受 那是假话 可是没办法 但我们这行的 总得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 自己都保不住 又何谈即是救人呢 希望三岁能理解吧 我们二人在这个宾馆开了一间双人房 进屋后都各自洗漱睡觉 其实彼此都知道 两个人整夜都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 电话便响了 我拿起一看 是董四哥的号码 喂 四哥 大鱼 有空吗 过来帮我点忙啊 我这忙得脚打后脑勺了 四哥在那边有点郁闷地说道 行啊 等着一会就到 说完看了一眼熟睡的土豆 决定还是自己过去吧 昨晚上他也是一宿没睡觉 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出门打了辆出租车 就直奔四哥的工作室 路上我琢磨着 四哥到底能有什么事找我 为什么又要找我呢 我们刚认识几天而已 最后推测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我的聂元人 有可能是通过四哥这条线搭上的 如果真是这样 回头我真要好好答谢一下董四哥了 到了四哥工作室门口 门开着 我就没有按门铃 直接走进了屋子里 还没进屋子 我就感觉到 有一股淡淡的阴煞之气 一进屋就看见屋子里坐着六七个人 有劳有少 董四哥坐在办公桌上 不停地用毛笔沾着墨汁 写各种符咒 我没有叫四哥 直接走到 一边靠着墙站着 眼睛慢慢地望向周围几个人 几乎每一个都仔仔细细 从头到脚大量了一遍 心中暗自揣摩 这哪一个才可能 是我的聂元人 苦身两钱 蛇眉两钱 白头温五钱 穿心脸五钱 你照此方子抓药 然后将我给你的药师服 在家里东南角焚烧 时辰不济 烧出的灰分成五分 分别掺在这五副药里 用砂锅糊煎两个小时以上 完了每天服用两次 你身上的尸毒 应该是第四副药就能除尽了 然后咱们不要停药 把第五副也吃了 巩固一下 事后呢 没事自己买点润肺 养肝的补品吃一点 好了 谢谢董师傅 说完这年轻人 从钱包里数了五张毛爷爷 放在董四哥桌子脚上 就回头离去 你等一会啊 黛宇 下一个 这写的啥字啊 这也看不清啊 刘信杰 有没有叫刘信杰的 这字写得太乱了 看不清啊 话说四哥戴着眼镜 皱着眉头叫了好几声 可是喊了半天 屋子里也没人答应 估计人已经走了 四哥把小本子翻到下一张 李冲 李 不等四哥喊第二声 突然一个十分粗狂的声音 打断了四哥 四哥 你刚才喊的那个 是刘香香吧 这时候坐在墙脚椅子上的一个 身高能有一米八五以上的大汉 打断了四哥的话 随后马上拎着凳子 就走到四哥的办公桌前头 紧接着 把凳子塞到了屁股底下 就坐在了四哥对面 是你啊 我记着 你上回跟我说 你姓刘氏吧 四哥推了一下眼睛问了一嘴 哎 对 好记性那四哥 大汉伸出大拇指 行 那这个刘香香 是你母亲还是你闺女啊 下回有事 尽量把病人领过来啊 要不这么看比较费劲 领过来 我更能了解情况 嘿 我已经领过来了 就是我 四哥 大汉摸了摸自己的胡子茶 笑呵呵地说道 你 你是刘香香 四哥瞪大了 眼珠子问道 啊 对啊 我就刘香香啊 哈哈 上回你这人多 我也着急看病 而且 你也没像这回事的 记名喊号啊 你就光问姓啥了 大汉说完后 屋子里的人 全都很不自然的 或者咳嗽了两声 或者把眼睛挪到其他地方 我也忍不住想笑 这个名字和这个人 真是极其极其地不搭配 啊 行 行吧 右手给我 我浩浩迈 四哥眼角抽动了两下 说着大汉 就把一条满是纹身的胳膊 伸了过去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还是没看出 到底闻的是些什么东西 总之就是显得 这条胳膊很埋怠 之间 四哥闭着眼睛耗了 能有足足五六分钟 然后看着天花板 仔细想了一会 便开口了 你这是肺子的毛病 你呢 回去弄点姬苦胆 家里正听东南角百院小米 每天下午三点五时 把姬苦胆扎破以后 里头的胆汁 一口气就喝进去 然后吃一勺白糖 嘴里含着白糖 去墙角上三根香 然后家里的女同志 都回避 直到香烧完了 连续五天 我在这头给你答对一下 好不好 五天之后 等你把肺里的浓痰都渴出来 你就算好了 好嘞 说着这位 名叫香香的大汉 从嘎吱窝下 夹着的小包里 掏出一千块钱 放在桌子角 又把药方子 舍了几下塞进包里 就站了起来 行 我走了呀四哥 你有我电话吗不是 有 行 有事之声啊 别客气 我先撤了 说完大汉 夹着小包就离去 到我了是不 董师傅 一个老太太 急忙颤颤巍巍巍走上前去 等一会啊大妈 一会到你 我先跟朋友说点事 你坐一下 来太太听闻 点点头就坐回到沙发上 待遇 偏听说话 四哥从椅子上站起来 直接拉着我去了偏听 说吧 啥事 你也瞅见了 这还有四五个等着我看呢 完事一会我 还得出去 给人看一份阴寨 一份风水 这一天都排到晚上九点多了 然后呢 然后你听我说啊 早上吧 五点多的时候 突然有个朋友来电话 说 这家人孩子 昨晚上打游戏机回来 到家睡一觉 早上三点多醒了 就开始说胡话 给家人吓够呛 完了还一个劲摔东西 我估计是叫啥玩意 给上了身了 你过去看一眼呗 行 那我怎么联系这家人 我好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一会我电话和地址都给你 麻烦你了压老弟 没事没事 给朋友分担是应该的 接着四哥 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和一串地址 行 那我一会 马上就联系这家人 行你快去吧 别耽误了那孩子 完事给我打个电话 说完四哥 把纸条塞到我的手里 就急忙回到正厅 我坐在偏厅的椅子上 拨通了这个电话 喂你好 我是董思的朋友 哎呀 你好你好 您在哪呢 我开车去接你 对面接电话的是个男的 声音显得十分的交集 啊 不必 四哥已经把地址给我了 您就说您在哪呢吧 我接您也是应该的 再说 我开车比打车快 好吧 我在董思哥家里 见他如此坚持 我也不好再推脱 好您等着 我一会就到 说完对面这男人 就迫不及待地挂断了电话 看样子 应该是往这来了 挂了电话 我闲来无视 点了一支烟 开始欣赏四哥偏厅的这些物件 当然宇哥我只是看 我不会去摸 过了大约二十来分钟 当我正在端向一个罗盘的时候 突然我的电话就响了 喂 我在四哥家门口呢 您在哪呢 好我马上出来 说吧挂了电话 我就往出走 刚走到偏厅和正厅接壤的过道 一阵奇特的寝箱就一面扑来 我回头看了一眼 正厅里四哥正在忙活着 而剩下的那几个 不知是看病还是看事的人 像小学生站队一样 站成一排 四哥则是在给坐在第一位的那个老太太 低头一面说话 一面写着什么 时间紧迫 也由不得我多看 抬一脚便出了门 出门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辆和我的车一样型号的奥迪A6L 一个五十多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正在车边上打电话 你急个屁 我这不是等着呢吗 一会四哥的朋友就出来了 你好好在家看着儿子 别再叫他摔我的东西了 那都是瓷器 在伤着他咋办 这男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抬头 我见他望向我 便轻轻点了一下头 他看见我的事意以后 直接对着电话里 草草地说了一句 行了 我看见大仙了 挂了 你好 走吧大仙 说着他急忙绕到副驾驶 帮我拽开了车门 别叫我大仙 叫我戴先生就行 啊 戴先生 坐在车上 他迫不及待扎上安全带 我们二人就立即启程 你先跟我说一下情况吧 四哥那头忙不过来了 没和我说的太详细 啊 行 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我家那小子八点多 突然要出门 我和他妈问他干啥去 他说和同学出去玩去 我问他去哪玩 他也没告诉我 说同学等着他呢 急急忙忙穿鞋就走了 临走前就告诉我和他妈 他跟同学去打游戏机 这小子 平时也不去那种小的游戏厅 就去北边一家电玩城 那家电玩城我也去过 老板是我哥们他爸 所以我也就没多心 他玩到几点回的家 几点啊 当时我也没太注意 我跟他妈都睡觉了 就听见开门的动静 估计应该是后半夜了 进屋还跟我和他妈说了一声 他回来了 然后就听见他上厕所洗澡去了 洗完澡 应该就回屋睡觉了 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吗 没有啊 关键是有我也不知道啊 当时我懒得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还跟他妈还得上班呢 再说他总半夜出去玩 我们也都细以为常了 然后今早上怎么犯病的 我家孩子吧 赖床 早上一般都是孩子他妈叫他起床 今早上他妈六点半起床的 收拾完就过去叫他 完了我就听见他妈喊我过去 我过去一瞅 这孩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指着我俩鼻子就开骂 然后还上我屋拿烟就开始抽 戴先生 我家孩子 平时根本就不会抽烟 有时候我逗他 他都不碰 今天早上你都没瞅见 一根接着一根抽 说话也不像平时那么老实了 完了我看他不对劲 就寻思吓唬吓唬他吧 结果呀 结果怎么了 我问道 我一冲他吼 他抓着罐头瓶子就砸过来了 得亏我和他妈躲得快 完事就抓着啥砸啥 把我那些朋友送我的花瓶 啥摔好几个了 那玩意就没有低于五万块钱的 再说 其实你砸也就砸了 都是身外之物 可是那都是玻璃的 陶瓷的 砸得满地都是 我家人在屋里还都不穿鞋 在刮伤他 你说咋整 行 我知道了 你可得想想招救救他 我看他这样 心里可太害怕了 指不定啥时候再伤害自己 可咋整啊 戴先生 你放心 到了家先看看再说 我安抚了一句 便不再说话 这是说得差不多了 车也开到地方了 下车后 我私外看了一下 这地方在墨河 应该是最好的小区了 都是二层小洋楼别墅 四周的绿化 也做得特别的好 可以说是环境十分优雅 快进来吧 戴先生 说着 这男人用钥匙开了门 我便随他进了屋 这一进屋 就听见楼上 一个男孩的声音 滚 都给我滚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 一个个忘恩负义 滚 给我滚 你们这帮狼崽子 又开始了 我出门 那会刚稳定点情绪 现在就能锁屋里头 屋子里能抽烟吗 听我这么说 这男人急忙从兜里 掏出一盒中华 抽出一只就递了过来 您抽着 抽着 我点点头接过香烟 点上以后 狠狠抽了两口 就感觉胸口发闷 这应该是胡天霸上来了 我印象中 老胡家最会收拾 这种闹腾人的事 胡天霸 在我们家又是胡家老大 找他肯定可以要到病除 老仙 走吧 上去看看咋回事 说完 我便起步顺着小楼梯往上走 没几步 便来到了声音来源的门口 屋子里 还在暴躁地骂骂咧咧着 把门给我开一下吧 我冲楼下这个男子说道 好 戴先生你可多加小心 我儿子现在随手拿到什么都扔 可别砸着你 放心吧 说完我让开位置 男子三步两步从楼梯跑上来 掏出钥匙拧开了门锁 下去吧 放心 我冲男子点点头 拧开门 把手就进了屋子 随手就关上了门 再看这屋里头的男孩 十七八岁的样子 剃着很时髦的墨西干发型 正眼神暴躁地看着窗外 听到门响 马上冲过来就要出去 一抬头发现不是自己的父母 紧接着 他看我的眼神 瞬间就变得惊恐 还未靠近我 就像触电了一般 闪回了窗户边上 紧接着用十分警惕的眼神 死死盯着我 闹够了没有呢 我抽着烟 把门反锁上 然后坐在一边的电脑椅上 你谁 滚 你有这本事 让我滚吗 我直接把烟头往前一弹 他惊恐地一躲 烟头就直奔着窗外飞去 打到窗外的护栏上 然后掉了下去 我从兜里又掏出一支烟来 点上以后 不慌不忙地抽着 这小伙就在对面的窗户口看着我 我们两个谁也不说话 都在等对方先开口 最后 我一支烟还没抽完 他就坐不住了 张口冲我吼道 你谁 你哪来的 上我家来干啥 这时候我不再说话 我也说不出来话 取而代之的是胡天霸开嗓 你家 你活着的时候是你家 你死了 这可就不是你家了 哼 这不是我家是你家 滚 虽然眼前这少年嘴硬 可是明显能看出他眼神里 带着无比的惧怕 再出言不逊 我就抽你 胡天霸这话一说出口 窗户口的少年 一下子就吓得缩到了墙角 刘光 刘光 只见这男孩拼死名地 喊着一个名字 我正纳闷他喊的是何人 就听门口有用钥匙的开门声 紧接着 那个中年男子 一个箭步就冲进来 跑到孩子身边 儿子 爸在这呢 爸在这呢 你这个畜生 你找人来收拾我是不是 你他妈就是畜生 畜生 说完这男孩 直接胡乱地抡起了胳膊 就开始用巴掌 打眼前的中年男子 你出去 胡天霸怒吼一声 男子听见我这么喊 看了他儿子一眼 咬着牙就往出走 男孩突然想往前冲 眼看就要抓住男子 我往前挪了一步 他就马上 又十分恐惧地 缩回了墙角 儿子 好好跟戴先生聊 爸就在门口等你 说完男子低头抹了一把眼泪 一咬牙 直接出去关上了门 我随手 又把门反锁上 今天谁也就不了你 说吧 你想咋的 你想干啥 你来我家干啥 滚 滚 这男孩又疯了一样的 用嘶哑的声音 吼着 给人一种垂死挣扎的感觉 这时候我发现 我可以开口说话了 便慢慢往前挪了几步 他看我靠近 又使劲地往墙角里缩了缩 你是死了没几天 不认识我身上这位 我跟你介绍一下 生前听说过地马仙吗 听说过胡七太爷吗 今天你算是做死做到头了 说吧 你到底啥意思 这男孩 不对 准确是让人上了身的男孩 眼珠子低溜溜一转 随后便从墙角站起身来 然后从床上拽了个垫子 直接走到我面前 拿着垫子 盘腿就坐在了地上 其实我知道 应该是跪在地上的 不过胡天爸也不挑理 我也就懒得说 接着 听这男孩身上的东西 借着男孩的口 跟我们说出他上身的原因 事情要往前 翻到好多年前 眼前这男孩名叫刘明 男孩的父亲 也就是刚才那个刘光 从刘明三岁开始 就常年和刘明母亲 在国外做生意 刘明就一直跟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 奶奶是前几年去世的 所以 刘明和爷爷这几年 一直在家里相依为命 老爷子每天做菜做饭 伺候孙子的吃喝拉撒 孩子和爷爷的感情最深 早就超越了孩子 对父母的思念 然而 就在半年前 刘明的爷爷检查出肝癌晚期 只剩下五个月的时间 刘明把消息告诉了 远在大洋彼岸的父母 结果 这刘光和老婆竟然拒绝了 说俩人都没时间回来 再说这刘老爷子 一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最后在自己临终的时候 只有刘明和自己的女儿陪在身边 另外 二儿子刘亮 三儿子刘永泉 在外地做买卖 知道自己老爹不久人事 也都放下手里的事物 从外地坐飞机赶回来 只有刘光 不肯放下工作回来送终 任凭弟弟妹妹们如何哀求 这当大哥的 依旧是无动于衷 再说刘明 知道了父母的不孝以后 也是不敢告诉 还剩五个月寿命的爷爷 老爷子住院以后 远在国外的儿子而习 委托自己的妹妹照顾老爹 每个月给打款人民币十万元 可是再有钱又能如何 就算刘明和姑姑不说 老爷子也知道自己没多久活头了 结果 老爷子到最后 咽气都没看见 刘光站在他床前叫一声 这也成了老爷子 无法瞑目的唯一原因 老爷子走后 刘明的姑姑和叔叔们 给老人办了后事 此事虽然并非无人送终 可是老爷子一辈子三儿一女 最后是由俩一女来送终 收的纸钱 也是应得的四分之三 心中自然无法咽下这口气 所以就一直不肯投胎 加上生前和刘明最亲 所以也就上了刘明的身 想回来讨个说法 说到这 眼前坐在小垫子上的刘明 或者说刘老爷子 就扯着嗓子 开始哭了起来 一边哭 一边还拍着地面 刘老爷子 啊 刘明停止哭喊 抬头望着我 我一会把你大儿子叫进来 你有啥话 该说说 缺啥东西 该要要 说完了要完了 就痛痛快快去你该去的地方 你可愿意 听我说完 这老头坐在地上 眼珠子一顿乱转 样子有点滑稽 最后还是点点头 同意了 看他的样子 生前应该也是个挺逗了的老头 一会你儿子进来 有话就说话 别再闹腾 再闹腾 仙家 自有仙家法治你 你可知道 知道 刘明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我仔细想了一下 随即又开口道 你一会只管说话就好 该给你带的东西 一样都不会少 我会替你像你儿子要的 刘明想了想 又点点头 我直接回头开门 一开门就看见刘光 在门口抽着烟等待着 进去 你爹有话跟你说 我 我爹 对 现在你儿子不是你儿子 你儿子现在是你爹 是 什么意思 我儿子 是我爹 你爹死的时候 你没回来是吧 现在老爷子 回来找你了 进去吧 戴先生 不是我不想回来 也不是我不想送终 那时候我公司正面临危机 好几百口子人指着我吃饭呢 我要是回来 没人去拉投资 公司就完了 到时候 那些股东 还不得跳楼自杀 你回不来 刘明他母亲也回不来吗 他妈是主管财务的 肯定回不来啊 行了 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 你进去跟你爹说吧 现在你爹上了你儿子的身 您进去解释吧 你要是说不好 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以后你家就没个消停了 我故意将话说得重了一些 然后自行走下楼梯 坐在大厅沙发上抽烟 过了一会 突然我就听见啪的一声 听到我直接一缩脖子 紧接着 啪 啊 啪 每伴随着啪的一声响 都会紧跟着十分痛苦的惨叫声 这个声音足足持续虚了 能有二十分钟 听得宇哥 我是菊花一锦啊 这是扇了多少个嘴巴子啊 过了半个来小时 楼上的门开了 却没人走出来 就感觉一阵凉气 从我旁边掠过 我知道这刘老爷子 算是寥寥心愿了 我顺着楼梯走上去 进屋就看见这个 叫刘光的中年男人 跪在地上低头哇哇哭 嘴巴子 肿都跟嘴里含着俩玻璃球子的土拨鼠一样 行了 别哭了 你爹安心地走了 我伸手扶了他一把 他一把就甩开我的手 使劲用脑袋在地上磕头 嘴里哭着喊 我对不起我爸 我对不起他 我不是孝顺儿子 早寻思啥了 现在哭有啥用了 行了起来 我告诉你咋办 你照办就是了 接着我抬头扫了一眼 发现刘明躺在自己的床上 我走过去 给他耗了一下脉 确定身体没什么大碍 就出门从楼梯下到了客厅 过了十多分钟 土拨鼠 啊不 刘光整理了一下自己 洗了把脸 用凉毛巾敷着腮帮子 坐在了我旁边的沙发上 你听着 买八对金库银库 八对同男同女 一对招财术 一辆车 一个轮船 财库用元宝装满了 每个里头塞八张黄纸 用毛笔在一张黄纸上 写上你父亲的姓名 生辰八字 晚上十一点之前 找个十字路口烧了 嘴里念叨念叨 让你爹安心上路 以后清明和继日 都得给你爹烧纸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戴先生了 对了我儿子没事吧 他肿着腮帮子 说话明显口音有变化 没 没事 休息两天就行了 我强忍住笑意说道 好嘞好嘞 刘光不住地点头 然后从钱包里 掏出一叠钱放在我旁边 先生 这是答谢的钱 不必了 回头你跟四哥说一声就行 我是帮他一把 说完我起身就要离去 因为我 实在是不想再多看见这刘光一秒钟 老爹临终都不曾回来 不管处于什么原因 就是不笑 再说 他叫他爹山的嘴巴子 跟个吐蕃属似的 我看一眼就像笑 等会 这时候胡天霸突然叫住了我 怎么了 老仙 门口有老皇家的人 听胡天霸如此说道 我回头张口便问 你们家里供奉了什么 供 供奉 啥也没供啊 刘光一脸猛圈地说 他走了 咱们也走吧 胡天霸随即就下了我的身 我心想 难道是别人家的仙家路过 进来看看热闹 没可能啊 接着我也不再多想 抬腿便离开 别人家的仙女 感觉 旺小玩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